傲娇富二代豪门奇少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家飞不会飞 牧羊男鱼罗勒十日生 后期制作陶妖妖 第1727集 看到张欣云哭得那么伤心 张家人更加心疼了 张建成更加愤怒地说道 容金堂啊 你有想过 要是你女儿知道 他们的父亲背叛了他们的母亲 在外面养了私生子 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父亲啊 他们会为你感到丢脸 会恨你 还是你心里只有外面那个儿子 没有家里两个女儿 要是这样的话 我无话可说 也是啊 要是你心里有这两个女儿的话 就不会去外面生个私生子了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离婚 让欣云的两个孩子 跟着欣云回张家 免得你娶个后妈回来虐待 我们张家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亲孙还是外孙 一样疼爱 建成 请堂师做错了 我们也很惭愧 但是要是离婚的话 孩子一定会失去一个完成的家呀 那也不好啊 容老爷子听张建成提离婚的事 便立即说道 看张家这架势是很赞成他们离婚的 如果真的离婚了 不只是丢颜面的事情 还有可能会失去张家的这股势力的支持 不离婚 难道让欣云接受那对母子吗 别说欣云做不到 我们张家也无法接受 这对我们张家来说太丢脸了 当然 对于脸面来说 我们更加在乎欣云的幸福 要是婚姻得过的话 可以且过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他们不离婚 他们的心也不会再合了 这件事情会在欣云心里形成一根刺 会折磨着欣云的后半辈子 他会不开心 甚至会难过 难道你们就忍心吗 有些伤害造成了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张建成说道 面对容老爷子 张建成的情绪收敛了许多 听到他这一番话 容老爷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事情确实如张建成说的那样 就算他们不离婚 那也已经无法正常的相处和生活了 当然 我们最终会尊重幸运的决定 张建成最后说道 他们还没有霸道道 替张新云做决定 新云 你是怎么想的 张建成问道 文言 大家都望向张新云 我要离婚 这样对谁都好 因为不离婚日子也没法过了 对我来说只会是折磨而已 要是容敬堂只是出轨 我或许真的是为了孩子可以选择忍受的 但是我无法接受那个私生子的存在 尽管你们说你们不认 但是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他终究是容敬堂的孩子 等他懂事有能力了 还是会找回来的 张新云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透彻 要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不认那个孩子呢 容老爷子问道 张新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容老爷子也打消了再认那个孩子的念头 他们容敬不缺孙子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私生子 失去张家这股势力 也不是他无情 有些事是必须做出选择的 毕竟他不是普通人 要是站在他这个位置和层次上 过于感情用事的话是走不远的 况且他今天也才知道 那个私生子的存在 还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到时候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这辈子衣食无忧 也算是人质易尽了 容老爷子说吧 警告地看了容敬堂一眼 容敬堂懂他的意思 便立即向张新云道歉 而且这次他的态度变得极好 新云 我错了 我不该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来 我答应你 我不认那个孩子了 我会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出国 就算他们以后回来 我也不会见他们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会好好地补偿你的 尽管容敬堂的态度很好 张新云还是无法相信他 因为他们不想他离婚 不止因为容家颜面的事 还担心失去张家这股势力 毕竟当初容敬堂在追求他的时候 就夹带着目的性在里面 不过就算离婚 他的孩子还是容家人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离婚 就让父母撤出对容家的支持 他恨的人是容敬堂 但是却不恨容家 嫁入容家也有16年了 容家人对他也还是不错的 虽然平时也会有矛盾争吵 但都不至于到记仇的地步 爸 张新云喊道 这声爸喊的是容老爷子 我也知道离婚对孩子不好 但是我也不想这么折磨 我的后半辈子 所以这婚我是要离的 不过就算我和容敬堂离婚了 我依旧是孩子的母亲 张家依旧是孩子的外家 所以以后容家 要是有什么需要用到的地方 张家也不会冷眼旁观的 不过我也希望您能答应 我可以经常来看孩子 也请您允许 孩子们也能经常去看我 去陪着我 因为离婚了 容敬堂还有那个女人和孩子 而我就只有他们了 我不想失去他们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容老爷子也知道 张新云是铁了心要离婚 不过张新云说的 就算和容敬堂离婚 以后容家有需要到的地方 张家不会不管 这倒让容老爷子松了口气 虽然容家权势极大 但是这些权势 都是许多家族势力组成的 少了一个家族势力的支持 对他们来说是有影响 毕竟张家又不是什么小家族 你是孩子的母亲 你当然有权利随时来看孩子 也有权利带孩子出去玩 小猪之类的 只是心愿你真的决定了吗 要不暂先不谈这事 你先跟你父母回家一段时间 冷静冷静再好好地想想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好吗 一个月 要是一个月之后 你还是觉得 这个婚非力不可的话 到时我也不会再劝你了 如何 说到底 容老爷子还是不希望他们离婚的 但现在受委屈的是张新云 他也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想法 而强迫人家 所以想让对方冷静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要是到时候他还是想离婚的话 他也不会阻止 张新云张口就要拒绝 因为他现在铁了心了 就是不想拖着 不过还不等他说什么 张富就先出声了 好了 既然容老都这么说了 那就这么办吧 新云就先跟我们回去了 张富这么说 倒也不是变相地劝张新云不离婚 只是 既然容老爷子都开口了 他也不好不给面子而已 所以张富都叫容老爷子为容老 而不是亲家公 这明显是拉开了关系 不过正如张新云说的 就算他和容静堂离婚了 张家和容家的关系还是断不了的 除了孩子的牵扯之外 最主要的还有官场和生意场上的牵扯 这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他们虽然怨恨容静堂 但是对于容家 他们是没什么可怨恨的 大不了以后避开容静堂就好了 至于一个月之后 张新云是离婚还是复合 那就看他自己的意愿了 张家不会刻意地去干涉和阻拦 要是张新云最后为了孩子复合 他们也需要采取某些手段 彻底断了容静堂和那女人 孩子的关系 并不是由容老爷子说不认 他们就不作为的 当然杀人这种事情 他们也是不会做的 毕竟那个孩子也是无辜的 随后 张家人就带着张新云离开了 张家人离开之后 容老爷子再次教导容静堂 这一个月他要表现好一些 有时间的时候 多去张家认错道歉 虽然不是让容静堂 低声下气地去不顾尊严 但是道歉的诚意得到位 不然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劝人家不离婚 容绝虽然没有回容家 但是也猜到容家发生的事了 也知道自己 爆出容静堂的事情之后 导致容静堂和张新云离婚 对于张新云和他的孩子来说 这是有些残忍 但是这件事早晚都会被知道 早知道比晚知道要好 所以容绝倒不觉得有多么愧疚 这也是容静堂对容泽成下手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去调查容静堂 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晚上的时候 容绝又来看容泽成了 说了设计他的人是容静堂的事 也说了容静堂在外没有私生子 被他告诉了张新云的事情 不过却叮嘱了容泽成 这件事情他知道就好 不要说出去 如果说了出去 他自己的事情也瞒不住了 以后要多加防范容泽堂就可以了 对于设计他的人是容静堂这件事 容泽成虽然感到吃惊 但却没有感到不可置信 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二十多年 怎么能不知道容静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兄弟俩早就被容静堂看不顺眼了 平时就不少针对他们和冤枉他们 只是之前的针对都不算太过严重 这一次却是毁灭性的 但是他容泽成也需要保住名声 所以只能忍下这口气 好在容静堂也得到了报应 虽然对于容静堂涉及他的事 容泽成只是吃惊 但是对于他在外面养私生子的事情 却是感到不可置信的 不过既然容绝说了 那就是真的 对此他只是同情张新云和他的那两个女儿 虽然容静堂不怎么样 但张新云和他那两个女儿还是不错的 当然矛盾也是有的 但不至于伤感情 也只有容静堂 才做得出那样残忍的事情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28集 外面对于金鱼眼熬伤害自己父亲的留言 在经过三四天之后 也慢慢地少下来了 很少听到 一般这种没有证据的留言 都不会存在太久的 接着 冷老爷子的寿臣到了 所以冷老爷子便打算借此机会让大家见见金鱼瑶 虽然不是大寿 不会举办的太过隆重 不过以冷家的身份地位 既然举办 想低调也低调不起来 毕竟和冷家交好的世家太多了 冷老爷子对冷元汉 以为金鱼瑶而死的事情 经过几天的事情也释怀了 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冷老爷子主动叫了金鱼瑶去冷家吃顿饭 然后和他说打算在寿臣的时候 让大家见见他的事情 虽然这只是一个仪式 可有可无 但冷家重视金鱼瑶 当然是必须要有的 金鱼瑶虽然不在意 但冷老爷子想这么做 他当然全力配合 见冷老爷子对冷元汉的事情 释怀了许多 金鱼瑶的心里也好受了 不过 愧疚和自责还是有的 毕竟事情终究是因他而起 然而今天 江淑源却是忧心忡忡的 冷老爷子和他说话的时候 他都没有注意听 冷老爷子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并关切地问道 老二媳妇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怎么了 江淑源这才反应过来 说道 爸 我这心里忽然变得不踏实 总感觉有 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冷老爷子眉头紧皱 也忍不住担心了起来 虽然这种情况 未必真的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也不能忽视 也不在家里的人都打个电话 冷老爷子也担心 为了求个心安 觉得有必要给家里 不在家的人打个电话 现在有冷少廷 冷少明 冷少家和冷元谦不在 能让江淑源感到不安的 冷少廷可以忽视 所以就给冷元谦 冷少明和冷少家打去了电话 冷元谦正在应酬 冷少明在自己的公寓里 而冷少家在和朋友聚会 江淑源感到不安 所以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也叮嘱了他们要小心一些 因为未必会发生不好的事 但是小心一点没有坏处 今天楚沛寒好不容易休息了 又正好是周五 所以就约了顾宁和穆科 云米西几人聚一下 和楚沛寒一起的 有施晓月和韩成林 就在前两天 楚沛寒已经答应了韩成林 和他在一起了 所以今天楚沛寒约顾宁几人出来 也是正式地让韩成林 以男朋友的身份 介绍给顾宁几人 今天的聚会 都是由韩成林来买单 而楚沛寒他们约的时候 不是说句一句 而是直接说请他们吃饭 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请客吃饭 都是没有原因的 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问楚沛寒 为什么请他们吃饭 当然看到了韩成林 应该说看到了韩成林 和楚沛寒的互动之后 就猜出来了 顾宁也直接问 是不是在一起了 楚沛寒也大方承认了 如此顾宁几人 就恭喜楚沛寒 也祝愿他们能和和美美 长长久久 虽然现在第一次恋爱 能走到最后的少之又少 但顾宁还是希望他们 包括木科与米西都能长久 吃完饭之后 一行人就去会所玩了 然而在会所的时候 顾宁却遇到了冷元千 不过因为冷元千 没有看到顾宁 所以顾宁也就没有和他打招呼 几人来到包间之后 点了两瓶红酒 然后玩玩游戏聊聊天 想唱歌的就开始点歌了 顾宁几人是九点钟来的 玩到九点半的时候 顾宁的预知忽然出现了 就在几分钟之后 这个会所会爆炸 虽然不是全面爆炸 但是却有半部分的地域 会受到殃及 特别是冷元千所在的包间 顾宁顿时浑身一震 虽然不确定这次爆炸 是不是冲着冷元千来的 但一旦爆炸 冷元千必死无疑 但顾宁却没有看到炸弹在哪 也没有时间去找炸弹 他猛地站起来和大家说道 这里马上要出事 你们立即出去 两分钟之内 必须走出会所大门 顾宁严厉而不容置否的口气 将众人唬得一愣 没在第一时间里反应过来 不想死就快点 从楼梯下去 顾宁见状大吼的 这下众人算是反应过来了 没有人觉得顾宁这是在开玩笑 然后立即起身 随手拿起旁边的包包 随着顾宁冲了出去 门外的服务员 被顾宁紧人的举动吓了一跳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想要问 却不等他开口 就被顾宁直接拉过 严厉地说道 赶快出去 会所有炸弹 说吧 顾宁便不再管服务员了 他得赶紧去救冷元千才行 虽然服务员不相信会有炸弹 但是听到这话 还是感觉到恐慌的 他立即也拔腿就跑 遇到其他人的时候 也会随手说一句 有人说这里有炸弹 害怕的人都跟着赶紧跑 而不相信的人 则是骂了句神经病 楚沛寒见顾宁 并没有和他们几人在一起 立即喊道 顾宁去哪 不用管我 你们先出去 顾宁说完 就立即消失在他们跟前了 虽然楚沛寒他们不放心 但顾宁这么说 他们只能听他的 顾宁边跑边喊道 有炸弹 要命的赶紧跑 因为顾宁在喊话的时候 夹住了灵力 所以声音变得很大 很有穿透力 方圆二十米都能听得到 这还是在被各种音乐 吵闹的情况下 被顾宁这么一喊 距离他二十来米左右的 包间里的客人们都听到了 楼上楼下揭示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 诗人听到了都会感到害怕的 怕死的便纷纷跑出来了 然后朝着会所外跑去 那些原本以为是恶作剧 不打算跑的人 见到有人跑 也就跟着跑了 顾宁无法通知到会所的所有人 只能通知到多少算多少 尽了力就好了 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楚沛寒等人跑出了会所之外 担心地看着里面 盼着顾宁的身影早点出来 同时也有不少人跑了出来 会所里外都乱成了一团 都在纷纷议论着 这所谓的炸弹到底是真是假 楚沛寒等人相信顾宁 但是却不会和其他人解释 应该说他们根本就顾不上 其他人在议论什么 一心只担心着顾宁 会所很大 顾宁一路跑来又要喊话 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来到冷源迁所在的包间时 一分半已经过去了 这边顾宁直接一脚将门踹开 将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朝着顾宁望来 包间里一共有七个人 其中三个是外国面孔 有四个 包括冷源迁在内 都是蒂普东夏联合王国的高官 而那三个外国人 无疑是冷源迁接待的重要人物了 除了那三个外国人 里面四个人都认识顾宁 只是除了冷源迁和顾宁熟悉之外 其他三个高官也是在网上见过他 但在看到顾宁的那一刻 也都认了出来 不管认不认识顾宁 被他这么突然踹门闯进来 里面的人都纷纷黑了脸 顾宁 你这是怎么回事 冷源迁立即呵斥道 虽然知道顾宁不会无缘无故地闯进来 却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干嘛 但是他这样闯进来 无疑是冲撞了大家 有炸弹 顾宁严肃地说道 什么 闻言众人纷纷吃惊 其他人是半信半疑的 问冷源迁却是相信了 那我们赶紧出去 只有十五秒了 来不及了 你们往镜里面坐一点 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有他在不会有事 虽然认识顾宁的都知道他很厉害 但顾宁这话却是无法得到信任 这简直就是开玩笑 所以没有人有动作 顾宁立即呵斥道 还不快点 顾宁的气场非常大 将几个人都震住了 所以下意识地听顾宁的赶紧坐近 顾宁立即走到他们跟前 发出灵力 形成了一道大的屏障 将众人给包裹住 当然这屏障他们是看不到的 不过他们却感觉到 周遭的空气产生了变化 是什么变化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这个时候顾宁也顾不上 隐藏那么多了 救人要紧 大不了事后警告他们 或者威胁他们 守好秘密就是了 承认了他的恩 不给他保密 那就不能怪他不客气了 这一切做好的五秒钟之后 便响起了 砰的一声巨响 尽管被屏障保护在内 还是被这爆炸的震感给震到了 震得浑身发麻 不过却因为有屏障保护的原因 外界的东西无法进入到屏障 所以他们身上没有受到任何的伤 不过这时候 他们已经被吓傻了 没有发现这些 随后脚下和楼上都塌方 也因为有屏障的原因 所以他们没有被砸到 反应过来之后 他们也发现了不对劲了 外面的人被这爆炸声给吓傻了 想不到还真的有炸弹 那些跑出来的人纷纷感到庆幸 庆幸自己跑了出来 而那些以为是恶作剧 而没有跑出来的人 纷纷后悔不已 因为他们听到有人说 有炸弹没有跑出来的 大部分都受伤了 也只有炸弹没有殃及到的 另一半的人才都安然无恙 不过有些人因为晃动而摔倒 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 受了一些轻伤 经历这种事情 不死那也是万幸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吞头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29集 顾宁 而楚沛寒见到爆炸了 顾宁还没有出来 他便大声喊道 想要冲进去找人 不过却被韩成林给拦住了 倒不是韩成林 不在乎顾宁的安危 只是现在 楚沛寒进去很危险 而且他相信 顾宁一定会没事的 于是他安慰楚沛寒道 你别冲动 顾宁一定会没事的 是啊 年年那么厉害 一定会没事的 木柯说道 也拉住了想要冲进去的 于米西 你你 你你 于米西哭得十分悲痛 虽然心里也认为 顾宁不会有事的 但没有看到他本人 就是无法安心 就是无法不难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居然没事 一官员惊呼道 倒不是想有事 只是一开始 也都不敢抱着没事的心理 毕竟这是爆炸 那威力有多大 他们虽然是没有经历过 却是知道的 没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遇到这种事情 几乎都是九死一生的 然后他们齐刷刷地望向顾宁 因为 想到顾宁刚才说的 有我在不会有事的这句话 难道他们没事和顾宁有关 可是他什么都没做呀 就是站在那而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这时 顾宁却发出了警告 这里的情况你们务必要保密 不能透露出去 一会儿出去之后 就说正好没有被东西砸到 所以没事而已 记住了吗 要是谁泄露出去 我必将不会客气 顾宁可不管他们是多大的官 直接威胁到 听到他这么一说 他们就确定 他们会没事 确实和顾宁有关 至于到底是怎么个有关法 他们就不知道了 谁为小姐 你是高人吗 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外国人 用着不算标准 但也不算别扭的地埔东下联合王国语 问顾宁 看着顾宁的神色充满了崇拜 好似认定了他就是高人似的 高人 什么高人 冷元前他们不太明白外国人的意思 你知道高人 顾宁饶有兴趣的问道 这身为地埔东下联合王国人的 其他几个人都没有想到这所谓的高人 这外国人倒是想到 我在你们地埔东下联合王国的电视剧上看到过 那些高人能飞烟走壁 力大无穷的 还能发出强大的力量 来抵抗歪来攻击 就像是现在这样 我们没有被爆炸伤害到一样 那个外国人说道 文言冷元前几人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第一反应便是觉得 这个外国人的脑洞太大了吧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但第二反应便是怀疑顾宁 到底是不是这个外国人所说的高人了 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被爆炸所伤害到 就是他们旁边的东西都被炸得破碎凌乱 但他们几个所在的地方却没有任何的破坏 于是众人纷纷望向顾宁 惊奇和疑惑 顾宁难道你 冷元前想问 但是却又不知道该不该问 毕竟如果这是真的 可不是什么能随便说的事情 不错 我就是他口中的那种高人 所以我刚才叮嘱的事情你们要记住了 也要做到 要是暴露出去给我惹上什么麻烦的话 我可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我是不会客气的 既然他们都这么认为了 他不如直接承认 好让他们忌惮 得到顾宁的承认之后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感到太神奇了 他们还以为这种人只有在电视上能看到 哦 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众人纷纷表态 顾宁救了他们 他们当然不能恩将仇报 将顾宁暴露出去 而且要是他们说出去了 以顾宁的能力对付他们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虽然杀人犯法 但是一个人一旦被惹怒了 也不会顾及那么多了 所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 他们怎么也不会说出去的 对了 冷委员 你刚才叫他姑宁 你们认识 那个外国男人问道 在问冷员签这话的时候 外国男人的眼里闪过了算计 不过这算计没有让人感到恶意 不错 他是我们冷家的长孙未婚妻 冷员签说道 原来如此啊 文言他感到很是惊讶 想不到顾宁是冷家长孙的未婚妻 虽然之前传过一次 但是却不是谁都能听到的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没有关系 对方可能也未必会出手救他们 然后众人对顾宁是一阵道谢 顾小姐 你很厉害 你今天救了我 出去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那个外国男人说道 感激是很诚恳的 不用了 我救的是我大伯 你们只是顺带的 不用刻意地感谢我 顾宁不在意地说道 主要是不想麻烦 听到他这话 冷员签心中很是感动 同时也越加为自己和江书园 母女俩 等针对顾宁的事情而感到羞愧之极 他们都这么针对他了 他却不计仇 三番四次地救他们 不 还请顾小姐给我这个机会 不然我不会安心的 所以恳请顾小姐给我一个 你的电话号码 处理好这件事情之后 我练习你 外国男人很是坚定和坚持 顾宁算是明白了 对方怕是不止想要感谢他那么简单 怕是还有其他的什么事吧 既然约克先生这么有诚意 你就答应他吧 这时候冷元谦出生了 在说话的时候 眼神还示意顾宁让他答应 那好吧 既然冷元谦都发话了 他也不好不给面子 于是便拿出自己的名片给了对方 反正能让冷元谦开口让他答应的 应该这约克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意 就算是有 那也得人家有本事才行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而冷家那边 在警方得到消息的时候 他们也得到了消息 得到消息之后 冷家人一阵阴沉 冷老爷子和江树原差点晕厥 对于这次爆炸 他们都觉得很有可能是冲着冷元谦去的 所以悲痛的同时 他们也很是愤怒 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当然就是那三个家族 但现在无凭无据 他们感觉是最有可能的 所以便是第一个怀疑的 我现在过去看看 金云瑶立即起身 自己过去 要是冷元谦出什么事 还有一口气的话 他好立即救人 我也去 我也去 冷老爷子冷元镇和江树原都说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怎么能不亲自去呢 金云瑶也理解 所以并没有拒绝 最后就让余盈留在了家里 由金云瑶开车 一行人立即奔向事发地 而冷家得到了消息 其他家族当然也得到了 得知冷元谦可能被炸死的事 都纷纷感到很是高兴 这样一来 冷家就会越来越弱了 这边 众人正在挖着石头找人 因为这一片几乎被炸成了废墟 想要找人 得把覆盖在上面的石头都拿开 其实顾宁是可以直接震开 但很容易伤到其他人 而且也会引起风波 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做 慢慢等着就是了 不过顾宁想到这边出事 定然很快会传到冷家 为了让他们不担心 顾宁就让冷元谦给冷老爷子打了电话 同时顾宁知道外面 楚沛寒等人定然会很担心 所以他也拿出手机 给楚沛寒发去了微信 我没事 放心 很快就会出来的 发完了微信之后 顾宁又给K发了一条 简单和他说了一下这边的情况 然后让他黑一下会所的监控 调查看看能不能调查出可疑的人物来 虽然调查监控的事情 冷元谦他们自己会查 但是顾宁还是会让K去调查一下 要是这次的爆炸是针对冷元谦来的话 那么就不只是针对冷元谦那么简单 而是针对整个冷家 对此顾宁不会袖手旁观的 要是针对那外国人的话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顾宁不想过多干涉 说到顾宁微信的楚沛寒 这才放下心 既然他说没事 那就一定没事 所以楚沛寒几人也就安安静静地等着了 冷元谦立即拿出手机来 给冷老爷子打去电话 看到冷元谦来电显示的时候 冷老爷子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冷元谦出事了 这个电话是救援人员打来的 冷老爷子立即接起了电话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是元谦吗 心中祈祷着 打电话过来的一定要是冷元谦本人 如果不是他本人 冷元谦真的出了意外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 车里的其他人闻言 顿时也吊起了一颗心 江书员也立即问道 是元谦吗 电话那边听出了冷老爷子声音的颤抖 还有这问话 就知道他们知道他们这边出事的事 也一直在为他们担心着 他便立即回应道 说 元谦 你没事吧 听到冷元谦的声音 冷老爷子才大大的输了口气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 但至少还是活着的 我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好好的 冷元谦安抚他 真的 你没骗我 冷老爷子不相信 倒不是希望冷元谦出事 只是觉得爆炸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没事呢 所以觉得冷元谦是为了安抚他 所以才说自己一点事都没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0节 冷元谦还没有说话 顾宁就先出声了 冷爷爷 大伯 真的没事 有我在呢 听到顾宁声音的时候 冷老爷子一愣 随之彻底的安下心来 有顾宁在 冷元谦当然不会有事的 好 那就好 我们已经赶来了 应该二十分钟左右就回到 冷老爷子说道 这一刻 他真的嫌弃首都这么大 去个地方都要几十分钟 好 顾宁应了一声 既然冷老爷子 他们已经来了 就不好让他们回去了 不真真切切地 看到冷元谦 他们还是会不放心的 挖断电话之后 冷老爷子浑身轻松 爸 元谦他怎么样 江淑媛没有听到 电话那边的声音 所以焦急地问道 有宁丫头在 元谦没事 听到冷元谦没事 江淑媛也松了口气 同时心里面更加复杂了 他现在对顾宁 越加地感到羞愧 自己之前那么对她 他却不计前嫌地 帮他们一次又一次 宁明还真是我们 冷家的服刑啊 冷元正感叹道 因为顾宁 冷少廷变得有人情味了 因为顾宁找回了金云窑 也因为顾宁 江淑媛的父亲得救了 又因为顾宁 冷元谦逃过一死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 是啊 冷老爷子也是极为赞同 心中也是感慨完签 很快警方就到场了 立即进行救人 因为事件重大 而且冷元谦和几个官员 甚至外国来史都在里面 所以执行长 公安厅执行官 以及许多官员 都亲自前来 看到许多大人物都来了 众人纷纷猜测 这会所里面 是不是有大人物在 要不然一般 不会出动这么多人的 众人也纷纷猜测和议论着 同时猜测着里面的人 是死是活 不过大部分人觉得 活的几率不大了 毕竟这爆炸这么严重 直接将三分之一的会所 都给炸塌了 在冷老爷子等人到来之前 救援人员就找到了 冷元谦等人 因为冷元谦等人 主要是救援的任务 救援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对于冷元谦的情况 大家都猜测凶多吉少 因为爆炸的位置 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 那威力可想而知有多严重 靠近那个位置的被困者 已经有好几个遇难了 更何况被安置炸弹的位置 不过 当他们看到冷元谦等人 毫发无损的时候 便惊呆了 他们想过 就算不死那也得重伤吧 但是却没有想过 竟然会一点事都没有 他们所在的地方 没有被塌下来的东西给砸到 就空出了那么一个空间来 容纳得下他们 还有剩余的 这运气得多么好啊 可能是功德基多了 老天都在帮他们吧 救援人员立即扒开石头 将他们拉出来 当众人看到冷元谦等人 毫发无损地走出来之后 都纷纷惊呆 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天呐 他们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只是身上脏了一点灰尘而已 是啊 太神奇了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那么严重的爆炸力 那一片 这都直接塌的了 可不是吗 不过想不到居然是冷死者 可能是这辈子基多太多了 运气太好了 说的也是啊 楚沛看到顾宁便正开 韩成林冲了过去 不过却被警卫人员给拦住了 担心有人对冷元 签他们不利 就算不会对他们不利 也不能随便放进去 毕竟冷元签他们身份特殊 他们也不敢怠慢 顾宁见状立即走了过来 然后楚沛汉直接将顾宁一把抱住了 顾宁 你终于出来了 你没事太好了 尽管知道顾宁没事也看到了 楚沛汉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 好了好了 这不没事了吗 顾宁立即反抱住 他安慰道 韩成林几人也走了过来 亲眼看到顾宁没事之后 这才彻底的安了心 而前来的大人物们纷纷问候冷元天几人 约克侯爵 实在抱歉 让你在地步东下联合王国受惊了 执行长表示抱歉的 顾宁听到执行长的话 心中微微惊讶 虽然知道这个约克身份不简单 但是却想不到竟然是侯爵 这身份可不一般呢 对于这次的事情 约克亚尔林没有任何迁怒和怪罪的意思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这次的事是冲着他来的 所以冷元天他们是被自己连累了而已 还有那些受难的人都是被他连累的 所以他心里也很是愧疚 但是他却不能说出来 随后冷家人也到了 亲眼看到冷元天没事之后 才彻底的安下先来 然后由冷老爷子和冷元镇下车 去冷元天那儿 金云瑶和江淑媛在车里等着 江淑媛刚才就哭红了眼睛 形象不好 所以也不适合过去 主要是冷元天没事 要是出事了 江淑媛当然第一时间要过去了 见到冷老爷子来 大家都纷纷和他打招呼 既然大家都没事 当然是要安排护送回去 至于其他人就交给警方来处理吧 冷元天一行人 先是跟警方护送约克亚尔林几人 回到他们下榻的酒店 然后再回家 约克亚尔林住的酒店 是专门接待国外大人物的 安全系数极高 今天他们只是想换个地方娱乐一下 想不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在他们的暗中 定然是有人跟踪和监视的 确实 这个人此刻就在人群当中 等着看结果 当他看到约克亚尔林 等人出来的时候 也是极为的吃惊和恼怒 因为本来以为成功的任务 竟然会失败了 还有 那个女孩是怎么知道 会所里有炸弹的 难道是看到他安装了吗 约克亚尔林他们会没事 看来也是因为这个女孩 虽然他不知道 这女孩到底做了什么 才会让约克亚尔林 等人毫发无损 但是他发现有炸弹的事情 让他感到极为的不爽 于是 那个人忍不住冰冷地 看了顾宁一眼 然而就是这一眼 就让顾宁发现了 不过顾宁没有立即看过去 而是故作不经意地 瞥了一眼 对方是东方人面孔 三十出头的青年男人 一眼 顾宁就知道 对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对方透着煞气 显然是沾染过不少血腥 然后顾宁就盯上了对方 虽然顾宁不确定 对方是否有问题 和这件事是否有关 但既然对方 被他发现了不对劲 那当然就要弄清楚了 冷元前坐着冷家的车子 依旧由金鱼瑶开车 跟着警方一起 送约克亚尔林回酒店 因为也担心路上会出什么事 而因为顾宁这边还有朋友 就没有跟着冷老爷子 一行人回去 其实顾宁是想要弄清楚 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的 在约克亚尔林前脚刚离开 那个男人后脚也走了 现在他暂时也无法 对约克亚尔林下手 所以就只能先离开 看到男人走了 顾宁便和楚沛寒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先回去 自己还有其他事 立即就跟了上去 那男人并没有开车 只是走路离开而已 顾宁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而那个男人也并没有发现 会所并不在大马路 所以出去的话 还是要走一段几十米上百米的路 而路的周围没什么人 都是绿花袋 所以这便很方便下手 顾宁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 然后他立即就出手了 他的速度很快 对方还没有察觉 就感觉到后颈一麻 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顾宁立即将对方拖入了树林里 接着拿出一个麻袋来 将男人装进去 然后扛起麻袋 避开监控 避开有人的地方 朝着偏僻没人的地方走去 一般高级私人会所 都是依山而建 远离闹市区 因为这样清静 空气也好 所以这家会所后面就是山 顾宁也不用扛着麻袋招摇过市 避免麻烦 直接进入山里就好了 进入山里之后 顾宁才将麻袋放下 把男人放出来将它弄醒 男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到了顾宁顿时吓了一跳 虽然树林里乌七八黑的 但是也不是黑到伸手不见五指 加上男人的视力也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么近的距离里 男人是能看清楚顾宁的模样的 自己竟然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抓到这儿来 而且这女孩将自己抓来 显然是怀疑她 或许是看到了她放炸弹了 因此男人有些忌惮和不安 但面色却是不显的 而且男人当然不会主动承认 于是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把我抓过来这里 因为你有问题啊 顾宁不确定对方 是不是真的和这件事有关 所以没有直接说 而是先炸一炸她 炸不出来再直接问呗 闻言男人目光一闪 虽然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但还是被顾宁给发现了 看来是真的有问题 只是暂时不能确定 和爆炸的事情有没有关 我能有什么问题啊 你不要乱言万人 男人否认道 义愤填膺的态度 好似自己真的没有什么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顾宁威胁道 浑身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让男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 男人心中疑惑 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呢 小小年纪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气场 我没有问题 你让我猜点什么 男人反驳道 是吗 顾宁反问 然后释放出冰冷的灵气来 侵袭着男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1集 慢慢地 男人感觉肢体 已经开始不灵活了 慕宁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问道 怎么样 身体是不是感觉 有些僵硬啊 别急 一会儿会更加僵硬 然后无法动弹 等血管都被冻结的时候 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 你确定你真的不说吗 要是对方最后真的不说 顾宁也不会真的将他怎么样 因为他也没有证据证实 这件事情就和他有关 不过会继续地监视和调查他 你 你 男人不可置信地妄想顾宁 听顾宁这话 他现在这个模样 显然就是他造成的 可是他是如何做到的 不错 是我做的 所以你是交代还是不交代 哦 对了 就算你不交代 我也不会给你个痛快 我会让你 生不如死的 顾宁那冷悠悠的声音 让人异常地渗人 特别是浑身感到僵硬和发冷的 这个男人 死或许能解脱 但是生不如死 却是天大的折磨 不过男人没有立即妥协 而是直接朝着顾宁攻击而去 只是向来伸手了得的 他遇到了顾宁 简直是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才出手 就被顾宁一脚踹倒在地 力道之重 让他忍不住吐了口鲜血出来 男人试图再度爬起来 发现肢体已经变得更加的僵硬 动一下就疼得要命了 你以为落到了我手里 你还能逃得掉吗 顶级杀手在我面前 都犹如蝼蚁一般 更何况是你呢 顾宁比仪地说道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 不过也猜测 就算不是杀手 也和杀手沾边了 杀手也不只是在大规模 杀手组织里的杀手才算杀手 有一些小规模小组织的 或者私人养的 反正就是专门干杀人放火 那些勾当的 听到顾宁这话 男人是毫不怀疑的 虽然他自己不是什么顶级杀手 但是也不是三级杀手级别的 身手也不差 但是在顾宁面前 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相信 就算顶级杀手在顾宁跟前 也会是如此 就算不像他这样 毫无反抗的能力 但结果会和他一样 生不如死 还真的是不想他承受的 所以男人终究还是妥协 招了供 炸弹确实是他按上去的 主要目的是灭掉约克亚尔林 不过想要灭掉 他的人是谁 他不知道 是一个未知电话给他打来的 叫他这样去做 认为杀手赚钱的活 他当然没道理不接 而且他们接活从来不管该与不该 只看能不能做到 只要能做到就会接下来 要是任务成功了 他将收到一百万星元 一百万星元 相当于地普东夏联合王国 比八千万左右 对于他这种等级的杀手来说 八千万不少了 他当然会接的 在动手之前 对方先给了他五十万星元 要是成功 再付另外五十万 要是没有成功 那就继续行动 直到杀死为止 才会得到另外那五十万星元 要是没有成功 却不想继续 那需要全部退还的 要是不想退还 那就做好对方 请其他杀手追杀他的准备 这便是杀手界的规则 既然是冲着约克亚尔林来的 顾宁也不再深问 而是直接给冷元谦打去了电话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让他转告约克亚尔林 虽然顾宁给约克亚尔林了 自己的名片 但是自己却没有要他的名片 和联系方式 冷元谦得知顾宁 竟然找到了放炸弹的人 感到很是吃惊 想不到速度竟然这么快 他们还都没有调查到什么呢 得知对方是冲着约克亚尔林来的时候 冷元谦也稍稍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冲着冷家来的 人再怎么正直 都是有自私的一面的 特别是在自己人和外人 做比较的情况下 会偏于维护自己人 既然事情和约克亚尔林有关 冷元谦也不想多加干涉 还是交给约克自己处理比较好 虽然他也差点受到牵连 但现在到底是没事 反正交给他自己处理 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是自己动手和别人动手的区别而已 随后冷元谦就把事情告知了约克 约克亚尔林得知了顾宁 找到放炸弹的人之后 也是吃惊无比的 果然这高人就是高人的 能力就是这么的强大 于是约克亚尔林对顾宁 越加的崇拜了 虽然他身份极高 但是不代表他的身份高 就会目空一切 将一切都看作尘埃 反而他这个位置上的人 更加应该认识能人 会交好利用 他再强大 一个人强大终究是不牢固的 也走不远 需要有许多强大的人支持 所谓一人食材火不旺 众人食材火焰高 随后约克亚尔林立即和顾宁取得联系 问他在哪儿 他派人将那个人给带回来 约克亚尔林身份高贵 出门在外不只是带了几个人 只是有些在明处 有些跟在他身边 而有些在暗处 办什么事情也方便 要是在明处的话 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看着 现在约克亚尔林要派他在暗处的人 来顾宁这边接人 顾宁和约克亚尔林说了自己所在的地点 50分钟之后 约克的人就到了 带走了男人 顾宁这才离开回了四合院 而在这个期间 顾宁让K调查的事情也有了结果 监控中看到了那个男人 在冷元前几人进入包间之后 这男人就去开了一间他们旁边的包间 虽然包间里面没有监控 没有看到男人在里面干什么 但男人也招供了 所以这都不重要 顾宁回到四合院之后 金云瑶也回去了 而冷元前在从顾宁这里得知 爆炸是冲着约克亚尔林来的之后 便和冷家人说了 这样一来冷家人也松了一口气 尽管这次不是冲着冷家来 但他们也会一直小心和防备着 因为也有不少人对他们冷家 虎视眈眈 谁知道哪次就轮到他们了 而荣家 原家和常家 在冷元前等人被救出来之后 不久也收到了消息 本来他们都认为 冷元前就算不死 也重伤废了 但是却怎么也想不到 冷元前等人毫发无损 这可让他们吃惊不已了 要是这次冷元前出事 冷家可不止会损失一个冷元前 冷家直接会摊上责任 因为约克亚尔林 约克亚尔林身为侯爵 身份是极高的 如果在地普东下联合王国出事了 他们国家定然会追究 而他是和冷元前一起出事的 他们当然会以约克亚尔林 被冷元前连类为理由 追究和刁难冷家 虽然这样不至于让冷家脱一层皮 毕竟 亚尔林也只是被冷元前牵连 而并非是被冷元前或者冷家伤害的 但即便不脱一层皮 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现在这个家族都很强大 想要彻底弄倒 那是不容易的 除非直接将对方图个满门 然后陪上自己 不过这种事情不是有极大的恩怨 也没有几个人会无缘无故的那么去干 这个冷元前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命好 这么大的爆炸竟然能安然无恙 毫发无损 爆炸的事情传得很快 因为这么大的动静根本就掩不住 不过知道的却还是小部分而已 而对于这次救了冷元前等人是顾宁的事情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顾宁不允许他们说出去 不过魏令峰是除爱的 所以在魏令峰问他们情况的时候 冷元前也实话实说了 因为魏令峰知道顾宁是奇能异士 所以知道冷元前等人是顾宁救的 才毫发无损 没有感到惊讶 四日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约克亚尔林就给顾宁打去了电话 问他有没有时间 想请他吃个饭 以谢昨天的救命之恩 顾宁知道避免不了 所以便答应了他 也知道约克亚尔林约他吃饭 不止报恩那么简单 也是另有目的的 所以他并没有告诉冷元前 或者是带冷元前一起 而是独自赴了约 约克亚尔林本来想提醒顾宁 不要带冷元前或者朋友一起来 但是生怕自己这样说 顾宁以为他有什么不纯洁的目的 就直接不来了 所以他就没有提这件事 反正他现在先请顾宁吃饭 表示一下谢意 要是他真的带人来的话 那么他的事情就往后再说 他把饭店定在了盛氏酒店 虽然定的是十二点 但是作为请客一方 他当然得提前到了 这是礼仪问题 所以他十一点半就到了酒店包间了 顾宁不会来得太早 但也不能太迟了 十一点五十分就到了 包间里只有约克亚尔林一个人 而包间门外站着他的两个保镖 两个保镖看到顾宁前来 不用先通船 直接开门给顾宁进去了 虽然这孤男寡女的在一起吃饭 但因为身份原因 就算让别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闲话的 约克亚尔林见到顾宁是一个人来的 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然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顾宁小姐 你来了 请坐 虽然他没有为顾宁拉开椅子让他坐下 但他起来迎接顾宁 这已经是莫大的尊重了 毕竟他到底是个位高权重的人 一般人可是没有这个礼遇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2集 不好意思啊 让约克先生久等了 顾宁表示歉意地说道 当然这也只是客套而已 没有没有 我也是猜到的 约克亚尔领导 虽然对于他的身份来说 这20分钟确实很久了 因为许久没有等过人了 都是别人在等他 除非他是在等 他们最高领导的时候 不过就算等了顾宁20分钟 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 毕竟顾宁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而且自己接下来还有事情要求他 顾宁也没再说什么 走到位置坐了下来 顾小姐看看 想要吃什么 不要和我客气 约克亚尔林 指了指顾宁桌前的菜单 说道 好 顾宁随手翻看菜单 并没有打算和他客气 点好菜 服务员出去之后 约克亚尔林 才对顾宁表示了 又一次的感谢 约克先生太过客气了 救你也只是顺带的 其实约克先生 不用这么隆重的 非要道谢的 尽管你只是顺带 那你还是救了我的命 你的恩情我记着了 不好好感谢的话 我会感到不安心的 约克亚尔林说道 然后拿出了一个盒子 来递给顾宁 顾小姐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顾小姐收下 请不要嫌弃 约克先生 实在不用这么隆重 吃这顿饭就足够了 礼物你就收回吧 顾宁没有接 而是直接拒绝了 九明之恩 这么可能一顿饭 就能低得过呢 你要是不守 我还是感到不安了 约克亚尔林说道 有强迫顾宁收下的意思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收下了 见顾宁收下了 约克亚尔林 这才高兴起来 其实今天请顾小姐过来 也不只是为了 感谢顾小姐 对我的救命之恩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顾小姐帮忙 当然 不会是白绑的 我会给顾小姐 足够的抽牢 当然 我也知道顾小姐 或许什么都不缺 但是我也是 实在找不到人帮忙了 昨天看到顾小姐 那么厉害 所以才想着 请顾小姐帮忙 因为早就猜测到了 所以顾宁丝毫没有意外 直接问道 好 不知约克先生 想要请我帮什么忙 顾小姐也知道 昨天的爆炸 是冲着我来的 所以顾小姐也知道 我现在的出景并不好 所以接下来 定然还会有 类似的阴谋算计 蹬着我 虽然我身边有保镖 但是有时候 还是会 呃 用你们 地普洞下联合王国的 成语说叫 方布生房 所以我接下来 要去 地兰西尔联合王国 想恳请顾小姐 护送前去 然后在那边待三天 然后回地普洞下 联合王国 就完成 不知道顾小姐 是否愿意 当然 我会给顾小姐 封后的报酬的 约克亚尔林问道 虽然他是有心 请顾宁帮忙 但是也担心 他会拒绝 毕竟这事情 确实有些为难他了 顾宁文言 沉默了一会儿 才回答道 我现在不能给 约克先生任何答复 要是约克先生 不介意的话 我下午再回复 你好吗 赚钱的机会 顾宁想要 也当是结交 约克亚尔林 这个人脉 不过去赚这钱的人 不是顾宁本人 顾宁想接下这个任务 但是却不是自己出马 而是想让 江黎洛和斯锦出马 不仅能办好这件事 也能让他们大赚一笔 这一笔钱 就是完全给江黎洛和斯锦 顾宁分毫不收的 不过现在 顾宁是不能答应他 因为他现在 连约克亚尔林 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至少得知道 他值不值得保护 所以他得先回去 问了冷元千之后 才能做决定 虽然顾宁没有直接答应 让约翰亚尔林 有些小失落 但顾宁没答应 但是也没有拒绝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约克亚尔林 也没有完全的失望 好 他没再说什么 要是自己过于勉强的话 怕也会惹了顾宁不高兴 让原本有机会答应的 直接变成不答应了 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两个人吃好饭 顾宁就先告辞离开了 离开之后 顾宁便将 约克亚尔林给的盒子 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 虽然刚才 顾宁可以用透视 但是他却并没有 约克亚尔林给他的是 一颗鸡蛋般大小的红宝石 极为的珍贵和有价值 不过对于 约克亚尔林来说 这红宝石再珍贵 也比不上他的命 只是他身上 目前就这么一颗 珍贵的东西了 虽然这颗红宝石 和他的性命来衡量 那是无法比的 但是当做礼物 给顾宁也差不多了 顾宁回到四合院之后 他才给冷员签打去电话 这个时间正好是午休时间 所以他并没有打扰到冷员签 他直接问约克亚尔林 是个什么样的人 冷员签说 虽然他和约克亚尔林 之间不算熟悉 但交情也不算浅 所以以他对他的认知 此人还是不错的 至少他能肯定 对方不是阴险小人 大部分还是靠谱的 冷员签说这些之后 也意识到 顾宁这么问的目的 是不是约克亚尔林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于是担忧地问顾宁道 怎么了 他做了什么吗 虽然对他来说 是觉得约克亚尔林不错 是个靠谱的人 但是对于其他人 那就不清楚了 他上午的时候 请我吃饭了 给了我一个鸡蛋 那么大的红宝石 当做谢礼 除此之外 他还和我说 他的处境很不好 而接下来他要去一趟 地兰西尔联合王国 所以想请我 护送他过去 然后在那边待上三天 再护送他 回地埔东夏联合王国 直白地说 就是想请我当他几天保镖 然后给我一份 丰厚的谢礼 冷员前沉默了一下 问道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话 有钱赚 当然是想赚的 不过不是我去 我可以派 不比我差的人跟着去 而且我昨天 无意间听到了 执行长 对约克先生的称呼 他是一个国家的侯爵呀 这样的身份 交好对我来说没有坏处 不过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他这个人到底如何 值不值得帮忙 所以就先想来问一下你 再给对方回复 冷员前再次沉默 才说道 其实 我们之前有一个合作 需要得到他们的协助 要让我说的话 我是希望你这边答应他 而且也不是什么 不能做的事情 只是 保护一下对方而已 正如你所说的 有钱赚 还能拉近彼此的关系 以后真的有什么需要 能拥得到对方的 对方也会帮忙 所以好处还是不少的 听到冷员前这么说 顾宁就有了答案 现在就看约克亚尔林那边 愿不愿意接受 他派人跟随而去 而不是他自己亲自去了 那行 那我先问问对方 是否接受 安排人一起过去 和冷员前挂断电话之后 顾宁也不急着 给约克亚尔林打电话 等一会儿再回复他 不然会显得 他多么迫不及待一样 直到下午三点 顾宁才给约克亚尔林 打去了电话 约克先生 你想要护送的要求 我是可以答应的 但是我先跟你讲好了 不是我亲自护送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要去办 我只能安排 我的师兄和师姐 护送你过去 他们的能力在我之上 而且我可以让他们 两个一起护送你 所以要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完全不用担心 除非遇到了 连我都对付不了的事情 他们才有可能 也对付不了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让他们一起过去 要是介意这次的事情 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约克亚尔林文言 沉默了几秒 才说道 我的目的 只是需要安全 既然顾小姐这么说 我自然也是相信的 我不介意 她的目的 确实只是需要安全 既然顾宁说 她的师兄师姐 能力在她之上 她也没什么好介意的 既然如此 那事情这么定了 不过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 约克先生 打算给多少酬劳啊 既然是交易 那么当然得 事前说清楚为好 这样也能避免 后续一些不满意和矛盾 无情万 如何 当然 沐宁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五千万请两个保镖 已经很丰厚了 于是两人的交易 就这么定了下来 和约克亚尔林 挂断电话之后 沐宁便给江林洛 他们打去了电话 和他们说了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保镖 没有什么意见 况且还能赚那么多的钱 于是江林洛便接了下来 出国护照这些 早在冷少廷 给他们办身份证的时候 就已经办好了 他们接下来这个任务 那么就得先做一些了解 毕竟他们这次是要出国 得先了解一下那边的语言 虽然一切都 约克亚尔林安排 但自己也要学习 那是没有坏处的 所以在执行任务之前的这几天 江林洛和思锦就不用去上班了 顾宁直接给他们找了个 低英兰特联合王国语言的老师 学习那边的语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豚豚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33集 以江利洛和思锦的领悟性 三两天时间 是足够他们学习到一些 简单的语言了 对于约克亚尔林 从顾宁这边带走凶手之后 有没有问出什么东西来的事 顾宁没有过问 不过冷元签 还是和顾宁说了 他们的处理结果 虽然那个杀手 是冲着约克亚尔林来的 但杀手到底是 地普东夏联合王国人 所以最后是交给了 这边来做处理了 至于幕后黑手是谁 他们没有继续调查 这已经跨国了 他们也不是 想调查就能调查的 而且约克亚尔林也说了 事情他自己 会调查和处理 所以地普东夏联合王国这边 就干脆不用管了 而安装炸弹的那个杀手 就直接处以了死刑 至于这幕后黑手是谁 约克亚尔林 虽然暂时还没有调查出来 但几乎也是清楚的 不过这些事也只能 等他回去才能处理了 两天之后 约克亚尔林要出发 地普希尔联合王国了 顾宁便带着 江丽洛和斯锦 去和他碰面 他们一起离开 转眼 距离冷老爷子的寿宴 只剩下三天了 而在这之前 邀请函都已经 全部发出去了 在首都的 直接将邀请函送上门 不在首都的 就先电话通知 然后再将邀请函寄过去 毕竟那时候要出示邀请函 避免不被邀请的人混进来 这种顶级的宴会 自然会有一些人 想要混进来 都是想攀附权贵的 虽说有许多权贵 看不上那些身份地位 和自己相差大的 但是也有因此 攀附的上权贵 从此一飞冲天的 当然冷家不让人混进来 不是阻止人家攀附权贵 而是防止敌人 对冷家做什么 所以收到邀请函的 也只能带自己的家人 朋友之类的是不允许带的 而且这次的宴请 是在冷家本家举行的 关于其他三大家族的话 并没有在被邀请之内 如果是大半 是应该邀请一下 虽然他们关系是敌对的 暗中也一直在较劲和针对 甚至算计和陷害 但表面上也还算是和气的 至少还没有见一面 就针锋相对的地步 所以一些表面功夫 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这些年来 哪个家族办什么大的宴会 也都会相互邀请 但是来不来 那就是那么回事 而且就算郑主不来 也都会派人前来送礼 这是礼貌问题 但这次冷家因为是小伴 只邀请他们一个派系的人 并没有邀请其他的三大家族 不过很快 他们也知道 冷老爷子受臣的事情 他们没有收到邀请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却感到很是不高兴 荣家倒是还好 特别是原家和长家 不是他们多么想去 只是感觉他们家族 不被冷家放在眼里 还有故意给他们难堪的意思 虽然冷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身为首都的顶级家族 其中一个家族办宴会 没有邀请到他们 就会显得看不起他们 要是邀请了 去不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此刻的原家一家人都在 原老爷子一脸不愉快地 坐在沙发上 不跃倒 这个冷卫华 只是太不将我们原家 放在眼里了 冷家这次 是荣家长家都没有邀请 很显然是不想搭办 最后只邀请了 自己派系的那些人了 原文叶说道 冷家办寿宴的事情 是原文叶先知道 然后回到家之后 告诉原老爷子的 尽管如此 原老爷子还是感到不爽的 但是不爽的又怎么样 还不是这样了 长家那边也是如此的 专业明天就是寿宴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冷少廷回来了 冷少廷一回来 问了顾宁在哪 知道顾宁在公司 便没有先回四合院 而是先去接他了 冷少廷一出现在盛年集团 就吸引了无数人惊艳的目光 虽然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公司上下大部分人也都认识他 但每次见到冷少廷 还是控制不了的被惊艳到 冷少廷朝电梯处走去 而这个时候 正好从电梯处走来一个 长得漂亮 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 在看到他的时候 那双眼睛发亮的 赫目的将冷少廷给吃了 这男人简直就是极品啊 太他妈帅了 女人心思升起 然后走到冷少廷跟前的时候 故意脚下一崴 便朝着他身上倒去 冷少廷见状脸色一黑 然后立即闭开 他才不懂什么叫做怜香惜玉呢 不 应该是对除了顾宁以外的女人 不懂得什么是怜香惜玉 其他人见到女人这一举动 吃惊的同时 也有些幸灾乐祸 这女人还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竟然连老板的未婚夫都敢勾搭 当然他敢这么做 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 冷少廷是故年的未婚夫 要是知道 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了 被冷少廷躲开之后 女人便直接往地上摔去 而躲开女人的冷少廷 并没有做任何停留 继续往前走去了 随后是砰和啊的一声响起 女人想不到冷少廷竟然会躲开 她气急败坏地想吼她几句 没想到 却发现冷少廷已经走远了 这一下更让她恼怒了 她长得漂亮 身材性感 没有几个男人不为之迷倒的 就是公司里 许多男人都追捧着她 追求着她 对她示好 可是这个男人 竟然不止躲开她 还直接离开了 简直太不绅士了吧 女人感到丢脸极了 立即起来 虽然这一摔是很痛的 但是也不至于起不来 走不动 就是痛了些而已 不起来怎么办 难道继续趴着 让更多的人看笑话吧 女人虽然站起来了 不过却是没有离开 而是看着冷少廷的背影 直到消失在电梯里 虽然她恼怒冷少廷 但她还是生不起她的气来 谁让她长得那么帅气 帅到让人想要生气都难啊 也在冷少廷的身影消失之后 几个女员工围了上来 对女人冷嘲热讽呢 张悠悠 你还真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看上你啊 你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自信呢 就是啊 你知道那是谁吗 不知道就胡乱勾搭 就不怕惹祸上身呢 可不是吗 我来告诉你那个男人是谁啊 那是我们圣宁集团的董事长的 未婚夫 最后未婚夫这三个字 女员工故意说得很重 什么 文言张悠悠顿时脸色大变 傻眼了 想不到竟然是董事长的未婚夫 她还以为是公司的中高层之类的 那要是这件事情董事长知道了 会不会将她辞退啊 她来这儿才两个月 还在试用期呢 要是这样被辞退了 那得多丢脸啊 张悠悠只是怕丢脸而已 并不是怕丢了这份工作 因为她家事还是不错的 家里也是开公司的 只是不及圣宁集团那么大而已 所以张悠悠并不愁这一份工作 她只是不想去家里的公司上班 才到了圣宁集团的 而能被圣宁集团挑中的人 自然也是有一定本事的 所以正因为张悠悠不止长得漂亮 身材好 条件优越 还有点能力 所以向来才会那么有优越感和自信 对于圣宁集团许多追求她的人 她都是看不上的 因为追求她的人都是普通员工 毕竟她现在还是实习生 还没有接触到年轻单身的高层 要是追求她的是年轻单身 又长得帅的高层 她是不会看不上的 因为张悠悠的到来 立即引起了不少男性的关注和追捧 所以惹得公司里不少女性 极度和看不顺眼 这时候呢 当然是冷嘲热讽了 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 那几个女员工也没有多说什么 立即回到自己岗位上去 而张悠悠直接跑去了卫生间 她现在只能保佑冷少廷和看到的同事 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顾宁 要不然她在实习期间被辞退了 那就真的丢脸丢大了 冷少廷是没有那么无聊去说这件事的 至于其他员工 人品也没有坏到 去为了这件小事去打报告 冷少廷来到顾宁的办公室 顾宁就告诉了她前些天发生的爆炸事件了 虽然爆炸的事情不是冲着冷元谦来的 但冷元谦差点受到连累 尽管最后已经没事了 还是有影响到冷少廷的些许情绪 因为她和冷元谦没有什么亲人之间的感情 但到底都是一家人 要是真的出事了 冷老爷子会很伤心的 所以不管是冷家的谁 她都不希望出事 娘娘 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 冷少廷抱住顾宁说道 她是真心的觉得顾宁就是冷家的福星 所以啊你要对我好一些 我叫你往东 你不能往西 我说一你不能说二 知道吗 要不然我就会把福气给带走 顾宁搞怪的说道 事实上冷少廷对她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 无可挑剔 好 你叫我往东 我不会往西 你说一 我不会说二 冷少廷一本正经的说道 看着顾宁的眼神是满满的宠溺 好 那我叫你现在就放开我 这个我可没说 我只是说了 叫我往东 我不能往西 你说一 我不跟你说二 但是 我没有说抱你的时候 只要让我放开 我就放开啊 楼少廷装傻冲愣道 不止不将顾宁放开 反而将她抱得更紧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话 大吉 你只可以笑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4集 你 你怎么耍赖呢 顾宁傻眼了 想不到冷少廷 竟然会不按常理出牌 耍赖 我觉得不错 不过我想要更深入一层的耍赖 冷少廷暧昧地说着 俯身下来要去吻她 不过 在冷少廷还没有吻到的时候 顾宁就反应了过来 立即推开她 有些恼怒的 疯了 这可是公司啊 要是突然有人过来 看到怎么办 看到就看到 有什么大不了的 冷少廷无所谓地说道 只是尽管她这么说 心中还是会感到尴尬的 只是她刚才忽然就忘情了 才会有要吻顾宁的举动而已 不理你了 走了 顾宁没好气地说吧 就直接拿着包包走出了办公室 生怕冷少廷做出什么亲密的举动来 让人看到 那可就尴尬了 冷少廷没有拦住顾宁 只是摇头失笑 然后跟着顾宁一起 离开了办公室 顾宁和冷少廷回了四合院 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 吃好晚饭之后 顾宁就跟着金云阳和冷少廷去了冷家 今天晚上 他们就打算在冷家住下了 明天好帮忙安排事情 虽然事情不需要到他们来做 但是监督还是需要的 等到明天中午的时候 再让石头送上官阳和苗金金过来 要是现在直接带他们一起去的话 他们也会感到不自在 还不如待在熟悉的四合院 冷少廷也是今天回来的 所以他们来到冷家的时候 便看到冷少廷也在 看到金云阳等人来了 冷少廷也都主动和他们打了招呼 态度颇为热情 冷少廷知道了他外公的事 知道了冷元谦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的命都是顾宁救的 所以冷少廷对顾宁是极为感激的 在看到顾宁的时候 眼神都是热切的 虽然冷少廷知道冷少廷这么看顾宁 是出于感激 但他还是不喜欢除了自己以外的男人 这么热切地看着顾宁 他直接用身子将顾宁挡在了身后 不满地看着冷少廷 冷少廷也不生气 就是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而其他人则是感到忍俊不禁 也不觉得冷少廷这么做有什么过分的 金鱼瑶几人都在和冷家的人打招呼 然后直接坐下说话 座位都还没坐热呢 冷少廷和顾宁就分别被冷少薰和冷少西给缠住了 冷少薰缠着冷少廷去教他几招 冷少西呢则是有心里话要和顾宁说一下 长辈们在说话也不需要小辈们都在 所以冷少廷和顾宁就分别随着冷少薰和冷少西离开 看到他们姐弟俩那么喜欢冷少廷和顾宁 他们一来 他们姐弟俩就那么热情 而自己回来到现在和他们除了招呼之外 就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这让冷少民的心里有一些不适滋味 当然这不是滋味的感觉不是针对冷少廷和顾宁的 只是在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竟然和自家兄妹把关系搞得这么差 就是和自己的亲妹妹也没有那么亲近 其实冷少薰和冷少西并不反感冷少明 因为冷少明也不算坏嘛 至少他们没有见过他针对过冷少廷 就是在江书园和冷少家针对冷少廷的时候 冷少明也会出称阻止 但是谁让他有个坏妈妈和坏妹妹呢 他们讨厌江书园和冷少家 连带冷少明也喜欢不起来 亲近不起来了 冷少廷虽然总是一副冷淡的样子 但冷少廷只是从来不表达自己 行动中对他们都是很好的 加上冷少廷的遭遇让他们很是同情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冷少廷一些 不过现在他们看江书园倒是顺眼了许多 因为江书园的改变他们也看在了眼里 所以也没有那么讨厌他了 只是还是有些喜欢不起来 冷少熙神神秘秘地将顾宁拉到了自己房间 关上门之后便说道 娘娘 我知道你很够意思 朋友有难都会帮忙的 所以有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安娜和一个女人杠上了 约好这个周末去拼酒 据我所知那个女人的酒量很不错 我怕安娜会输 所以我想到了你那个药 你能不能给我一颗啊 我去拿给安娜 避免到时候她醉得快 他们拼酒是要是输了 就要说三生我是贱人 要是安娜输了 传出去 那脸可就丢大了 古安娜开始和冷少熙并不熟悉 但是也是认识的 自从徐庆盈谈恋爱之后 古安娜就很少和徐庆盈在一块了 许多时候徐庆盈都去约会去了 所以古安娜就和冷少熙来往的比较多 现在关系也是比较好的 听到冷少熙这话 顾宁感到有些无语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竟然是拼酒 当然可以了 顾宁说着便拿出了 装有三颗灵气晶体的瓷瓶 给冷少熙道 里面要三颗 她还需要在喝酒之前 服用一颗就行了 不能保证喝多少都不醉 但是绝对会先把对方放翻的 其他两颗你先留着吧 不过也不要轻易用 要用到的时候 先问我 不是舍不得让你用啊 而是这药不能随便用 行 我知道了 宁宁最好了 冷少熙接过瓷瓶 欣喜地给了顾宁一个大大的拥抱 寿宴这一天到来了 唐家人早上从海市赶了过来 然后由冷少廷和顾宁去接机 詹家人也来了 由冷少明去接的机 冷少明和詹指音虽然还没有在一起 但是两人之间相处得很好 在知道詹指音会和詹道松 一起来参加冷老爷子的寿宴之时 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了 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也很少见面 所以尽管天天手机有联系 但还是不如见到本人了 所以在詹指音那边开始登机的时候 他就已经跑去了机场 在机场等了一个半小时 詹指音坐的飞机才到 唐家人来的是唐海峰和唐云帆 顾宁虽然早就出了月子 但孩子还小 所以不方便过来 虽然孩子都有月嫂照顾着 车和拉萨都不用顾宁操心 但是身为母亲 孩子还这么小也是离不开的 唐云航是走不开 江丽华也要上班 下班之后也得陪着顾曼 他才不无聊呢 不过就算只来唐老爷子和唐云帆 也已经足够了 顾宁和冷少廷接到唐海峰和唐云帆之后 就直接回了冷家 冷少明接了詹道松和詹指音之后 也直接来到了冷家 宴会是在下午 宾客也下午才来 但他们都是自己人 所以早到是应该的 唐海峰、唐云帆和詹道松都知道彼此 毕竟一个是商界大佬 一个是军界大佬 只是不同行 所以就没有见过和接触过而已 唐海峰和詹道松 还有冷老爷子 性格都相差不大 所以尽管唐海峰和詹道松 只是初次见面 两人很快能聊到一起去 也没有谁看不上谁的情况 而在唐海峰和詹道松到了不久 徐老爷子和江老爷子也来了 接着蔡清华也来了 见到蔡清华 顾宁感到那么一丝不自在 因为顾宁是个经常请假的学生 这还不到周末 自己又不去学校 被自己的校长看见了 多少感到有些心虚的 但是再心虚 顾宁还是得恭敬地和他打招呼 校长好 又不是在学校 叫什么校长啊 叫蔡爷爷就好了 蔡清华说道 丝毫没有在意顾宁不是周末 却不在学校的事儿 对于他经常请假 他早都习惯了 况且今天是冷老爷子的寿臣 要是顾宁不在 那才不应该呢 蔡爷爷 顾宁从善如流地喊道 这一下蔡清华才算满意了 然后他们几个老头子 就去冷老爷子的书房里 下棋喝茶了 让冷元谦和冷元镇 招待着唐云帆 让冷少廷几个照顾好小辈们 不过现在来的小辈 也就詹芷茵一个人而已 而詹芷茵就直接交给冷少明来招待了 当然不是顾宁和冷少席不愿意招待他 而是要给冷少明机会 冷少家一直躲在卧室里没有出来 因为他不想见到顾宁他们 虽然在知道顾宁先后救了自己外公和爷爷之后 冷少家现在对顾宁也没什么可恨的了 但是他们之前终究闹过那么大的矛盾 心中的隔阂是无法抹去的 所以就算没有恨也喜欢不起来 和平不起来 所以也只能避开了 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下来 天气已经是四月初了 又是大晴天 所以已经回温了 一点都不冷 小辈们都在院子的凉亭外 晒着太阳喝着茶聊着天 冷少廷向来是不和兄弟姐妹们 这样悠闲地坐在一起的 但现在他却觉得这样的感觉不错 因为内心里面的情感被唤起了 他不再是那个冷情冷性的冷少廷了 虽然他的脸色依旧是很冷漠的模样 但显然已经没有那么冷冽的感觉了 时不时的还露出温和来 总之不再让人看着就觉得畏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35集 顾宁 冷少勋和冷少西 还有詹芷音四人玩着牌 冷少廷在顾宁旁边 看着顾宁玩 冷少明也坐在詹芷音的旁边 时不时的叫他如何出牌 因为詹芷音对玩牌 实在是不太熟练 和自家兄弟姐妹们玩牌 顾宁当然不会用透视 但耐不住 他的手气很好 一直在赢 而输的则是喝茶 所以其他三人一个两个的 被茶水撑得不要不要的 我说顾宁啊 你这手气也太腻天了吧 我们玩了也有二十局了 你竟然只输了两局 冷少西不服气地指控道 就是 我们都已经喝茶喝撑了 冷少勋也很不服气 詹芷音倒是无所谓 因为他输的次数也不算多 一共就四次而已 手气这些东西呢 你们是羡慕不来的 雾宁笑眯眯地说道 一副得意的模样 我不玩了行不行啊 冷少勋直接认输了 因为他输得最多 好想上厕所呀 那就不玩了吧 玩了也好一会儿了 一直玩也没意思 快要到三点钟的时候 徐景琛带着紫贝营来了 虽说不能带外人 但紫贝营对他们来说 不是外人 所以并没什么 紫贝营来了之后 几个女的就抛弃了男人们 自己到一边去了 男人们继续在凉亭里说着话 而冷少廷的目光 总是追随着顾宁 徐景琛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走到冷少廷跟前 挡住了他的视线 我说少廷 你也是够了啊 又不是许久不见了 你那目光有必要一直追随着吗 冷少廷闻言没说什么 也并没有生气 冷少勋却说道 人家少廷哥那是爱顾宁的表现 都没见你对你女朋友念念不舍 难道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倒不是故意针对徐景琛 只是感到疑惑而已 徐景琛一听这话 反应颇大的解释道 怎么可能啊 你不要胡说八道 只是刚才一直在一起 没必要这一走开 目光就一直跟着而已 他可不想被人误会 自己不爱自背影 这种误会可不好玩 容易造成矛盾 哦 冷少勋硬道 表示了然 但是又有几分意味深长的模样 气得徐景琛一口气差点没出来 你这什么态度啊 不相信呢 徐景琛问道 没有啊 冷少勋眨巴眨巴眼睛 回应道 一副真诚的样子 徐景琛一疑 尽管冷少勋说没有 也一副真诚的样子 但为什么他总觉得 对方在敷衍自己呢 不过既然冷少勋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再说 那就显得他唏嘘似的 他当然不会心虚了 只是担心而已 自背影和冷少勋只见过两面 并不熟悉 詹芷和自背影更是没有见过 所以顾宁就给他们相互介绍一下 都说女人向来都是天敌 容易嫉妒和攀比 但自背影这几个人是一点都没有的 被顾宁认可的朋友 人品坏不到哪去 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差距 家世差距不大 长相差距不大 身材差距不大 唯一自身比较出色的也就是顾宁了 不过他们对顾宁只有崇拜 没有嫉妒 而且虽然顾宁年纪最小 但是他们却不自觉地以顾宁为首 有一些问题都会向顾宁请教的 你这个大忙人呢 像亲日吃喝饭都找不到人 除了在忙还是在忙 在你家住了那么长时间 除了感谢 那就是感谢了 本来想单独请你吃个饭的 但是看你那么忙 我也就不打扰你了 不过前些天已经搬去我那边了 然后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去那边吃个饭吧 就当庆祝我住进新房子 这个你可是不能推脱的 不然我可就要生气了 而且我这次可是特意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再喊大家的 自背影说到 虽然满是吐槽顾宁的态度 但心中确实没有怪她的 毕竟她也知道顾宁是真的忙 而最主要的便是顾宁了 所以她当然要等顾宁有时间 再喊大家吃饭了 那好吧 我明后天看看 要是有空的话 提前跟你说 要是平时吃饭 她可以不那么重视 但是进入新房子吃的饭 她当然得重视了 人家都那么重视她 非要等她有时间才喊大家一起吃 她又怎么能忽略呢 不过之前 自背影请她吃饭的时候 她确实都在忙 听着有份吗 冷少西问道 虽然她和自背影不熟悉 一般情况下确实不适合喊 因为一般这种情况是需要送礼的 要是喊了不声不熟的人 就显得要去讨要礼物一般 虽然他们谁都不缺这点礼 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说那就不适合了 但现在自背影当着面说出来了 她当然也要表示表示 而且不是客套是真的有和自背影交好的这个心 当然了还有詹小姐 要是詹小姐不急着回去的话 到时候也一起来 人多热闹 自背影说道 这也是诚心的邀请 她倒是没想那么多 什么理不理的 只要热闹就好了 好啊 要是正好我还在首都的话 我一定会去的 詹芷芸应道 对方要是没有邀请她不会提及 毕竟她和自背影只是第一次见面而已 但人家既然邀请到了 她也是乐意前去的 因为自背影是顾宁的朋友 而顾宁的朋友 她也会当做朋友的 又过了一会儿 徐庆营和古安娜也来了 不过徐庆营没有带着唐青阳 因为唐青阳也指责顾宁有交情 和冷少廷并没有 所以并不适合前来 徐庆营和古安娜一来 古安娜就抱怨道 好啊 原来贝影你早就到了 要不早点喊我 怎么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朋友了 古家也受了冷家的邀请 所以古安娜和徐庆营 知道顾宁早早地就来了冷家 所以就先到了一步 只是想不到 顾宁早早地在冷家 自背影也到了 知道不喊你们也要过来 所以就没有浪费花费去喊了 顾宁一副很抠门的模样 古安娜和徐庆营一口血差点喷出来 古安娜更是毫不矜持地翻着白眼 痛心疾首地说道 哎呦 你一个身价几百亿的大老板 竟然连几毛钱的话费都要抠啊 而且朋友在你眼里 连这几毛钱都不值啊 你也太让人心寒了 说着古安娜捂住胸口 一副心痛的样子 然而对于古安娜的夸张 并没有换来同情和安慰 有的只有幸在乐祸 都是开玩笑的 自然没有人去当真 空门吗 那那要 顾宁说着意味深长的望向古安娜 后话他倒没有继续说 但是那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嘿 古安娜顿时尴尬地笑了笑 赶紧改口 我只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可能空门呢 没有哪个朋友有你大方了 你是世界上最讲义气 最大方的朋友了 我古安娜能和你顾宁成为朋友 简直是三生有幸啊 古安娜立马拍顾宁马屁 自己才得到顾宁那么珍贵的药 回头就说顾宁抠门 这不是打脸吗 当然都是开玩笑 也没有谁会计较 古安娜直接坐下就开始吐槽 你们不知道 那个女人到底有多可恶 简直是没有见过那么不要脸的人了 前两天我们去酒吧喝酒 然后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女同学 那个女人爱慕的对象看上我了 就来找我喝酒 喝酒而已我也没想那么多嘛 就和对方喝了几杯 那女人就不爽了 然后来找我喝 而且毫不掩饰的针对性 开始拼酒了 但是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喝了不少 当然就不是她的对手了嘛 然后我就说 想要和我拼酒 那就等我不想喝多喝的那种情况下再拼 要不然这样喝不公平 那女人就答应了 然后提出谁输了 谁就当场大海三生 我是贱人 所以我们就订好周五晚上 再去上次酒吧拼酒 对方怕我不赴约 天天短信提醒我 我古安娜是能说话不笑话的人吗 所以你怕你不是她的对手 顾宁问道 古安娜神色有些不自在 她不想承认 但是她和顾宁要药的事 就已经证明了 哎呀 为了以防万一嘛 我也不想当上众人喊 喊三生我是贱人不是啊 那得多丢脸啊 我古安娜以后 还要不要再上流社会混了 她只想赢 至于那个女人 她可管不了那么多 是她先找的她茬的 顾宁笑了笑 没说什么 对了 光说我的事了 都忘记让你 给我介绍介绍 这位美女叫什么了 古安娜不想再纠结这件事情 便立即转移话题问道 这位美女 指的当然是詹芷音了 这位施冷爷爷好友的孙女 詹芷音 詹小姐你好 我是古安娜 古安娜文言立即和詹芷音打招呼 古小姐你好 詹芷音客气地回应道 剩余的几人也纷纷和詹芷音打招呼 然后几人继续闲聊 四点钟之后 宾客就开始到了 不过先来的都是冷家的亲戚 比如冷家的庆家 江家和渝家 还有冷家的庞芷 冷老爷子有两个亲兄弟 还有两个堂兄弟 一个表兄弟 一直以来都是冷家的左右手 对冷家也是极为忠诚的 只是除了一个亲兄弟和一个堂兄弟 在首都之外 其他都在其他的城市 也都占领了重要的职位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36集 冷家的强大 可不是光凭冷老爷子这一家 和自己的人脉 还有自家的兄弟们 和他们的人脉 虽然现在他们都退休了 但他们儿子都很出色 几乎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也因为冷老爷子的 这些兄弟们都退休了 所以冷老爷子的寿臣 他们都来了 各自都带着儿子 或者孙子孙女 毕竟人老了 跑这么大老远 他们家里人也不放心 所以都带了一两个家人好照顾 他们身边都有保镖之类的 但是还是有亲人在 才不会无聊 冷老爷子这五个兄弟当中 其中三人都是带了孙辈的人来 两个带孙子 一个带孙女 这些孙辈和冷少廷等人的年纪 都差不多大 都是25岁左右 冷文贞是冷家二爷的长孙 25岁 已经工作两年 冷卓轩是冷家唐大爷长孙 26岁 已经工作三年 吕妙然是冷家表爷的孙女 23岁 工作半年了 冷文贞和冷卓轩 都是自家最出色的 虽然才参加工作了三年 但因为出色 已经有望升职了 冷文贞和冷少明的关系是不错的 经常联系和见面 不过和冷少廷就不行了 不是因为冷少廷 总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不好相处 而是冷少廷太过出色 让不少同辈的亲戚极度 从小开始 冷少廷学习就一直很厉害 长大之后工作又很出色 所以一直都是亲戚们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其实很多孩子都很反感 自家的父母 夸别人家的孩子嫌弃自己的 所以这话很容易就引起孩子的反感了 当然也让不少同辈亲戚 崇拜 比如来的冷卓轩和吕妙然 就是十分地崇拜冷少廷的 只是他们之间很少见面和联系 关系也不是很近 不过在见面的时候 还是能说得上话的 冷卓轩几人跟自家爷爷到了冷家 和冷家长辈打了招呼之后 长辈们就让他们去找冷少廷 他们小辈们去了 小辈和小辈之间才会有相同的话题 小辈和长辈在一起的话会不自在的 冷少廷他们还在院子凉亭里 冷卓轩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只是得先去和长辈们打招呼 所以才没有一来到冷家就去找他们 少廷 冷文贞来到众人跟前 只和冷少明打了招呼 其他人便直接被他忽略了 不过也没有人在意 反正认识他的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认识他的那就更加不会在意了 少廷哥 少明 少西 少勋 徐少 还有各位 你们好 冷卓轩和李妙然就十分会做人 认识的便都招呼出来打招呼 不认识的就用各位来打招呼了 文贞 卓轩 妙然 你们来了 冷少明道 周安哥 妙然姐 冷少西和冷少勋喊道 卓轩 妙然 好久不见啊 徐景臣打招呼道 这是冷卓轩 这是李妙然 都是冷家的亲姐 冷少廷给不认识他们的顾宁几人介绍一下 他们几个人在打招呼和介绍的时候都直接忽略了冷文贞 到底不是故意的 只是他们确实和冷文贞不熟悉 所以没有必要和他打招呼 你们好 顾宁和几人打招呼道 已经是少廷哥的未婚妻顾宁吧 吕妙然目光火热地看着顾宁 这不是问 而是肯定 他知道冷少廷有未婚妻 是听到自家爷爷说的 而知道顾宁是冷少廷的未婚妻是无意在微博上看到的 他现在不止崇拜冷少廷 还崇拜顾宁 这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 竟然有那么大的成就 成立了资产几百亿的大集团 这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我是少廷的未婚妻顾宁 顾宁微微一笑应道 因为已经确定 所以在听到顾宁的回答 便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然后他一脸崇拜地夸赞道 你可真的说偶像呢 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成就 谢谢 顾宁笑着道谢 吕妙然纠结了一下 还是问道 那个姑娘 咱们都是亲戚了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嘛 最好就是微信电话都有的那种 吕妙然也不是一个自来熟的人 但是对于顾宁就稍微不同了 因为顾宁算是她的偶像 没有哪个粉丝见到偶像 不激动 不热情的 好啊 顾宁没有拒绝 正如吕妙然说的 都是亲戚 而且留个电话 微信也没什么 得到顾宁的同意 吕妙然很是欣喜 立即和顾宁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 是呀 冷卓宣无奈地摇头失笑 却很是理解吕妙然这种举动 因为她也知道顾宁的事情 大家也是如此 所以都没有因为吕妙然这举动感到惊讶 除了冷文真 因为冷文真并不知道顾宁的作为 所以并不觉得这顾宁有什么了不起的 尽管吕妙然说了对方小小年纪就有大的成就 但是对于冷文真来说 一个年轻的女孩能有什么作为啊 所以在她眼里吕妙然这么做完全是在攀附 就因为这个顾宁是冷少廷的未婚妻 虽然都是冷家的亲戚 但是这地位他们是差距冷家本家太多了 他们这些亲戚虽然是支撑着冷家的势力 但是同时也依附着冷家的势力 冷家本家少了他们一支势力受到的损害不大 但如果他们的家族少了冷家本家的依附 那就损害大了 所以冷文真虽然极度冷少廷不爽他 但最多也是不和他交集而已 招惹和得罪他还是不敢的 又过了一会儿宋文轩一家也到了 宋文轩和长辈们打完招呼之后 便带着宋一诺来找顾宁几人了 那不是宋一诺一个人不敢来 而是正好宋文轩找顾宁有事 宋文轩过来 大家都和他打招呼 然后冷少西立即拉过了宋一诺逗弄他 姑娘 你现在方便吗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 宋文轩问道 文言大家看了看顾宁又看了看宋文轩 似乎惊讶宋文轩竟然有事情要找姑宁 主要是他对姑宁的态度很是客气 方便的 姑宁应了一声 少廷也一起 宋文轩说道 虽然他是长辈 找姑宁说话也没什么不妥的 但还是为了避免不该有的闲话 所以也喊了冷少廷一起 然后顾宁和冷少廷就跟着宋文轩 到了一边去了 顾宁和冷少廷跟着他 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之后 他才说道 这段时间 C市时不时发生一些闹事和纠纷 这些事情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最主要的是啊 这些闹事和纠纷 是由组织性而故意为之的 直白的来说 就是冲着我来的 有些事情我好直接处理 但是有些事情 我是不好直接处理的 所以 我想麻烦你问一问天鹰邦 是否能帮忙除面 当然 我不会让他们白除面的 我会给他们报仇的 姑父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交给我 顾宁文言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且不说天鹰邦是他的 做事不过是凭他一句话 所以不存在不好开口这么一说 就算天鹰邦不是他的 宋文轩需要帮忙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开口的 至于宋文轩说的报仇 顾宁也是不会拒绝的 因为对宋文轩来说 顾宁只说天鹰邦有交情 而并不知道天鹰邦就是顾宁的 就算知道也不会让顾宁白做事的 而且即便天鹰邦是顾宁的 让他们去做事 那当然也要给辛苦费了 只是到时候他少收一些报仇而已 那就谢谢你了 得到顾宁的同意 宋文轩松了口气 道谢道 姑父不用客气 至于接下来要办的事 宋文轩身为官员 自然是不能直接和天鹰邦的人对接上 要不然被政敌发现了 那会容易出事的 接下来需要到天鹰邦做什么事 都只能通过顾宁传达 谈完事情之后 宋文轩就回了客厅 他也不好离开太久 而顾宁和冷少廷回到了凉亭那边 虽然他们都好奇 宋文轩找顾宁什么事 但是也没有人去问 距离寿宴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宾客们也越来越多 秦维伟也陪同着自家父母过来了 秦维伟对于冷少廷还存在着依恋 但是却已经不再纠缠了 对顾宁存在着嫉妒和羡慕 但是恨倒也谈不上了 他来冷家的时候 也看到了冷少廷和顾宁等人 不过他却没有过来 因为看到冷少廷和顾宁在一起 他只会感到难受 秦维伟明知道来冷家 就会看到冷少廷和顾宁 而看到他们 他们就会不舒服 但是秦维伟还是忍不住 跟着父母来了 因为他还是想要看到冷少廷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 连话都说不上 看到自家女儿落寞的样子 秦维伟的父母也满是心疼 虽然他们一直都希望 秦维伟能和冷少廷在一起 但是不能够如愿 也无法勉强 更无法怪冷少廷 毕竟冷少廷从始至终 都没有做过什么 伤害秦维伟的事情 一直都是秦维伟自己的一厢情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7节 六点到了 寿宴也开始了 魏令峰是踩点到的 他到了冷家之后 看到了顾宁 这也是他第一次 看到顾宁本人 因为顾宁是 奇能异事的原因 所以他看到顾宁的目光 是不一样的 很是重视 只是因为场合不合适的原因 所以他才没有去和顾宁打招呼 而顾宁也感觉到了 魏令峰看自己的目光 不过也没有过去和他打招呼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 礼貌地笑了笑 今天来冷家参加寿宴的人数 也有百余人 不过冷家的客厅足够大 所以是能容纳的下的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给他们坐下 但是一般这种宴会 都是站着的 宴席也是以自助餐的形式 而一般的宴会 宾客们吃得也差不多 就是喝点红酒 然后聊聊天之类的 而且都是冷家派系的人 不会存在什么针锋相对 不过也会有轻微的明争暗斗 毕竟这些宾客的职位有些低 高位的多少会让低位的羡慕极度 有时候说话也会带着些刺 不过也没多大的影响 寿宴开始之后 便是冷家人送礼和恭贺了 最先送礼的是金云瑶 因为金云瑶是冷家老大的媳妇 当然是由她第一个 在这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了金云瑶没死的事 但是也在今天才见到了金云瑶本人 金云瑶出面送礼的时候 老爷子直接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是我叫老大的媳妇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我冷家十七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的大儿子冷元汉和大媳妇云瑶出任务 除了意外 提到伤心之事 冷老爷子难免露出些伤感 我们也一直认为和元汉一起坠崖的 那个女人便是云瑶 可直到去年 再次见到云瑶才知道 当年和元汉一起坠崖的人 并非是云瑶 不过当年云瑶也在任务当中身受重伤 就死一生 金浩德有新人相救 虽然经过治疗 云瑶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却失去了记忆 直到再次遇到云瑶之后 才慢慢地帮助她恢复了记忆 关于详细的也不用说明了 但是这大概的还是要说一下 不然人家还以为金云瑶没有死 但是这么多年来却没有回来 有什么私心呢 门言 大家也纷纷惊叹金云瑶的经历 接着是冷元谦夫妇送礼恭贺 然后是冷元振夫妇 最后到了孙辈 冷少廷是长孙 由他先开始 和冷少廷一起送礼的还有顾宁 虽然顾宁还没有正式和冷少廷订婚 但是却已经认定为冷家的未来儿媳妇了 所以和冷少廷一起并没有什么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冷少廷有未婚妻了 但却不知道是谁更没有见过 所以在这个时候 顾宁是冷少廷未婚妻的事情 才被大众知晓 对于顾宁的身份 知道的人也不多 不过在冷少廷和顾宁送礼的时候 冷老爷子也给大家介绍 我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孙子的未婚妻 顾宁 顾宁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孩 十八岁就开始创业 一年的时间就获取了极大的成就 成为了今年的商业巨星 而她的企业便是圣宁集团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速度崛起和发展的企业 因为顾宁是圣宁集团董事长的事早就公开了 所以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门言 不知道的人都纷纷吃惊起来 这圣宁集团崛起的时间短 大部分人是听说过的 但是圣宁集团的董事长是顾宁 这个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却是许多人不知道的 就算有人听说过也未必会相信 所以现在是吃惊了一大片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冷文真原本觉得顾宁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听到这话之后才知道 顾宁简直是太了不起了吧 顾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 是啊 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圣宁集团 是我见过发展最快的企业了 大家纷纷赞叹道 虽然在座的大多都是高官 顾宁这个层面上的商人 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他们却是很佩服顾宁的 因为他才十九岁 并有如此大的成就了 这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 还有就是 顾宁也是海市唐家的孙女 登皇集团董事长唐云帆的女儿 冷老爷子继续介绍道 文言大家再度吃惊了 顾宁竟然是海市唐家的孙女 登皇集团董事长唐云帆的女儿 那么顾宁的企业是不是因为得到了唐家的帮助 所以才发展到如此迅猛的地步 不对啊 既然顾宁是唐家人 那为什么他不姓唐而姓顾呢 难道顾宁是唐云帆的私生女吗 不管怎么样 既然冷老爷子都说了顾宁是唐云帆的女儿 那定然就是了 那么这么说来 圣宁集团能发展得这么迅速 定然是得到了唐家的帮助了 他们本来就觉得圣宁集团发展得过于快了 加上创业者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怎么都觉得让人不可置信 所以现在更多人觉得圣宁集团的发展和唐家有关 所以许多人对于顾宁的能力也不那么相信了 只是碍于冷老爷子的面不敢说出来而已 而冷老爷子也知道自己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会让人怀疑顾宁的能力 但是顾宁是唐家人的事实却是不能掩盖的 况且这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只是知道的人并不多而已 接着冷老爷子解释道 我知道我的这番话会让你们怀疑 省宁集团的发展和唐家有关 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省宁集团的发展 都是凭借着顾宁的能力 当然做生意少不了人脉 但是这些人脉也都是顾宁自己建立的 要是一个人没有陈平实力 就算开好一个公司给你经营 你也未必能经营得好 在座的各位 你们也都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人 你们更应该清楚 你们的成就并非是完全靠着某个势力的支持 要是你们没有真凭实力 谁支持得了你们 听到冷老爷子这么一说 众人纷纷恍然大悟 立即就大量减少了对顾宁能力的质疑 他们都成就了一番事业了 更加懂得这其中的规则才是 虽然靠关系上位的人不少 但这些人往往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 而且很快也会倒台的 因为不管商场还是官场 没有真凭实力 真的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顾宁能将企业发展得这么好 定然也是有真正的能力的 当然有些人还会继续质疑 但就算质疑也不会说出什么来 这时唐云帆也站了起来 说道 想必大家也发现了 为什么顾宁是我女儿 但是却姓顾儿不是姓唐 其实是因为顾宁还在没出生的时候 出了意外和顾宁的母亲失散了 所以顾宁是跟的母性 而我和顾宁以及顾宁的母亲 是去年才相遇相忍的 那时顾宁已经创立了好几个公司 只是还没有将公司合并 成为圣宁集团而已 圣宁集团的发展 也确实没有得到过唐家的帮助 反而有一次我出了车祸 昏迷不行 有人趁机夺权 还是多亏了顾宁解决了坚韧 让唐家避免了损失 其实网上有许多 关于顾宁的事迹 只要你们看得差不多了 就会相信顾宁是个有真凭实力的人了 唐云帆不希望顾宁被怀疑 这样对他实在是太不公平 因为圣宁集团的发展 唐家确实没有参与 唐家也不想揽下这个功 听到唐云帆这一番话 大家对顾宁的怀疑就更加少了 看来顾宁真的是个商业天才 他们现在很想上网查查 关于顾宁的事 但现在是冷老爷子的寿宴 他们要是玩手机的话 会显得对冷老爷子不尊重 然后也没有在顾宁的事上再纠结了 不过经过刚才的事情之后 他们干顾宁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接着便到了冷少明送礼恭贺 等冷家本家都送礼和恭贺完了 才到宾客们 大部分都是官员 所以送礼都很有分寸 价值不能太高 但是又得显得有分量 因为官员本身没有什么钱 除非家里有人做生意 不然要是拿出特别贵重的东西的话 会让人误会为贪污或者收受贿赂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38集 送完礼 恭贺完 就是大家自由活动 吃吃喝喝 然后就是相互攀谈 魏令峰的身份有些特殊 所以并不适合多单 送礼结束之后 就和冷老爷子告辞了 在魏令峰离开的时候 顾宁的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便忽然看到 魏令峰额头上有一团黑气 印堂发黑 顾宁看到 冷少廷当然也看到了 两人相对望了一眼 神色都是凝重的 我去吧 顾宁说道 发现魏令峰有麻烦 当然不可能无视他 还是我去吧 冷少廷说道 倒不是生怕顾宁办不好 只是身为顾宁的未婚妻 心疼他 不想他忙活而已 没事的 老爷爷寿宴 你身为亲孙子 离开不好 还是我去吧 这又不是什么难处理的事 主要这事也不是什么难办的 他一个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要小心 有什么事情 立即给我打电话 冷少廷觉得顾宁说的也是 便答应了 不过也叮嘱了 就算相信顾宁 有能力 但是出于关心 还是要叮嘱一下的 我知道 你放心吧 顾宁点头应导 然后便立即随着魏令峰出去了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 除了魏令峰 还没有人离开 所以外面便除了冷家的警卫 没有其他人了 顾宁出来之后 便直接喊住了他 魏主席 请稍等一下 魏令峰文言便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看向顾宁 露出慈爱的笑容来 问道 顾小姐喊着我有事吗 我有事要和您说一下 元首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魏令峰身边跟随着两个贴身保镖 而顾宁要和他说话 却是不能让魏令峰 这两个贴身保镖知道 只能借一步说话 好 魏令峰应了一声 便让两个保镖待在原地 他和顾宁走到了一边去 走到方圆十米都没有人的地方之后 顾宁才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元首 我看你印堂发黑碎 担心你路上会遇到什么麻烦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别让我陪同你一起回去 确定没事了 我再回来 虽然魏令峰身边的那两个贴身保镖的身手 属于顶级 遇到杀手什么的 未必对付不了 但就怕到时他遇到的不是人 闻言 魏令峰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 因为知道顾宁是奇能异士 所以对他的话是深信不疑的 那就麻烦够抢劫了 魏令峰硬道 丝毫不担心顾宁会对他不利 随后 顾宁就跟着魏令峰上了车离开了 他的车子是五座的 只带了三个人前来 两个贴身保镖一个司机 尽管只是司机 对方的身手也不比这两个贴身保镖差多少 而且开车技术也是极好的 不亚于那些出色的赛车手 顾宁跟随着魏令峰一起坐上了后座 魏令峰坐在中间 左右分别是顾宁和另外一个贴身保镖 虽然魏令峰的几个保镖 疑惑顾宁为什么要和魏令峰一起 但是却不会过问 魏令峰会跟他一起坐车离开 定然是有事的 从冷家到中海浮城 有很长一段路 一个在城郊 一个在城区 一离开冷家 顾宁便开启了神识和透视 探究和关注周围的情况 而魏令峰也一直提高着警惕 虽然知道顾宁在 就算发生什么事 他基本也不会有事的 但是他是无法做到高枕无忧 什么都交给顾宁的 从冷家这边到城区 免不了有一些颇为荒凉 庄位没有建筑的路段 而刚来到这样的路段 顾宁忽然就感觉到了两股煞气 要是顾宁没有猜错的话 这两股煞气便是冲着魏令峰来的 他们不是邪修 也不是妖魔鬼怪 而是忍者 因为忍者的煞气 比起邪修和妖魔鬼怪来说轻了许多 顾宁立即朝煞气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不远处两个身穿黑衣 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蹲在草丛里 看着他们的方向 看样子只要等魏令峰的车子一靠近 他们就会出现一样 让司机停车 顾宁和魏令峰说道 他没有让司机直接停车 而是和魏令峰说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他直接让司机停车的话 司机未必会听 他只会听魏令峰的 停车 魏令峰文言便立即和司机说道 然后望向顾宁问道 发现什么了吗 发现情况了 你们都坐在车里不要出来 好 魏令峰应了一声 顾宁让司机开车锁 然后他便下了车 这次司机倒是没有再过问 魏令峰的意思 在魏令峰身边办事 就要有绝对聪明的脑子 知道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不过在听到魏令峰和顾宁的对话之后 他们也知道是有事情要发生了 所以更加警惕了起来 顾宁下车之后 坐在魏令峰旁边的贴身保镖问道 竹子 发生了什么情况 虽然有些事他们不该问 但有些事情确实该问一下的 就比如现在的情况 顾宁和魏令峰都是一副有事情要发生的状态 但是身为贴身保镖的他们确实没有感觉到 当然倒也不是怀疑顾宁 毕竟魏令峰都相信 他们如果怀疑 不就是觉得魏令峰是傻子吗 具体我也不知道 先看看再说 魏令峰说道 他相信顾宁确实有情况发生 但是什么情况 他也不知道 文言保镖没有再问了 而情况也就在几秒之后就发生了 魏令峰的车子停的位置和蹲守忍者距离二十多米 但他们却已经认出了那就是魏令峰的车 虽然他们不知道魏令峰为什么突然停车 不过却不认为是他们发现了 而且就算发现 也不影响他们行动 反而他们车子停下来 更加方便他们行动了 所以 见到魏令峰的车子停下之后 那两个忍者也立即出来了 随后只见残影闪过 不过几秒的时间 两人就穿到了魏令峰车子的跟前了 这速度将魏令峰几人给惊到了 不过魏令峰还好 毕竟他早就知道奇能异事和妖魔鬼怪的存在了 所以看到对方的速度 也猜出对方不是正常人了 魏令峰的保镖健壮 下意识地准备下车 不过却被魏令峰给阻止住了 我用下车 顾宁会处理它 保镖闻言停止了行动 但是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顾宁一个人能行吗 毕竟这两个人那么诡异 不过既然魏令峰都发话了 他们当然也不能不听 而且听他的口气是很相信顾宁的 那么应该这个顾宁有着十分过人的本事吧 而那两个忍者在来到魏令峰的车子跟前的时候 顾宁也正好挡在了他们车子前面 阻止他们继续靠近 双方都没有说一句废话 直接出了手 两个忍者手中都有长刀 而顾宁却是赤手空拳 而且这两个忍者的修为是不低啊 但尽管如此 他们的能力和顾宁比起来还是差远了 所以尽管他们手中有武器 还是没过几招就处于下风了 他们想不到魏令峰身边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而且对方还是个看起来不大的小姑娘 看来他们是小看魏令峰了 既然打不过 他们也没必要继续纠缠 如果再继续下去 输的绝对是他们 所以他们打算走为上策 只是顾宁又怎么可能让他们离开呢 他们和顾宁的身手差距太大 顾宁一阻拦他们就逃不掉了 哪怕他们用上了隐身的功夫 但还是被顾宁迅速地给逮到 然后打伤了 而魏令峰几人看到那两个忍者 竟然会隐身彻底地惊住了 还有顾宁的速度 竟然犹如顺宁一般 特别是魏令峰的那几个保镖 因为他们并未知道 这个世界上奇能意识和妖魔鬼怪的存在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一时间无法消化 虽然魏令峰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 但是却没有见过 所以也是吓得不轻 只是比他这几个保镖好一些而已 也好在这时候周围没有车辆经过 不然这一幕被看到 要是传了出去 那可就麻烦了 当然魏令峰是有办法制止的 但多一些人知道终究是不好 不过在他们打斗的期间 倒是有不少车子经过 不过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帮忙 反而跑得更快了 因为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在打架 而他们这些普通人要是凑过去 只会受到牵连而已 当那两个忍者用上隐身 都没有对付得了顾宁之后 他们就知道顾宁不是普通人 更加知道他们这次逃不掉了 既然逃不掉也不能让他们抓住 所以两个忍者便立即拿着手中的长刀 准备切腹自尽 这是地普东窝王国人表示忠心的态度 一般任务失败都会切腹 顾宁又怎么会让他们那么轻易死呢 要是他们死了怎么逼供出幕后的黑手来 虽然他们想用自尽的方式来表达忠心 就算逼供也未必会招 但顾宁还是不想让他们死在这儿 于是顾宁在发掘他们的举动之后 立即发出灵力朝他们袭击而去 长刀还没有触到他们的身体 他们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侵袭 顿时就将他们震飞了 手中的长刀也被震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家飞不会飞 牧羊男鱼罗勒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39集 看到这一幕 魏令峰几人更是吃惊了 因为顾宁根本就没有碰到那两个男人 那两个男人就已经被震飞了 就好像电视剧里的武林高手 可以直接用内力直接将人震飞一样 武林高手 内力 忽然魏令峰的那几个保镖就猜测 顾宁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武林高手了 虽然他们一直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如果不是这样 那怎么解释 顾宁没有碰到那两个人 那两个男人就已经飞出去了 顾宁也是看到周围没有车辆经过 才会这么做的 魏令峰和他的人知道没有关系 但如果其他人知道 还是会有些麻烦的 而那两个人者也是惊呆了 也联想到了地普东下联合王国 电视剧里的那些武林高手 虽然他们吃惊 他们这儿竟然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他们原本就是超出普通人的存在 所以他们再吃惊 也不至于感到不可思议 只是他们想自尽都自尽不了 所以现在他们感到很绝望 顾宁确定那两个人者 无力反抗之后 才回到车前和魏令峰说道 好了 可以安排人将他们带回去了 闻言魏令峰立即让贴身保镖打电话安排 顾宁让保镖全部下车 去看住那两个人者 留下魏令峰 顾宁有话要和他单独讲 保镖们到下车之后 车里只剩下顾宁和魏令峰了 然后顾宁直接和他说道 元首 他们是地普东欧王国的忍者 忍者也是奇能异士 所以他们的能力也是超于常人了 忍者的性质和杀手是差不多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属于私人组织的 还是国家组织的 不过既然他们是地普东欧王国的忍者 那么这次刺杀和地普东欧王国就是有关的 虽然我没有让他们切服自尽 但他们宁愿死都不愿意成为我们的俘虏 如果逼供的话 他们招供的可能性也很小 而他们不死 留着也受祸害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就会恢复体力 到时候我不在 你们就不好对付了 所以要是你们逼供不出来的话 那就好将他们灭掉 以绝后患 好 知道了 这次的事情多谢了 魏凌峰道谢道 他是发自内心对顾宁生出了感激 要不是有顾宁在 这次他怕是九死一生了 魏元首客气了 这是应该的 应该倒是没什么应该的 就是情分 不救也没错 但是话还是得这么说的 他们这次刺杀失败之后 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了 虽然忍者是很厉害不错 但是也不是人就对付不了的 所以您最好是再将加两个 身手顶级的保镖 这样的话 要是对方再来两个忍者 四五个人一起对付 应该还是能应付的 好 我再倒增加几个 还有 我身上有一种药 任何伤痛都能治疗的 刀伤 枪伤 外伤 内伤 甚至是癌症 吃烟队的队员们身上都有带着 就是为了防止在任务中受伤的时候 得到救治 要是您信得过的话 我就拿一些给您 用来防身 您要是有所怀疑 也可以问一下少廷 对于魏凌峰 顾宁会无条件帮助他 因为他是地埔东下联合王国的领导者 是冷少廷效忠的对象 请有这么神奇的药 魏凌峰很是吃惊 虽然知道顾宁是齐能意识之后 出现在玄幻的事情和东西都是正常的 但他终究是第一次知道 所以还是感到吃惊的 不错 就算我不信你 我还不信少廷吗 魏凌峰相信顾宁 都是源于相信冷少廷和冷家 顾宁当然不介意魏凌峰 相信自己是源于相信冷少廷 毕竟他和魏凌峰只是第一次见面 人家凭什么无条件相信他呢 随后顾宁便拿了装有十颗灵气晶体的磁品给了他 再详细地和他说明了一下如何服用 虽然人是抓到了 但是顾宁还是和魏凌峰一起 等人过来将那两个忍者带走之后 然后再继续送他们回到中海城府 魏凌峰安排人送顾宁回冷家 顾宁也没有拒绝 就让他安排的人送他回去了 顾宁离开之后 魏凌峰也叮嘱了今晚随他一起的这几个保镖 今晚的事情你们知道就好不要说出去 是 保镖们应道 人手 我可以问 这两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吗 还有那个顾宁 其中一个保镖问道 这个世界上有着一种我们从前所并不知道的人 那便是奇人异识 他们有着超乎成人的能力 今夜的一切 你们也都看到了 不过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 知道的也并不是很具体 或许 还有这一些超乎我们想象的东西存在 魏凌峰也没有隐瞒 毕竟是他身边的人 是信得过的 而且 他们是要贴身在自己身边的 要是不让他们知道这些 以后如何防备呢 尽管他们看到了那两个忍者和顾宁的不同 也猜测出他们不是普通人 但是听到魏凌峰这么说 他们还是感觉到有些消化不了 今天之后 他们对这个社会就有了新的认知了 再送魏凌峰回到中海城府 再回到冷家之后 前后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顾宁回到冷家之后 宾客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只有冷家偏房和徐老爷子 蒋仲宇这些人 他们和冷瞎的关系最为要好 所以便留到了最后 冷家人和唐海峰父子 也知道顾宁去办事了 只是办什么事他们不太清楚 冷少廷并没有明说 只说有点事要出去一会儿 对此 唐海峰表示无奈 唉 这丫头啊 整天就是忙忙忙 今天这么大的日子还忙 她也有太多事情要忙了吧 这话不是在指责顾宁忙 而是在心疼她 心疼她总是那么忙 要是顾宁从小就生活在唐家的话 也就不需要那么早就创业了 这丫头成熟着这个年纪不该成熟的东西 但是这丫头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 我们当长辈的也不能阻止和干涉 只能支持 但是这一支持 看到她那么忙 心里也是极为心疼的 冷老爷子说道 顾宁很有出息 她很高兴 也很骄傲 但同时也是心疼的 但是这毕竟是顾宁自己的选择 他们也只能支持 蒋仲宇满是遗憾 又提起当初还想撮合自己孙子和顾宁配对 不想却已经名花有主了 尽管她觉得自己孙子很是出色 但是和冷少廷比起来 简直根本就没法比了 就连争取这件事情都不行 免得自取其辱 而听到这话 冷少廷心中有那么一些感到不舒服 当然也不至于生气 她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就是自己的女人被人家惦记着 有那么一些不爽而已 不过她的宁宁那么出色 被人盯上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那又怎么样 顾宁还不是她的 顾宁也只会是她的 冷老爷子听到这话 很是得意地说道 谁让我的孙子比较有魅力呢 你丫头就是看上我家少廷了 冷老爷子这话 说得好像是冷少廷有魅力和福气 才会被顾宁看上一般 这话冷少廷没听到 就算是听到 冷少廷也不会有丝毫的在意 因为她也是这么觉得的 和顾宁之间 她是一点没有大男子主义的 不认为男人就要高女人一等 需要女人委屈来给男人面子 她愿意做那个低顾宁一等的人 愿意给顾宁面子 不在意自己面子的那个人 这个便是真爱了 将一个人爱到骨子里 将他当做自己的全部 徐老爷子不想说的是 他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 说出来就会和蒋仲宇一样 被冷老爷子嘚瑟 他难受得很 然而徐老爷子不说 冷老爷子却是哪壶不开提那壶 意味深长地看着徐老说道 我记得徐老头之前也想撮合宁丫头和 然而还不等冷老爷子说完 徐老爷子立即打断了 冷老头你稍挑拨李箭 我之前是有这样的想法不错 但是我家孙子现在也找了个很出色的女朋友 喜欢得紧 我孙子的女朋友也是很好的 徐老爷子这是怕冷老爷子的话 让资贝营给听到了 然后心中生出不好的想法 当然他也知道资贝营没有那么小气 而且就是一句话的事 也没什么好气的 但是他就是不想让冷老爷子说出来 呦呦呦 还真没见过这么维护过谁呢 冷老爷子文言调侃道 你能维护你孙子未来的媳妇 我就不能维护我孙子和我未来的孙媳妇了吗 徐老爷子不服气地说道 蒋忠宇在中间劝和 这两个人每次见面 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争一争 就是为了那件事情吵一吵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同一同我 大约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40集 好了 也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争一争吵 一吵以后也就没机会了 冷老爷子说道 虽然听似轻松玩笑的口气 但其中却是有着那丝丝的伤感 徐老爷子也是感到有些伤感 去去去 少说这些个会计话 我可是要长命白岁 还有二十年可活呢 我还要看我的孙子 孙女们结婚生子呢 嘿嘿嘿 我也是啊 我也要看着我的孙子 孙女们结婚生子啊 文言 冷老爷子也哈哈笑道 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冷少廷虽然相信顾您的能力 但是还是会忍不住担忧 所以在把宾客送走 差不多之后 他就一直在大门口等着 这一幕看在徐景琛等人眼里 是倍感无奈的 徐景琛感叹道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 从来不计女色的铁术 一开花 就恨不得把自己 箱子姑娘身上 还分开那么一点时间 就已经忘川秋水了 唉 现在啊 这么痴情的男人可不多了 女人都是喜欢这样的男人的 所以你这么感叹 是不是觉得冷大哥的做法 有失男人的尊严呢 自背影说着 目光深邃地看向徐景琛 透着思思危险 徐景琛顿时浑身一震 意识到有些不妙 而其他人则纷纷幸灾乐祸地望向徐景琛 等着看戏的姿态 徐景琛求生欲极强地立即解释道 我当然不会觉得 少庭这做法 又是男人的罪眼了 因为我和少庭也是一样的 都是痴情的 我感叹是因为 少庭前后的差距实在太大 我感叹感情真的能改变一个人 觉得感情是伟大的 听到他这么说 自背影才算满意 这还差不多 听到自背影这话 徐景琛才松了一口气 而大家看到徐景琛这么怕自背影的模样 觉得实在是太好玩了 当然他们也都知道 徐景琛怕自背影只是因为爱 所以他谦让而已 顾宁回来了 冷少廷紧皱的眉头终于是松开了 车子停下之后 冷少廷立即上前给顾宁开了车门 然后牵着他的手下了车 送顾宁回来的司机看到冷少廷这模样 心中不由地感叹 果然是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冷面将军遇到了美人 依然得折腰 司机回去了 冷少廷和顾宁牵着手进入大门 路上冷少廷问道 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确实发生点事 中间有一个路段 那蹲守了两个忍者 要是这次你和我都不去的话 元首怕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早看出魏令峰会遇到不测 所以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只是听到这忍者 冷少廷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他们竟然直接把手伸到元首身上了 看来这次地普通下联合王国 和地兰希尔联合王国 谈的合作是谈成了 让地普通通王王国 感受到了危机了 冷少廷道 至于什么合作 他也不方便和顾宁明说 虽然他和顾宁的私人问题 没有任何秘密 但是关于国家的事 有些还是不能不说的 而顾宁也没有过问 顾宁回来之后 大家都没有指责他 反而都关心他刚才有没有吃东西 余盈和金鱿瑶 特意给他准备吃的 等他回来吃 虽然他们不怪他 但顾宁到底是半场就离开了 结束了才回来 这对冷老爷子来说 终究是失礼的 所以顾宁便主动向冷老爷子请罪 冷爷爷 实在是抱歉了 因为刚才有点急事就离开了 没能全场都参与您的寿宴 还请冷爷爷不要怪罪 怪罪什么呀 我那不同情达理的人吗 冷老爷子唬着脸说道 似乎不满 顾宁认为他会怪罪他一般 心疼都还来不及呢 哪里还会怪罪 你不是那通信达理的人 我也不是那不知理数的人 所以该说抱歉的话 还是要说的 说完了我也该吃饭了 哎呦好饿呀 顾宁调皮地说道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听到顾宁说饿了 余盈就立即拉着顾宁去餐厅了 刚才就看你没吃东西 知道你回来会饿 都给你准备好了 来先去吃吧 冷少廷怕顾宁一个人吃饭孤单 所以也跟着去了 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吃 他的行为让众人感到有些无语 哎呦感觉少廷哥是恨不得 自己和顾宁成为一体了 这波狗粮还真的是 啊 冷少家有些酸酸地说道 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 他忽然也想谈恋爱了 羡慕吧 羡慕就快点找个男朋友 谷安娜文言然后有兴趣地说道 我有羡慕吗 况且你比我还大呢 你都没有急我急什么呀 冷少妻反击道 姐姐我是崇尚自由知道吗 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 找男朋友赖给自己添乱 谷安娜一副对男人嫌弃的模样 哦 冷少妻敷衍地欧了一声 然后好似忽然想起一件事 望向徐景琛问道 对了景琛哥 我前几天在街上遇到了宋浩玉和一个女人 她今天不来难道是又回部队去了吗 这话虽然是问徐景琛 但目光却是有意无意地落在了谷安娜的身上 所以很显然这话是故意说给谷安娜听的 果然谷安娜听到这话之后脸色就变了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冷少妻还是看出来了 所以心中得意 哼 你不是说你崇尚自由吗 怎么听到宋浩玉和一个女人脸色又变得不好看了呢 虽然谷安娜和宋浩玉之间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 但是冷少妻却是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对彼此是有意思的 所以她才故意提起宋浩玉的 确实 谷安娜是对宋浩玉有意思 只是还没有到喜欢的地步 毕竟他们的相处暂时也不是很多 但也正因为有意思 所以谷安娜在听到冷少妻说 宋浩玉和一个女人的时候 心情就变得不那么美妙了 谷安娜很好奇 想知道 确实又不好问 况且她也没有什么身份去问呢 尽管她心中不舒服 但表面还是要装作没事 嗯 前天就回去了 徐静晨硬的 然后忽然想到什么 便玩味地望向冷少妻问道 你忽然问到宋浩玉的 怎么 你对她有意思啊 文言冷少妻脸色微变 立即否认她 开什么玩笑 我才对她没有意思呢 就是忽然想起来问完而已 冷少妻变脸色和急于否认 是生怕谷安娜误会 她对宋浩玉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谷安娜却是相信冷少妻对宋浩玉没意思的 要是有意思早就有了 也不用等到这个时候 毕竟他们可是从小就认识的 刚才她不明白了 冷少妻提到宋浩玉的用意 现在倒是明白了 这小妮子感情在调侃她呢 是因为她说了崇尚自由啥的 看来这小妮子看出自己对宋浩玉有意思了 谷安娜不怕让人知道 只是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对宋浩玉的感情 要是她能确定自己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话 倒追她都不觉得有什么的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你这么大反应做什么 显得有些心虚 徐景臣调侃道 也只是调侃而已 因为她也知道冷少妻不喜欢宋浩玉 喜不喜欢一个人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冷少妻文言有些急了 明明就没有 徐景臣没有再继续逗她 十点之前大家都离开了 唐海峰和唐云帆因为冷老爷子的热情挽留 今晚就在这边睡了 而顾宁几人也留在了冷家 等唐海峰和唐云帆都各自回房间休息之后 冷少妻便和冷老爷子进入到了书房 然后和冷老爷子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虽然冷老爷子已经退休多年 也早就无权干涉政治了 但有些事却还是有必要让她知道的 尽管她已经退了 但很多时候魏令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还是会找冷老爷子 毕竟冷老爷子也是坐过许多年那个位置的人 经验比魏令峰要足 得知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 冷老爷子感到十分愤怒 坐在这个位置是无法避免刺杀和暗杀之类的 但并不代表避免不了就能接受 而且要是这次刺杀幕后的人 是地普东下联合王国人 或许他没有这么愤怒 但却是地普东窝王国的 而且还是忍者 那岂是人能够对付得了呢 所以这次要不是被顾宁先发现了 怕是就会发生大事 可是这次因为顾宁 魏令峰没有被刺杀成功 但是如果下次再次遇到 没有顾宁 也没有冷少廷该怎么办 所以冷老爷子很是担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淘妖妖 第1741集 冷少廷知道 冷老爷子会担心 他也算担心的 虽然他会努力地 去防备和处理 但是也担心 有自己顾忌不到的时候 他自己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无法时刻地去保护魏令峰 不过好在 魏令峰身上有 顾宁给的灵气晶体 要是真的遇到不测 还能降低极大的危险性 冷少廷也把这件事 和冷老爷子说了 老爷子听了之后 也稍稍放心了一些 而魏令峰 遭到刺杀的事情 也没有让更多的人知道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这件事 定然会传得沸沸扬扬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唐海峰和唐云帆 就要回去了 由顾宁和冷少廷 送去了机场 分离总是不舍的 虽然唐海峰和唐云帆 知道顾宁是个成熟稳重 知道分寸的人 会照顾好自己 但是出于关心 他们还是忍不住 一路叮嘱 而顾宁也不厌其烦地 一一应下了 亲人的关心和叮嘱 他又怎么会烦呢 感到幸福高兴 都还来不及呢 送走了二人之后 顾宁和冷少廷便回去了 詹道宋还没有离开 他难得来一次首都 当然要多待几天啊 昨晚的时候 詹道宋和詹芷 是去酒店睡的 上午冷老爷子 让冷少明 去把他们接来冷家 中午吃饭 冷少廷就和冷少廷提议 说今天天地不错 下午想去做个野炊 冷少廷还没有回应 冷老爷子就先发话了 少廷说得不错啊 你们平时啊 都太忙了 现在有时间就凑到一起 就一起出去玩玩吧 冷老爷子都发话了 冷少廷也没意见 其他人也是 少廷哥 你一会儿给景春哥 打个电话 问他有没有时间一起去 人都热闹嘛 冷少廷说道 虽然他们这里人 也不算少了 但是多几个 会更加热闹嘛 嗯 冷少廷应了一声 他并没有意见 吃好饭之后 冷少廷便给徐景春 打去了电话 和他说了 他们要去野炊的事 问他有没有时间 或者要不要一起过去 徐景春一听 便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下来 他也想趁有时间 带资贝营去玩玩 虽然二人世界很浪漫 但是多人的娱乐 才热闹 生活不只需要浪漫 还需要热闹呀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大家在指定的地方 碰面之后 就出发了 地点还没有选 因为他们很少去周边玩 所以也不知道 什么地方适合野炊 不过只要有山 有水的地方 应该就可以了 这一提有山有水 他们便想到了 适合的地方 那就是千灵山方向 那边有一条河 所以他们倒是可以沿着那条路寻找 看哪里合适就在哪里 而且他们并没有带任何吃的 只带了水和水果 既然是野炊嘛 那么就到时候弄野味吃 打野味对他们来说呢 再小而磕不过了 这里除了冷少明几人 其他人都是打过野味的 冷少西和冷少勋 跟着顾宁和冷少廷 坐了一辆车 冷少明和詹芷音一辆 徐景琛和自备营一辆 有冷少廷开的车子 走在最前面 因为这样的话 顾宁好选择野炊的位置 虽然顾宁他们要去千灵山方向 但是却不会去距离千灵山 太近的地方 那边毕竟是旅游景区 人太多了 于是他们在超过千灵山 八公里左右 便找到了一个 适合野炊的地方 就在河边 而河的周围都是山 不过却不在公路边上 所以他们只能将车子 停在了路边了 走了差不多一公里的路 才到了地方 到了之后 大家就开始分开工作了 冷少廷和徐景琛 去山里打野味 詹芷音和冷少明去找柴 冷少西和冷少勋 则洗水果摆放好这些 顾宁和自备营就去河里抓鱼了 这里的河并不深 水也很清澈 鱼也不少 冷少廷和徐景琛走远之后 徐景琛便问冷少廷 很惊讶冷少明竟然会和你一起出来 徐景琛和冷少廷那么好 他们几人也是从小就认识的 当然知道冷少明向来和冷少廷不和 更是知道冷家二房对冷少廷的排斥 所以现在看到冷少明和冷少廷一起出来 而且之前那种不和的感觉也没有看到 所以感到有些惊讶 经过一些事情 他们也都变了 僵尸也是 冷少廷说道 一家人还是要和谐一些比较好 团结了 一切才能发展得更好 不团结甚至内斗了 那就糟了 虽然之前冷少明和冷少廷不和 但是倒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所以徐景琛对他现在也改变了 他之前对冷少明没什么好感 也会慢慢消除的 冷少廷从来没有针对过冷元签一家 是他们一直排斥自己而已 不过现在他们都变好了 他也是乐见其成的 倒不是因为在乎他们 只是在乎冷老爷子的感受而已 顾宁和自备营的抓鱼工具 就是就地取材的木棍了 然后将一边给削尖了 很轻易的 两人就抓到了八条鱼 顾宁抓了五条 自备营抓了三条 现在他们就暂时抓这些 一人一条 等不够吃了 或者还想吃 再抓 毕竟还有其他的东西嘛 虽然他们没有带饭菜这些 不过调味品还是带了的 我这么快就抓到鱼了 我们连水果沙拉都还没有做好的 冷少薰见到顾宁和自备营 带着鱼回来 很是惊讶 这才几分钟的时间呢 也不看看抓鱼的是谁 冷少西给了冷少薰一个白眼 因为知道顾宁很厉害 所以并没有感到什么可惊讶的 也是 但是还是感到惊讶嘛 冷少薰当然知道顾宁很厉害 这么快抓到鱼确实是很正常 但还是感觉到有一些惊奇的 啊 这所谓抓鱼的人还有我啊 可别把功劳全都给顾宁了 虽然我没有顾宁厉害 但是我也抓到了三条 自备营见他们好像都觉得是顾宁抓的 并有些不服气的抗议的 当然不会啦 知道备营你也很厉害的 文言冷少薰立即解释道 是啊 冷少薰也立即附和 态度满是真诚 哼 这还差不多 这下自备营才满意 十几分钟之后 冷少明和詹纸音也找到柴火回来了 然后几人就开始生火 先烤鱼 鱼烤得差不多了 冷少廷和徐景琛也回来了 他们抓了两只野兔和一只小野猪 哇 竟然还抓到了野猪 冷少薰惊呼道 他还以为最多就是抓到野兔呢 他们回来之后 就先去把野兔和野猪给处理了 然而正在冷少廷和徐景琛处理兔子的时候 不远处有三个中年男人 朝他们跑了过来 神色满是愤怒 顾宁的第一反应便是 难道这块地是对方的 他们在这里烧火野炊 破坏了他们的地 那几个人怎么来势汹汹地冲我们呢 冷少熙疑惑道 冷少薰道 不知道啊 来到了不就知道 紫北引导 因为还不知道对方的来意 所以顾宁几人也暂时不为所动 哇 原来是你们偷了我的野猪啊 赔钱 三个男人靠近之后 其中一个便愤怒地说道 你说野猪是你们的证据呢 总不能你们说是 就是你们的吧 要是你们能证明 这野猪就是你们的 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 顾宁反问道 要是这野猪真是他们的 那么他们抓了人家的野猪赔钱那是应该的 但这野猪未必就是他们的呀 因为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眼神颇为闪躲 这是说谎的反应 所以要是这野猪不是他们的话 他们的目的那就是敲诈了 这时候 冷少廷和徐景琛 也从河边站起身走了过来 也不知道因为对方人多的原因 还是因为心虚 这三个男人的神色透出了几分慌张 这野猪的毛色都是黑的 一男人说道 然而这口气明显就是有些底气不足了 野猪毛不都是黑色的吗 还是你见过其他颜色的 要是他们一开始就很硬气 要是他们说是他们先猎到的 只是转眼就跑了 就被冷少廷他们给抓住了 这样的话 要是真的 他还真的会补偿他们一些钱 只是他们说谎所以不太硬气 分分钟就暴露了 住手 难道你还见过红的白的蓝的吗 冷少勋也附和道 也从他们的反应中看了出来 这野猪可能并不是他们的 不止冷少勋感觉出来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男人一噎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们说这野猪是你们的 但是又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 让我们怎么相信呢 反正那野猪就是我们的 你们居然抓了杀了那就赔钱 我们要的也不多 一千块就行 你们赔了钱之后就立刻离开 其中男人说道 不错 赔钱 另外两个男人附和道 这时候冷少廷说道 既然你们说这野猪是你们的 那刚才你们看到我们抓的时候 为什么不出来阻止 而是在草丛那里鬼鬼祟祟的 还商量着如何稍后怎么出面要钱 刚才冷少廷抓野猪的时候 这几个人就在不远处 鬼鬼祟祟的 还商量着如何敲诈他们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42集 你你你胡说 三个男人一听 顿时脸色大变 想不到距离那么远 这个男人刚才 竟然看到了他们 还听到了他们说的话 当时他们的距离 并不近 就是徐景琛都没有发现的 不过冷少廷是修真者 神识极为的强大 所以是能发现的 虽然那三个男人 觉得不可思议 但对方都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他们还是感到心虚 和不知所措的 原来还真的是敲诈啊 敲诈竟然还敲诈到 我们头上了 文言冷少学愤怒地说道 你不要胡说 男人立即反驳 就算是也不会承认的 我可以将你们的对话 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而你们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敲诈 所以 一听到这话 三个男人彻底吓道 你你你你 少笑唤人 这也祝我们不要了 一男人说道 直接转身离开 其他两个男人见状 也立即跟着转身走了 几人算是落荒而逃 就这胆子 也敢学人家敲诈 简直是出来搞笑的吧 冷少勋看着那三个男人 跑的背影 鄙夷地说道 好了 我们继续做事吧 不管他们 慕宁说道 他是没有被这三个男人的出现 扰乱心情的 反正吃亏的又不是他们 大家也是如此 继续开始做事 处理好了野兔和野猪之后 就拿回来烤 顾宁和资贝营各自将他们 给他们两个留下的鱼 给他们吃 曾经冷少廷海鲜过敏 就是鱼也很少吃的 不过成为修真子之后 就没有再海鲜过敏了 所以现在也可以吃了 嗯 味道不错 徐景琛咬了一口之后 夸赞道 本来他觉得 他们自己在外面烤 会没有什么味道 那是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烤的 资贝营文言得意地说道 这只鱼可是他烤的 资贝营平时很少自己做饭菜 所以厨艺也不好 毕竟在家的时候有厨师做 在外面 要么就是去饭店吃 要么就是蒙的和阿南来做 除非自己一个人在家 他才会动动手 所以自己烤的鱼被夸了 资贝营当然会感到高兴 原来是你烤的呀 快不得这么好吃呢 徐景琛文言笑得一脸幸福 他知道资贝营不怎么会做菜 所以能烤出这么好吃的鱼 已经很不错了 调料什么的都放得很到位 尽管资贝营不会做菜 徐景琛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 他要娶的是老婆 又不是保姆 所以呢 以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话 他愿意为他做饭菜 要是他不在的话 他自己不愿意做 大不了请个保姆嘛 哎呀 好肉麻啊 我的天 冷少熙健壮 抖了抖身子 一副嫌弃的模样 其实呢 他是被喂了一口狗粮 羡慕极度了 早知道他和古安娜 那个单身狗一起过来 有人陪着他 他也会感到平衡一点呢 虽然冷少熙也是个单身狗 但是对于冷少熙来说 他就是个小屁孩 根本就不作数的 虽然呢 冷少明和詹纸音 还没有在一起 本质上 他们也是单身狗 但是看起来 他们就是一对的 冷少明只顾着招呼詹纸音 詹纸音的目光 也只粘在冷少明的身上 哎 简直是心塞呀 肉麻吗 我觉得呀 冷少熙不以为然地说道 因为冷少熙年纪还小 对感情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 你个小屁孩 你懂什么呀你 冷少熙没好气的比一道 谁小屁孩的 我成年了好不好 冷少熙文言顿时就不干了 不服气的反驳道 再成年你也是小屁孩 对冷少熙而言就是这样的 你 冷少熙气贱 你更年期呗 冷少熙你皮痒了是吧 冷少熙一听立即就抱走了 随手拿起地上的一根树枝 做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而周围的人只是静静地看着 也没有人多说什么 反正又不会真的打起来 就算真的打起来了 再阻止也不迟啊 而且姐弟之间嘛 吵吵嘴都是很正常的事 又不伤大牙 哼 谁让你说我是小屁孩的 冷少熙不服气地说道 你本来就是小屁孩 好男不跟女斗 不和你说了 冷少熙不再和冷少熙吵了 虽然冷少熙比冷少熙小上好几岁 但他是男的 还是懂得礼让的 考野猪和考野兔的事情 交给冷少亭这几个大男人了 也没那么快考好 所以顾宁几人便到一边玩起牌来 顾宁和自己人玩就不会用透视了 但奈何他手气一直都特别好 所以大部分也都是他赢的 玩牌没有筹码的话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就定下了谁输谁喝一杯水 最后冷少熙投降了 他实在是喝不下了 不行了不玩了 喝成了 再喝一会儿我就吃不下东西了 冷少熙摸着凸出来的肚子 委屈地说道 本以为宁宁不可能每次运气都那么好 谁知道是我们想多了 冷少熙抱怨道 他也输了不少次 喝了不少水 只是稍微比冷少熙好那么一点而已 沾纸阴书的次数也不多 喝的水也不多 顾宁就喝了几次 这是实力啊 顾宁语气有些嘚瑟 然而也没有人反驳顾宁 因为运气不是每次都有的 但是有实力了 那么运气就只是辅助 而不是最主要的 这时候兔子肉已经烤好了 大家围到了火堆旁开吃起来 野猪呢体型比兔子要大许多 所以还没有那么快 不过外面的那一层也熟了 他们不可能等全部熟了再吃 这样外面怕是要烤焦了 所以他们先吃熟的那一层 让里面不熟的继续烤 男人们一会儿都要开车 所以也没有喝酒助兴 等吃饱喝足了 时间还早 大家收拾好垃圾之后 拿着垃圾一起 到周围散散步 他们散步之后 就不一定还会回来原地了 景仁走了一段路之后 遇到了一个极为好看的瀑布 然而顾宁和冷少廷 却感觉到从里面传出来一股邪气 两人对望一眼 然后顾宁边透视进去 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瀑布的背后有一个山洞 洞口不大 但是沿得很深 顾宁透视入山洞之后 先看到的不是那拥有邪气的东西 而是洞口的两具尸骨 已经成尸骨 显然已经死很久 顾宁继续往里面探去 隔了十来米左右 顾宁又看到了一具尸骨 他没有继续再往里面看 因为他们现在距离瀑布还有些远 无法再继续探测里面的情况 顾宁故意和冷少廷走在最后 然后和大家拉开了一段距离 将他所看到的东西告诉了他 然后询问 要不要阻止他们不要继续往前了 然后在这里等我们 到了瀑布外再说吧 就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要是出个什么问题 我们也好立即出来 虽然徐景臣自备营和詹纸音的身手不差 要是遇到一般情况也不会有事 但如果遇到严重的情况呢 因为他们遇到的不是人 而是妖魔鬼怪 虽然詹纸音是半人半妖 能力比徐景臣和自备营好一些 但这里还有几个没有什么身手的呢 所以他们几个自保是没有问题 但他们还要保护其他人 冷少廷这么说 顾宁也觉得是 所以就一起先到瀑布前了 而来到瀑布前的时候 詹纸音也感觉到了邪气 下意识地望向冷少廷和顾宁 知道他们早就感觉到了 因为他们的修为很高 既然他们已经知道 却还是要过来 想必他们想要进去看看 毕竟他们是正凶 遇到了邪恶 当然是要解决的 詹纸音也没说什么 等冷少廷和顾宁的安排 这时冷少廷说道 你们就在这里看看 不要走远 我和宁宁过去瀑布里面看看 怎么了 闻言徐景臣第一个问道 他可不认为冷少廷和顾宁 这是要撇下他们 然后独自去优惠 而是觉得出了什么事 你们要去瀑布里看什么呀 为什么不带上我们 冷少勋不知道 所以问道 我们听到里面传来怪声 所以要进去看一下 你们在外面等着 不要分开 不要乱跑 冷少廷说道 很是严肃 让冷少勋也不敢不听 我怎么没有听到 闻言冷少兮翻了个白眼 比一道 你能和少廷哥比吗 你和少廷哥的差距 你没听到难道不正常啊 我不要这么打击人吗 冷少勋不满地说道 他知道自己无法和冷少廷比 但是被这么打击 还是有些不爽的吧 谁让你说你没有听到啊 没有听到明明就是很正常啊 冷少勋继续比一地说道 一点都不客气 冷少勋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却也没再说什么 然后大家都答应冷少廷 在这好好待着 冷少廷和顾宁 朝着瀑布那边走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43集 不会有事吧 看着他们的背影 冷少明不由得有些担心 虽然知道 他们二人都很厉害 但到底有多厉害 他也不清楚 而且现在里面 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所以还是会很担心的 不用担心 不会有事的 徐景琛安慰道 因为知道 他们是奇能异事的原因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 见徐景琛这么相信冷少廷 冷少明几人便放松了下来 因为徐景琛和冷少廷的关系那么好 那么了解冷少廷的实力 既然他都相信冷少廷 那么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二人来到瀑布前面 瀑布的水很大 没有什么缝隙 所以两人就直接下水 从水下面游了过去 两人穿过瀑布 进入到瀑布内 然后浮出水面来 已经隔开了与他人的视线 冷少廷直接和顾宁飞身跃了上去 来到了洞口前 洞口刚好容纳一个人过去 冷少廷先走过去 顾宁紧随其后 两人进去之后 感觉到那煞气 比之前强烈了许多 洞里一片漆黑 不过顾宁也没有 将夜明珠拿出来照亮 以两人的夜视能力 看清楚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两人一直往里面走 煞气的来源 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一路上看到了不少尸体 还看到了他们随身带的工具 竟然都是盗墓的工具 顾宁有些诧异 望向冷少廷 难道这里没有宝藏吗 或者是古墓 虽然还不确定 但他却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不然这些尸体 怎么会带着这些盗墓工具前来呢 有宝藏 顾宁是激动的 只是不知道宝藏还在不在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只能希望还在了 看样子很有可能 可少廷也是这么觉得 看到顾宁激动的模样 眼中透出宠溺来 两人继续往前走 顾宁打开透视 开始寻找宝藏 山洞很深 大概走了十多分钟 他们才感觉到煞气 就在不远处 同时顾宁也通过透视 看到他们十米左右的距离 那个洞室里盘地而坐着 一个白衣白发的年轻男子 要是忽略掉男子苍白的面容的话 单从五官来看 男子长得很是俊俏 比之冷少廷差不了多少 当然在顾宁心里 还是冷少廷最帅 哪怕看到 比冷少廷还帅的人 他依旧也会觉得 是冷少廷最帅了 爱一个人 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 然而接下来 原本闭着眼的男子忽然睁开眼睛 接着便朝跟前的水潭里跳了下去 应该是感觉到他们过来了 所以要躲开 在男子跳下水潭之后 煞气也随之消失了 水是可以将所有气味隔绝的 虽然刚才瀑布没有空隙 让他们直接进来 但是却有很多缝隙 让空气传播 所以对方的煞气才会传到外面 让冷少廷和顾宁感觉到了 有个男人也不知道是鬼还是妖 应该是感觉到咱们来了 所以跳进水里了 顾宁和冷少廷来到了 刚才男子所在的洞室里 这个洞室除了水潭 已经没有其他去路了 要是一般人来到这里的话 只能原路返回 但顾宁和冷少廷却知道 这个洞室也没有这么简单 特别是那个水潭 顾宁透视进去 看看水潭下面是什么情况 下面的水很深也很急 一般人要是跳下去 就会被冲走 哪怕是绑着绳子下去 重力不够 也很难坚持住 水潭下面一片漆黑 顾宁也是因为眼睛特殊 才能看到周围的事物 不过却已经看不到 那个男子的身影了 顾宁的透视 从水潭里收了回来 朝着周围透视去了 然后在上游的方向 透过五六米左右的距离 顾宁看到了另外的洞视 看到了那个男子就在那个洞里 而那个洞视的地面 也有一个水潭 很显然 这两个水潭地下的水道 是相通的 那个男子通过水潭 去了那边的洞视 顾宁指着上游方向的 洞视墙体 这边距离五六米左右 有一个洞视 洞视底下有一个水潭 那白衣男子就在那了 所以这两个洞视的水潭 应该是相通的 还有那边的洞视 还有洞道的延伸 那我们过去看看 冷少廷和顾宁便下了水潭 虽然两人的身体已经湿了 但是在下水之后 顾宁还是用灵气形成屏障 与水隔开了 毕竟在水里 总比不在水里要好受多了 流的颇为湍急的水 对他们来说 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很顺利地就来到了 另外一个洞视的水潭下了 这时候男子已经不在洞视里了 不过只要他们出去了 感觉到了对方的煞气 就会找到对方 冷少廷和顾宁出来之后 又感到那股煞气了 不过这次他们感到的煞气 十分浓烈 而且极为地复杂 尽管如此 这些煞气都没有给冷少廷 和顾宁带来危险 随后他们便朝着 那个洞口进去了 边走顾宁便开启透视 往前探测着 山洞歪歪曲曲 大概有十来米的距离 又有一个洞视 让顾宁惊讶的是 这个洞视里面 周围竟然都是冰 而在洞视中央 放着一个冰棺 冰棺里躺着一个女子 至于女子的模样 暂时没有看清楚 而那个白衣白发的男子 便是坐在冰棺旁边 目光一直落在 冰棺里的女子身上 顾宁将看到的这些 和冷少廷说了 等他们靠近的时候 那个白衣男子察觉到了 目光冷立地 朝大门方向望来 接着起身走了出来 所以当顾宁和冷少廷 来到洞视门前的时候 白衣男子也正好站在那里 而石门已经关上了 山洞的两臂燃起了烛火 让彼此正好看清楚 彼此的长相 白衣男子感觉到 来者的修为极巧 所以有些忌惮和警惕 但更多的却是愤怒 他本来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的 当然也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危险 所以他忌惮便躲了起来 想不到他们竟然还找过来了 然而当白衣男子看到顾宁容貌之后 顿时就惊呆了 深 深儿 深儿 顾宁和冷少廷一愣 相视对望了一眼 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也猜测 对方定然是认错人了 还不等冷少廷和顾宁说什么 白衣男子就立即朝着顾宁走了过来 不过快要靠近顾宁的时候 就被冷少廷挺身而出 将他挡在了身后 虽然他知道这个男人伤害不了顾宁 但是他不希望这个男人 靠着顾宁那么近 因为很显然 这人将顾宁认错了 说得认错也不尽然 应该说或许是因为顾宁 长得和他口中的生儿 很是相似吧 人长得相似没有什么稀奇的 所以冷少廷并没有惊讶 只是并不喜欢 而走来的白衣男子 脚步也是一顿 没有在上前 也在这个时候 男子也恢复了理智 这个女孩怎么可能是深儿呢 深儿明明就在冰关里 可是这女孩长得也太像深儿了 虽不说是如出一辙 但是也有七八分相似了 你们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白衣男子冷沉地问道 然而虽然是问 但是也知道对方是来者不善 冷少廷说道 我们是修炼者 赶到这里面有煞气便过来了 这么说来 你们是来除掉我的了 世道并不允许邪魔的存在 我们也只是遵守规则而已 规则 你们这些自诩正派的人 就喜欢打着规则的旗号 滥杀无辜 邪魔怎么了 邪魔也未必都是坏的 我藏身在这里上千年 既没有得罪你们 也没有伤害无辜 你们凭什么因为你们所谓的规则 就来对付我 这样的话 你们和那些作恶多端 伤天害理的邪魔有什么区别 白衣男子愤愤不平地质问道 对所谓正派怀着强大的敌意 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敌意 是因为他曾经就受过这样的遭遇 他继续道 你们认为邪魔 就是自己想要成为邪魔的吗 我们成为邪魔还不是被害呢 要不是因为被害 让人走火入魔 至于会变成邪魔吗 你们只想着邪魔该死 却从来没有想过 邪魔为什么会变成邪魔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44集 我们也当然知道 不是所谓自诩正派的人 都是正义的了 我们是循着煞气而来 也有着除掉邪魔的目的不错 但是我们却不是盲目除掉 毕竟我们不是刽子手 只管杀人 不管原因 所以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 你藏身在这里千年 不曾伤害无辜的话 我们当然不会对你下手的了 哼 万一男子一生冷笑 显然是不相信冷少廷说的话 认为他只是在诃骗他 照你这么说 你就放心我以后 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当然不放心了 所以我们会随时 关注着你的举动 要是一旦做了 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依旧不会手下留情的 听到冷少廷这话 白衣男子瞬间沉默了 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虽然内心是不相信的 但就算不相信 对方要对他下手 他也未必能逃过这一件 要是自己暂时相信他 与他停止争吵 避免得罪他 或许自己还真的能逃过一劫 此话当真 白衣男子问道 当然 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请回吧 你们放心 我永远不会出这山洞来 而且我也出不去这山洞来 白衣男子说道 这是实话 也是为了试探冷少廷他们 要是他们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又如何相信他们呢 白衣男子说自己出不去这山洞 冷少廷和顾宁都保持质疑 但是也没说完全不信 因为看对方的态度 倒也没有说谎的迹象 要么对方说的是真的 要么对方就是掩饰得很好 不管怎么样 他们也不是说这白衣男子 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 肯定还是要询问和调查 验证的 虽然如此 但是有些问题 我还是需要问问的 外面那些尸体 是不是你所为 冷少廷这话问得很直接 而且在问白衣男子这话的时候 目光也是定定地看着他 不想错过他的丝毫反应 不是 白衣男子硬道 神色十分坦然 至少在这边被发现之前 我不会动手 但是要是他们来动这边的东西 我也是不会客气的 当然 不会要了他们的命啊 但是也会让他们 无法将这边的事情说出去 不过他们之所以会死在这里 不过是因为两拨人遇到了一起 发生了争斗而已 有的是直接被杀死在此 有的是因为手上无法出去 所以就饿死在此了 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是真诚 冷少廷和顾宁 倒是也相信了不少 至于他说的 要是那些人发现山洞这边 他就会出手的事 冷少廷和顾宁 是表示十分理解的 换做是他们 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他们在这里待了千年 当然不愿意被打扰 而那些盗墓者过来打扰 还打着主意 本来就是不对的 那你说你无法出这山洞 又是怎么回事 门言白衣男子的气息 顿时露出些许伤感来 他没有立即回答冷少廷的问题 而是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洞视的石门 当然他不是要看石门 而是石门里面 冰关的女子 只是现在石门是关着的 看不到而已 因为只有在这山洞里面 才能存活 一旦出去 就会灰飞烟灭 我不能离开他 他也不能离开我 男子情绪沉沉地说道 而他便是这个洞室里面 躺在冰关里的女子了 顾宁忽然想到 刚才这个白衣男子 看到自己的时候 惊呆地反应和对他的称呼 他便生出猜测 他口中的深耳 是否就是洞室里 冰关里的女子呢 如果是 那么对方和自己长得 岂非是十分相似 要不然白衣男子又怎么会在那一瞬间 将他认作是那个女子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顾宁便立即朝着洞室里看去 这次因为比较靠近了 所以顾宁能够看清楚 冰关里的女子的模样 虽然刚才就有了猜测 但是在看到女子模样的时候 顾宁还是感觉到惊讶的 竟然如此相像 你说的她是洞室内冰关中 和我长得十分相似的女子 顾宁下意识地问道 闻言白衣男子脸色一变 望向顾宁的方向目光冷冽 只是因为顾宁被冷少廷挡住了 他没有看到顾宁而已 你怎么知道的 白衣男子沉沉地问道 一股怒气在爆发的边缘 白衣男子下意识地怀疑 对方是不是近期看过 但是自己一直没有离开 对方要是来了他也会知道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顾宁问出声之后 也知道这话是不应该说的 说了还要解释 解释就得将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 不实话实说 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得通 主要是顾宁说出了 冰关中这么具体的事 但是问都已经问了 也说不回来了 所以也就只能直说了 因为我有透视眼 要不然你以为 我们怎么会来到这边的动视呢 这个秘密和他说了也无所谓 因为白衣男子未必会传出去 就算传出去 未必会有人相信吧 闻言 白衣男子顿感吃惊 透视眼 虽然他第一次听到 有透视眼这个东西 但是从文字当中 也知道透视眼是什么意思 无非就是对方的眼睛 能穿透一切障碍物 看到被阻隔的东西 可是尽管如此 对方未经他的同意 便窥探他的地盘 这让男子感觉到 自己隐私被侵犯了 所以还是感到愤怒 顾宁当然知道 所以在男子生气之前 顾宁就先道歉了 我很抱歉 私下窥探了动视里面 但是在这之前 敌有未知 我自然需要先了解一下 还希望你能了解 顾宁道歉的时候 从冷少廷身后出来 与男子对视 神色尽显坦诚 其实这个时候 顾宁和白衣男子的目光相对 也是有小心机在里面的 自己和对方心爱的女人 长得如此相像 他这是希望 对方在看到这张脸之后 把这个气也消掉了 虽然他不知道 白衣男子和他心爱的 女人之间的事情 但是他在这里守了千年 足以证明他的痴情 所以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去打破对方的宁静 也就是不想再和白衣男子 起冲突了 看到顾宁那张 和自己心爱女人 长得极为相似的脸 白衣男子确实立即消了气 目光在顾宁脸上 顿了几秒之后离开 虽然他长得和生儿很像 但他终究不是 既然不是生儿 那么他就不能多看对方了 不错 我说的便是冰棺中的那个女子 白衣男子回应道 然后忍不住地 说起了他们的事情 生儿本是一个修炼门派的弟子 而我 则是魔族弟子 一次门派和魔族发生了战争 神儿在此次战争中受伤 我便救了她 然后偷偷逃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们喜欢上了彼此 便就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 我们在一起会受到 神儿师门的反对 因为正邪不两立 可是我虽然生在魔戒 但是我从未伤害过无辜的人 就是正派和魔戒 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也没有出手 为了避免神儿师门的发现 我们隐形埋名 隐居山里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奈何 后来还是被神儿的师门发现了 他们从来不问过程 不问原因 不问对错 对我直接下手 就因为我是邪魔 他们自虚正派之人 手中却充满了鲜血 而我这个魔道中人 却不曾伤害过一个无辜的人 难道生在魔道 就是我的错吗 就算不做坏事 我也该死吗 说到这儿 白衣男子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我和神儿一直逃 逃到了这里 但是神儿因为救我身受重伤 所以才到这里没几天 就死了 我便将她放在这洞室的宾馆之中 这样的话 神儿的尸体 就能一直完好 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听到她的话 顾宁和冷少廷确实很是同情 他们从来都不认为 所谓的正派有多么好 就拿现在的人来说 穿着一身为人民服务的衣服 去做着一些欺压百姓的事 这些人一样是很可恶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45集 等男子说完了 才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不过他也是憋了太久 没有地方吐露 所以一下子憋不住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要是没有的话 就请回吧 我想问 为什么你只要出了这山洞 就会灰飞烟灭呢 万一男子只说了结果 没有说言音 所以故您觉得 还是有必要问清楚 因为神儿的师父 发现了我们在这个山洞里 见到我对神儿的感情 也动了一些侧隐之心 所以他可以让我 一直陪着神儿 但是为了避免我出去害人 便将我的魂魄 封印在了这山洞里 一旦离开山洞 就是身体离开了灵魂 无法存活 尽管神儿的师父 没有杀了他 但他一直陪着神儿 但是他却没有 任何感恩之意 因为要不是他们 神儿也不会死 封印 冷少廷历尽用神识 去观察了一下 确实发现 一股福传的气息 虽然冷少廷 对于福传这方面只是外行 但是有个内行的上官杨在 他也接触过 许多次福传 所以多少能感觉出 福传的气息 只是分辨不出来 是什么福而已 刚才没有打开神识 并没有感觉到 现在特意探测了之后 就会觉得了 如此 冷少廷算是相信 白衣男子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冷少廷说完 牵着顾宁的手离开了 外面天已经暗了下来 不过还没有全黑 原本大家以为 冷少廷和顾宁 很快就会出来的 最多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但现在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他们还没有出来 所以大家忍不住担心 他们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依旧只有徐景臣和詹纸音 比较淡定 知道他们遇到了情况 但是却相信出事的不会是他们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冷少廷担忧地坐立不安 目光一直盯着他们下水的方向 他们不会有事的 冷少廷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心中的担忧 确实不比冷少廷少 他这话更多的还是安慰自己 你们都不要太担心 就算出事也不会是他们出事的 徐景臣安慰道 只是说完全不担心 也是有一些担心的 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过去的时候 冷少廷和顾宁出来了 所以大家立即围了上去 看他们没事之后 才彻底地放心了 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自备云关切地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一只狐狸受伤了 在里面叫 我们进去之后 给狐狸处理了伤口就回来了 说实话是不可能的 便说了一个 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 那行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少廷哥哥宁宁身上都湿了 得赶紧换衣服才是 不然感冒了就不好了 冷少廷说道 虽然他们很厉害 但是再厉害的人也会感冒 而且现在这天气这么凉 很容易感冒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 顾宁和冷少廷 已经用灵气 将里层的衣服给烘干了 只是外面的外套是湿的 不过除了徐景成和詹芷音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们是修真者 拥有超凡的能力 所以要是他们把衣服全部烘干 那就不好解释了 秘密暴露多了 可就不好了 随后 异形人就回了城 上车之后 天也彻底地暗了下来 回到市里 大家就分开了 徐景成和资贝营 回了市纪明城 顾宁和冷少廷 则回了半山明底 他们需要洗个澡 换身衣服 所以便让冷少熙和冷少勋 坐着冷少明的车子 回了冷家 冷家是有冷少廷的衣服 但是没有顾宁的 所以他们不能直接回冷家 而且其他人也担心 他们看到冷少廷和顾宁 浑身湿答答的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冷少熙和冷少勋 也没说什么 车子停好之后 就直接下车 去冷少明的车子了 詹芷音也跟着冷少明 几人一起回了冷家 詹道松还在冷家 所以詹芷音 先和大家一起回冷家之后 再和詹道松回酒店 一回到半山明底的别墅里 顾宁就直接被冷少廷 拉进了卫生间了 娘娘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洗澡了 冷少廷说道 口气是说不出的委屈 顾宁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骂道 不正经 冷少廷一把拉过他 边帮他脱衣服 边说道 正经有肉吃吗 我似乎好久没有吃肉了 此肉非笔肉啊 顾宁当然知道 冷少廷指的是什么 忽然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思 神色立即露出为难 那个 我大姨妈来了 文言 冷少廷脱衣服的手一顿 神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 然后有些生气的呵斥的 既然来那个 那为什么刚才和我一起下甩 你就这么不爱惜自己吗 冷少廷虽然失望 顾宁在这个时候来大姨妈 吃不了肉了 但是更加生气的是 顾宁竟然这么不爱惜自己 顾宁一愣 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看到冷少廷这么为自己担心 心里感觉到暖暖的 冷少廷说爸就要转身出去 顾宁立即拉住了他 去哪儿啊 当然是去给你拿东西了 你先洗吧 冷少廷有些没好气的说道 顾宁都来了大姨妈了 他当然不能和她一起洗了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 伤害到顾宁 至于拿东西 那当然是拿姨妈金了 顾宁忍不住再一次笑了出来 也不再继续逗他了 我 是骗你的 其实我并没有来 温言冷少廷一愣 还不等顾宁说完 嘴就被冷少廷给堵住了 吻得有些粗鲁 显然是在惩罚顾宁 惩罚他在骗自己 害自己这么担心 只是冷少廷终究还是舍不得下重口的 粗鲁地掠夺了几下 便变得温柔了 吻了一会儿之后 冷少廷不轻不重地 在顾宁的唇上咬了一口 然后松开 虽然不痛 但还是麻了一下 让顾宁瞪着眼睛 不愿地看着他 冷少廷却没有任何愧疚的意思 反而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就是骗我的惩罚 你可真小气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而且你之前不是记得 我来大姨妈的日子 记得那么清楚吗 你今天怎么就忘了 顾宁也不是真的生气 闻言冷少廷一愣 是啊 按照日子来算 还有一个星期才来大姨妈呢 还不是因为紧张你吗 生怕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哪里还想得到那么多呀 冷少廷说道 想到顾宁今天刚和自己下水 而且还是来大姨妈之前 已经紧张地生怕她身体出问题了 当然想不了那么多 听到冷少廷这么说 顾宁就笑了 当然知道她是因为担心自己 才暂时忘了自己来姨妈的日子 既然不是来大姨妈 我俩就一起洗澡吧 冷少廷说着 就颇为粗鲁地给顾宁脱去了衣服 三两下就将顾宁扒了个金光 虽然两人不是第一次这样坦诚相见了 但顾宁还是感觉到害羞的 目光不敢直视冷少廷 冷少廷见状 却是戏谑地调侃 都这么多次坦诚相对了 还这么害羞 连我都不敢看了 谁害羞了 谁不敢看你了 顾宁一听就不服气了 直接看向冷少廷 顾宁的模样取悦了冷少廷 让她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说道 嗯 不害羞 所以 宁宁也帮我脱衣服才是 你 顾宁一一感到有那么一些不自在 但还是帮冷少廷脱起了衣服 然后呢 当然就是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了 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当然到这还没有结束 他们出来之后 那是要继续的 妍妍 要不要到上面来 文言 顾宁感到有些不自在 虽然他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但是每次他还是感觉到几分害羞的 所以顾宁坚决地拒绝道 不要 乖 到上面来 冷少廷不听顾宁的拒绝 直接将他翻到了上面来 双手撑着他的腰 二人反复地折腾 直到筋疲力尽之后 才沉沉地睡去 有冷少廷的日子里 顾宁都是赖床的 七点还没有起来 本来冷少廷想要拉他做一下 晨起运动 但是看到他一副贪睡的模样 就放弃了 吻了一下他 便起来做早餐了 做好早餐之后 冷少廷接了一个电话 和顾宁说了一声 就离开了 直到八点钟 顾宁才起来 吃好早餐 收拾碗筷之后 也去了公司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头一头 我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46集 顾宁刚到公司办公室 坐下 就接到了 约克亚尔林的电话 顾小姐 你安排的人 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几天 我经历了两次追杀 都被你的人 轻松地解决了 约克亚尔林说道 对高义和乔亚的能力 很是满意 更是生出这样的想法 要是可以 他真的想雇佣 他们当自己的 长期保镖 虽然他觉得 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很小 但还是和顾宁提了出来 顾小姐 我想问你个问题 我很欣赏 也很需要 得到你安排的 这两个厉害的人 我能直接雇佣他们 长期在我身边吗 抱歉啊 约克先生 这是不可以的 要是牛儿有需要的话 只要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 我可以安排这个任务给他们 但如果长期的话 那是不行的 顾宁直接拒绝了 高义和乔亚是地埔东下联合亡国人 又怎么可能去让外国人所用呢 虽然地埔东下联合亡国和他们国家是友好国家 但外国终究是外国 那真是遗憾计了 被顾宁拒绝 约克很是失望和遗憾 但是也预料到了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也不意外表示理解 那好吧 要是我有需要的刀的时候 还会找顾小姐的 现在我们已经 回到地埔东下联合亡国的收毒了 下午我就安排人 从高先生和乔小姐上回国的飞机 好 在和约克亚尔林挂掉电话不久 顾宁也接到了乔亚的电话 乔亚告诉他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正在酒店里休息 下午约克让人送他们去机场 他们的机票是下午五点 从那儿飞到地埔东下联合亡国首都 需要十个小时 所以他们是次日凌晨五六点左右到 以高义和乔亚的能力 顾宁也不担心他们的安全 不过顾宁还是出于关心 叮嘱他们要注意一下 直到中午下班的时间 顾宁也没有接到冷少廷的电话 所以他直接就在公司吃饭了 不等他一起 冷少廷离开的时候说有事 而现在还没有联系自己 定然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办成 所以也就没有主动联系他 不过还是给冷少廷发去了短信 说自己吃饭了 让他也记得吃饭 好一会儿都没有收到冷少廷的回复 看来是很忙了 直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冷少廷才给顾宁打去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冷少廷就抱歉道 对不起啊 我刚才在忙 所以没看手机 现在才回你 虽然他知道顾宁不是不通勤打理的人 但是他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态度 没关系 知道你在忙 怎么样 现在忙完了吗 吃饭了吗 准备去吃呢 你在哪儿 我在公司呢 好 等一会儿我去找你 好 两人挂断了电话 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冷少廷到了 冷少廷到了顾宁的办公室之后 就和他说道 主席的儿子被人算计 错隐了不少毒品 然后还被检测出来了 闹得不大 却也不小 有人是想利用舆论 来影响主席的名声 好在这次的投票中拉低支持 上次听你说你给了他一些灵气晶体 所以在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便让他先给他的儿子 服用了一颗灵气晶体 然后几分钟之后 要求复查 复查的结果当然就是没事了 就把检测出来的报告 当做了失误 但是造成的名誉损失 当然需要一个人来负责了 所以这个检查的医生 就承担了这个责任 不过因为主席清楚 这次的事情是医生贝勒锅 所以惩罚也只是给大家看的 后续再不了了之了 今天早上 我们也一直在调查不过黑手了 这件事情和长家有关了 听到这件事情 故您的脸色也有那么一些不好看 看来这长家是最不安分的了 是啊 毕竟在魏主席上来之前 是长家的支持者在外 所以他们早就养成了霸道和残忍的作坊 认为那个位置就一直属于长家派系的了 但是长家因为过于自负 做事不怎么得人心 所以这些年势力是减弱了不少 加上私底下 做了不少违法犯罪的事情 所以就算他们的支持者 坐上了那个位置 也未必坐得了太久 早晚被长家拖来 要是这次长家的支持者 成功上位了 我便会是第一个对付长家的人 要不然以长家的作坊 对地步东下联合王国 不止没有发展 更是个祸害而已 从四大家族的作风来看 不是他偏心 而是从中肯的角度来看 冷家的作风算是最好的 冷家每一个人都在抓维绩 就是他也一直在暗中抓维绩 维绩轻得可以警告 要是改的话就继续用 要是严重那就直接处理 所以不断地杀鸡警猴 也是有极大的效果的 当然再严厉也无法 事事都做到万无一失 冷家派系下面的关系 依旧存在问题 只是比较少而已 而且人无完人 或许他们在某些方面 做得不好 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很强 只要在他们不做什么 伤害冷家 伤害魏令峰事情的前提之下 他们还是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该打压的时候打压一下 让他们不要过分最好 其次便是荣家了 荣家本家倒是没有做什么 违纪的事情 派系官员做的 发现了一样都会处理 但是他们抓得不够强 不够严 所以出的事就会多一些 但总的来说 荣家也是很正的 再就是袁家 袁家本家出的违纪事情 也不少 虽然都处理了 比如袁文睿的事情 但是一旦在本家人员 和派系重要官员中发生了 名声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而袁家派系的官员 出事的也不少 而且在他们出事之后 他们先做的是维护 维护不了才放弃 长家就霸道了许多 做出的出格的事情 那就更多了 但是都不是长家自己处理的 而是被迫的 至于长家犯的事情那么多 为什么还依然屹立不倒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而且长家犯的事情是多 但是却不是每个人都犯 所以没犯错的人 他也不能因为他们的亲人 或者下属犯错就牵连他们 除非找到和他们直接相关的证据 但是能做到这个位置的 有几个人又是简单的呢 所以他们有的是本事去逃脱关系 而且这首都的势力错综复杂 也不能轻易去彻底打击 要是某一个家族出事了 那么有这一堆和他们有关的官员 就要受到连累 要是一下子办了那么多人 那么有许多职位 无法一下子找到替补 那么一些工作就无法正常完成 这样一来就会发生很多的纰漏 内乱了 那就是给那些虎视眈眈 想要对地埔东夏联合王国 做什么的其他国家 趁虚而入的机会 长家确实不适合掌权 顾宁虽然这些大事不太了解 但是也知道长家确实不适合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希望魏令峰 继续稳坐那个位置 那调查出到底是长家人 哪个人下手了吗 顾宁问道 关于魏家的事情 他还是有几分关心的 有怀疑的对象 但是没有证据 而且已经出来人顶罪了 所以这件事情 也无法再调查下去了 那难道就算了吗 既然知道是谁 明面上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可以暗中教训呢 只要不让对方抓住证据就可以了 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 所以主席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我 而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 也是想带你一起去干坏事的 怎么样 要不要去啊 任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不会轻易就算了 只是有事情不好自己出面罢了 不要觉得魏令峰让冷少廷 暗中去教训这个幕后黑手不光明 光明的态度是对待光明的人 对于小人那就是 一期之道还之其身了 魏令峰能坐上这个位置 可不是凭着一股正气 手段也是要有的 只是不会主动伤害人而已 但如果是先伤害到他了 他一样会下狠手 圣母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 因为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特别是生存在 这犹如战场的官场 或者是商场 你一旦对敌人仁慈了 可能转身 你就会被敌人击倒了 那当然是要去的了 顾宁立即来了兴趣 虽然对方和他无冤无仇的 但既然冷少廷要去 他也要去凑个热闹 好 等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去 现在的话 我们先回家吃饭吧 行 收拾收拾两人就离开了 两人刚出电梯 正好遇到了之前 想要搭讪冷少廷的 那个实习生 张悠悠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47集 张悠悠 在看到顾宁和冷少廷的时候 吓得立即变了脸色 因为之前不知道 冷少廷和顾宁的关系 然后她搭讪了冷少廷 所以她感到很是心虚 但是见到顾宁 却又不得不打招呼 顾董好 顾宁回应了一声 就和冷少廷离开了 对于员工打招呼 公事化的应一声就好了 顾宁和冷少廷离开之后 张悠悠才松了口气 看样子顾宁并不知道那天的事 这几天她一直很担心 生怕顾宁知道了那件事之后 直接将她赶走 那样 她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顾宁和冷少廷离开了 就直接回了四合院 晚上大概九点钟的时候 二人又出了门 不过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出的门 而是变了庄之后 才从后门离开的 为的就是在做坏事之后 让长家调查不到任何信息 他们装成了和原本面貌不同的容貌 顾宁还好 艳了之后还是美女的模样 但冷少廷却是被顾宁弄成了 中年油腻大叔了 看那上官阳和金云瑶等人 都忍不住笑了 好啦 叔叔 我们走吧 顾宁调皮地喊道 冷少廷文言 目光幽深地看了顾宁一眼 心中满是无奈和宠溺 对于自己是个什么模样 冷少廷一点都不在意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就经常伪装容貌 比现在丑得多了去了 两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四合院 一段距离之后 才出现在人前 然后打了车 去了某个夜场 冷少廷早就让人盯着 长家那个幕后黑手了 所以知道对方此刻在夜店里玩 直接过去了 而设计魏令峰儿子的是 长家三房的儿子 长凯瑞 虽然找人算计魏令峰儿子的是他 但是他未必是最终的指使人 就算这样 他们也不往后追究了 只要让长凯瑞自食其果就好 长凯瑞经常在夜店里玩 所以认识了不少身上携带毒品的人 只是他自己不沾而已 他也一直知道 一旦沾了这东西就很难回头了 虽然有时候他也想试一下 寻找一下刺激 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 两人来到夜店的时候 差不多十一点钟了 这个时间夜店已经彻底热闹起来了 里面的音响震耳欲聋 灯光闪烁黄眼 不喜欢和不习惯的人在这玩 简直就是折磨 不过要是喜欢的在这里面玩 那就是刺激和舒爽了 冷少廷和顾宁虽然没有来过夜店里玩 但是却出入过 有时候任务需要 对于这里的吵闹声虽然不习惯 但还是能接受的 顾宁和冷少廷早在知道 常凯瑞定的位置之后 就让调查的人也立即定了一张 就在常凯瑞所在的位置的旁边 这样比较好下手 不过他们对常凯瑞的报复 不是打一顿就好 而是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让他也尝一尝吸了大量毒品 然后被检测出来 体会一下被传凯 被议论 被丢脸的滋味 让顾宁和冷少廷把毒品放到常凯瑞的杯子里 实在是太过简单了 根本就不用碰到他的杯子 直接用灵气从空气中送到他杯里就可以了 冷少廷也不急着下手 先给自己和顾宁各自倒了杯酒 来夜店不喝点酒也说不过去 不过他们也不想多喝 所以就点了一瓶红酒 主要是定位的时候 你不点酒可是不行的 但是你点了酒不喝 那么就显得有问题嘛 倒好酒之后 冷少廷找顾宁碰杯 两人小饮了一口 而顾宁和冷少廷这边 有几道目光看了又看 要不是听到对方的议论声 顾宁还以为自己被认出来 对方是几个女人 那个男的应该很有钱吧 你怎么觉得的 穿的一身名牌呗 而且长得那么老 还那么难看 身边的那个女人长得那么漂亮 要不是这男人有钱的话 那女人怎么会跟他呢 那肯定是了 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一个 长得一般又有钱的老男人 我也愿意跟呢 现在这个社会 你找个没人的男人 最后一样给你出轨 还不如找个有钱的 先享受生活再说呗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个男人虽然长得老了一些 不过那个身材还是挺不错的 在听到前面议论的时候 顾宁还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在听到他们后面 说冷少廷身材的时候 顾宁的脸就彻底黑了下来 不过也不至于因为这件事 去和人家吵架 看出了他的不高兴 冷少廷便凑到他耳边 暧昧地说道 神材再好 也只是宁宁一个人的 闻言 顾宁便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心情也瞬间就好了 随后他们也该行动了 冷少廷拿出一根烟来点燃 虽然冷少廷平常不怎么抽烟 但是也是会抽的 有时候做任务 需要迎合一下场合 他拿出烟的时候 就在指甲里沾了点白色粉末 这白色粉末是一直 存在顾宁空间里的 他没有完全清理掉 因为觉得放在里面 会有用到的地方 他们所坐的位置 没有什么距离 冷少廷和 常瑞凯坐的距离 也就是一米左右 冷少廷抽了一口 然后在吐烟雾的时候 手中的白色粉末 也随之弹出 朝着常瑞凯的杯子飞去 夜店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烟雾弥漫 所以几乎是看不到 这被弹指过去的白色粉末的 就算是看到 也只会认为那是烟雾而已 只是冷少廷觉得 还是有必要用烟 来伪装一下比较好 白色粉末成功地 掉入到了常凯瑞的酒杯中 不被人发现 随后常凯瑞和大家 喝酒的时候 便将这杯酒给喝了下去 因为一次的分量比较小 最多就是让人产生 兴奋的情绪而已 所以冷少廷当然不会只放一次 这点兴奋劲很快就会过去 他要的是对方因为 吸食过度而晕倒 要不然大家怎么去送他去医院 怎么检查身体 怎么测出来呢 只要保证不闹出人命就好了 吸食了少许白色粉末的 常瑞凯 很快就感觉到了情绪开始兴奋 不过因为他没有吸过 所以也不知道吸食这个东西之后的具体反应 而且这种场合本来就会让他的情绪有几分高涨 所以他并没有在意 不过这酒他是越喝越上瘾 所以一杯接着一杯和大家喝了起来 也因此很快他就吸食了大量的毒品 明显变得不正常起来 直接站起来开始跳舞了 哦 常少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呢 常瑞凯的朋友发现了 调侃道 不过在夜店扭动跳舞那是再正常不过的 他们只是认为常瑞凯只是开心兴奋而已 倒也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肯定是遇到好事了呗 然而就在常瑞凯摇动不到一分钟 他却忽然倒地开始抽搐 将一桌人都给吓得不轻 周围看到的人也是 很快夜店的保安就来了 然后立即拨打了120 和常凯瑞一起喝酒的那几个人害怕极了 要是他真的出了什么事 他们也会受到连带责任 他该不会是吸毒了吧 冷少廷说道 他这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不可能 我们不搞那个呢 和常瑞凯同桌的人立即反驳道 他们从来都不搞那些玩意儿的 但是我见他这样子挺像的 因为我见到过有个大量吸毒之后的人 就是这反应了 要么他就是杨巅峰 但是杨巅峰发作起来会咬舌头的 可是他没咬 冷少廷继续说道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损害他人名上 常凯瑞的一个同伴说道 冷少廷不再说话了 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好了 很快夜店的负责人也得到消息前来了 他吓得浑身颤抖 要是常凯瑞在他这出了事 他这里被风示晓啊 树到牵连的就大了 负责人见多了这种场景 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导致的 不过他也不会傻傻地说出来 只是和常凯瑞也是经常打交道 知道他一直不愿意沾染那玩意儿 今天怎么突然就沾上了 而且还吸了这么大的量 只有大量的才会兴奋过度 倒地抽搐 但是现在都不是追查这些的时候 很快急救车也过来了 常凯瑞被带去了医院 来玩的人倒是没有因为 常凯瑞的事情受到多大的影响 他被带走之后依旧玩得很嗨 常凯瑞前脚刚被带走 后脚冷少廷和顾宁就跟着离开了 跟着去了医院 以常家的身份 定然会将这件事情压下来 所以他们得推动一下才行 看到救护车是哪个医院的之后 顾宁和冷少廷就打车过去了 没有刻意跟着救护车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48集 常凯瑞这边的事 他的同伴 马上通知了他大哥 大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急速赶到了医院 同时医院的报告也出来了 确实是如他们所判断的 吸食了过量的毒品 所导致的 他同伴下意识地感觉到 很是不可思议 不相信就去别家查 当时人吸没吸毒 你们怎么知道 人家吸毒 还会事先和你们打招呼 而且他这样子 不是很明显吗 常凯瑞现在是神志不清 好像在做噩梦一样 呢喃着什么也听不清楚 慕宁和冷少廷 没有机会碰那报告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慕宁就打扮成护士的模样 混进常凯瑞病房里 放下了微型摄像头 将刚才的那一幕 已经录了下来 这样的话 他们就算压下了 这次的报告 事情也是压不住的 常凯瑞的父母来了之后 表示很震惊 他们一直告诫 自己的两个儿子 不要沾染这些东西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小儿子还是沾了 而且还是大量 这件事情 如果传出去的话 就不好处理了 老爷子那边也不好交代 但现在他们也只能 销毁掉这个报告 让他们知道的人 不能说出去 他们忌惮长假 当然也是不敢说的 至于夜店那边 他们是无法阻止 但那边并没有证据 到时候真的传出来了 就澄清一下 说当时是因为心脚痛 这些还是被顾宁给视频 连带着声音一起给录了下来 拿到证据之后 顾宁和冷少廷就离开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立即 就将证据放出去 等明天再说 两人回去之后很晚了 没有回四合院 而是直接回了半山明底 回到半山明底之后 冷少廷和顾宁就把妆给卸了 恢复原本的模样 卸好妆 冷少廷立即脱去了身上的衣服 拉着顾宁也脱了 那猴急的模样 让顾宁倍感无奈 看到顾宁的模样 冷少廷说道 我的身体只属于宁宁的 宁宁喜欢这么玩就这么玩 别人只有羡慕的份 一听到这话 顾宁就知道冷少廷说的是 今天晚上在夜店的那个梗了 你可真是自恋呢你 难道我的身材不好吗 嗯 好 当然好了 顾宁立即说道 要是说不好 这男人肯定又要折腾他了 不过冷少廷的身材 本来就很好 那宁宁喜不喜欢 喜欢 第二天 显然是有人和常凯瑞过不去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有一条关于常凯瑞在夜店的情况 被传上了微博 今天上午的时候就被传开了 虽然常凯瑞不是什么名人 知道他的人没有几个 但是却因为是常家人的原因 所以关注度也非常的高 当常家人知道的时候 已经在网络上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可把常家人给气得不轻 本来对于事情 除了常家三房一家之外 常家的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 有人看到微博上的事告诉了常老爷子 然后他们才知道了 常家三房知道这件事情 定然是有人会传出来的 毕竟常凯瑞的事情实在是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 但却没有想过会这么严重 以为不会闹大 常老爷子不会知道 所以在知道事情被闹大之后 常家三房也是感觉到不知所措 常老爷子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第一个就给常凯瑞打去了电话 经过一夜 常凯瑞也清醒 刚醒的时候 他还疑惑自己为什么在医院 对于昨晚上的事 他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当然从自己大哥那儿 已经得知了自己的情况 常凯瑞很强烈地否认 自己并没有碰那东西 尽管看到检查报告 他还是坚决否认 自己就是没有碰那玩意儿 如此一来 他们都怀疑上 和常凯瑞一起的那几个同伴了 虽然他们平时关系比较好 但未必人家就不可能害他 问题是如果不是他们 还会是谁 他根本就没有主动去碰那东西 常凯瑞怀疑他们之后 就想打电话问他们 不过被他大哥给阻止住了 因为他们昨天已经被调查监控了 那几个人根本就没有动手 他们都觉得这件事很诡异 所以也怀疑是不是真的是 常凯瑞自己吸的 只是他们从监控中也没有看到 常凯瑞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所以觉得这件事真的太诡异了 他们也怀疑过 是不是烟有问题 但是烟大家是一起抽的 要是有问题 大家一起有问题 而不是常凯瑞一个人有问题 对于常凯瑞设计魏令峰儿子的事 只有他父亲知道 所以在常凯瑞的事情发生之后 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不是魏令峰调查出来的 然后让人来报复常凯瑞 就在常凯瑞怎么都想不明白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看到是常老爷子的来电 他吓得一个机灵 第一反应便是老爷子 定然是知道了昨晚的事 所以来兴师问罪来了 虽然常凯瑞很是害怕 但如果不接 后果会更加严重 电话一接通 常凯瑞叫了一声爷爷 随后那边就传来常老爷子 愤怒的质问声 常凯瑞 你怎么回事 不是已是叮嘱你们不要去吃那东西吗 你为什么不听 现在事情都传到网上去 传得沸沸扬扬 把常家的脸都丢尽了 你现在在哪儿 赶紧给我滚回来 虽然常家违法犯罪的事情不少做 但是也不是什么都干的 读这一项 常老爷子是严厉地叮嘱过 他们不能沾染的 吃了那东西他们就毁了 还怎么给常家牟利 爷爷 我 常凯瑞刚要开口解释 我要回来才说 常老爷子不想在电话里听他解释 所以不等他说清楚 他就直接打断了 随后电话就被挂了 这件事情 你是受害者 回去和爷爷好好解释就好了 常凯瑞的大哥说道 尽管如此 常凯瑞也没有那么安心 这件事情要是和魏凌峰有关的话 追究起来 那么他设计魏凌峰儿子的事 不也被常老爷子知道了呀 不是常老爷子不允许 他设计魏凌峰的儿子 但前提得是成功啊 可是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自食其果 但是常家那边 他是必须得回去的 常老爷子给常凯瑞打去电话之后 又给他父亲打去了电话 昨天晚上 常凯瑞的父母那么晚出去 又那么晚回来 本来常老爷子是没在意的 因为他们只是因为有其他事情 但现在看来 就是因为常凯瑞的事 他们竟然敢瞒着自己 想想老爷子就感到气愤 常凯瑞父母在单位上 也有不少人知道常凯瑞的事 所以都纷纷问他们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他父母自然是否认不是真的 常凯瑞只是心脚痛 尽管常凯瑞的父母这么说 真正相信的也没有几个 他们深知那些个豪门子弟 吃喝嫖赌抽 那都是挺普遍的 常凯瑞的父亲看到 常老爷子的来电 也是吓得一个机灵 但是也不得不接起电话 常凯瑞的父亲说道 听到这话 常老爷子的怒气并没有减弱 反而更大了 当然是把对常凯瑞的怒气 转移到了陷害常凯瑞的人身上 但是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他对常凯瑞的怒气 也是无法完全消退的 对于网上关于常凯瑞的事 顾宁当然也看到了 所以更加不急着将视频放上去 他知道 接下来常家会采取行动去做澄清 在对方澄清后 将视频证据发上去 那才是重重的一击呢 魏林峰也知道了这件事 看到常凯瑞的事情 比自己儿子闹得严重 他才感觉到平衡了 直接针对他 他没有那么生气 因为他身在这个位置 很清楚会招惹来很多的阴谋诡计 但动了他的家人 他就无法忍受了 今天冷少廷又要离开了 所以中午的时候 两人回了四合院吃饭 而在这个时间 常凯瑞也回了常家 一回到常家 常凯瑞就遭受到了 几个在家的堂兄妹姐弟的冷嘲热讽 尽管是一家人 尽管是兄弟姐妹 感情也未必都是好的 有的反而巴不得对方出事 重利益的人 就算是亲人 也会当作竞争对手 哪怕是父子 哪怕是亲兄弟 常家的亲戚 十分的单薄 就是家人之间 也是为利益名争暗斗的 要不然 常凯瑞的父亲 又怎么会背着常老爷子 去对付魏林峰呢 常凯瑞的父亲 是想成功之后 去和常老爷子邀功的 但想不到竟然失败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49集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常凯瑞一回到家 常老爷子就质问道 虽然常凯瑞的父亲 已经说了 他是被设计的 但是老爷子 可不完全相信 毕竟常凯瑞平时 经常在夜店 这些地方混 这些地方混久了 就很容易沾上 不该沾染的东西 爷爷 我是被人设计的 虽然经过调查 也没有调查出什么 但是我可以发誓 我真的没有去吸那东西 常凯瑞立即解释道 然后拿出一个U盘 来递给老爷子 这里是昨天 我在夜店里的监控视频 您看看就知道了 文言 常老爷子 暂时没有说什么 接过U盘 让管家 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 然后插上U盘 打开文件 播放了视频 看了视频之后 确实没有发现 是谁对常凯瑞的杯子动手 就是常凯瑞自己 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激动 直到常凯瑞站起来跳舞 然后倒地抽搐 没看出来什么原因 常老爷子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 要不是常凯瑞 是自己孙子的话 他定然会怀疑 根本就是他自己 做出来的事情 该不会是毒品 并没有放在酒里面 而是放在水果里面呢 二房的儿子猜测道 视频你也看了 我从头到尾 有冻过水果吗 常凯瑞口气 有些不好的反驳 他一直冻的都是酒 所以才一直抓住 那个酒杯 而且都是他自己倒的酒 曾经他也差点 被人暗算过 往酒里面下药 所以从那之后 去这种场合玩 他都是自己倒酒的 对方文言顿时 哑口无言了 常凯瑞确实 没有冻过其他的东西 那这事情就诡异了 可不是吗 你确定你自己 真的没有去碰那东西 冷老爷子定定地 看着常凯瑞 严肃地问道 倒不是不相信他 而是必须得得到确定 没有 常凯瑞坦然地应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被算计无疑了 而且手段很高明 在健康都拍不到的情况下 动了手脚 常老爷子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到底是谁 竟然敢这么算计常家人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谁 常老爷子问道 对方算计常凯瑞 要么是常家的对敌 要么就是常凯瑞 自己得罪了什么人了 文言 常凯瑞神色立即闪过心虚 因为他还真的 刚得罪了人 也猜测是对方报复 所以他才感到心虚的 常老爷子一看就知道了 脸色一沉 冷到 说 爷爷 对不起 我思思算计了 魏凌峰的儿子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是 常凯瑞解释道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是不敢不坦白了 什么 魏佳的事情是你做的 常老爷子很是惊讶 不止他 大家都很惊讶 魏佳发生的事情 他们当然都知道 但却想不到 竟然是常凯瑞做的 开始的时候 常老爷子还没有将 常凯瑞的事情和魏佳的事 放到一起 现在这么一说 他才恍然大悟 顿时 常老爷子感到一些愤怒 不过 他不是怪 常凯瑞去对付魏佳 而是怪他没有成功 反而自己惹了麻烦 你说你没有这个能力 就别去做这种事 现在好了 事情没办成 反倒惹上了麻烦 你 常老爷子 气急败坏地教训他 虽然魏佳这件事 确实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但后来因为重新检验 报告有误之后 这些影响就被降低了许多 虽然有一些人 是不相信这个 所谓的检测有误的 觉得只是全是压迫而已 就是他都是这么觉得的 只是报告已经出来了 也没有几个人敢多说什么 要说都是私下一论 因为也就出了检验报告 说只是检验有误 要是谁敢乱说的话 被盯上了 那就是造谣 是要吃官司的 况且魏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 又有几个人敢公然作对啊 就是他们常家 也顾忌和魏令峰公然叫板 常凯瑞被训得不敢说话了 很显然这和魏家有关 常老爷子道 他毫不怀疑 对方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明显地告诉他们 魏家知道是常瑞凯做的 人家既然敢这么做 就不怕让他们知道 因为是他们先下手的 所以就算他们常家 知道了是魏家做的 也无法找魏家麻烦 况且他们也没有证据 所以事已至此 常老爷子也只能认栽了 这件事情得赶紧澄清 不然影响到了不好收拾 常老爷子说完 立即让人去办了 至于如何澄清 能抽搐倒地的病因 最符合的便是心脚痛 所以用这个原因是最好的 但这件事情已经闹到了网上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所以说 这魏家昨天才发生了 儿子吸毒过量的事情 今天常家孙少爷常凯瑞 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这也太巧合了吧 我倒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 而是觉得这两家发生的事情 和彼此有关 你是说魏家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常家人做的 所以魏家人报复 也对常家人下手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很有可能啊 当然 也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 对这两家下手的 其实是第三人 目的就是为了 让这两家闹起来 这么一说 我是常家设计和魏家报复 就是被第三人设计的了 这样的想法 在不少知道 魏家的人心中滋生着 也觉得不是常家设计 和魏家报复 就是被第三人设计了 这两个可能性 都各自占据了一半 只是至于是哪个 他们就不知道了 也不敢去打探 毕竟这两家都不好惹 魏林峰也知道 大家会这么联想 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有本事 他们就拿出 常凯瑞的事情 和魏家有关的证据来啊 而那些最有可能的第三人 无疑便是 原家和荣家了 毕竟他们都是处于 对立的立场 经常明争暗斗 所以这种无辜躺枪的感觉 也让他们这两家 感到很是不悦 但是以他们的关系 被怀疑也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魏家 或者常家 直接来指证他们 和质疑他们 他们也是什么都不能说的 要是人家没有说什么 他们就先说明 这和心虚有什么区别啊 况且 他们遇到的大事多了 这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小事一桩 虽然有些不悦 但是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魏灵峰的儿子出世之后 他们几个家族都是相互怀疑的 而且不是这家就是那家 只是谁家都抱着看戏的态度 所以谁都没有去调查 现在爆出这样的消息来 是常凯瑞 先对魏灵峰的儿子下手的 所以魏灵峰 这是报复无疑了呀 下午的时候 常家发出澄清报告 说只是发作了心脚痛而已 要是谁再胡乱造谣 常家就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下面还附上了医院的检查报告 当然这份报告肯定是假的 要是没有检查报告 怎么能将这件事情大肆化小呢 虽然看到常家的澄清和报告 有些人相信了 但有些人表示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 这些个官家和豪门子弟 没有几个是好的 吃喝嫖赌对他们来说 那是很普遍的现象 至于这检查报告 有权有势 造假有什么难的 就比如还有不少人 不相信魏家的澄清是一样的 但尽管如此 报告出来了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那是真的 就不敢再多议论了 不过也不是谁都看到报告 也不是谁都怕事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只是在网上讲 又不是到人家跟前去说 所以没什么好怕的 所以虽然报告出来了 能堵住的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嘴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在 长假人的医疗之中了 不过也知道 想要完全堵住他们的口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不要再把事情再扩大 再把风波压制小一些就可以了 要是有人比较过分的话 再进行追究 来个杀鸡警猴 反正报告出来了 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可以理直气壮了 对于这件事情 顾宁和冷少廷暂时不管了 中午的时候他们回了四合院 一回到四合院 看到院子里上官阳 金云瑶 苗晶晶和江丽露 丝锦都在 而他们中央 站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一见到那小男孩 顾宁顿时就被蒙化了 不过顾宁也在那小男孩身上 感觉到了精气 而且还不轻 他们去哪儿捡来 这么一个小金娃呀 哪儿来的小孩 这么可爱 来 让姐姐抱一个 顾宁说着伸出双手 要去抱那小金怪 小金怪见到顾宁 嘻嘻一笑 张手就朝着他跑了过来 顾宁将那小金怪抱了起来 还没有站直呢 就听到上官阳说道 他就是你树头幻化出的人形 文言顾宁顿时一蒙 手也下意识地松开了 随后这小金怪就立即摔了下来 碰的一下摔到了地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50节 要是对方是普通小孩 上贯阳等人早就急了 但对方是个精灵 所以摔这一下没什么事 主人 你好坏哦 小金怪立即委屈地抱怨道 虽然这一摔一点都不疼 但是却是深受打击 他啊 被主人给嫌弃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被惊到了 你竟然化成人形啊 虽然顾您知道 树藤早晚会化成人形的 但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怎么能不被惊到呢 就是冷少廷也很惊讶 这个小孩竟然就是树藤 说 还不是为了 给你个惊喜吗 树藤委屈巴巴地说道 好吧 那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我带你去买衣服吧 既然变成了人了 那也得要穿衣服了呀 树藤身上现在穿的衣服 是金云瑶临时用他的衣服改的 因为树藤变成人形的时候 他是光着身子的 本来金云瑶在改好衣服 给他穿上之后 打算带他去买的 不过树藤不愿意 非要等顾宁回来 所以他们也就听他的了 虽然树藤的身体 只有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么大 但思想却是几百岁的思想了 所以当树藤要去牵顾宁首的时候 立即就被冷少廷给拉到了一边去 沉沉地说道 男女瘦瘦不亲 文言众人一阵无语 和一个小孩子说男女瘦瘦不亲 真的好吗 虽说树藤的年纪有好几百年了 但现在也不过就真的是一个 三四岁小孩的模样 有必要这么计较吧 他只是一个小孩 他是男的 有三百多岁了 冷少廷说着 要是对方是个小女孩的话 他就不会介意了 刚才他不知道这个小孩是树藤 所以才没有阻止顾宁抱他 顾宁顿时无言以对 其他人也感到无语 不过却也觉得冷少廷说的 也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 这是他们的事 他们这些长辈的就不好多说了 主人啊 树藤楚楚可怜地看着顾宁 觉得冷少廷这个男人太小气了 虽然他是男的 虽然他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但他是妖又不是人 哎呦好了 那那你就自己走一会吧 顾宁也不想个应冷少廷 所以就没有去牵树藤的手 嗯 好吧 树藤也没有闹 他又不是真的小孩子 不至于不懂事嘛 随后顾宁和冷少廷就带着树藤 去买衣服了 虽然他活了三百年 但是却是初次做人 初次看到人类那么多的世界 所以很是激动 见到什么都问 那是什么呀 顾宁和冷少廷也没有嫌弃他过早 对于冷少廷来说 只要他不牵着顾宁的手 只要顾宁不抱他 反正就是顾宁不碰他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忍 来到商场 紧人下车 走入人群的视线之后 纷纷引来众人的瞩目 一是因为冷少廷和顾宁的高颜值 二是因为树藤画作的小孩 太过好看了 太过萌萌哒 简直是萌化了众人 虽然树藤现在穿的衣服 是金云瑶改装的 但是改得很好 基本上也看不出来 有不少人猜测他们的关系 有人猜测他们是一家人 但是看到顾宁那么年轻 又觉得不是 那么应该就是弟弟了 有人想去逗逗他 但是看到冷少廷 那生人物尽的气质 却又不敢上前 姐姐 那也是什么呀 树藤看到一处游戏机 就问顾宁的 下车之前顾宁就交代过 在外面不能叫他主人 要叫姐姐 所以树藤就喊了他姐姐 那处游戏机 游戏机是什么呀 冷少廷冷悠悠地望向树藤 说道 你的问题太多了 宁你很累 回头让人叫你 这 树藤文言张了张口 然后又闭上 顾宁也真的不想再回答了 所以也没有再说什么 两人带着树藤 来到一家品牌儿童服装店 一进门 就被里面的好几个导购人员 围了上来 双眼冒光地看着树藤 当然他们也被顾宁和冷少廷 给惊艳到 不过他们几个都是有家事的人 所以看到萌娃 比看到帅哥更加激动 哇 好漂亮的孩子啊 是啊 简直比我们这品牌的模特 还要好看呀 是啊是啊 一个导购员附和道 然后望向顾宁和冷少廷 客气而热情地问道 这位先生 小姐 你们是来给孩子买衣服的吧 需要我们推荐吗 还是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么好看的小孩 他真的是想给他搭配一下 但人家长辈在这 他也不能愉悦了 我相信你们的眼光 你们来帮他选吧 他同意就好 里里歪歪的一起 选个二十套左右吧 只需要试一套 确定尺码之后 就在身上比一下就行 不然全部试下来怪类人呐 顾宁觉得挑选衣服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是要买的不少 所以就交给导购员了 也相信他们的眼光 再说了 树藤长得那么好看 随便穿都很好看的 虽然这里是儿童服装品牌店 来买衣服的不乏有许多有钱人 而有钱人一次买的 也是许多套 所以顾宁说要二十套 也不算稀奇 但是却也不普遍呢 所以这几个导购员 也是微微一惊 这样的话 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了 所以这三个导购员 就齐上阵了 不过在上阵之前 先招待顾宁和冷少廷 到休息区先坐下休息 给他们倒了茶 对于衣服 树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所以也都是无所谓的 有冷少廷在 树藤也不敢骚扰顾宁 店里也有几个 带小孩的客人 在看到树藤的时候 也很是惊艳 但是有的人 惊艳之后就是极度了 不过这极度归极度 也不能做些什么 然而却有一个 五六岁左右的男孩 看到树藤那么受欢迎 立刻就不高兴 立即朝着他走了过去 伸手就要去推他 顾宁和冷少廷看到 确实不为所动 因为那孩子 根本就伤不到树藤 树藤身为拥有 几百年修为的金物 怎么能不知道 那个小孩是来推自己的 不过他并没有去避开 站着让他来推 不过在那小男孩 推到树藤的时候 树藤丝毫没有动摇 反而推树藤的小男孩 却感觉到 撞到了硬邦邦的墙体一般 然后弹了一下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的一下哭了出来 听到哭声 那三个导购员也忘了过来 正准备询问怎么回事 那个男孩的母亲 就立即冲了过来 扶起自己的儿子 儿子 你怎么了 他推我 那男孩只向树藤告状的 他推他 这恶人倒是先告状了 什么 你竟然敢推我儿子 一点教养都没有 简直是欠教训 女人愤怒地骂道 他伸出手 想要去打树藤 虽然对于树藤来说 这个女人不过和蝼蚁一样 但是现在的树藤 终究是个三四岁的小孩 表现得太过了 反而会引来麻烦 这下顾宁就看不下去了 他立即站起身来 走了过去 在女人的手 还没有打到树藤的时候 一把抓住 女人见到手被抓住 顿时愤怒不已 用力地挣扎着 但是却是挣不开 气急败坏地喊道 你给我放开 这里没你的事 我是他姐姐 怎么没我的事啊 这时候女人才看清楚 顾宁的模样 看到她那出色的颜值 眼里简直是掩饰不住地 闪过了极度 这女孩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你弟弟推了我儿子 顾宁冷笑一声嘲讽他 这位女士啊 你这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难道就没有感觉到 一点心虚吗 你明明就看到 你儿子来推我弟弟了 你不阻止也就罢了 你儿子没有把我弟弟推倒 反倒是自己倒下了 我都没找他麻烦呢 你倒是先找我弟弟麻烦了 你可不可笑啊 女人的神色闪过心虚 想不到这女孩竟然都看到了 她确实是看到自己儿子 去推那个男孩 但是她真的没有阻止 因为她也看这个好看的男孩不爽 好看不一定惹人喜欢 有可能也会惹人讨厌呢 尽管女人看到了 但是为了面子 她当然也不会承认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才没有看到呢 而且明明就是你弟弟推的我儿子 要是我儿子推的他 他肯定也会摔倒啊 而不是我儿子摔倒吧 要是推一般的小孩呢 当然是会摔倒了 但问题树腾 不是普通的小孩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不如调查监控吧 这上面就有监控 说着顾宁指向上方的位置 那里赫然挂着监控录像 然后咱们报警处理 你 女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要是真的打开监控 报警 那么他们母子俩就没理了 于是 她虽然不服气 但是却也没有敢继续纠缠 狠狠地弯了一眼顾宁之后 就抱着自己儿子离开了 衣服也不看了 她心虚啊 肯定是不敢再留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同一头 我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51集 导购员也没有因为女人离开 损失了生意 而责怪顾宁 因为他们也看不惯 那女人的做法 要是那女人不走 他们都想赶她走 反而生怕顾宁生气 导购员还和顾宁道歉 顾宁一下子要买二十套 可是他们的店里大客户 当然怠慢不得 顾宁是不在意的 所以她继续坐下 让他们继续选 树藤长得太好看了 穿什么都好看 所以很快 她这二十来套也就选好了 树藤并没有任何意见 顾宁和冷少廷买好东西之后 就直接回去了 也没有在商场多待 一个下午之后 关于常凯瑞声音是小了不少 反正闹不起来了 过几天之后就会被遗忘 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网络热度的事都会很快被取代的 而就在当天晚上 就在长家以为事情就这样渐渐小下去的时候 一个新的微博爆出了一段视频 微博信号没有粉丝 正常情况之下是无法传播开的 但是对于K来说那是小事一桩啊 先是at了各大八卦账号 然后再用黑客技术将这条微博 挂到了热门词条链接 原本热门词条一打开 内容不是原本的内容 而是关于 常凯瑞吸毒真相的内容 视频证明常凯瑞确实是吸了那东西 证明为了掩盖事实 他们毁掉原本的检测报告 造了一份假的检验报告 说的是心脚痛 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相信 常凯瑞是真的没有吸毒 只是没有证据证明 所以声音才渐渐小了下去 但现在看来 有视频声音证明 常凯瑞这件事已经真相了 所以这条视频已经出来 立马又轰动了 这次弄出来的事情 比下午闹得还要大 长家 长老爷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气得用手中的拐杖 朝着茶几上的茶壶和杯子 一个横扫了过去 摔在了地上 摔得支离破碎的 该死的去查 给我去查 看看到底是谁干的 长老爷子怒道 差点缓不过气来 而长家人在看到这视频之后 也都懵逼了 特别是长家三访 长凯瑞直接怀疑上他那几个朋友 然后立即给他们打去电话质问 虽然经过调查 毒品的事情和他们无关 后来也证实了是和魏家有关 但是不代表他们就一点都没有怀疑啊 谁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被魏令峰给收买了呢 要是没有出监控这件事 长凯瑞倒是相信这件事情和他们无关的 但是出了他就无法不再怀疑他们 因为在那个时间进入病房的 除了他们几个 那就是医生和护士 他们有嫌疑 医生护士也有嫌疑 长凯瑞的那几个朋友当然都否认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病房内放置摄像头 同时也因为被长凯瑞这么怀疑 而感到很是气愤 虽然他们和长凯瑞在一块 也是有利益的原因的 但是他们还不至于去对长凯瑞下手 然后就是调查那天进入过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了 也就是两个医生和三个护士而已 但是他们只找到了那天进入病房的两个医生和两个护士 有一个护士却是找不到了 这下很显然了 摄像机就是那个找不到的护士放的 应该是那个冒充护士的人 而这个护士好像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一般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查不出来 当然就无法再查下去 这次卫领峰做得实在是太狠 长家人很是愤怒 这时候他们只知道怪对方 却没有检讨一下 要不是长凯瑞先去设计卫领峰的儿子 长凯瑞又怎么会被报复呢 竟然还怪人家太狠了 也是只有极度自私的人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来 就算这样 他们还是不敢去找卫领峰的麻烦 一是长凯瑞先设计人家儿子在先 二是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 卫领峰也可以说他们是被陷害的 而且经过这次的报复 他们暂时也没有在暗中报复卫家人的想法了 因为他们会报复得更加的凶狠 主要是长老爷子不想因为长凯瑞 让长家有更多的损失 这次的事情最多也就是丢脸 损失点名声而已 说小虽不小 但是说大也不大 随后长家利用权势 让微博官方将关于长凯瑞的消息都给删除了 删除就删除 冷少廷和顾尼也没有继续纠缠 点到为止就好了 反正就算是删除了也有很多人知道 况且长凯瑞接下来也是会发毒瘾的 要是吸的话 他往后怕是就会成为一个废人了 如果见 这个过程也是很折磨的 发生了后续的视频事件之后 长凯瑞就被长老爷子软禁起来了 一个月不准出门 虽然这对爱玩的长凯瑞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但是他做错了事情 长家老爷子的话他是不敢不听的 长凯瑞并没有将自家父亲给供出来 虽然从某些角度来说他不是好人 但是对自家的父亲还是很好很维护的 而长凯瑞的父亲回到长家之后 也只是象征性地指责了几句 给长老爷子看看 回过头之后又去找长凯瑞解释了 长凯瑞知道 所以并没有生自家父亲的气 四合院这边 顾宁本来要给树藤准备一个房间 但是却被树藤给拒绝了 他不适宜和人一样在房间里睡觉 到晚上的时候还是要变成原来的模样 让根扎在土里的 如此也没人说什么 怎么适合他怎么来就好 第二天的时候 顾宁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就给资贝营打去了电话 说今天可以去新房子那边吃饭 资贝营一听 就高高兴兴地准备去了 因为之前资贝营邀请过詹纸音 所以就让顾宁问问詹纸音还在不在 如果在便交他一起 只可惜詹纸音在昨天就已经回去了 资贝营又喊了几个关系不错的 不过资贝营在首都关系好的也没有几个 就一个下麦齐 然后就是徐庆英和冷少兮了 他们也不是很忙 所以都答应了下来 徐庆英是带着唐青阳一起的 顾宁这边没事 所以下午就去得早一些 五点钟就到了 顾宁送了资贝营价值上千万的古丸百价 这样的礼对于这种方式送出来 算是极为重要的 要是顾宁不是做古丸这一行 不是几乎没有成本得到这些古丸的话 怕是也不会这么舍得去买一个上千万的古丸来送礼 虽然上千万对资贝营来说也不算什么 但是顾宁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 证明顾宁是极为重视他的 当然资贝营不知道这古丸百贱多少钱 但是却知道不会便宜 徐景琛和冷少廷在一边说话 顾宁则是和资贝营在一边说话 至于饭菜就交给了蒙的和阿南来做 他们的厨艺自然是没得说的 不说大师级别 但至少当厨师的基本标准也是到了 六点钟的时候 其他人也陆续来了 六点半大家也都到齐了 他们都要上班嘛 所以都来得晚一些 不过六点半吃饭也不算晚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喝了点酒 毕竟是新进房子 喝点酒寓意更好 不过大家都有控制 没有喝多 快到十点的时候 大家都散了 冷少西没有开车来 顾宁就和冷少廷一起送他回冷家 然后夏曼奇和徐庆宁他们算同路 也就他们来送了 虽然现在的社会倒也不至于那么乱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况且还顺路嘛 冷少廷和顾宁送冷少西回冷家的时候 已经不早了 冷老爷子已经休息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进去 但冷少西进去之后 他们就回去了 说来这冷家也是冷少廷的家 但是却让人感觉不是他的家一般 终究他还是不喜欢住在冷家的 况且今天有顾宁在 他想和顾宁独处 次日冷少廷有任务离开 顾宁也回学校上课去了 一切似乎回到了平静 接下来一个星期 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过这一个星期 顾宁和冷少廷也并没有联系 冷少廷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是经常一个星期和顾宁不联系的 尽管如此 每次好几天没有联系的时候 顾宁都会想他 都会担心他 常凯瑞那边的情况 顾宁也没有再关注了 也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知道定然是不好过的 确实 常凯瑞一点都不好过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毒瘾就发作了 难受得他像是万只蚂蚁 在身上爬行啃咬一样 生不如死 常凯瑞一直恳求自己的父母 虽然他也不想 但实在是太难受了 忍不住了 要不然他就想去死 死了一了百了 不用这么痛苦 然而常老爷子 确实怎么都不让常凯瑞吸 让他们撑一撑就过去了 就可以不用吸那东西了 可是常凯瑞现在的神智 根本就由不得他自己控制 把自己房间的东西都砸了不少 甚至做出了自残的行为 最后常老爷子让人拿了绳子来将他捆住 这才好了一些 但是常凯瑞还是无法消停 难受得生不如死 最后常凯瑞痛苦地晕了过去 然后赶紧送医院 这一次算是熬了过去 但是也要他自己的半条命了 要是不及时送来医院 还真的会出事 但是想要控制这种毒瘾的发作 可不是要经历这一次就行的 还会无数次等着他 等他彻底能挨过去了 才算是彻底成功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2集 昌凯瑞的母亲很是担心 所以就和他父亲说道 老公啊 这次凯瑞算上熬过去了 那下次 我怕 我怕真的会有什么意外 这次熬过去了 下次 一定也能熬过去 不要担心 我们要帮助凯瑞 常凯瑞的父亲说道 虽然这么说 但他还是很担心的 毕竟事事无常 要不 要不我们这样 先放一点 然后 下次要是凯瑞 发作的时候 实在撑不过去 给他服用好不好 要不然我见他 那么难受 自残的模样 我心里面真是不舒服 这不行 要是让爸知道了 会责怪我们的 常凯瑞的父亲说道 但他内心其实也是有些动摇的 他看到自己儿子那痛苦的样子 他也难受 更是愧疚和自责 是他让常凯瑞去设计魏令峰的儿子的 常凯瑞这才会遭到报复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该怎么办呢 就让他那么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么痛苦 他实在是做不到 怎么办 常凯瑞的父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经过这次发作之后 过了三天 常凯瑞的毒瘾又发作了 这次他母亲终究是忍不住 将早就偷偷藏好的东西 拿出来给常凯瑞服用了 把常老爷子气得不轻 将他大骂了一顿 不过也没办法 他也能理解常凯瑞的母亲 对儿子的心疼 别说他们 他看着也觉得难受 虽然他不怎么喜欢 常凯瑞这个孙子 实在是太浑了 常老爷子给常凯瑞的父母 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他们再给他吃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彻底不管了 爱成什么样扯什么样 也就是说 彻底放弃了常凯瑞这个人了 如果常凯瑞继续这么下去 只能成为常家的耻辱 反正他孙子又不止他一个 出色的那几个才得他的心 常凯瑞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放弃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一个星期过后 顾宁和冷少廷还是没有联系 这让顾宁忍不住担心起来 然后他忍不住 给冷少廷打去了电话 不过电话却是关机状态 他又给徐景琛打去了电话 徐景琛的手机也是打不通的 又给刑北打 刑北的电话是通了 但是却没有和冷少廷他们在一起 只知道冷少廷出国出任务了 如此顾宁也稍微放心一些 因为在国外确实很不方便和他联系 这天上午第三节课 顾宁正在上课 有人打电话进来 他看了下是陈仓义 想来定然是有重要的事情 便理解和老师说了一声 对于顾宁需要在这个时候接电话 老师是没有感觉到不高兴的 毕竟他出入自由 可是得到了官方批准的 况且他还是有事才这样的 现在顾宁简直就是他们班老师的宠儿 是学校的宠儿 所以得到的优待就特别的多 顾宁走出去之后就接起了电话 然后电话那边传来陈仓义 颇为交集的声音 老板 出事了 有人打砸了我们的几个店 就只是一个人 但是很厉害 店里的人根本就阻止不了 还被打伤了 从店那边得来的监控录像 我看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力气实在极大 手里拿着一支箭 一砍就破坏了一大片面积 危机伤可以监控跟踪了 他现在刚刚进入东城区 文言顾宁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也确认对方不是普通人了 只是到底是谁顾宁就不知道了 将对方照片发到微信上来 然后让K随时给我报告他的位置 我现在立即过去 顾宁说着朝着楼梯那边走去 时间紧急 顾宁也顾不上请假了 等下课之后再给班主任打电话请假 顾宁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停车场 然后他拿出手机来 看K发来的微信 微信是K发来的打砸他店铺里的照片 一看他就认出对方来了 竟然是金云禅的女儿金月蓝 这就有意思 是金家还不安分 还是金月蓝的个人行为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 敢打砸他的店 就要承受得住他的怒火 顾宁快速地朝着K给他的位置奔去 好在这时候不堵车 一路很是顺畅 而从金月蓝开始打砸顾宁店铺 到现在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网上已经传开了 因为他在打砸的时候 有不少人看到 所以都纷纷拿出手机来拍下视频 发到了网上去 网友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也都纷纷吃惊 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太恐怖了 都不知道她厉害还是顾宁厉害 不过很多人还是觉得顾宁厉害 所以议论纷纷 这女人敢砸顾宁的店 难道就不怕顾宁吗 这女人莫不是疯了吧 竟然敢砸顾宁的店铺 疯了疯了疯了 你妈我好想宰了她呀 竟然敢砸我女神的店铺 卧槽好气好气呀 哪里来的疯狗啊 他妈的老子想杀人呢 顾宁神呢 顾宁神快出来 打财那个贱女人 顾宁神出来 快把那个疯狗打得满地找牙 顾宁的粉丝们也快疯了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恨死那个打砸店铺的女人 然而有人表示 这个女人这么不要命地 去打砸店铺 定然是顾宁做了什么 对不起人家的事 我觉得 有骨必有因 定然是顾宁做了什么 得罪人家的事情 人家才那么疯狂地 打砸顾宁的店 这种打砸简直到了仇恨级别 可见顾宁是得罪人 得罪狠了呀 虽然你们都觉得顾宁很好 但是你们只看到了表面 人家暗地里做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吗 一个能有手段 在这么快时间 成为大集团老板的 可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就是啊 谁知道暗中 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诋毁顾宁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尽管他们知道说这些话 很快就会被喷得体无完肤 但他们还是要说的 是因为他们看不惯顾宁 哼 你们又知道 是顾宁先得罪人家了 那拿出证据了呀 为什么不说是人家嫉妒顾宁啊 所以来故意破坏的 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应该是发生过许多了吧 我们只看到人家来故意破坏 没有看到顾宁得罪人啊 有的人被喷得潜水了 有的人还在垂死挣扎 这边 在金月兰到南城区的 康莱宁药店的时候 那里已经关门了 因为知道金月兰要去南城区的时候 陈仓义就让人通知了下去 让那边的所在店铺 先把门关了 金月兰当然知道 他们关门的原因 但她现在已经处于疯狂状态 顾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是关门 还是挡不住她砸店的行动 来到店铺跟前 拿出箭来 她就砍了下去 要是一般人的话 砍许久也未必会砍断 但金月兰不是普通人呢 用上了灵力之后 一下子就能将防盗网的门给砍断 众人纷纷被金月兰的举动给惊呆了 这箭也太锋利 这女人的力气也太大了吧 她继续砍着 直到四五下之后 门被砍开 然后金月兰便走了进去 对着店里面的东西 就是一顿乱砍 根本就没有人敢进去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几分钟之后 金月兰将门里面砍得一片混乱 便走了出来 然而正在此时 顾宁到了 直接将她堵在了门口 围观的人还没有认出顾宁来 所以看到顾宁 一个女孩子挺身而出 纷纷感到有些担忧 不过也没有人敢上去拉人 只是冲着顾宁喊 姑娘啊 危险 你赶紧回来 是啊 小姑娘 那个女人很厉害的 而且看起来已经疯了呀 大家都觉得金月兰是疯子 要不然怎么会拿着常见来闹事呢 顾宁并没有回应大家 她现在也是怒火中烧 管不了其他人 金月兰在看到顾宁的时候 并不怕她 哪怕知道她就是上官阳的徒弟 知道她修为不低 现在她已经被愤怒给蒙蔽了双眼了 姑娘 你去死 金月兰杀意腾腾地喊道 朝着姑娘攻击我来 姑娘手中没有任何武器 众人见状 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觉得这下姑娘是要出事了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就算姑娘手中什么都没有拿 而金月兰的手中有常见 但她依旧奈何不了姑娘 才出手没几招 金月兰手中的剑 就被顾宁给打掉了 这一幕看得众人都惊呆了 天哪 这个女孩太厉害了吧 刚才还以为她会受伤呢 看来敢于出头的人 都是有能力的 接下来有人认出了顾宁 那不就是药店的老板顾宁吗 什么 她就是圣年集团董事长顾宁 大家都知道 康莱宁药业是圣年集团的产业 那么康莱宁药店的老板 也就是顾宁了 哇 这个顾宁比传说中的还要厉害 我已经觉得这个疯女人够厉害的了 但是却还是被顾宁几下子 就打掉了那个剑 不厉害能被那么多人称为女神吗 古真是女神的 样样都那么厉害 接下来就是纷纷夸赞顾宁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3集 没有了剑 金月兰的能力就更加减弱了 三两下就被顾宁给打倒在地了 然而直到这时候 她依然没有害怕的意思 反而怨恨地瞪着顾宁 好似顾宁真的得罪她一样 她愤怒 顾宁更愤怒 金月兰你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来砸我的店 顾宁都有些惊讶 她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虽然也猜出她这么做是因为金家 虽说金家的事情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谁让她和金云瑶有关系呢 所以她这是被迁怒了 若是自己真的被金云瑶迁怒了 顾宁也没有任何怪金云瑶的意思 只有金月兰的行为却是惹怒了她 谁让你和金云瑶他们是一伙的 金云瑶废了我爷爷 害死了我奶奶 害得我们失去了金家 我不打砸你的店 不打砸谁的店呢 金云瑶说道 她是找不到金云瑶寻仇 所以就来对顾宁的产业下手 听到她的话 大家就知道顾宁是被连累的 不过这金云瑶废了这个女人的爷爷 害死人家奶奶 这也太残忍了吧 当然他们不知道情况 也不能偏听偏信 一伙都又如何 我和你还是无怨无仇的 你就不该动我的东西 还有 请你明白一点 你奶奶不是金云瑶害死的 是被你爷爷打成中伤的 不治身亡 这是整个金家人都看到的 至于你爷爷呢 是她活该 是她先对金云瑶母子 三番几次下杀手 不废了她 难道还让她继续下杀手不成吗 难道其他人就该死 就你们该活着吗 顾宁不想在众人跟前说这些话 但金云瑶已经说出来了 她不解释一下 别人还以为是他们的错 况且这件事之前就在网上闹过 所以也不算什么秘密了 听到顾宁这话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也隐约觉得金云瑶这个名字 和这件事情有些耳熟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 不过这个金云瑶的爷爷 几次三番地对人家下手 那也太残忍了吧 要是他们不还手 那么出事的就是他们自己啊 要不是金云瑶 我奶奶又怎么会被我爷爷打伤 要不是她做了丢金家人脸的事 我爷爷又怎么会杀她 金月兰的口气满是理所当然 听得众人都纷纷生出了愤怒 自己的奶奶被爷爷打了 就怪别人 别人做了丢脸的事情 就要杀别人 要不要这么无耻和过分呢 我不想和你这种没脑子的人争论 其他的事情去到金家再说吧 顾宁不想和金月兰废话 说着便将她拎起来 准备去修真剑 忽然金月兰大喊道 你们不要被顾宁给骗了 她不是普通人 她就是个妖怪 金月兰没有说顾宁是修真者 而说她是个妖怪 是故意诋毁顾宁 想让大家排斥她 因为她觉得修真剑是神圣的存在 担心自己说出顾宁是修真者 这些俗人们会更加崇拜顾宁 顾宁听到金月兰这话 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狠狠地朝她后颈一劈 金月兰便晕了过去 而大家听到她的话 先是惊了一下 然后纷纷感到无语 他们可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妖怪 顾宁也知道他们不相信 但是为了避免他们乱传 还是有意无意地说道 妖怪你个大头鬼啊 要是我是妖怪你还敢招惹我 那你不是找死吗 大家本来就不相信金月兰说的话 在听到顾宁这话之后 就更加觉得金月兰的话可笑了 随后顾宁便拉着她上了车 顾宁给陈仓义打去了电话 可她说了打砸店的人已经抓起来 让她安排人重新把店铺弄好 她回头把赔偿要回来 离开之后她直接去了修真界 这件事情她并没有和金月兰说 她一个人就能处理好 况且金纪宁还在修真界呢 顾宁带着金月兰来到修真界之后 直接将她弄醒了 你放开我 放开 想多了吧 顾宁冷冷地笑道 充斥着危险的气息 刚才在外面我不好下重手 现在我可是没什么可估计的了 说着顾宁就打了金月兰几下 将轻伤的她打成了七分重伤 让她站不起来 走路都不能走了 不过没关系 顾宁能拎着她 虽然顾宁不会遇见飞行 但白色母蛟龙可以快速地下山 越过那条河 快速地到达了天城 顾宁直接在金月兰跟前 放出白色蛟龙来 惊得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想不到顾宁身边竟然还有蛟龙 虽然现在蛟龙身为妖 但是一旦进化成功 那就成龙了呀 成了龙那可就是神了 虽说修真者一般遇到妖魔鬼怪 就都会除掉 但是蛟龙不一样 因为蛟龙有可能会进化成龙 进化成龙之后就是神 所以他们遇到蛟龙 首先做的不是除掉 而是收服 金月兰不只是吃惊 还嫉妒 顾宁怎么有那么好的运气 收服了这蛟龙呢 你怎么会有蛟龙 金月兰问道 那个口气是充满了质问和不甘的 好似顾宁不能有蛟龙一般 我为什么不能有蛟龙啊 他直接拎起金月兰 坐上了蛟龙背 然后由着蛟龙带他们去了天城 不过顾宁并没有直接到天城门城外 而是距离天城门五百米左右的地方落下 将蛟龙收入空间之后 才拎着金月兰走路过去 天城的人几乎都认识金月兰 所以金月兰重伤被顾宁带回城的事 立刻就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也纷纷好奇发生了什么事了 是金月兰得罪了这女子 然后被这女子打伤了 现在要上门讨说法 还是金月兰被其他人打伤了 然后被女子救了带回来的呢 尽管大家都好奇 却也没有人敢问 不过很快就有人认出了顾宁来 认出了顾宁也知道 定然是金月兰得罪了人家 被人家打成这样的 不过当着顾宁的面 她们也不敢说 等顾宁走远的时候才说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那就是上次和上官阳等人 来修真戒去了金家的人 顾宁并没有带着金月兰 直接去金家别院 而是去了金家主宅 想将这件事情交给金继宁处理 毕竟金继宁是金家家主 找他处理比较合适 虽然金燕蓉一家 被赶出了金家老宅 但是金云飞 金云禅还有金云严几人 并没有被逐出金家族谱 还算是金家人 金家人几乎都认识顾宁 所以守门的在看到他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通船 直接请他进了门 金继宁说过 只要上官阳 金云阳 冷少廷和顾宁过来 不用通船 直接邀请进来 顾宁拎着金月兰来 来到前院亭下 将他丢到了地上 还不等顾宁说什么 就有人给顾宁去喊金继宁了 很快金继宁便到了 金继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听到下人说顾宁 是带着身受重伤的金月兰一起来的 大概也猜出是怎么回事 要是他没有猜错 金月兰应该是出去找了顾宁麻烦 要不然顾宁不会将他打伤 而且还特意带人来了修真界 来到了金家 所以金继宁此刻的心中是有些愧疚的 因为他没有看好他们 让金月兰有机会出去找顾宁麻烦 玉玉 发生了什么事 金继宁问道 他目光沉沉地望向金月兰 金月兰这才开始心虚和不安起来 他砸了我好几个店 一个珠宝店还有两个药店 一个美妆店 损失还挺大的 目前估计保守又有上亿吧 而且有七八个员工也受伤了 什么 砸了店 还伤了人 金继宁的脸色顿时就黑了 冷力的目光射向金月兰 也将他吓得不敢看金继宁 本来他以为金月兰只是去找顾宁麻烦 然后被顾宁打伤 但是却想不到他还去砸了人家的店 损失上亿 最主要还伤了人 而听到损失金额的时候 金月兰也是感到不可置信的 本想反驳 但是想到自己确实打砸了不少 顿时更加不安了起来 金继宁沉沉地看了金月兰一眼之后 和顾宁保证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好 东西还没有清点出来 具体损失多少还未知 这件事情我就交给金叔了 具体损失多少 过两天再和金叔说 好 顾宁拿出一个手机递给了金继宁 里面有金月兰打砸了店铺的视频证据 有了这个 他们就无从抵赖了 好 金继宁继续应导 那我就先回去了 顾宁没打算掺和这件事情 他也相信金继宁会处理好的 金继宁并没有挽留 顾宁直接回去了 他离开之后 金继宁也让人带着金月兰 一行人去了金云禅的婆家 虽然金月禅的丈夫入赘了金家 但是他们也会偶尔待在婆家住 特别是金燕荣他们一家被赶出金家之后 金云禅便和丈夫直接住回了婆家 尽管是入赘 他丈夫家也是不差的 特别是金云禅的丈夫入赘了金家之后 金家对于金云禅丈夫一家给予了不少帮助 所以现在也算是大户人家了 所以金云禅是宁愿回婆家住 也不想去别院住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其上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54集 来到金云禅的婆家 金云禅等人看到金月兰身受重伤 吓了一跳 以为是金济宁打伤的 看金济宁的目光充满了愤怒 金济宁直接质问她 金济宁什么意思 月兰做错了什么 你对她下这么狠的手 说着金云禅便立刻过去 将金月兰给扶了过来 虽然她也知道 定然是金月兰做了什么 才会被打成这样 但是她觉得 不管她做什么 都不该下这么重的手打她 金月兰确实做错了事情 不过对她下手的 却不是我 金济宁说道 那是谁 金云禅 你们当真是不将我的警告 放在心里是不是 我说过 你们不许出修真剑 可金月兰还是出去了 不止出去了 还打砸了顾宁的好几个店铺 损失大了 接下来 等顾宁算好了具体损失多少 你们就准备赔偿的事情吧 听说金月兰去打砸了顾宁的店铺 大家都感到惊讶极了 他们并不知道金月兰去打砸店铺的事情 顿时大家都望向金月兰 金月兰也心虚地低了头 意思是顾宁打伤了月兰 她都把月兰打得这么重了 还有脸要什么赔偿 金云禅愤愤愤不平地说道 一点没有因为金月兰打砸了顾宁的店铺 而感到心虚 反而因为金月兰被打的事情 而感到不平和委屈 门言金济宁都被气笑了 冷嘲热讽的 哼 照你这么说 金月兰去打砸顾宁的店 那就是应该的吗 顾宁和金月兰又有什么仇怨 我 金月禅姨 虽然她心里面觉得顾宁的店铺该砸 谁让她和金月兰是一伙的 但是这话她是不能公然说出来 虽然他们觉得打砸顾宁的店没什么 但是他们也不主张谁去打砸 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敌人太过强大了 他们是对付不了的 她顾宁把月兰打成这样 难道还不够吗 金人禅说道 根本就不顾顾宁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觉得金月兰的伤就已经足够抹平一切了 是啊 月兰也受了重伤了 金月兰的父亲也说道 虽然她觉得金月兰去打砸顾宁的店也不对 但金月兰也付出了代价呀 当然不够了 顾宁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得上亿 你以为上亿的损失 大了一身伤就能抵得过了吗 这还是保守损失 要是损坏的东西多的话 还会更多 金月兰说道 心中冷笑 他们想的还真是简单呢 主要是珠宝店 如果只是药店和美妆店 损失再多也不至于上亿 或许就几百万 但是珠宝店就不一样了 非色美人珠宝 都是中高端的翡翠 一件首饰都得几百万上千万 要是损失的多了 那就是不可估量的 什么 众人都吃惊了 损失上亿 几个店就损失上亿 你们是在讹人吧 金云禅顿时暴跳如雷 他以为最多就是几十万 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上亿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脸色更加难看了 你认为呢 将月兰打砸的店中 可是有一个珠宝店呢 珠宝的价值 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知道的吧 金金宁冷笑道 闻言 金云禅一夜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确实珠宝的价值是很高的 要是真的损失的多 上亿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也不一定能破坏得了多少啊 谁知道他会不会故意说损坏很多呢 闻言 金云禅的婆家也都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 我们怎么知道对方会不会故意往多了抱啊 要是他故意抱很多呢 金云禅的婆婆也附和的 哼 你们觉得 以修真者的威力 那些珠宝能承受得住吗 金云禅冷笑一声 闻言 众人以议 那些珠宝当然承受不了修真者的破坏啊 那些珠宝那么脆弱 人力都无法抵挡 啪的一声 金云禅的父亲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这个败家女 谁让你去干这些事情的 你做事之前 难道就不想一下后果吗 这一巴掌打得不轻 让扶着金云禅的金云禅都打了个裂前 差点摔倒 顿时金云禅便气急败坏地吼道 梁洪峰 你怎么可以打越南呢 越南都已经伤成这样了 梁洪峰也就是金云禅父亲的名字 我怎么就不能打他了 他捅出了这么大一个娄子 你还这么护着他 金云禅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我平时生意忙 让你多管教管教 不要那么嚣张任性 你呢 把他叫成什么样子了 无法无天了 梁洪峰怒道 他还鲜少冲着金云禅发这么大的脾气 因为他是金家的入门女婿 常年住在金家 多少还是得看金家的脸色 所以平时有什么不快 他也没有发多大的火 争执几句还可以 闹大了 金云禅就会去告状 到时候被苛责的还是他 这么些年他也过得极为的憋屈 不过却因为他上门了金家 梁家也才有那么多的帮助 所以有些事他该忍还是忍了 但是现在金云禅没有了金家这个靠闪 他也没什么好顾忌的 该发泄就发泄出来了 祸 金云禅想要反驳 但是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 之前他敢在婆家嚣张 敢给丈夫脸色看 那都是因为他是金家的千金 有金家作为靠闪 但现在他的身份金飞昔比了 没有了金家作靠闪 他已经嚣张不起来了 况且这次金云禅确实是闯了大祸 而且他还需要到梁家来帮忙 这赔钱货就是赔钱货 还没嫁人呢 就赔了那么多的钱 金云禅的婆婆梁夫人骂道 他一直都不喜欢金云禅 因为他是个女孩子 还是跟金家姓 所以让他觉得金云禅不是梁家人 哪怕当初梁洪峰入坠金家 是他们当父母的逼的 当时因为忌惮金家的关系 他们对金云禅还算很客气 对金云禅的不喜欢 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 现在金云禅母女 没有金家作为靠山了 他当然不怕了 将内心的情绪都表达了出来 一听到这话 金云禅顿时感到一阵愤怒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虽然他也一直知道 梁老夫人不喜欢金云禅 不止因为他是个女孩 更因为他不姓梁 所以他只喜欢他大儿子 和三儿子的儿子 之前的话 他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因为他是金家人 但现在他的金家没有了 他就希望金云禅 能得到这边的重视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他是金家人 又不是我们梁家人 这钱呢 我们梁家是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越南是梁家的孙女 怎么就不是梁家人了 金云禅被气得不轻 梁家不出钱 他上哪儿拿那么多的钱呢 就因为他姓京 不姓梁 梁老夫人满是嫌弃地说道 那他也是梁家的孙女啊 这血脉是改变不了的 之前金云禅不会这么想 但现在他必须得这么强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 梁老夫人强硬地说道 而梁老爷子一直都没有反对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为了维护他的良好形象 不想去和金云禅争辩而已 而梁家大房和三房的少妇人 也都是幸灾乐祸着 因为他们家事不如金云禅 所以一直也都嫉妒他 当然也一直不敢和他对着干 不过现在他们是不怕金云禅的了 也敢明目张胆地幸灾乐祸 只是梁老爷子和梁老夫人都在 他们也不敢太愉悦地去说什么 你 金云禅气得说不出话来 而金济宁也没有心思 继续和他们扯家事 让他们立即打断了他们 说今天来告诉他们这件事 过几天顾宁那边会清算好 再来告诉他们具体多少赔偿金额 难道我们越来受了这么重的伤 就白受了吗 那谁让他去找人家的麻烦在先 若是他主动去招惹人家的代价 还是损失的东西 自然要另外赔偿了 不公平 不公平 人家的店莫名被砸 损失了货物 损失了生意 这对人家就公平了吗 对你来说 你觉得你女儿的伤比那上亿的金钱还重要 但是同样 对人家来说 人家的损失比你女儿重要 要是你们不赔偿的话 那就请天道宗来做公正吧 一听到提及天道宗 金云禅顿时就蔫了 要是天道宗插手 怕是结果会更加严重 金济宁也不再废话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55集 带金济宁走了之后 梁老爷子才出生 这件事情 你们扶起自己去解决 梁家是不会出面的 说着 神色沉沉地望向金月兰 吓得他缩了缩身子 你看梁家有哪个孩子 像你这样 之前有着金家 作为靠山里刁蛮忍心 嚣张跋扈 在外臭名昭主 却一点都不懂得改进 还变本加厉 要不是看在洪峰的面子上 我才不允许你们住在梁家 为了我梁家的名声 虽然梁洪峰入赘金家 但是梁家也依靠着梁洪峰 得到了不少好处 所以对梁洪峰还是很重视的 尽管现在金燕荣倒了 梁老爷子也没有排挤梁洪峰的意思 毕竟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只是将来梁家的产业 不会交给梁洪峰继承而已 毕竟他是入赘到外家的 而且他也没有儿子了 不过梁家的家产 还是有梁洪峰的一部分 尽管梁洪峰自己也有产业 金云禅内心感到憋屈 想要反驳 却是不敢反驳什么 梁老爷子说爸 也转身离开了 不再多说 梁老妇人也是 其他人也跟着散了 只剩下梁洪峰了 梁洪峰很生金月兰的气 但到底是自己的女儿 他也不能不管 而且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了 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出事了 于是立即让人去请大夫 抱起金月兰回了房 胡峰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金云禅跟在梁洪峰的身后 不安地问道 能怎么办 当然是赔偿了 父亲母亲说了 梁家一分不拿 而我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来 最多拿出个七千万 所以 你去清点一下 你的那些嫁妆 该处理的处理一下 尽量攒钱 梁洪峰的企业资产也有几个亿 但是却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因为许多都是不动产 七千万已经是他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总不能把家产都卖掉吧 如果卖了 他们以后吃什么 什么 要我处理掉我的嫁妆 金云禅有些无法接受 要是处理掉嫁妆 他就感觉自己更没有安全感了 虽然梁洪峰一直带他也不错 但现在没有了金家 所以他觉得手中得有雄红的资产才行 不然怎么办 月兰犯错 你的责任最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赔了 退到我一个人身上吗 对你来说 月兰重要还是钱财重要啊 梁洪峰一听 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现在都这样了 金云禅还想护着他那些嫁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金云禅也知道自己话有些过分 立即解释道 钱当然没有女儿重要 他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尽管他不愿意 也只能照做了 顾宁的产业被砸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的 唐家冷家金云瑶等等 许多人也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顾宁一出修真 就看到了十来个未及来电 顾宁先给唐海峰回了电话 再给冷老爷子回复电话 然后又给金云瑶回复了 顾宁和唐海峰及冷老爷子 没有过多详细解释 就说有人找查 自己已经处理了 和金云瑶详细说明了一下 金云瑶也知道 顾宁这是被自己牵连了 在电话一接通的时候 就先和顾宁道歉了 顾宁可是一点都不怪金云瑶的 她也和金云瑶说了 她带着金云兰去了修真界 讨要赔偿的事交给了金云瑶 现在金云瑶可是金家家主 她出面是不会办不了的 对于这件事情 本来警方想要准备介入 不过顾宁这边拒绝了 说已经私了 金云兰是修真者 不好在世俗界这边处理 对于顾宁和金云兰的那一番对话 倒是没有传开 大家都不知道原因 也都还在猜测 离开修真界之后 她就直接回学校了 被打杂的事情 用不到她亲自处理 陈苍毅已经安排人 收拾得差不多了 只是还没有清算出来 损失有多少 顾宁回到学校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放学的吃饭时间 就和宋妙哥等人一起吃了个饭 几人碰面的时候 大家都纷纷问顾宁店铺被打杂的事情 对那个打杂店铺的人简直是恨极了 他们相信顾宁 所以无条件地相信 这次的打杂事件 顾宁就是个受害者 而因为顾宁和金月兰打斗的视频被曝光了 百里松雪知道打杂顾宁店铺的是金月兰了 百里松雪以为金月兰打杂她店铺 是因为顾宁上次帮她解围的事情 所以心中一直愧疚 见到顾宁的时候 百里松雪就直接道歉了 顾宁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要不说我的话 你也不会招惹上金月兰 金月兰也不会打杂你的店了 怎么回事啊 宋妙哥和张子晨立即望向百里松雪 不过倒也没有指责的意思 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 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顾宁闻言立即安抚她 虽然她这么说 但百里松雪是有些不相信的 所以顾宁接着问道 金家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 金家 我知道啊 但是知道的不太具体 她只知道金月兰回去报仇了 金燕荣一家被赶出了金家 金大夫人死了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也有上官阳 和她的徒弟一起 所以并不知道顾宁在内 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还吃惊 金云瑶竟然还活着 因为早就知道金云瑶的死 和金燕荣有关 所以便不觉得金云瑶回去报仇 将金燕荣废掉有什么不妥的 哪怕她是金云瑶的亲生父亲 金燕荣都对金云瑶下杀手了 金云瑶这么对她 已经算是亲的了 要不是因为金燕荣是金云瑶父亲的情况下 怕是后果更加严重 因为去金家的时候 我和我师父也一起去的 哦 原来如此啊 白李总雪心中的愧疚 这才散去了一些 具体的并没有多问 毕竟这是人家的家事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们都听不懂啊 宋苗哥问道 一些别人的家事也不好多说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 对方会赔偿有损失的 顾宁说道 修真戒的事是不能和宋苗哥张子岑多说的 如此他们便没有再多问了 第二天 陈仓义那边的损失算了出来 一亿两千万的样子 中午的时候 顾宁拿着名单和损失的货物一起去了修真戒 既然要对方赔偿 这些损坏的货物 当然也要给他们 这些东西有许多还是可回收利用的 比如碎成了几半的手镯 还可以做耳坠和相坠这些 还有一些瑕疵的耳坠和相坠 也是可以低价处理的 这些也能挽回一部分亏损 但是这些都不是由顾宁去做 顾宁不需要承担亏损挽回 而是需要对方照价赔偿就可以了 而且还是以正常的成本价赔偿 而不是加上利润一起的 不过这成本价不是顾宁的成本价 而是行业正常的成本价 毕竟这些翡翠都是顾宁赌食赌来的 不需要什么成本 要是以顾宁的成本价的算 那能有多少钱呢 至于被损坏的药品和化妆品 成本价也不高 加起来也就不过几十万的损失 然后是柜台和装修的损失 一共在两百万左右 虽然不是完全损坏 但一旦坏了就得重新装修 所以顾宁直接算的是 这几个店铺装修的费用 再就是员工的受伤损失了 所以如果不是金月兰去打砸了珠宝店 其实加起来这损失也不会超过五百万 但他偏偏去砸了最贵的珠宝店 这些顾宁都没有算 接下来装修耽误的时间损失 要知道顾宁的店铺 一天的收益可是不少的 因为顾宁这次是第三次来修真剑了 街上倒是有一些人认出了他来 当然不认识他的是更多的 忽然顾宁被两个男人挡住了去路 这两个人模样还算得过去 却皆是点儿郎当的样子 修为的话也是一般的 还不如顾宁呢 这位小妹妹 看你面生 是从其他城来的吧 一个男人问道 态度看似绅士 实际十分轻浮 与你何干 顾宁淡默地妄想他 轻冷地说道 然后绕过他们欲离开 不打算与他们继续纠 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顽固子弟 想要调戏他来着 然而在顾宁与他们错开身子的时候 却被他们立即上前 再次挡住了去路 而周围的人见状也纷纷围了上来 一些不知道顾宁身份的人 纷纷同情他 觉得顾宁 遇上天成的这两个小霸王 得要吃苦头了 而知道顾宁身份的那些人 却觉得 这两个人怕是要踢到铁板了 不过他们都抱着看戏的姿态 不去提醒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6集 小妹妹脾气别这么大嘛 你这是要去哪啊 柯柯带你去啊 另外一个男人说道 神色已经毫不掩饰地露出了猥琐来 让顾宁有些倒胃口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招惹我 要不然我可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照揍不悟 哟 还挺狂的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这么对我们说话 就是啊 在这天城可没几个人这么对我们的 两个男人显然也被顾宁的态度惹怒了 为他们看上的人那是莫大的荣幸 竟然还敢瞧不起他们 我说了 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招惹了我 照揍不悟 顾宁说罢就直接向他们出手 他的主动出击 更是让男人恼羞成怒 也不管什么怜香惜玉了 直接对顾宁也出手了 他们是感觉到顾宁的修为不低于他们 但他们两个人一起也是不怕他的 只是他们低估了顾宁的能力 虽然从修为来说 顾宁是高出他们不太多 但是在真正的实力上 他们却差顾宁太远了 所以在十招的不相上下之后 那两个男人就迅速地落于下风 这不止让那两个男人感到吃惊 就是周围的人都感到吃惊 当然知道顾宁身份的就不觉得吃惊了 那上官羊的徒弟能差到哪儿去啊 很快那两个男人就被顾宁彻底打败了 虽然不至于无力还击 但却还是怂了 不敢再攻击顾宁 尽管如此 那两个男人还是不服气 其中一个男人问道 有本事报上名来 你们可以叫我顾宁 也可以叫我清禾 我的师父叫上官羊 不知道你们可否听过 顾宁也没什么好隐瞒自己身份的 有时候这身份就是挡箭牌 会给自己挡去很多麻烦 顾宁他们是不知道 但是清禾他们当然知道 上官羊更是知道的不能再知道 所以在听到顾宁自曝身份的时候 众人都傻眼了 这个女孩竟然是上官羊的徒弟 那两个男人顿时心虚的不敢去看顾宁 而顾宁也不再与他们纠缠 直接离开了 那两个男人也不敢再拦着 要是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倒是不怕上官羊 偏偏是在这个 他们先调戏了上官羊的徒弟情况下 他们理亏在先呢 不得不心虚 顾宁来到金家 找到金纪宁之后 金纪宁就带着顾宁去了梁家 而和金纪宁碰面的时候 顾宁也和她说了损失的金额 也直言免去了 接下来装修需要耽误时间的损失 就当是抵消打伤了金月兰的事情了吧 梁家人想不到顾宁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梁家人说了 不会拿出一分钱赔偿的 所以也不管了 就待在一边看着 由梁洪峰和金云禅夫妻两个自己处理 看到顾宁的时候 金云禅是充满敌意的 因为对她来说 就是顾宁害得他们要损失大量的金钱 只是直到现在 金云禅还在单方面的怪着顾宁 一点都没有理亏的觉悟 而顾宁也不管他们怎么看自己 直接开门见山 这是损失的账单 一项一项的都记录在内了 一共是一亿两千三百二十万 这三百二十万的零头我也给抹去了 你们只需要赔偿我一亿两千万就好 还有接下来因为装修而损失的生意 我也没有算在内 就当做打伤了金云兰的抵消吧 不要认为我占了便宜 我这几个店铺一天的利润可是上十万的 而装修至少要十天才能完成 货物都已经以成本价来计算了 要是按照售价来算的话 那可要再加上三分之一的钱 所以你们也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 什么 一两千万 谁知道你这账单有没有作假呀 虽然昨天经济宁就已经说过了 损失保守也要上一元 但是确定金额之后 金云禅还是接受不了 而且对于顾宁所谓的 让出的那些 金云禅是一点没有感到感激 反而怀疑顾宁在作假 我全程有监控拍着 已经拷贝出来了 会给你们一份的 文言金云禅一叶 其实他们倒也没有怀疑 顾宁真的在作假 只是接受不了这么多的赔偿而已 还有 我也不是不厚道之人 那些损坏的翡翠 我可以直接给你们 你们再次加工的话 倒是也能挽回个 小几千万的损失吧 顾宁直接从空间里 拿出一个箱子来放在了地上 他这么做已经足够厚道了 而众人看到那凭空出现的箱子都纷纷吃惊 这顾宁竟然有乾坤袋 对他们来说 能够存储东西的也只有乾坤袋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想其他的 不过再想想 顾宁是上官阳的徒弟 有乾坤袋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顾宁把这些损失的东西给他们 能让他们挽回个小几千万 确实也算是厚道 如果你们还不满意的话 我想就只能找天道宗来处理了 一提到天道宗 金云禅就更加无话可说了 虽然内心还是感到极为的不甘和不服气 顾宁都说得这么磊落了 梁洪峰也没什么好怀疑的 纵使不甘也只能答应了 好 不过 我们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可否宽限些日子 她的资金倒是几天就搞定 但是金云禅的嫁妆却都不是现金 而是店铺和股玩物件 所以想要脱手 也不是几天就能搞定的 红峰 金云禅见梁洪峰这么轻易就答应有些急了 但是却也知道 要阻止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你需要我宽限多少日子 顾宁也并没有马上要对方拿出来 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 确实无法一下子拿得出来 一个月之内 如何 这一个星期 我会先把七千万打到你的账上去 另外五千万 我需要变卖店铺和物件 所以会需要一些时间 行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签一个合约吧 东西你们也检查一下 文言金云禅立即过去打开箱子 反正他也已经无法反抗了 也只能接受 箱子里的首饰 每一件都有包装盒装着 而盒子里面有着价格标签 售价和成本价都有 正如顾宁刚才所说的 要是按照售价赔偿的话 那么可多上三分之一的钱了 飞色美人珠宝的珠宝款式都很好看 女人们对珠宝大多数都没有抵抗力 所以金云禅打开箱子之后 梁家的几个女人也都围了上来 看了几件首饰 都纷纷只觉得内心一身肉疼 这么漂亮的首饰坏了 真是可惜极了 不过有些只是坏了一小部分 稍微装饰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哎 这个相坠不错 我看一下 梁家大夫人一眼看中了一个相坠 便蹲下去拿了起来 金云禅见状 虽然心里有些不高兴 但也不好说什么 当梁家大夫人看到价格的时候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这个玉坠的成本价竟然14万 虽然这颗玉坠坏了一个脚 但是影响倒也不是很大 所以梁家大夫人是看上了 弟妹啊 你看这玉坠也坏了个脚 倒不如四五万卖给我吧 梁家大夫人说道 在说这话的时候 她稍稍感到有些心虚 因为她自己都觉得 这个价格有些低了 本来她还想说个两三万的 但想想两三万确实是有些少了 她自己也不好意思 所以还是说了四五万 金云禅的脸色顿时就黑了 立即从梁大夫人手中 把那玉坠给抢了回来 阴阳怪气地说道 大嫂可是真会想啊 这玉坠成本价可是14万 就算有了点瑕疵修补一下 也能卖出至少十万 大嫂给个四五万就想要这玉坠 这贪便宜也太过分了吧 虽然金云禅说的不错 但是梁家大夫人的脸色 还是不好看 弟妹这话说的就过分了 我不过是想要帮你 卖一件试一件 你好回点成本 你竟然还说我贪便宜 大嫂也知道 我们现在需要回点成本啊 那你还出那么低的价格 这明显是要坑我们 我卖给外人 还能多回个四五万呢 哎呦二嫂啊 都是一家人 分得那么清楚做什么 梁家三夫人说道 她也看中了一件翡翠 也不想拿出高价来买 照弟妹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那么对于赔偿的事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帮忙出一点啊 金云禅的口气更加嘲讽 她这边出事也没有想过 都是一家人 让他们来分担 他们倒是想到 都是一家人来贪她这边的便宜 还真的当她好欺负不成 闻言 梁大夫人和梁三夫人 都分分一叶 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分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了 而梁老夫人本想 看看有没有自己相忠的 然后自己白拿几件 但听到金云禅这话 一下子就开不了这个口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7集 梁洪峰 虽然在一边 和顾宁签合同 但是也听到了 他们的对话 并没有说什么 也觉得 这梁大夫人 和三夫人行为 有些过分 他们这时候 最是需要钱的时候 别说都没有 因为是一家人 而让他们帮忙 就是借都没有开口 就怕他们为难 他们倒好 明知道他们有困难 还想贪便宜 还真以为他善良到 这种逆来顺受的地步吗 虽然顾宁对他们家 是不感兴趣 但是却因为 梁大夫人 和三夫人的行为 感到讽刺不已 果然这极品亲戚 到处都有啊 然而梁大夫人 和三夫人 还是不服气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闪过算许 达成了某种协议 随后梁大夫人说道 我们这两个女人 家得有什么钱呢 既然你不愿意 低价卖给我们 也就罢了 我们也就不贪图 你这个便宜 就是怕你卖不出去 想尽量帮个小忙而已 但是这婆婆可是长辈 作为媳妇 孝敬婆婆 那是理所应当的 二弟妹 应该不会吝惜吧 大嫂说得不错 虽然许多东西 都已经有瑕疵了 我想婆婆 应该也不会嫌弃的吧 梁三夫人附和道 听到他们这样说 梁老夫人的脸色 变好了许多 她当然不嫌弃了 当然这前提是不要钱 虽然梁家很富有 梁老夫人从来不缺 这些珠宝首饰 但是也不妨碍 她贪便宜的性子 所以这有些便宜 还是会贪的 是啊 身为儿媳 是应该孝敬婆婆 但是我们现在 正在有困难 正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也不奢望婆婆能帮我 但是我想婆婆 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让我们男上加男吧 金云禅说道 说吧 她还望向了梁老夫人问道 您说是吧 婆婆 金云禅比梁大夫人 和三夫人有脑子多了 只是因为身份的原因 平时比较冲动嚣张 但只要静下来想想 还是会有主意的 虽然梁老夫人是个贪便宜的 但是也是个要脸面的 所以在听到金云禅这话之后 脸色就再次变得不好 随后便呵斥梁大夫人 和梁三夫人 你们两个扯上我干嘛呀 我缺住保守是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想要二媳妇的 什么东西呢 梁大夫人和梁三夫人 被老夫人这么一呵斥 就不敢再说什么 他们和梁老夫人生活了几十年 又怎么不知道 她的真实心思 但就算知道 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和约是顾宁早就已经拟好的 只上梁洪峰看了之后 没有问题 填上几个地方签字就可以 所以不需要多少时间 他们就签好了合约 签好之后 顾宁也不再逗留就离开了 正好要到晚饭的时间 金济宁留他下来吃晚饭 顾宁倒也不急着回去 就答应了下来 顾宁与金家而言就是贵客 所以金家人看到顾宁的时候 态度都是客客气气的 管家见到金济宁回来 立即跑了过来 一脸难色地说道 家主 沈小姐来了 在大厅和老爷夫人说话 一听到这沈小姐 金济宁的脸色顿时变得不好看了 不过她的眼里并没有讨厌 只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顾宁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多问 毕竟这是人家的私事 不过她也猜测出来个大概了 想必这位沈小姐 是喜欢金济宁的吧 而金济宁 顾宁就不知道了 不过说到感情 金济宁当年因为金云瑶的事情 一直在外都未娶妻 现在金济宁的年纪也大了 又成了金家的家主 顾宁觉得金济宁是该结婚生子了 不过这终究是她自己的事情 顾宁只是这么想想而已 不会去干涉 金济宁并没有避开这沈小姐 而是带着顾宁直接前往大厅 既然金艳华夫妇也在 顾宁也不觉得跟着去有什么不方便的 如果真的不方便 金济宁自会让她回避一下 大厅里 金济宁正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说话 三人脸色都是挂着笑容 气氛十分融洽 金济宁和顾宁进来 那位年轻的女子便立即起来 看向金济宁向她打招呼道 金大哥你回来了 这位女子便是管家口中的那位沈小姐了 而对方看到金济宁的目光显然是透着爱慕的 嗯 金济宁淡淡地回应了一声 而女子和金济宁打了招呼之后 目光便望向顾宁 奄然一笑询问道 这位便是顾小姐吧 对方虽然第一次见到顾宁 但顾宁来到修真界发生了事 她也听说了 所以便立即能猜测出对方是谁 既然知道对方是顾宁 那么当然也就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便没有因为顾宁和金济宁一起进来 而感到有什么不好的情绪 我是顾宁 你好 顾宁回应道 这个女子顾宁在天道宗见过 只是不知道叫什么 你好顾小姐 我是沈亿玲 沈亿玲自我介绍道 都过来坐吧 不要站着 京夫人说道 文言大家走了过去 顾宁也向金燕蓉和金夫人打了招呼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金夫人关切地问道 对于她和金月兰的事 她是听说的 对于金月兰的行为 她也是感到不满的 虽然顾宁跟着金月瑶一起过来 但是从头到尾也没有做什么 所以觉得顾宁被我如此迁怒 实在是太冤枉了 处理好了 金月兰的父亲也同意赔偿了 不过因为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所以要限时一个月之内 那就好 金夫人这也就放心了 虽然知道他们不敢不赔偿 就担心不顺利而已 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且金云禅那女人 也不会那么轻易答应 不过既然梁洪峰已经答应了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云瑶知道这件事情吗 金燕华问道 眼里有几分担忧 因为顾宁这次遭到砸电 是因为金云瑶 所以她这是担心 因为这件事 让顾宁和云瑶有什么隔阂 倒不是她以小人之心 夺了顾宁这个君子之父 就是关心 所以才有些顾虑 顾宁也从她的眼神中 猜出了她的心思 知道了 伯母很自责 但是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关系的 况且我和金月兰 在这之前也发生过冲突 顾宁这么说 是故意让他们误会 金月兰打砸她的店 不全是因为被金云瑶连累了 希望他们不要多想 见到顾宁没有丝毫生金云瑶气的意思 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沈亿玲的目光 总是有意无意地朝着金济宁望去 而金济宁目光始终没有看她一眼 但对她的目光也没有嫌弃 只是有些不自在而已 金燕华和金夫人看沈亿玲的时候 目光显然是满意的 而看金济宁的时候是无奈的 金宁啊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云瑶的孩子都二十几岁了 你这连亲都不成 你到底让不让我和你父亲抱孙子了 难道你要让我们家绝后吗 我们不重男轻女 但也得有个后代啊 金夫人语重心长地说道 虽然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 是有些故意的成分 但是这事情确实的多年已久的心病 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但金济宁总是在逃避 听到金夫人这话 沈亿玲立即便羞涩地低下头去 而金济宁则是感到不自在 沉沉地说道 有什么话不能私下说吗 当日客人那面说这话不合适 其实金济宁很能理解自己父母的心情 而他自己想到自己年纪这么大 还没有结婚生子 也感到挺对不起父母的 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确实该结婚生子 但是对于他们满意沈亿玲的事 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接受 倒不是他讨厌沈亿玲 其实他也觉得沈亿玲挺好的 但是他们的年纪相差太大了 说句不好听的 他这个年纪都可以当沈亿玲的父亲了 虽然沈亿玲不在乎 但是他在乎啊 那我私下和您说的时候 您又听得进去过吗 金夫人没好气地说道 他又不是没有和他私下说过 不止说过 而且还说过上百次了 他就是一直没有做到啊 金夫人说得对 金叔啊 年纪确实也挺大了 早就该结婚生子了 也别再拖了吧 顾宁也忍不住附和道 你是不嫌事热上了吧 金金宁没好气地瞪了顾宁一眼 他这么说 简直就是在助长他母亲的气眼 果然金夫人听到顾宁这么说 就更加觉得是是该这样的 你看 连顾宁都这么说了 你到底还要给我推到什么时候啊 还是这辈子都不打算去妻生子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8集 听到京夫人这话 神医灵心中顿时生出了忧虑来 脸色也变得稍稍不好看起来 难道京济宁真的打算一辈子都不娶妻生子吗 还是她只是不喜欢自己而已 当然她也知道京济宁一直逃避着自己的原因 因为她说过 他们不合适 年纪相差太大了 但是她不在乎 只要喜欢 年纪差距大一些算什么呢 当然她也知道 京济宁在乎年纪的差距 是因为不喜欢她 但是她也觉得出来 虽然京济宁不喜欢 但是也并不讨厌她 要是京济宁讨厌她 她是连京家都进不来的 因为她对京济宁多少也有一些了解 京济宁讨厌的人 她做的是很决绝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 她才一直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只要她坚持努力 终于有一天会感动京济宁的 但如果京济宁本来就不打算结婚生子的话 那么她就算再努力 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没有 这件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好不好 我刚接管京济 有很多事情要亲自去处理和学习的 没有时间去谈这些儿女私情的事情 京济宁还是无奈地说的 这倒不是借口和理由 而是真的 她刚接管京家 有许多东西要等她去学呢 对于结婚生子的事情 她是个正常男人 当然会想 只是一直以来 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无心这方面的事情罢了 一听京济宁这话 京夫人就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太过劳累了 虽然京济宁说暂时不考虑儿女私情的事 让沈亿玲感到有些失望 但对方也不是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 她也松了一口气 这样她还是有希望的 沈亿玲也是个聪明的 不会用死缠烂打和强迫的方式去纠缠京济宁 那样的话只会让人反感 所以她还是很懂得进退的 很快饭菜也准备好了 沈亿玲被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饭 虽然她心中是失落的 但是却没有表露出来 吃好饭之后 顾宁就告辞离开了 沈亿玲也不便再留下 所以也告辞和顾宁一道走了 本来京济宁是让人送顾宁出城的 但被顾宁拒绝了 沈亿玲也自发地说 送顾宁出城再回去 如此京济宁等人便也不再坚持 从京济离开出城 还有好长一段路 顾宁和沈亿玲初次见面 自然也不好真的让她送 离开了京济之后 顾宁就说道 沈小姐你回去吧 我自己出去就好 顾小姐不要客气 反正我也没有其他的事 就送你出去吧 嗯 就当做是饭后走走了 沈亿玲不在意地说道 这不是客套 而是真的不在意 如此顾宁也不好再拒绝了 要不然显得嫌弃人家似的 路上沈亿玲也和顾宁闲聊着 不过却都没有提及各自的私事 顾小姐 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我知道我们初次见面 这样有些唐突 不过顾小姐那么出色 我是真心地想和您交个朋友的 一般对于出色的人 要么就是嫉妒和仇视 要么就是交好 沈亿玲对顾宁没有任何嫉妒 只有欣赏和佩服 对于顾宁这个年纪来说 现在的作为实在是太出色 和顾宁交好 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因为经济宁 她喜欢经济宁 希望能和她身边的人 出好关系 有可能 有时候她身边的人 就能成为助力 可以啊 顾宁并没有拒绝 她对沈亿玲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不管能不能成为朋友 认识一下也并没有什么 两人随后交换了手机号码 沈亿玲送顾宁 出了天城之后才回去 虽然现在天色也黑 但对于顾宁来说 和白天没有多大区别 怕黑这种事情 对她来说早就不存在了 因为顾宁回到城里的时候 时间不早了 所以就没有回学校 不过也没有去四合院 而是去了半山明顶 顾宁还是第一次来半山明顶 没有冷少廷在 总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 已经过去十天了 冷少廷还是没有和她联系 也不知道她的任务怎么样了 她拿出手机给冷少廷打去了电话 虽然知道冷少廷如果有空 就会打给她 但还是忍不住主动打了过去 结果还是关机状态 顾宁睡不着 就在群里和楚沛涵他们聊天 楚沛涵最近大多的时间都在拍戏 虽然不是主角 但是也是主要演员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忙 很少有空出现和大家聊天 这个时候楚沛涵刚拍完夜戏 回到酒店休息 正在和大家聊天呢 大家都问楚沛涵累不累 累当然是累的 但是累得甘之如頤 毕竟楚沛涵喜欢演绎 是不在乎名利的 顾宁是最少出现在群里的人 所以一经出现 大家就围着顾宁问这问那 特别是刚发生的店铺打杂事件 问她处理得怎么样了 在事情发生之后 在大家的关心询问之下 顾宁也在群里和他们说了一些情况 具体情况倒是没有明说 就说了和对方发生冲突 所以对方就来砸店了 现在损失已经算出来了 也找到了对方父母 对方父母也同意赔偿了 不过数额比较大 所以给了对方一个月的时间 本来以为是个王者 想不到是个青铜啊 是小王者碰到了大王者 注定死路一条啊 虽然金月兰输给了顾宁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金月兰确实很厉害的 所以木科等人也没有因为 他输给了顾宁就瞧不起他 如果让他们遇到 输的也是他们 要说那个女人也很厉害了 一个人就能轻易地 把店砸成那样 还打伤了人呢 要是没有点本事 又怎么敢去招惹老大呢 只是老大比他更有本事罢了 说得也是 又过了几天 冷少廷依旧没有和顾宁联系 而顾宁打冷少廷的电话 也依旧是关机状态 这让原本有些担心的顾宁 更加担心起来 也在这一天 周五中午休息的时候 顾宁接到了金月兰的电话 说魏林峰打给他 冷少廷那边出了点状况 让他们去支援 一听到这个消息 顾宁的心 一下子跳到嗓子眼上 看来他这些天感到不安 是冷少廷确实出事了 少廷没出什么大问题吧 顾宁赶紧问道 他现在最担心的 便是冷少廷的安危 具体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没有出事 吃烟队的其他队员 说少廷混入了 编译研究组织里 在进去的时候 交代过其他人 说要是他五天内 还没有和他联系的话 就让他们联系元首 然后让我们过去支援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那边就联系了元首 元首找到了我 金月兰回答道 虽然他觉得冷少廷 那么厉害 不会轻易有事 但还是很担忧 毕竟冷少廷这次 不是处理人的事情 而是变异人的事情 几个的话冷少廷是能对付 但那可是人家的地盘 谁知道了多少个变异人 冷少廷再厉害 他也终究是一个人 面对那么多高手 还是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顾宁也感觉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也是担心不已 也不再多问了 立即离开学校 去四合院和金云瑶会合了 冷少廷他们在地埔 东欧王国边缘的城市 港市 在金云瑶和顾宁通过电话之后 他们就立即订了 飞往港市的机票了 不过因为大多都是京廷 直飞的很少 京廷都是五六个 七八个小时 直飞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目前能让他们最快到的 是两个小时之后 直飞的航班 现在是差不多两点 四点二十的飞机 到达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左右 顾宁到了四合院之后 直接接上了 金云瑶和上官阳去了机场 是的 他们把上官阳也都带上了 因为冷少廷这次的任务 还是比较危险的 倒不是上官阳不看好顾宁和金云瑶 只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变异人 很感兴趣 想探一探究竟 当然 也是想帮一帮冷少廷的 他徒弟的安危 他自然会担心 顾宁几人在2点40左右 到达机场 国际航空站 办理好一些手续 到达登机口的时间 是三点半左右 还有半个小时登机 几人找了个位置坐下 向来来赶飞机的 都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机场 所以顾宁他们 这个时间倒也不算早 而登机口这里 也已经有了不少人了 因为是国际航班 所以这边有不少 地普东欧王国的旅客 虽说地普东下联合王国 和东欧王国的恩怨 已经是过去式了 虽说地普东欧王国人 也不全是坏人 但是听到东欧王国的话 还是不由得 让顾宁感到一阵反感 有些印象和情感 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不管过去多久 还是无法抹去 不过反感 也不至于让他去说什么 做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59集 大庭广众的 他们也不说 关于冷少廷的事情 不过顾宁却和金云瑶 说了关于金济宁的事 伯伯 昨天我去金家的时候 听到金夫人 在催促金叔 结婚生子的事 金叔任年纪也不小了 确实是应该结婚了 是啊 他早就该结婚生子了 我也劝过他多少次了 他每次啊 都用遇不到合适的女子 来搪塞我 其实我知道 他是因为我 他所以不愿意待在金家 可是不待在里面 又怎么会遇到 合适的女子呢 欣悦瑶叹了口气 感到愧疚的同时 也感到很无奈 昨天我在金家 看到了一个女的 叫沈亿玲 那个沈小姐喜欢金叔 而金老爷和金夫人 也十分满意她 但是金叔 显然是逃避对方呢 不过倒也没有 从她神色中 看出讨厌和排斥来 我想金叔应该 对她的印象还不错吧 只是其中 怕是有什么顾虑而已 提到沈亿玲 倒不是 她想帮助她的意思 感情的事 还得看他们自己 她提到沈亿玲 也不过是叙述一下 这件事情而已 因为金云瑶 许多年不回修真剑 就是上次回去 也只是待了一会儿 所以那里面的许多人 她都不认识 所以她便不知道 沈亿玲是谁 逃避 应该是还不清楚 自己的心思吧 金云瑶道 因为她不认识沈亿玲 所以并不知道 对方的年纪 也不知道 金济宁是因为 年纪的问题 而逃避的 顾宁等人聊着聊着 忽然听到不远处 传来吵闹声 引起了顾宁几人的注意 是两个地普东下联合 王国的女孩 和三个男人 发生了冲突 至于原因 从他们接下来的对话中 也能知道个大概了 那两个地普东欧王国的男人 去搭讪那两个女孩 而那两个女孩 没有理会 所以这两个东欧男人 就恼羞成怒 羞辱那两个女孩 甚至直接羞辱到了 地普东下联合王国上 而那两个 和地普东欧王国的男人 一起的地普东下联合王国的男人 不止不帮着本国说话 反而跟着那两个 东欧王国的男人 羞辱那两个女孩 一副狗腿子的模样 简直不要太恶心人了 而那两个女孩 直接就被气哭了 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 看到这样的情况 顾宁当然是看不下去了 她直接站起身 走了过去 来到几人跟前 她只身挡在了 那两个女孩的身前 而那三个男人 在看到顾宁的时候 眼睛顿时就发亮了 特别是那两个 东欧王国的男人 那模样简直是 快要扑上来一样 让顾宁感到一阵恶心 顾宁冷眼看着这几个人 随后她盯住 地普东下联合王国 那个男人问道 你是地普东下联合王国人 为了避免误会 她还是要确定一下 我是 怎么了 男人文言反应过来 应了一声 虽然知道顾宁的出现 是为了那两个女孩出头的 但是却因为她的颜值 男人的心态倒是很好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狗腿外国人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也他们真的很丢脸 顾宁的语气很平淡 但是这话 确实很犀利的 地普东下联合王国人 听到这话 都纷纷觉得解气 虽然他们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不代表 他们就看得惯这个男人 帮着地普东欧王国人 欺负自己国家的人 你 那男人文言 脸色顿时就变了 露出怒涩来 呵斥道 这是我的事情 不用你管 你也没有权力管 我是没有权力管 但是我就是要管 怎么着 既然你欺负了别人 那么别人 为什么不能欺负你呢 顾宁的态度非常嚣张 对于这帮帮着外国人 欺负自己国家的人 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的 你 男人气节 咬牙介齿地威胁道 不要以为你是女神 我就不敢打你 男人说着 做出一副 要打人的模样来 试图想吓退顾宁 众人健壮 都纷纷为顾宁担忧 而那两个 被顾宁维护的女孩 也很是担心顾宁 于是小声地和她说道 要不算了吧 我们几个女孩子 会吃亏的 那两个女孩 也感到很不甘心 但是不甘心 那又怎么样了 出门在外 安危要紧 况且一会儿 他们还要去 东欧王国的岗市 到了人家的地盘 人家想做什么 他们就更加 没有反抗的余地了 没事的 尽管如此 那两个女孩 还是很担心 但见阻止不了她 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大不了他们不去岗市了 换个地方玩算了 比起生命安全来说 几千块的机票损失费 算不得什么 想打我啊 那还得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 顾宁看着那男人 不屑地冷笑道 你 那男人更加气愤了 他是有想打人的冲动 但理智却阻止了他 顾宁不再理会他 而是望向那两个 窝国男人说道 你们两个 来我们国家 欺负我们国家的人 实在是太不将 我们国家放在眼里了 怎么 是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 那又怎么样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那地谱东欧王国的男人 嚣张地回应道 丝毫不将顾宁放在眼里 听到他这嚣张的话 许多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都纷纷感到气愤 这地谱东下 窝王国人也太可恶了 居然这么嚣张 就是 他们以为自己 算什么东西啊 他们一向就自我感觉良好 一向都嚣张 大家纷纷指责和议论 却没有人敢出头 但可不是所有 东窝王国的人 都是那般德性的 于是 有一个东窝王国的男人 走了出来 对着那两个 东窝王国男人说道 你们两个太过分 太不懂得尊重人了 那两个男人听到这话 不止没有感到理亏 反而更加嚣张了 就关你什么事啊 不要以为你是 地谱东窝王国人 我就会给你面子 我就是不将他们 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放在眼里怎么了 他们都是低贱的 听到这样的话 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都纷纷感到气愤起来 然而却在这时 一个苹果从顾宁手中飞出 直接砸向地谱东窝王国男人的嘴 快狠准 直接堵住了他的嘴 令他的骂声也戛然而止 这一幕让众人感到很是惊讶 都觉得这女孩好厉害呀 竟然扔得那么准 当然 大部分都觉得这是运气 不管是能力还是运气 反正大家很感觉解气 男人的嘴巴不止被砸得疼痛 而且还紧紧地堵住了 让他用力地去扯了几下才拿下来 该死的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地谱东王国男人气得面色扭曲 双眸星红地想要杀掉顾宁一般 不过也确实是对顾宁出手 将顾宁砸下他的苹果 朝他砸了过来 而且发了狠 根本就不在乎会不会伤到人 众人见状也纷纷生出了担忧来 生怕顾宁被砸到了 然而下一秒 他们就见到那女孩一抬脚 将扔来的苹果一脚踢飞 苹果在空中划过了一道泡物线 最后落到了五米之外的垃圾桶里面去 至于为什么用脚踢 而没有用手接或者拍开呢 因为这苹果已经进到那男人的嘴里了 沾了对方的口水 顾宁嫌恶心 而这一幕让众人纷纷惊呆了 要是说刚才顾宁扔苹果堵住那男人的嘴 是有运气的成分 那这次让大家确定 顾宁是真的有本事 那两个嚣张的地谱东欧王国男人健壮 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生出了那么几分忌惮 感觉到顾宁似乎不好欺负 不过强大的自尊心 却不允许他们就这么算了 如果就这样算了 他们会很丢脸 会让人觉得他们怕了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顾宁就是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要是东欧王国的话 真的让他们感到威胁了 他们也就算了 你们地谱东下联合王国人 就是这么对待国际友人的吗 我们来到你们地谱东下联合王国 你们就应该对我们客气尊重 那个东欧王国男人指控到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国际友人 客气尊重 听到这话顾宁就笑了 笑得十分的讽刺 然后看着男人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声音也是冰冷至极的 不错 要是友人的话 以我们地谱东下联合王国 良好的传统美德 当然会客气和尊重 那你们是友人吗 你们来到我国 却欺负我们国家的人 羞辱我地谱东下联合王国 你们还想得到客气和尊重 做梦呢吧 不对你们动手 就已经是足够客气了 还是欺负和羞辱 才是你们国的友好表现 要是这样 我礼尚往来又有错吗 不要说只允许你们欺负人 不允许人家反抗或者欺负你啊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 谁给你们的优越感 在我们的地盘上嚣张无礼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同一道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60集 听到顾宁这番话 地埔东夏联合王国的众人 纷纷感到情绪激动 澎湃不已 看向那两个东欧王国的男人 目光都变得愤怒和指责起来 当然 不包括一些狗腿的地埔东夏联合王国人 特别是那个和这两人同行的那人 虽然他也没有否认顾宁这话说的不对 但是却也没有因为顾宁这话 而对那两个东欧王国男人 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物以类聚吧 因为不是地埔东欧王国人 都是坏人 所以大部分东欧王国人 都纷纷因为这两个人而感到丢脸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们的错 不过还有小部分和他们一样子 看不起地埔东夏联合王国人 所以尽管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确实是那两个人不对 却没有指责的意思 最多就是没有帮他们说话而已 你 那两个东欧男人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也被顾宁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 有些压迫 登机口周围的工作人员早都听到东京过来 不过却没有阻止 反而很支持顾宁 这些东欧王国人总是喜欢 在我国的地盘上嚣张无礼 早就该收拾了 眼下只有十分钟登机了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登机时间 我希望 几位还是向这两个小姐道歉吧 顾宁虽然看他们不爽 但是却没有必要继续深究 免得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什么 道歉 不可能 一听到顾宁让他们道歉 那两个东欧王国男人像是感觉到了莫大的耻辱一般 强势地拒绝他 是吗 顾宁脸色一沉 一股强大的威压便朝着两个男人袭去 顿时让他们感到强烈的压迫感 比之前的压迫还要严重 有些喘不过气来 心中也对顾宁产生了真实的恐惧 就是周围的人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忽然觉得顾宁让人很是敬畏 顾宁没再多说什么 就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用威压去威慑他们 他到时候看看 他们到底能撑多久 那两个女生想说不用道歉了 因为他们也怕到了钢室那边受到报复 但是话到嘴边又噎下去了 他们觉得 要是他们说不用道歉 不止扫了顾宁的面子 更是给自己国家丢了脸 这样他们还是做不到的 因为尊严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而周围的人也没有出声解为 就这么看着 对不起 最终他们承受不住顾宁的压迫 还是道了歉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 但既然道歉了 顾宁也就不再追究了 不过却还是警告的 你们在自己的国家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但是来我们国家了 还请你们安分一些 我们国家的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那两个男人很是不甘 但那又能如何 他们知道这女孩不简单 暂时还是得忍下这口气 不过等到了他们的地盘 那就不是对方说的算的了 顾宁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却是不在意的 他们要是想报复的话 那就尽管来好了 只要他们有这个本事 顾宁也不再理会他们 而是望向那两个女孩 你们到那边和我们一起坐吧 顾宁也想到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那两个女孩 害怕受到几个男人的报复 而这一切 也是因为自己出面 才把事情严重化的 好 那两个女孩确实害怕 所以顾宁这么说 他们也就同意了 不过他们还是有些纠结的 到底要不要去钢市 所以一个女孩 别问顾宁道 你觉得我们到了钢市 那三个男人 会不会找我们麻烦啊 毕竟那是别人的国家了 要不 我后朋友还是不要去了 换个地方比较好 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 要是你们换个地方的话 这机票钱我来出吧 毕竟也是因为我出头 才会将事情变成这样的 确实也说不准 他们会不会再找 那两个女孩麻烦了 不怕万一 只怕一万 所以 要是这两个女孩 换机票的话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出这个钱 毕竟不管是退票还是改签 都是要损失大部分的钱的 不不不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是为我们出头 我们感谢你才是 我们 也是看不惯那地普东欧王国人 他们就应该受到教训才是 所以要是我们改签机票的话 我们自己承担 女孩立刻说道 她可不是不通勤达理的人 当然不可能把责任推给顾宁 这样 他们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了 那你们决定继续去钢市 还是换地方呢 两个女孩相视对望一眼 问了彼此的意见 最后都决定换个地方 不去地普东欧王国了 至于去哪 他们在决定去钢市之前 还想过其他想去的地方 倒也不难决定 我们去宜州吧 行 另一个女孩应了一声 于是他们就决定去宜州了 那你们赶紧去改签吧 两个女孩应导 便立即朝着服务台走去 顾宁也跟在身后 虽然他们拒绝了 他的机票改签费用 但顾宁还是会给他们支付的 你不用陪我们去了 我们自己去就好了 那两个女孩看到顾宁跟来 也猜出了她的用意 没事我就过去看看 那个 你真的不用跟我们一起过去 我们自己过去就好了 我过去看看而已 见顾宁坚持 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顾宁就跟着女孩 来到了服务台 办理了改签手续 而在付钱的时候 顾宁抢先他们一步 不管他们怎么阻止也阻止不了 最后只有无奈和感谢了 祝你们旅途愉快 出门在外的 记得要小心一点 我们会的 谢谢你了 两个女孩向顾宁道谢道 顾宁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哎 你们是顾小姐的朋友吗 顾宁一走 服务台的一个工作人员 便立即问道 一副激动的样子 不是啊 不过看到工作人员的激动的模样 让他们生出一种预感 那就是刚刚那个女孩的身份 怕是不简单 所以他们也跟着好奇起来 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知道她是谁吧 我当然知道她了 她很火的 我现在不好和你们都说 你们自己上网查一下名字就知道了 她叫顾宁 照顾的顾 宁静的宁 服务台工作人员说道 不敢和他们都说闲话 要是被领导发现了 或者同事告了状 那就不好 两个女孩立即在手机上 查了顾宁这两个字 当看到顾宁的百科资料之后 他们也吃惊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顾宁竟然是一个来头这么大的人物 不止替他们解围 还帮他们付了机票改签的费用 这简直是走了狗屎运呢 可是他们竟然不认识对方 简直是悔恨极了 我竟然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存在 看来这段时间太忙 微博都很少刷了呢 是啊 我们太幸运了 要是早知道对方的身份那就好了 还可以请求合照呢 不行 我太激动了 我要发个朋友圈 两人说着就直接打开微信 编辑文字 发了朋友圈 内容说是自己 竟然不知道顾宁这号人物 今天却遇上了 和别人发生冲突 顾宁还为他们解围 然后帮他们改签机票 帮他们付了钱 朋友圈一发就收到了好多的点赞和评论 纷纷表示羡慕极度 平时他们发圈的时候都很少有人点赞和评论的 可想而知 顾宁的影响力到底是有多大 而顾宁回到位置的时候也开始登机了 几人开始陆续登机 他回来之后 一直感受到那两个地埔东欧王国男人不善的目光 不过却并没有在意 上了飞机之后 他们的位置距离拉开了 就不再感受到那三个男人不善的目光了 还有几分钟八点的时候 飞机降落在钢市机场 顾宁他们都有储物空间 东西都放在空间里 不需要提着行李箱 出去之后就直接走出街机口了 在他们来之前 试验队那边已经有人到机场接他们 而来接他们的是徐景琛了 不过在他们走出街机口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不用猜 他们都知道是那两个地埔东欧王国男人的杰作 不过也并没有在意 在和徐景琛碰面之后 他们就直接离开了 徐景琛是开着车子来的 而车子是他们租来的为了方便 几人离开之后 那盯着顾宁的人也一直跟着 徐景琛随后就发现了 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冲着顾宁几人来的 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脸色顿时变得不好看 我们被跟踪了 是要加速避开 还是要对上 徐景琛问道 他知道自己能发现 顾宁他们已经早就发现了 不过不管对方是冲着谁来的 有顾宁几人在 但是一点都不担心 只是需要问问该怎么做 对方冲了我来的 到了没人的地方停车吧 处理一下他们 这里是对方的地盘 要是不直接处理了他们 他们就会继续追 到时候要是发现了他们的事情 那就不好了 所以干脆直接处理了 让他们无法继续跟着自己 才不好发现他们的事情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与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61集 听到顾宁说 对方是冲着他来的 徐景臣有些惊讶 来地埔东窝王国 还有人针对你 还是那边的人 找了这边的人 来针对你的呀 虽然这么问 但他觉得前者不太现实 觉得应该是在地埔东 下联合王国那边得罪的人 是在首都机场那边 和两个地埔东 王国发生了冲突 他们定然是 在他们这边安排好人 然后等我到了 找我报复呢 为了避免他们继续 跟着咱们发现什么 还是直接把对方处理了 让他们无法跟着咱们 好 徐景臣应了一声 便没有将车速加快 而在没有找到 适合的地方停车 对付他们的时候 沐宁就问起了 冷少廷的事情 对了 这件事情具体 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这次的任务 和变异人有关 我们是在地埔东 下联合王国那边 发现了变异人 然后老大说 想找出他们的窝 然后毁掉 于是我们就跟过来了 为了避免我们 跟着会暴露 所以 老大就一个人 跟着这些人去了 让我们在钢市等着 说要是五天之内 他没有和他们联系的话 就让我们找援手 然后让你们过来 我们都相信老大的能力 所以本来想着 再缓一两天 要是老大还没有回来的话 再找援手 然后现在一个星期了 老大还是没有 和我们联系 所以我就找上援手了 虽然觉得冷少廷 不会有事 但他还是感觉到很担心 毕竟现在冷少廷的情况如何 他们都不知道 那知不知道 少廷去的大概方向 我们只知道 在某某码头那边出海了 但是至于去了哪个方向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猜测 要是对方去的是秘密基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在海底 亦或是在岛上了 我们也查了一下地图 周围有不少岛屿 有大有小 但是也未必所有岛屿 都会出现在地图上 所以这些岛屿 也不是都能去的 一般基地不是在深山 就是在岛屿 亦或是在海底 现在少廷在哪 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就只能顺着 海岸分头去找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师父 还有伯母三人吧 现在晚上正好是行动的时候 你现在就直接带我们 去那个海岸吧 顾宁没有问过 上官阳和金云阳的意见 直接自作主张 不过就算过问了 他们也只能这么做 好 徐景臣应道 他一点意见都没有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办法寻找冷少廷 帮助他 才喊了顾宁他们过来的 要是对方都是人的话 再厉害 他们出动 成功的几率也会很大 但这次的任务对象 却不是人 而是人者和变异者 你身上有地图吗 有的话也先拿过来 给我看看 有 还好几份呢 就在副驾驶前面的盒子里 金云阳坐在副驾驶 文言便从副驾驶前面的盒子里 拿出了三张地图 分别给了顾宁和上官阳 拿到地图之后 直接找到了 徐景臣说的那个码头 从码头开始看周围的地标 从机场到钢城城区 周围有很多偏僻的小村子 而为了能避开他人 处理那些跟踪他们的人 所以顾宁几人的车子 便朝着小路驶去了 对方也一直在等着机会下手 现在看到他们走了小路 就觉得机会来了 等到走到偏僻的地方 前后都没有车子之后 顾宁便让徐景臣停了下来 而跟着他们的人 见顾宁他们车子停了下来 倒没有多想 不认为他们这是被对方发现了 然后故意停下来要处理他了 而是觉得应该是对方的车子坏了 所以才停下来吧 而在车子停下之后 顾宁也下了车 故意做出一副车子坏的样子来 下车之后 他便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 顾宁一个人就能应付 所以就只有顾宁一个人下车就可以了 其他人还坐在车里等着 接着 那辆跟踪他们的车子 也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 然后下来了五个男人 手里都拿着木棍 对方下车之后 二话不说就朝着顾宁袭来 一点没有因为顾宁是女生 就怜香惜玉的意思 更不担心认错人 因为在这之前 喊他们来找顾宁麻烦的人 已经拍下了他的背影 虽然没有拍到正面 但是从打扮上就能轻易地对上号 顾宁也毫不客气地还击 为了速战速决 他直接折断了他们的手脚 而且用了冰冷的灵气 虽然还不至于导致残废 但是在街上之后 也没有那么快就能好 这些人倒是有几下子 但是对于顾宁来说 却也只是三脚猫而已 尽管他没有武器 对付有武器的他们 也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所以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顾宁就彻底将他们打倒在地 让他们无力还击了 将他们打败之后 顾宁并没有废话 直接上车离开 而他们却是吃惊极了他的身手 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姑娘 身手竟然这么厉害 这几个人也太渣了吧 徐景称满是不屑地说的 当然不屑的是那几个人 要是换做他 他也能分分钟搞定 就是没有顾宁那么快而已 你怎么不说是我太厉害了呢 说他们太渣 意思就是说你太厉害了呀 那可不一样 说他们太渣就显得 只是他们太好对付 但是要说我太厉害 就代表因为我厉害 所以才使得他们变得更渣 顾宁倒不是真的在意这个 就是闲着无事逗逗去而已 有区别吗 他觉得似乎没什么区别嘛 反正都是说顾宁厉害 当然有了 好吧 赢了 徐景称不知道怎么回应顾宁 只好认输了 四十分钟之后 徐景称带着顾宁几人到了码头 码头比较偏僻 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码头 周围没有人家也没有人 所以那些人选择在这边出海 也比较安全 来到码头之后 徐景称才突然意识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了 没有船 你们怎么过去啊 我们自有办法 下吃之后你就先离开吧 有什么情况 我们这边会尽快通知你的 虽然徐景称知道 他们是奇能异士 但是对他们的能力 是不清楚的 所以他们也不想暴露太多 好 如此徐景称也并没有多问 等到顾宁几人下吃之后 他就开车离开 虽然他好奇顾宁 他们到底怎么过去 但也知道 不该了解的事情 他就不会去探究 所以他也并没有偷看的想法 他们是奇能异士 自有自己的办法 等到他离开之后 顾宁几人才商量 该怎么去找 他们三个人 当然是兵分三路 要是冷少廷 真的在这周围的岛上 其实他们找起来 不是很困难 因为只要他们距离 在方圆50米之内 就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 不需要等见到人 才算找到 上官阳和金云瑶 会遇见飞行 就在上面找 顾宁不会 但有蛟龙 蛟龙在水里 可以自由穿梭 速度也是极快的 所以顾宁就在海里找了 现在不确定 对方的基地 到底是在岛上 还是在海里 所以这岛上和海里 都是需要找的 商量好之后 几人就开始行动了 顾宁将蛟龙 放出来 下了水 下水之后 顾宁用灵气 形成了屏障 将自己包住 然后就开始寻找了 虽然海里 无法从气息上 感觉对方的存在 但顾宁有透视眼 可以直接透视寻找 海很大 纵使冷少廷 就在这周围的岛屿上 他们想要找到他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这边 徐景琛回到了 他们的落脚地 他们落脚地 离这个码头 也不是很远 开车15分钟左右 一个海边的度假别墅区 这些天 他们都是以游客的身份 在这边活动 白天就随便出去走走 充当合格的游客 钢市发展的也不是很好 不管是商业还是旅游 但是因为位于地普东欧王国 最边缘的城市 风景还是不错的 要不是因为偏远 也不至于发展不起来 不过旅游的人还是有一些的 只是都是本国的人居多 外国人一般来这边旅游 都是直接去首都的 这次他们和冷少廷来的有五个人 也就是他们一共来了六个 而其他五个便是徐景琛 陈蒙 艾伟顺 思明和赵朗了 他们都知道徐景琛 去接顾宁他们了 他一回来 大家都问他的情况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顾宁他们呢 怎么没有一起来啊 陈蒙问道 他们一直认为 徐景琛去接人之后 先会回来这里 然后大家一起商量之后再行动 我告诉了他们 老大跟着那些人 从蒙蒙码头离开的事情 所以 他们直接去蒙蒙码头了 让我回来等消息 徐景琛说道 他们都知道顾宁他们是奇能异士 所以 他们自己出马 让徐景琛回来 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不过顾宁他们来了 也让他们原本极为沉重的心情 变得稍微轻松一些 因为他们相信顾宁他们 希望老大没事才好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我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62集 顾宁几人是在九点半左右开始找的 找到了半夜三四点左右 也离开了码头很远了 终于 上官阳在一个岛屿的悬崖边 感受到了修真者的气息 他立即随着气息找了过去 在冷少亭周围 有着好几道煞气 在周围走来走去的 上官阳觉得 这几个人应该是在寻找冷少亭 只是不知道这几股煞气 是变异人还是忍者 随着上官阳靠近 得知了冷少亭所在的具体位置 他便直接去找冷少亭 上官阳没有先处理这几股煞气 是因为他不知道冷少亭的用意 如果贸然去处理这几个东西 坏了冷少亭的计划就不好了 冷少亭此刻 藏身在岛屿悬崖的石缝中 直到上官阳靠近十米之内 冷少亭才发现 在看到来人是上官阳的时候 冷少亭有些惊讶 师父 你怎么也来了 按照自己对徐景琛他们的叮嘱 他知道顾宁和金云瑶会来 只是没想到上官阳也会来 不过却也没有多少意外 上官阳是他师父 知道他这边需要支援 也不可能不管 我还没见过变异人是什么样子 所以来探究探究 上官阳很直白地说道 倒是一点都不怕冷少亭寒心 冷少亭倒是不觉得寒心的 就是有些无语 大老远的过来 就是为了探究变异人的 不过他倒是能够理解 上面在找我的四股煞气 其中有两股强的是变异人 有两股轻的是忍者 那你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文言 冷少亭就知道 上官阳指的是上面那几股煞气 这几个是我故意引来的 正准备处理他们 您就来了 因为不知道这边到底有多少变异人和忍者 所以也不好贸人大行动 闯入他们的实验室里去 就想着先除掉一些算一些了 所以这几天 我也除掉了五个变异人和五个忍者 因此 这边的人 发现有人闯入了岛上 正在对他们进行消灭 所以他们正派着不少人在找我 同时 他们也加强了对基地的守卫 所以 一时间我也无法行动了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但冷少亭到这里的时间 才只有三天而已 因为对方不是在出海之后 就直接过来这边的 而是去了一个小岛 待了两天 那个小岛是这个组织的基地 而这个小岛是专门实验的地方 通过在那边两天的观察和调查 冷少亭也调查出了 这个基地和地普东欧王国首都的一个大家族有关 这个家族和地普东下联合王国首都的四大家族一样 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势力和地位 同时也拥有着夺权的野心 而这个仁者组织和变异人研究 便是他们势力的后盾了 既然如此呢 我们先除掉他们 然后去找你母亲和宁丫头 其他的事情 等找到他们捧面了再说吧 上官杨说道 既然找到了冷少亭 当然要尽快地告诉金云瑶和顾宁 免得他们继续寻找 好 冷少亭应道 也急着和他们碰面 他来这边没有出事 却没有回去和徐景琛他们说 也是觉得自己一个人 怕是不容易解决这边的事情 所以也确实需要他们来帮忙 只是为了尽快探究这边更多的情况 就没有特意回去联系顾宁和金云瑶 让他们过来 因此他也因为没有亲自和他们联系 导致他们担心自己出事 而感到愧疚 上官杨和冷少亭 立即上了悬崖 找到那几个忍者和变异人 变异人是没有思想的 需要忍者来操控 所以那两个忍者 各自带了一个变异人 兵分两路地寻找冷少亭 也因此冷少亭和上官杨上来之后 也兵分两路地对付他 这两个忍者的修为也不低 在中等的样子 不过尽管如此 对于冷少亭和上官杨来说 根本就不需要放在眼里 就是变异人需要那么一些时间来对付 毕竟变异人有着极大的增加防御能力 自愈能力也是普通人的十倍以上 即便受伤也会很快痊愈的 上官杨对变异人倒是没有下狠手 因为他想要研究一下变异人的功能 于是上官杨先用了三分灵力攻击而去 变异人被灵力攻击到 倒退了几步 没有什么损伤 然后上官杨加重了灵力 到了五分灵力 才将变异人给伤到 不过也只是轻伤而已 然后这道伤却以秒的速度愈合了 虽然早就知道变异人 有着极大的增加防御能力和自愈能力 但亲眼见到之后 上官杨还是感觉到惊叹的 他不得不承认 防御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一项 变异人比修真者强太多了 不过变异人是防御和自愈能力强大 攻击能力就弱修真者太多了 至于忍者 能力和心动器的修真者差不多 分分钟就被上官杨打败了 不说上官杨 就是冷少廷也能轻易地将忍者给打败 在对付变异人的时候 确实也都花了些时间 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超过十分钟 毕竟实力相差还是太大了 而且上官杨还是因为前期的试探花了点时间 采用了七八分钟消灭的变异人 要不然也不会超过五分钟的 冷少廷用的时间就稍微比上官杨多一些 毕竟他们的实力是相差极大的 消除了这四个东西之后 冷少廷和上官杨就去找金云杨和顾宁了 上官杨去找金云杨 冷少廷去找顾宁 到时候回到这边的悬崖碰面 得知顾宁在海底找他 冷少廷便放出了蛟龙 骑着蛟龙去找 在海里不比空中好找 一个小时之后 上官杨找到了金云杨 冷少廷却还没有找到顾宁 在上官杨找到金云杨之后 金云杨得知冷少廷没事 他才彻底地松了口气 冷少廷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和顾宁碰上面了 顾宁看到他一点事都没有 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顾宁和冷少廷就回去 他们约定碰面的地方 这边没有信号 所以他们无法和徐景琛报平安 只能等处理好事情之后再回去 等大家碰面之后 天色也已经亮了 而他们也折腾了一夜 虽然不累 但也需要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慕宁的空间和上官杨紧人的乾坤袋中 那些吃的是多的是的 在休息的时候 冷少廷和他们具体说了这边的情况 他们所在的这个岛不是很大 实验室在岛屿的中央 入口比较隐秘 外观就是一个山洞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也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情况 冷少廷用神识感应得到 进入山洞之后 有电梯一直往下滑 所以实验室是在地底下的 等一会儿我们过去之后 我先透视看看能否看到里面的情况 然后再商量该怎么行动 慕宁说道 虽然他们跑到别人的国家 来破坏别人的势力 管的是有些宽了 但是谁让他们的变异者和忍者 三番四次的到地埔东下 联合王国去作恶呢 所以是他们先招惹我们在先的 那就怪不得我们来消灭他们 不然放任着他们继续作恶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犯我地埔东下联合王国者 虽远必诛 顾宁说的大家都赞同 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几人吃了东西之后 便做自身伪装 他们可是干坏事啊 当然不能把自己真实的身份 给暴露出去 冷少廷打探过周围的环境 所以知道周围都是有监控的 要是不伪装就过去的话 定然会被发现 在第一时间传出去 他们就会惹上极大的麻烦 伪装好了之后 上官阳便带着顾宁 金云瑶和冷少廷各自遇见飞行 异性人朝着实验室方向而去 虽然他们可以使用灵力 去破坏监控 但以防万一还是得伪装一下 在还没有探究到更多的情况之前 他们不想暴露 一路走去的时候 他们都是关注着周围有没有人的 而且到了有监控的区域 他们也不再预见飞行 改成走路了 而因为岛上有外人闯入 死了不少变异者和忍者 让他们的组织感到惶惶不安 领导者也是愤怒至极的 但是他们派了忍者和变异者出去寻找 要么就是有去无返 要么就是无功而返 实验室这边出了事故 组织的高层都已经过来了 正在实验室的会议室里 虽然他们都在 但也做不了什么 但他们要是不在的话 他们也不放心 更不好和上头交代了 他们虽然是组织里的高层 但是在他们上面 还是有一个首领的 他们在商量办法的时候 也想过先把这里的变异人转移 但是又觉得不现实 因为他们在明 敌人在暗 而且敌人能轻易地干掉 他们那么多的忍者和变异者 可见对方是有多么的不简单 所以他们也担心 一将这些变异人运出去 就会遭到对方的埋伏 到时候他们将会有更大的损失 要是他们死守在这儿 说不定还能保住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63集 而这变异研究的组织 同龄者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首先怀疑的就是 他们家族的政敌 而袭击他们实验室的 有可能也是人者和变异人 毕竟能研究出变异人的 又不是只有他们这一个组织 利浦东欧王国 不止他们这一个 研究变异组织的 也不止他们这一个组织 才有人者 这些冷少廷他们 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没有侵犯到 蒂普东下联合王国 他们不会主动斗手 但如果侵犯到了自己的国家 他们就会动手了 而且没有侵犯到自己国家 他们也没有线索去调查 尽管这个组织的首领 怀疑他们国家的政敌 但是也不能直接去 从他们身上调查 这样会引起麻烦 所以他们只能从破坏者的身上 开始调查 只是找了两天 这破坏者都没有找到 感觉让他们更加愤怒了 在冷少廷等人来到 有监控的区域时 就使用灵力 去将监控给破坏掉了 因为有人一直盯着监控录像 所以监控一坏掉的时候 就被发现了 不过盯着监控录像的人 却没有从监控中 看到冷少廷等人的身影 所以开始以为只是监控 自身原因坏掉了 也没有在意 当监控接二连三坏掉之后 这才让盯着监控的人 感到不对劲了 然后立即向高层禀报 高层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首先觉得是监控出了问题 但又觉得不太可能 这一个个坏得也太巧合了 总感觉是人为的 所以他们接着便想到了 袭击他们的人 但是从监控录像中 却没有看到人的身影 这样他们感到诡异又恐慌 他们都是人者 他们研究出变异人 这种超出人类所认知的存在 更是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拥有其他的异类 比如地谱东下联合王国 那边有传说中 就会飞檐走壁的高人 还有其他国家 有一些特殊能力的群体 但是那些异类的存在 他们却是不清楚的 所以他们也怀疑 但是会是哪个国家的异类 那就不清楚了 因为他们的忍者和变异人 最近去了好几个国家出任务 所以也不知道 到底被哪方的人给盯上 当然这也只是怀疑而已 也有可能是他们的首领 在地步东欧王国的敌人 或者是他们组织的敌人 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袭击的人不是变异人 因为变异人需要人来操控 并没有能力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破坏监控 忍者也没有这个能力 监控是越坏越多 高层立即派人去外面周围查看 所以冷少廷几人 在来到实验室入口附近之后 便看到了十几个忍者 在搜查和巡逻 洞口也有四个忍者 和两个变异人在守着 这十来个人看似不多 但是对于忍者来说 却算是多的 毕竟忍者不是普通人 不是军人 也不是杀手 能有成千上万个 一个组织里有二三十个忍者 也已经算是强大的组织 毕竟一个二三十人的忍者组织 势力相当于上百个人的 杀手组织 况且这个组织不只有忍者 还有变异人 而且看样子 他们的变异人也不少 所以这样的组织 怕是比任何一个杀手组织 还要强大了吧 毕竟人终究无法 和忍者变异人相比 所以 纵使冷少廷是修真者 修为高 加上有蛟龙在身边 一个人行动 终究还是会有危险 不过现在有上官杨他们几个 这件事情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顾宁几人并没有靠得太近 以免被发现了 忍者的感官也是很敏锐的 方圆二十米左右 有什么动静 是能感觉得到的 当然前提那是普通人 顾宁几人能收敛住自己的气息 虽然不是完全的 但至少在十米之内 他们是不会被发现的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顾宁几人还是没有靠得太近 在距离他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下 他开启透视 朝着实验室门口的地下望去 他的透视渗入到大门之后 看到了电梯 顺着电梯往下望去 大概有十来米之高 就看到了实验室了 不过因为距离和阻碍物太厚的原因 他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也能大概地看出 里面有不少人 顾宁将自己看到的和冷少廷他们说了 商量该如何行动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 绝戒更大 上官羊说道 他是一点都不将他们放在眼里的 其他人也是赞同上官羊的话 要是换作他们一个人 或许有些困难 但是他们四个人 特别是有上官羊这个顶级高手 更加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两只蛟龙 一只狐妖和一只树精呢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不想暴露这些 然后他们几人直接开始攻打 忍者们就在周围搜查和巡视 却不知道敌人已经靠得这么近了 所以当顾宁几人突然在他们身边出现的时候 着实将他们吓了一跳 也惊讶他们竟然能隐藏得这么好 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所觉 然后他们也立即攻击而去 因为十来个忍者都是分散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忍者都在同一时间攻击冷少廷他们 也因为实力悬殊 让冷少廷几人很快地就处理掉他们了 全部除掉这十来个忍者 也不过十分钟之内的事情 因为这边的监控没有被破坏的原因 所以在冷少廷他们在监控内的时候 盯着监控的那个高层也看到了 都纷纷被他们的身手给惊倒 这些到底什么人呢 怎么那么厉害 虽然因为他们这两天灭掉了他们十来个忍者和便衣人 知道对方是高手 但当亲眼看到他们实力的时候 还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他们比预料中的厉害太多了 这些足以对抗五十个高级杀手存在的人者 竟然不到十分钟就被这四个人给干掉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高层A问道 当然也不奢望有人能告诉他 因为他们和他一样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虽然他们知道有好些个国家都有奇能意识的存在 但他们对各个国家的奇能意识的能力和特征都不了解 他们都还没有遇到过呢 虽然他们知道地埔东下联合王国的高人能够飞檐走壁 但也仅此而已 所以冷少廷几人也猜测到他们知道这一项 为了不明显地暴露身份 所以在忍者交战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用上轻功 虽然从五官特征上 也可以判断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不过顾宁等人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伪装的时候 已经戴上了其他颜色的美瞳 要伪装呢就得全面嘛 所以对方是无法从他们伸手和五官特征 判断出他们是哪一国的人的 我知道 他们全面伪装了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容貌 高层B 道 是啊 他们简直太厉害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高层C 道 要不要安排其他人上去支援 高层A 道 我觉得先不要 电梯需要指纹加密码 他们下不来 高层B 说道 话虽这么说 但是在看到他们能力之后 也说不准电梯是否能阻挡着住他们 但这个时候他们是绝对不能出去的 所以现在也只能先观望着 就怕电梯也阻挡不了他们 高层C 担忧地说道 电梯虽然材质极好 刀枪不入 但是却也不是无间不摧的 况且对方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 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能力摧毁电梯啊 顾宁等人处理掉了外面的十来个忍者之后 来到了入口处 入口处的两个忍者 在冷少廷他们攻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但他们因为要守住门 所以没有过去帮忙 只是想不到 十来个忍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还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这些人也太厉害了吧 虽然对方的厉害让他们有所忌惮 但人既然已经来了 他们也只能应战 两个便衣人分别由上官阳和冷少廷来对付 顾宁和金云瑶便各自对付两个忍者 忍者比便衣人好对付多了 很快 金云瑶和顾宁就将忍者给除掉了 然后金云瑶就去帮助冷少廷了 冷少廷对付便衣人是毫无压力的 但是为了能更快处理嘛 上官阳那边不需要帮助 顾宁没有出手 而是再次透视到地下室里面看看 现在靠近了顾宁便能看清楚一些 里面有十来个便衣人 十四五个忍者和七八个身穿白大褂的人 这些穿白大褂的无疑是实验室的研究教授了 实验室周围没有任何通道 只有电梯这么一个出口 他们没有建立其他通道 也不知道是因为太自信 不会被发现还是因为什么 其实呢 他们当初建立的时候 确实是太过自信了 他们想着 就算被发现了 以他们的实力也不会有人奈何得了 所以就没有零件通道 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今天遇到了这么厉害的人物 将他们堵在了这儿 当然目前还不到让他们绝望的地步 就是感觉到很担心而已 因为就算对方真的闯进来 他们这里还有那么多人呢 十多个忍者和十来个便衣人 他们不认为对方会奈何得了他们 虽然实验室这边没有信号 但是却有内部网 可以将这边的情况 传到组织基地那边去 所以在冷少廷 他们没有闯入实验室之前 基地那边就接收到了这边的视频 然后传到了他们统领那边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其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疼疼我 但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桃夭夭 第1764集 他们组织的统领 在看到这边发生的事情之后 简直是气得差点晕厥 也看不出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 要是真的攻进了实验室 那么这次他就彻底完了 但现在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祈祷他的那些人对抗得了那几个人 将损失降到最低 他虽然身为他们的统领 但是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根本就不可能过去支援什么 而且他是变异人组织统领的事 本来就是个秘密 就是组织里也只有高层才知道 如果自己过去 那说不定还会把自己给暴露出去 而这边 实验室里的人还在祈祷着 顾宁几人弄不开电梯进不来 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上官羊一拳打去 电梯门就坏了 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的高层们 纷纷吓了一跳 知道电梯是阻挡不了他们了 然后立即安排忍者和变异人准备迎战 他们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如此了 电梯在底下 上官羊直接跳了上去 然后一道灵力朝着 叫香的顶部打去 砰的一声 叫香顶部就立即破了一个洞 这里是监控看不到的 但是在实验室里的人 也听到了这一声巨响 尽管知道这电梯已经阻挡不住他们了 但听到这声音 还是忍不住惊了一下 电梯打开之后 冷少廷几人也跳了下去 而电梯出去之后 还有一道厚重的防盗门 但还是被上官羊一拳打破了 在防盗门打破的那一刹那 里面在等着的人者和变异人也冲了出来 纷纷攻击冷少廷等人 接下来就是一场混战了 这次的忍者和变异人都多 所以冷少廷等人对付起来 就没有在外面的时候那么轻松了 不过也不算吃力 这一场打斗下来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从开始 忍者和变异人一方就处于下风 只因为上官羊太过强悍了 要是没有上官羊 就冷少廷 金云瑶和顾宁他们三个对付的话 或许会吃力些 但是他们也自信这个结果是不会输的 毕竟他们的修为也是极为厉害 就顾宁弱了一些而已 所以把这些忍者和变异人消灭之后 顾宁也累得不行了 金云瑶和冷少廷的体力也消耗了不少 唯独上官羊 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累 毕竟大部分变异人都是他灭掉的 只是没他们那么累而已 实验室里还有人 是那些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 虽然这些忍者是这个组织里的人 但真正研究出变异人的是那些穿白大褂的 所以他们同样该死 不过他们只是普通人 没有什么身手 所以解决他们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一个活口都不留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 想要从他们口中问出来 而对方也没有机会 从他们这边问出来什么 直到把实验室里的全部活口 都处理了之后 顾宁道 这个地方直接炸了吧 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变异研究的东西 全部销毁了为好 虽然这里未必是对方唯一的实验室 还有这里的人者和变异人也不是全部的 但是毁掉一个实验室算一个 消灭一些人者和变异人算一些 冷少廷和顾宁的空间里都有炸药 冷少廷拿出炸药来 放好了之后几人就出去了 他们到炸弹炸不到的地方等着 等亲眼看到实验室爆炸了之后才离开 这个岛上有船是组织这边的 但他们并没有开他们的船离开 避免暴露行踪 不过好在这边比较偏僻 他们可以预见飞行 不过不能上高空 只能在水面上 毕竟遇到飞机飞过或者船只开过的时候 方便潜入水里 避免被看到 因为实验室所在的小岛 距离他们出发的码头有些远 飞行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回到码头 这一路上倒是没有被发现什么 回到码头的时候 冷少廷便立即给徐景琛打去了电话 报平安的同时 也让他们来接他们 而在徐景琛到来之前 冷少廷几人就先退去了伪装 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徐景琛在接到冷少廷电话的时候 才彻底地松了口气 和大家说了之后 就立即去码头接他们 而其他人就在住处等着 他们在知道冷少廷回来的时候 也是松了口气 很快徐景琛就来到了码头 接到了冷少廷几人 老大 具体情况怎么样 那冷少廷几人上车之后 徐景琛迫不及待地问道 刚才在电话里 冷少廷并没有和他明说 只说他们办好事情回来 让他去接 而他们也急着去接冷少廷 所以并没有多问 实验室里的人者 和变异人全部灭了 实验室也炸毁了 至于其他的 只要他们不要再来 地步东夏联合王国犯事 暂时就不用再挂了 要是再来的话 再解决了 那他们知道你们的身份吗 徐景琛问道 我们没有暴露身份 但是他们 有没有猜测到 我们是地步东夏联合王国的 那就不知道了 怀疑肯定是会怀疑的 但证据是不会找到的 所以就算他们怀疑 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 猜测肯定会 但是没有证据 他们也奈何不了 这个组织的统领 不止怀疑他的政敌 也怀疑地步东夏联合王国 以及其他几个国家 但到底是谁 却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他也让人去调查了 这些天从其他国家入境 来地步东欧王国 刚事的人 只是每天从其他国家 过来的人也不少 无法锁定目标 而且国外人员的资料 他们也无法调查得到 几人回到度假别墅区的时候 刚好是午饭时间 其他人也已经订好餐厅包间了 任务完成了 他们也该回去 所以订了晚上七点钟的机票 他们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订机票 从刚事回地步东夏联合王国首都 也不怕被盯上 就算盯上了又怎么样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 吃好饭之后 时间还早 他们就回别墅休息了 顾宁对地步东欧王国无感 所以也就没有想着出去转转 和大家一起在别墅里聊聊天 喝喝茶 这边的情况 冷少廷也和魏令峰汇报了 得知冷少廷他们竟然将 对方一个实验室 和大部分的人者和变异人都消灭 更是炸了对方的实验室之后 魏令峰也是吃惊不已的 果然这奇能异逝的能力 不可估量啊 虽然这次冷少廷等人立了大功 但奖金却不会太多 因为关于忍者和变异人 这件事是不能记录在案的 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要让多余的人知道传了出去 不只会引起众人的恐慌 也会给冷少廷等人 亦或是家人引来杀身之祸的 所以对于奖金的事就算是少 冷少廷他们也并没有意见 他们做任务也不都是为了奖金 更多的是因为责任 工作是为了工资嘛 但是除了工资之外 他们还有一份保家卫国的责任心在 虽然他们因为这些不可记录和公开的任务 而降低了许多奖金 但他们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因为他们在做任务的时候 只要是有没收到对方资产的 他们都可以留下一半来平摊 魏林峰给赤燕队这个权限 是因为赤燕队所做的任务 不是每一项都能够有几率公开的 等五点钟的时候 冷少廷等人退了房 然后去了机场 下午小岛那边的情况就被发现了 虽然小岛比较偏僻 但是爱不了有船只从附近经过 看到了燃烧的熊熊大火也就爆了井 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是爆炸 经过调查之后 闻到了炸药的味道 才知道这边爆了炸了 然而闻到味道 当然也就发现了这边有地下室的事情 虽然爆炸之后 又经过一场大火的洗礼 但实验室里的东西 却没有完全被烧成灰烬 特别是那些铁做的仪器 还有那些被烧焦的尸体 虽然变异基因研究的事情 没有几个人知道 但眼下这种情况 确实让人怀疑 这里是不是做人体器官贩卖的组织 因此感觉到了惊悚无比 这件事情不管放在哪个国家 都要严厉打击 所以这件事也将层层上报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会引起国家的重视 所以也立即派人下来调查了 这个组织的统领 担心和这件事情扯上关系 所以没有阻止调查 要是阻止了 这不就告诉别人 这件事和他有关吗 虽然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的视力很强大 但不代表他就能指手遮天了 不过就算这次他躲得远远的 也未必就能置身事外 他不知道对方灭掉实验室 是指针对实验室 还是针对他 所以就算他不去阻止 不去过问 也担心扯到自己的身上来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找上他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虽然这次的事情 没有让他的人者 和变异人的视力 彻底被瓦解 但是却已经损失了 六七层了 也只有那些 不在实验室的 七八个人者 在和在外的 四五个变异人 没有出事 主要是那些研究教授 都被炸死了 他就算想再崛起 也不容易 而且变异人 也不是说 轻易就能研究成功的 几率为百分之四五 也就是说 用一百个人来做研究 能成功的 也就是一到五个而已 而且能研究的人 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体质和毅力 必须得强大 要不然很容易 撑不住变异基因的注射 半路就死了 对于这些研究 变异失败的人 他们都是火化处理的 避免留下尸体 让人发现 大家都不知道 这实验室的具体情况 都认为是 贩卖人体器官的 虽然对这样的事情 感到痛恨 但是却也因为被炸 而感到解气 新闻也随之报道了出来 而对于这些 顾宁他们没有再继续关注 他们已经坐上了飞机 在回地埔东下 联合王国首都的路上 之前那个找人 报复顾宁的人 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虽然那个人 还是感觉到很不甘 但是想到顾宁那么厉害 也是怕了 只能认命了 能少廷一行人的容貌 都是伪装的 只有顾宁 金云瑶和上官阳 是用了原本的容貌 如果冷少廷 他们用本来的身份的话 那么忍者变异人 组织的统领一调查 就会将目光锁定 在他们身上 毕竟他们的身份 是最有可能 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吃烟队的人 经常要做境外任务 所以都会有好几个身份 他们这次的身份是商人 被调查到 也基本不会怀疑到 他们身上去 而顾宁的身份 却是个商人 上官阳和金云瑶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所以更加不会将目光 锁定到他们身上了 顾宁等人回到首都的时候 是晚上11点左右 而回到首都之后 冷少廷就让徐景春 他们自己离开 而他便和顾宁 他们一起回四合院了 任务完成了 他也可以休息几天 本来冷少廷 想单独带顾宁出去 但太晚了 他也不知道 用什么理由比较合适 所以就没有带着 顾宁单独离开 今晚就在四合院休息了 冷少廷在 顾宁也直接不去上课了 简直是一点学生样都没有 不过就算如此 也没有人管他 虽然他不去学校 但并不代表他闲着 在顾宁回来的第二天 接到了安光耀打来的电话 盛华地产的工地 出事了 安光耀身为 盛华地产的执行董事 出了事就应该由他处理 但是顾宁到底才是 盛华地产的老板 出了事情是绝对有必要 和顾宁说一声的 而且这次出的事情不小 最主要的是 这次的事是有预谋的 所以安光耀无法自己全权去处理 怕自己处理不好 给盛华地产留下不好的名声 盛华地产在地市的工地 建到了五层楼的房屋 忽然坍塌 伤了不少人 因此发现 盛华地产所用的砖 有部分根本就是不合格的 于是 盛华地产的事情 已经在地市 闹得沸沸扬扬的 而现在唯一算好的消息 就是没有死人 如果死人了 这件事情会更加严重 安光耀的人品和能力 顾宁是相信的 他是不会用不合格的砖 来建楼盘的 所以这是手底下人做的 手下人的错 也不能怪安光耀 毕竟他需要管理的地方很多 不能事事都顾及得到 不过既然他身为负责人 出了事也一定是有责任的 所以安光耀也很自责 但顾宁确实一点都不怪他 如果怪他 还不如先怪自己 自己才是老板呢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顾宁觉得 大部分应该是商业竞争 恶意设计的 能被设计到 那也是因为他们手底下 出了背叛者 随后 顾宁和安光耀 要了所有和这次事情 有关人员的资料 然后让K去调查 他们的通讯记录 银行记录 甚至监控得到的监控记录 以及工地内部的监控 然后顾宁就订了机票 飞去了地市 冷少廷因为还没有回基地 也跟着过去了 盛华地产还没有归于盛宁集团 经过这次的事情 顾宁觉得应该公布了 其实也早都应该公布了 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次正好趁着处理这件事情 索性公布了 要不然某些人还觉得 盛华地产好欺负呢 虽然还没有找到证据 但安光耀也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盛华地产发展到地市 不算时间太长 但发展的却是十分的好 遭到同行的妒忌 那也是必然的 虽然也未必是同行 但也可能是其他的 不过既然有怀疑的对象 也需要调查 反正只是调查 又不会少一块肉 如果不是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顾宁不止调查了 和这次工程有关的所有人员 也调查了安光耀 所怀疑的几个对象企业 顾宁和冷少廷是在下午出发的 两小时五十分钟的时间 到达地市 而在顾宁和冷少廷到之前 安光耀已经先到机场 顾宁要来 安光耀当然是要亲自来接他的 而顾宁开机的时候 看到了K的韦接来电 和一条信息 K说能调查的资料已经查出来 发到了他的邮箱 首要嫌疑人是工地的监工 名字叫做林世伟 42岁 林世伟是去年五月份 进入盛华地产的 因为工作能力出色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监工 一直以来他也是很本分的 但是三个月前 他儿子发现有白血病 治疗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但是这笔费用 却是林世伟所力不能及的 然而在两个月前的月中 林世伟突然就有钱 给自己儿子治病了 如果是仅此而已的话 并不能代表上 可在林世伟给儿子治病之前 有一个男人找过他 在他们见面的第三次之后 那男人给了林世伟一张卡 这张卡里有400万 这男人叫做孔力轩 和林世伟是大学同班同学 也是在一家地产集团上班的 而这家地产集团 正是地市数一数二的地产企业 成丰地产 很显然 这是成丰地产 让孔力轩找林世伟 做陷害盛华地产的事情 然后给了他100万 然后给了他钱 之所以这么笃定这是交易 而不是因为孔力轩 出于同学的情分 借钱给林世伟他儿子治病 那是因为还有其他的证据 第二嫌疑人 便是和林世伟关系极好的两个人 一个是负责货物检查的 一个是负责货物管理的 他们能被林世伟说服 是和林世伟关系好的同时 自己也贪财 孔力轩给林世伟200万 给他们两个是各自100万 虽然他们在盛华地产的工资不低 但尽管如此 100万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 所以他们受不了这个诱惑 他们不需要孔力轩亲自去对接 直接由林世伟自己对接 虽然调查到的监控录像 都没有声音 也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一个转账记录 就足够证明了 就算他们不是被收买 但是也是他们失职 所以他们的责任是逃不掉的 然而在安光耀找上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说不知道 将责任推给了专场 安光耀还没有证据 对他们倒是没有多少怀疑 但他们失职 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 要是他们只是失职的话 在这件事情处理之后 他们要么被辞退 要么被降职 不过有了这一百万 被辞退他们也不在乎 接到了顾宁和冷少廷之后 他们就直接去出事的工地了 而在路上的时候 顾宁也直接和安光耀说了 他调查到的事 虽然安光耀早就知道顾宁厉害 但是当得知顾宁已经调查出 幕后黑手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吃惊的 不过得知是林世伟三人的时候 安光耀的脸色立即变得极差 心里也是极为的愤怒 他本来以为只是外人算计的 却想不到 竟然是自己人背叛了自己 要是他们只是失误的话 他还会给他们机会 但是故意的 他必定不会手下留情了 老板 实在抱歉 是我的失职 安光耀道歉道 因为是自己的人背叛 这让安光耀更加自责了 因为当初看好林世伟的是他 你是失职了 但是也不能全怪你 你管理的事情那么多 你无法事实都能顾及到 咱们也无法保证 手下的人都靠得住不是吗 他做出这样的事 也都是因为他儿子 在公司的利益 和他儿子性命面前 他选择他儿子 也没什么不对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他做了损害我们公司的事 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虽然顾宁能体谅 林世伟的救子心切 但是却无法原谅他对盛华地产的背叛 既然他做了损坏盛华地产的事 那么他就得为他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豚童豪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66集 那些工人的伤情怎么样 那部分都是轻伤 休养十天半个月就好 有七八个伤得稍微严重些的 两个断了肋骨 两个断了腿 一个断了手 虽然说这些也能治好 不至于落下残疾 但是就算治好了 这活也干不了了 直到现在 安光耀都还在庆幸 没有闹出人命来 那些受伤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情绪怎么样 有部分还好 因为他们工商 我们也做好了维闻工作 对于赔偿这方面 我们会按照工商保险条例规定的工商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志支付费用 但是有的家属不接受 这些狮子打开口开出极高的赔偿 显然就是趁机敲响了 对此 安光耀是感到非常生气的 虽然对于这种敲诈法律是不会受理的 但对方不接受就那么闹着 一时间也处理不了 是有一些人会这样的 我可以在按照工商保险条例规定的工商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当中多支付一些 但是想要敲诈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 顾宁不会让别人吃亏 但是别人想要宰他 那也是休想的 还有就是 好在我们没有先预售 要是先预售的话 现在怕是又加一群闹事的业主了 很多楼盘在挖坑的时候就开始预售了 因为想圈回一些资金嘛 但顾宁却不愿意这么做 不管卖房的人多不多 都必须建好了再开盘 因为他不缺这么点资金 而且要是提前预售的话 这样也会给客户带来不安全感 怕烂尾之类的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去了 所以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楼盘建好了才买 但是要是人家提前销售了 你不买 到时候建好了 你想买的时候未必就有房 所以许多人也是不得不买 几人到了工地 工地外有不少媒体记者 纷纷想要采访工地的负责人询问情况 顾宁等人一下车 众人就围了过来 看到顾宁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虽然他们不知道顾宁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但是却认识顾宁这个人 毕竟顾宁是他们地省的人 他在地省的名气也是极大的 顾小姐你好 不知道顾小姐来这里有什么事呢 顾宁并没有回避 反而觉得这些记者来得正好 听说盛华地产出事了 我过来看一下 大家也看得出顾宁并没有回避他们的意思 所以便有记者大胆地问道 那不知顾小姐对这次盛华地产使用不合格的砖 建楼盘而出事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也都知道 安光耀和顾宁认识 关系也不错 对于商场来说 他们这种年纪差距比较大 关系还不错的 不会让人有什么不该有的猜疑 毕竟商场都是讲人脉的 要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个小姑娘家家和一个中年男人关系好 那就有大问题了 盛华地产出了这么大的事 盛华地产的人当然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相信这绝对和安董无关 也相信绝对不是盛华地产官方的问题 当然他们也有问题 那就是管理问题 没有管理到位 让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他们的事情太多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顾及得到 而且这么大一个公司 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靠谱的 不过对于这次的事故发生 我只能说 现在商业竞争这么强 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商业竞争 被人给设计了呢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么就是自身问题 要么就是被设计了 所以听到顾宁这么一番话 大家倒也不觉得顾宁这话 是在推卸责任 但事故的真正原因到底如何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也没有因为顾宁这话 就觉得顾宁说的是真的 顾小姐的意思是 这是被设计 而不是盛华地产出了问题吗 不错 难道因为顾小姐和安斗认识 所以就相信盛华地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以你们对我的认识 你们觉得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然相信顾小姐是好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其中一个女记者回答道 不错 顾小姐的设计大家都看在眼里 当然是相信顾小姐的了 大家纷纷说道 他们对顾宁倒是真的还是很信任 因为顾宁的设计看多了 是装不出来的那种 那既然如此 如果今天出事的是我的工地的话 你们是相信我被设计多一些 还是因为我让下面的人 用不合格的专件楼盘 节约成本多一些呢 顾宁问道 我们既然说了相信顾小姐 当然就是相信顾小姐 被设计得多一些了 就算是顾小姐的产业出事 那也是下面的人的问题 不错 我也是相信顾小姐被设计多些 大家都纷纷表示相信顾宁 虽然有几分奉承在里面 但是确实也是相信的 那既然这样 我就和你们实话实说了吧 这盛华地产的那个幕后老板 就是我 所以你们现在相信我 并不会让公司去做这样 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 当然 我不否认我们公司下面的人 确实出了问题 既然出了问题 我们当然要处理好问题 顾宁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因为盛华地产 闹出的事情也不小 所以过来的记者媒体也都不少 很多都是大媒体 听到顾宁这话 大家便纷纷吃惊了 顾宁是盛华地产的幕后老板 顾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 记者纷纷问道 你们不相信可以去工商局查一下 我顾宁做生意对得起任何消费者 我不惧怕任何调查和验证 所以这次的事情我公开公正地调查 还自己一个清白 也让大家放心 顾宁很是坦荡地说道 虽然在某些事情上 顾宁有不光明的时候 但是对于生意 他所出来的产品 确实都是极为良心的 既然顾宁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大家当然是相信顾宁就是盛华的老板 而且身为盛华地产的执行董事的安光耀 可没有否认 而是默认了 只是至于对于这件事情 到底是被陷害的 还是盛华本身就有问题 他们虽然大部分相信是被陷害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是盛华地产本身就有问题 不过就算是盛华的自身问题 也不会是顾宁和安光耀的意思 那就是手底下人有问题了 好了各位 我们现在要去处理事情了 还请各位让一下 等时间结果出来了 我们再去公布 从头到尾 顾宁的态度都很亲和 没有一点架子 同时也不卑不亢 当然 他那从骨子里发出的威严气场 也让人不敢轻视他 随后众人纷纷让开 顾宁几人进去了 顾宁等人前脚刚进去 警方就来了 只是在路上的时候 顾宁便让安光耀报警了 这次盛华地产发生的事故 属于建筑事故 所以由建筑局来介入 和警方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抓犯人 那就是警方的事 所以记者看到警察来了 都纷纷猜测 是不是找到了 和这次事故有关的人 不过他们又不敢去问 所以他们继续在这等着 要是真的抓到了 和这次事故有关的人 一定会带出来的 工地因为出事了 所以大家都停了工 不过因为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谁都不能离开 而在顾宁等人到之前 安光耀就已经让工地的监理 把林市伟和那两个 和林市伟一起饭事的人 给招到了一起 说有事情要问他们 所以顾宁等人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监理办公室里等着了 林市伟几人的内心是忐忑的 一是因为他们心虚 二是因为担心他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要不然监理怎么只叫了他们三个过来呢 担心之余 还不断地安慰自己 他们并不是被发现了 而是他们失职而已 就算事情和他们无关 但是在他们管理的范围内出事了 他们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所以林市伟几人一直在安慰自己 他们不被发现 也不被调查出来 就算被辞退也是无所谓的 他们在监理办公室里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安光耀等人到了 他们不认识顾宁 更不认识冷少廷 所以对他们也不在意 对安光耀却是极为敬畏的 安董 顾小姐 监理恭敬地喊道 监理不知道顾宁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但是却认识顾宁 以顾宁的身份 他自然会恭敬 安董 林市伟几人也跟着喊道 因为不认识顾宁的原因 所以没有和他打招呼 而且因为心虚 所以不敢直视安光耀 安光耀应了一声 虽然在看到林市伟他们的时候 脸色很不好看 但是也没有立即发作 杨建理 给顾小姐和冷先生倒茶 安光耀喊道 然后招呼顾宁和冷少廷坐下 杨建理文言 则立即去给顾宁和冷少廷 安光耀三人倒茶 几人喝着茶 暂时什么也没说 这让林市伟几人感觉更加不安了 因为心虚 他们心里有些承受不了这种气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其上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67集 安董 您让我们来这里 是有什么事情吗 几分钟之后 林市伟忍不住开了口 因为事情发生之后 安光耀已经找过他们问话了 他们推卸责任的时候 也表示很自责 认错态度良好 也没见安光耀怀疑他们什么 但是这才过去两个多小时 安光耀又找上他们 不得不让他们怀疑 是不是安光耀调查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事过的事情 你们一个监工 一个负责检查 一个负责火运 出事了 你们都有责任 一会儿警方有人过来 至于过来做什么 安光耀没说 一听到说一会儿警察有人过来 林市伟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他们真的被发现了 要不然警察过来做什么 警方过来做什么 林市伟试探地问道 当然是调查事故的 安光耀说道 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便没有再多看了 再看他也担心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现在他的心里 可是窝着一团火 林市伟还想再问 但是也怕自己问多了 反而暴露了 再过五分钟 警方的人也来了 安董你好 我是南城区派出所大队长 孟凡 带队警员和安光耀打招呼 孟警官你好 安光耀回应道 然后向对方介绍顾宁 孟警官 这是我们盛华地产的老板顾宁 也是首都盛宁集团的董事长 听到安光耀的介绍 大家都纷纷吃惊了 他们知道安光耀只是盛华地产的执行董事 而盛华地产的老板是另有其人的 只是想不到会是顾宁 监理虽然不知道顾宁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但是却知道顾宁是盛宁集团的老板 所以他虽然感到惊讶 却不算太严重 林市伟既不知道顾宁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也不知道他是盛宁的老板 但是却知道盛宁集团 所以他们不止吃惊 也被吓得不轻 这样一来 盛华地产就是盛宁集团的产业 他们得罪的势力 可不是一个地产公司 而是一个大的集团了 顿时他们感觉到浑身冒冷汗 开始发软 而来的几个警察 知道盛宁集团 也知道顾宁这几个人 只是一时间没有认出顾宁来 听到安光耀这么说 这才注意到了顾宁 原来是顾小姐啊 抱歉 顾小姐 虽然见过你的照片 但是第一次见到本人 所以没有认出来 孟凡有些激动地说道 顾宁也算是他的偶像了 孟警官你好 顾宁客气地回应道 还请各位稍等一会儿 我询问一下他们事情的经过 好 然后安光耀就招呼他们坐下 不过被他们拒绝 顾宁直接问林市伟几人 林市伟 对于这次的事故 你们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顾 顾宁 这次事故 是我们失职导致的 所以感到很愧疚 所以要是顾宁 想要辞退我们的话 我们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林市伟说道 因为心虚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只是失职而已吗 顾宁这反问的语气 显然是不相信 他们只是失职那么简单 而且那威慑的气场 让林市伟几人感到一阵压迫 听到顾宁这么问 林市伟也知道 他们这是被怀疑了 所以心下更加不安 但是也想到 就算他们怀疑他们 却未必有证据 只要没有证据 那么怀疑就不会成立 顾宁也还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所以林市伟几人也稍稍镇定了一些 是 是我们的失职 林市伟坚定道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你们觉得我是好糊弄的 文言 林市伟几人身子一僵 看来顾宁不只是怀疑他们 而且还认定是他们了 难道顾宁怀疑事情和我们有关 林市伟反问道 那语气是带着被冤枉的气氛的 好似自己真的被冤枉了一般 难道不是吗 顾宁若是觉得是我们的话 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不然你这就是污蔑 我们一样也可以怀疑这是公司的问题 就因为我们负责了这块 出了事情 就让我们来背锅 林市伟纷纷不平地说道 倒不是很笃定他们没有证据 他也是在试探 你就这么笃定我没有证据 顾宁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林市伟几人身子再次一僵 心中更加不安起来 难道顾宁真的有证据 还是只是在诈他们 要是你有证据 你直接拿出来不就好了 又何必来问我们呢 林市伟道 还是不相信顾宁真的有证据 他觉得还是在诈他们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也是啊 确实不需要和你们废话那么多 本来也不过是给你们一个机会 要是你们自己招出来 后果就会轻一些 既然你们这么执迷不悟 那我也就不需要客气了 顾宁的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林市伟几人还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依旧侥幸着顾宁不是真的有证据 林市伟 那你和我说说 孔丽轩和你是什么关系 林市伟听到这话浑身一震 顾宁竟然知道孔丽轩 顿时 所有的侥幸都在这一刻彻底被瓦解了 但是在顾宁还没有将所有证据 摆放在他跟前的时候 林市伟还是垂死挣扎 孔丽轩是我大学同学 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顾宁知道了孔丽轩 那么定然知道他们的关系 所以对此 林市伟是无法否认的 要是否认 那就直接是出事了 孔丽轩和你是大学同学 你是成丰地产人力资源部的副经理 两个月前 你收了他一张有四百万的卡 顾宁这话意味深长 一指孔丽轩给他的四百万是有目的的 林市伟的身子再次一抖 顾宁竟然这个都知道 林市伟神色不自在地闪躲 不敢与顾宁对视 身体更是因为心虚和紧张颤抖了起来 但他还是不承认 那又能代表什么 我有困难 和同学借钱怎么了 这是承认自己拿了孔丽轩的四百万了 你有困难和同学借钱是没有什么 但是为什么你要分给他们两个 一人一百万 而在你收了钱之后 你所负责的东西就出事了呢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听到顾宁这么说 林市伟才惊觉自己上了顾宁的套 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对方连他分给他们一人一百万都知道 那两个人是比林市伟还要害怕的 因为事情暴露了 他们可是要受牢狱之灾的 可是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都望向林市伟将希望放在了他的身上 怎么 不解释一下 还是心虚了 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林市伟的解释 顾宁问道 我帮他们一起借的 有问题吗 林市伟问道 还在垂死的挣扎 但说话已经没有什么底气了 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这么多钱呢 据我调查林市伟需要钱 是因为他儿子得了白血病需要治疗 可是你们两个呢 父母老婆孩子都好好的 家里也不算困难 你们的工资足够还你们的房贷和过日子了 既然这两个人是同谋 K当然也将他们的家底调查得差不多了 听到顾宁这话 林市伟惊了一下 惊他竟然连自己儿子得了白血病都知道 不过想想 顾宁都知道那么多东西了 这又算得了什么 也正因为如此 林市伟开始感觉到绝望 他怎么也想不到 事情这么轻易的就暴露 这个顾宁也太厉害了 那两个林市伟的同谋直接低头不语 因为顾宁说的这些都对 他们家里根本没有什么事情 需要这么大一笔钱 所以他们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 事情看到这儿 孟凡几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商业的恶意竞争 被乘风地产给设计了 不过他们暂时没有出声 等顾宁先问完 那也不是你调查到的都是真的呀 林市伟还在争辩 但是他内心已经很清楚 就算自己再争辩 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但是他就是不甘心呢 不到最后 他还是想努力努力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顾宁冷笑道 望向那两个人问道 你们两个呢 怎么一直不说话啊 你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 两人相视对望了一眼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们也想否认 但是很显然顾宁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他们再否认 也不过是垂死挣扎 没有意义了 顾宁他们是斗不过的 所以他们犹豫了 要不要直接招供呢 要是招出来了 后果或许还能轻一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同一头 我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木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68集 他们犹豫的同时 偷偷望向了林世伟 只是林世伟 自己现在都 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绞尽脑汁地 在想着 如何逃过这一劫 根本就管不了 那两个人 事到如今 你们以为 你们不说 就真的可以 置身事外了吗 只是你们认错 态度好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少受点罪而已 我也可以酌情 少追究一些 要是你们执迷不悟 我也不再多说了 反正已经有了证据 就算你们不招 也没什么意义了 行了 既然你们不愿意招 这件事情 就交给警方来处理吧 顾宁说完望向孟凡 孟警官 事情交给你了 关于他们所有的证据 我现在就拷贝一份给你 顾小姐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顾小姐放心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孟凡正气凛然地说道 身为警察 他是绝对有责任 严肃处理这样的事情 虽然他是警察 这种犯罪违法的事情 他见多了 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还是感到愤愤不平的 林侍卫犹豫了 且不说顾宁有证据 就说是顾宁的身份 既然认定了他们 不管证据足不足 想要他们做到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乘风地产在地势是厉害 但是却是无法和圣宁集团相比的 而且乘风地产也不会救他们 到时候出事的就是他们几个 孔立轩和乘风集团 却是高枕无忧了 不行 他不能一个人来背这个锅 于是就在孟凡 拿住他们的时候 林侍卫立即开了口 我招 林侍卫一张嘴 那些拿住他的警察 暂时停了手 不过却依旧站在他旁边 和林侍卫同谋的那两个人 也早就想招供了 招不招结果都差不多 不招的话 他们反而严重一些 所以在听到林侍卫说招的时候 他们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 不错 是孔立轩让我和他合作 陷害圣华地产的 他知道我儿子得了白血病 需要一笔钱 所以才找上我的 然后让我配合他们 换掉我们原本用的砖 然后等着建的差不多的时候崩塌 让圣卫地产惹上麻烦 说到这儿 林侍卫顿了顿 情绪变得有些暗沉 然后他继续说道 开始我是不愿意的 所以拒绝了两次 但是第三次他来找我的时候 有我儿子威胁我 我也是迫不得已 才答应了他 说到这儿林侍卫咬牙切齿 神色也是暗沉无比 内心更是感到愤怒的 虽然他此刻感到很是悔恨 但当时的情况 他真的是不敢拒绝啊 因为被威胁才答应 如此的话 林侍卫倒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算如此 也依旧改变不了他收人钱财 来陷害盛华地产的事情 但这样 倒是让顾宁不那么愤怒了 当然也不是林侍卫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于是他定定地看着他 问道 他的确是用你儿子来威胁你的 当然 我还有录音呢 林侍卫说道 他立即拿出自己的手机来 他可不傻 孔力宣找他做违法犯罪的事 还用上了威胁 虽然他最后妥协了 但他还是气不过的 虽然他一直觉得不可能那么轻易暴露 但还是想着暴露的可能 所以在孔力宣和他谈话的时候偷偷地录了下来 林侍卫拿出手机来 把录音打开给顾宁等人听 林侍卫 你要是答应我 与我合作换掉圣花地赚的砖 我就给你两百万 其中一百万足够治好你儿子 另外一百万也足够你在圣花地 长好多年的工资了 但是你拿了这钱还可以重新找工作呢 这里林侍卫沉默了一会儿 孔力宣继续说道 林侍卫啊 既然我和你说开了这事就不打算让你拒绝 要不然你把这事说出去怎么办 所以你是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要不然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你想要干什么 林侍卫惊恐地问道 干什么 还不清楚吗 当然是拿你儿子威胁你了 孔力宣说道 口气很是嚣张 你 林侍卫气解 却也害怕自己 你不能这么做 不能 凭什么不能 要本是你就去告发我呀 孔力宣嚣张地说道 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 林侍卫终究还是妥协了 林侍卫不是没有想过直接去告发 他已经把录音发了出来 但是他还是害怕遇到报复 还有一点 他不可否认的是 他也因为这一笔钱而动了心了 但是如果孔力宣不威胁的话 他想他会坚决拒绝的 这个孔力宣 太嚣张了 孟凡忍不住低吼道 神色充满了正义的愤怒 虽然他们都不认识孔力宣 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 但既然林侍卫说 这是他和孔力宣的录音 他们也没有多少怀疑 当然他们还是会调查的 孔董 对不起 我们也是鬼迷了心窍 才会和林侍卫合谋 对不起啊 和林侍卫同谋的那两个人 终于出了声 惶恐道歉的 求求您 我们也不奢求您能放过我们 到那时 能不能对我们从轻发落啊 是啊 我们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两人恳求 态度真诚的不能再真诚 就怕态度不好 更加惹怒了孔宁 他们现在真的后悔 这件事情 原来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是他们贪着一百万 才筑成了大错 要不是贪图这一百万的话 他们哪里会变成这样 到时候这一百万得不到 还要坐牢 清不清的可不是我说的算的 而是法律说的算 只是你们认错态度好的话 到时候判的也不会太严重 只要你们归还赃款 我想最多也就两三年 他们是同谋 确实不会判的太重 最多也就是这个年限 不过林侍卫就会重一些了 毕竟 他是和孔力宣直接合作的人 林侍卫本来也想开口求情轻判 但是听到顾宁这么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接下来 林侍卫和他的两个同谋 就被孟凡等人带走了 顾宁不会和他们讲任何的情面 让法院轻判他们什么的 不火上交友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们该定什么罪 就由法律来判 法律有时候公正 有时候也是不公正的 要是顾宁不追究他们 他们是一点事都没有 但如果顾宁深究他们的话 他们的罪就会更加的严重 当林侍卫三人 被孟凡等人带出来的时候 工地门外的记者 纷纷朝他们拍照 上前询问 不过却很明显 这工地出事 和这三个人有关了 警察同志 请问这三位 是和这次的工地事故有关吗 还是他们只是被圣华地船 拉出来顶罪的呀 虽然他们大多数是相信 顾宁的 但是也不全部相信 所以有人还是提出了质疑 警察同志 在事情没有得出最后结果之前 不可透露 孟凡冷冷地说道 所以 还请你们让开 你们这样是妨碍公务 一句妨碍公务 让众记者们纷纷退开 妨碍公务这个名头 他们可担不起 临时为几人 被带上车离开之后 记者们还在继续等着 等顾宁等人出来 然后问问他 孟凡他们离开十多分钟之后 顾宁几人也出来了 他要去医院看看那些伤者 虽然他们只是普通员工 顾宁可以不用过去 不过顾宁想把那几个重伤的 给治了 把这件事情小事化了 免得那些家属继续闹 将事情麻烦化 顾宁等人出来之后 记者们纷纷围了上来问顾宁 顾小姐 请问 刚才被警察带走的那三个人 是和这次工地事故有关吗 不错 不过现在我不能说的太多 结果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警方吧 很快就会出来的 他不打算再多说便离开了 而大家也不敢阻拦他 他们当然就派一些人 去关注一下警方那边 一些人回去写新闻稿了 半小时之后 顾宁几人来到医院 重伤者的病房 他们的家属都在 本来还算安静 但是一见到安光药来了 立马就围了上来 叽叽喳喳的 要安光药赔偿多少多少 如果是平时 他们定然害怕安光药 因为他可是大公司的老总 他们这些普通百姓招惹不起 但现在他们觉得 他们占了理了 又一心想要钱 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重伤人员的家属 就有两家闹得厉害而已 不过他们一家两个人一起吵 就显得砸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异能都市有声多人小说 豪门崛起 重生校园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第1769集 我们会按照工商保险条例规定的工商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进行赔偿 而不是你们喊多少就是多少 告到法院也是这样 安光耀严厉地说道 简直被他们这种无赖的行为弃得不轻 虽然他们都有被安光耀的气势所吓到 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安光耀理论 你少用法律来吓唬我们 我儿子就是在你工地受伤的 你当然是要赔钱了 反正没有一百万的是不行的 你知道悄查的后果是什么吗 严重的话可是要坐牢的 安光耀威胁道 同时也是提醒 那妇人文言脸色闪过慌张 确实是被吓到了 但还是不甘心的 我儿子的伤就是值一百万 怎么了 不错我老公的伤那么重 也不知道了多久才能好 要是好了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干活了 难道这些损失都不用给了吗 我倒是觉得一百万算少的了 要是不出这件事 谁知道我老公会不会哪天翻身了成为大老板呢 如果真会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损失就不是更大了吗 前半部分的话说的不错 但这些都算在赔偿里 所以不会存在因为受伤而耽误做工赚钱的时间 这后面的话就扯得有些远了吧 显然就是在做梦的节奏啊 虽然也不乏会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 简直就是不现实啊 而在他们抄抄的时候 顾宁观察了一下病房中的这四个重伤病人 两家不闹的家属安分地坐在病床前淡然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同意赔偿规则 他们也不会干涉他们闹事 那两家闹的家属中 一家的伤者脸上满是无奈 似乎这闹剧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但是却又无能为力 而另一个伤者神色透着算计 显然是支持自己家属这么闹 顾宁听到中年妇女这话有些忍不住了 这位女士 你不用担心 我保证你丈夫过几天就会好 身体会恢复如初的 不会耽误以后做工 听到顾宁这话 众人才注意到她 第一眼都纷纷被顾宁的容貌给惊艳了 不过惊艳之后就是极度了 特别是想到顾宁刚才的话感到更加不爽 那妇人不悦地说道 你是谁啊 这里没你什么事 我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所以当然有我事了 既然是以老板的身份来探望的 自然就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 什么 众人都吃惊了 纷纷感到不可置信 顾宁的年纪太小了 就算不是个学生 也是个刚毕业的学生而已 怎么可能是盛华地产的老板呢 况且这盛华地产的老板 不是安光药吗 有些人知道盛华地产的老板另有其人 但是有的人却不知道 就凭你啊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骗子 怎么可能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你是来搞笑的吧你 那妇人不屑地说道 她是不相信顾宁 只是她也没想想 顾宁说这话可是当着安光药的面说的 而且安光药都没有否认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顾宁没有撒谎 不少人开始也是怀疑的 但是也想到顾宁是当着安光药的面说的 而且安光药并没有否认 所以他们是相信顾宁 只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而已 毕竟顾宁的年纪太小了 要说是圣宁集团老板的女儿还差不多 安董不就在这儿吗 我是不是问问她不就知道了 顾宁并没有解释太多 文言那老妇人一愣 还有那些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也是一愣 纷纷望向安光药 她真的是圣华地产的老板 老夫人问道 虽然顾宁这话已经很显然了 但她还是想确认一下 不错 她便是我们圣华地产的老板顾小姐 安光药承认道 虽然在开始安光药没有否认 他们也已经相信的差不多了 但是在听到安光药承认了 大家还是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想不到这个小姑娘还真的是圣华地产的老板 可是这也太小了吧 一点都不像啊 不过随即那几个闹事的人 也因为圣华地产的老板是个小姑娘 而再次有底气起来 这是认为人家顾宁年纪小好欺负了 老夫人眼珠一转 随后说道 既然你是圣华地产的老板 那你就给我赔钱 一百万一分都不能少 对一分不能少 老夫人身边一对年轻的男女也跟着附和道 我说小姑娘啊 我老公算过命 算命先是说我老公会在今年转运 做大事赚大钱 现在我老公在你工地受了伤 我要这一百万一点都不过分的 那中年妇人说道 那模样好似觉得还便宜了顾宁了 听到这话 许多人都感到无语 算命算出今年做大事赚大钱 这女人的戏是不是多了一些啊 好了 你别再说了行不行啊 这时 病床传来男人的声音 说这话的男人是顾宁刚才观察的时候 神色无奈的那个 男人神色满是难看和尴尬 国有国法 既然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就要走那样的规定和程序 不是谁说想无视就能无视的 除非是有比顺华地产更加强大的关系 或者人家因为忌惮而多给一些赔偿 可问题是 要是他们有比顺华地产还要强大的关系 他怕是也不至于在工地上干活了 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你什么事 中年妇女文言立刻不悦地呵斥的 就是啊 你给我安静 你不要说话 他身边的一老妇人也跟着呵斥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怎么就没我的事了 我同意安东说的赔偿规则 男人有些愤怒地说道 你同意我们可不同意 中年妇人说道 态度很是霸道 一点都不将男人放在眼里 我是当事人 我同意就好 男人说道 他显然也是怒了 口气也变得强硬了起来 张鹏 你翅膀硬了是吧 你别忘了 你可是入赘到我们吴家的 你有什么权利自己做主啊 和那中年妇人一起的老妇人顿时指责道 态度趾高气扬的 一点都不将男人放在眼里 听到这话 那名叫张鹏的男人脸色顿时感到难堪 胸口也气得一喜一福的 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样子 入赘还不因为他是个孤儿 而且对他的妻子也是深爱至极 可是结果呢 入赘女婿可是不好过的 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他都忍了 但他的忍耐却没有换来他们的理解 反而对他更看不起 妻子也从来没有温柔体贴 而是越来越刁蛮无礼 这些都是他的忍耐惯出来的 既然如此那就离婚好了 反正我也受够了 满心自问我除了本事小了些 其他的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可是你们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对我的事情总是指手画脚 男人说道 这口气压在心里已久 终于爆发了出来 什么 你要离婚 你是想独吞赔偿是吧 中年妇女文言顿时便怒了 在听到自己丈夫要和自己离婚 她首先不是担心和不舍自己的丈夫 而是那笔赔偿款 听到这话 男人气得差点吐血 而其他人也是感到惊讶不已的 虽然从她狮子大开口 所要赔偿开始 就看出她是个占便宜 见钱眼开的人 但是却想不到 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顾宁都听不下去了 冷嘲热讽地说道 既然你那么在意赔偿款 那不如你去找工地干活 我给你制造一个意外 弄断你的手脚 然后给你一百万 如何 要是对方真的敢做 他就真的敢给 就怕他不敢 你 女人根本就不敢呢 虽然她很眼红这笔钱 所以她在听到顾宁这话的时候 神色极为难看 也是极为生气的 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了 我就是觉得有钱了不起 怎么了 既然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向我敲诈那么多钱做什么 你 中年妇女一时无话可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而老妇人 也就是中年女人的母亲 那名叫张鹏的男人的岳母 说道 你是有钱 但是你的钱都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得来的 要不是你们用了不合格的砖 我女婿至于出这样的事情吗 听到这话 众人看着顾宁的目光纷纷变了变 都带着责怪 就是啊 你们这些商人赚的都是黑心钱 你们建的房子谁敢住啊 另外一个妇人说道 他们这么说 也是因为这事情落在了别人的头上 要是换做他们 他们怕是更加黑心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异能都市有声多人小说 豪门崛起 重生校园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第一千七百七十几 我告诉你们 我们盛华地产 从来不作违背良心的事 这次的事故 不过是商业竞争 被人设计了而已 现在已经找到了凶手 很快你们就会看到报道 我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慰问伤者的 而不是来和你们吵架的 所以麻烦你们 先给我安静一些 至于你们担心的 伤者受伤之后 耽误做工赚钱的事 完全不用 我说我保证他们过几天 就能恢复如初 说到就会做到 不过你们想要敲诈我 那是不可能的 听到这话 不等顾宁继续说下去 一个老妇人便不屑地说道 一生都说了 没有几个月是好不了的 你说你保证他们几天就能好 你在骗谁呢你 就是的 你要是真的能让我老公 在五天内就好 我就不要一百万 该配多少就配多少 这中年妇女 态度一副不屑的样子 她能说出这话 是笃定顾宁 不会让张鹏 在三天之内就好 你就算想多要 也没有这个能耐 你 中年女人被如此鄙视 感到气急败坏 但是其实她也知道 想敲一笔钱 可能性是不大的 但就算如此 她还是撒泼耍赖的闹 她就是想敲她一笔 不要觉得年纪轻 就觉得我好欺负 我好欺负也就没有 今天的成就了 顾宁浑身散发出 强大的威慑力 顿时让众人感到 一阵压抑 对顾宁产生了一种 畏惧感 是啊 要是对方好欺负 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了 顾宁也不再理会他们 直接越过他们 来到第一个伤者跟前 而这第一个病床的伤者 就是那个叫做张鹏的男人 张鹏受伤的地方是腿部 大腿骨折了 颇为严重 要两三个月才能走路 不过就算能走路 也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怕是也很难了 我说我能让你的腿 在五天之内好 能下地走路 你信得过我吗 若是信得过我 我就先给你治 顾宁问张鹏道 不信 我们不信 还不等张鹏说话 张鹏的妻子就先叫道 顾宁一个冷力的眼神 朝女人望去 顿时将那女人 吓得后退了一步 顾宁说道 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你的事 女人想开口说话 想说对方是她的丈夫 怎么就没她的事了呢 只是女人还没开口 就被顾宁的眼神给吓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而女人的母亲也受了影响 所以也并没有发出声音 身为家属 确实有权利说话 但是更有权利说话的 当然是当事人了 顾宁最讨厌的就是 家属来给当事人做决定 除非是当事人 无法做决定的情况下 家属才可以做决定的 我信 张鹏说道 其实说信 他也不完全信的 只是有三分信了 因为他自己的伤有多重 他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几天就好 但是他又觉得 顾宁没有必要说大话 因为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就算不信 也想试一下 要是可以在五天之内 能走路的话 他也不想等到两三个月之后 所谓的赔偿金 他是不看重的 他需要的是尽快好起来 疼也是他自己难受 还得耽误很多的事情 当然这些医药费 还得由盛华地产来支付 还有这些天的工作 耽误赔偿 他不坑对方 但是他也不能白受伤 白损失了 张鹏 你疯了 中年女人立即呵斥道 虽然他不相信 顾宁真的有这个本事 让张鹏在五天之内 能走路 但是也担心 顾宁真的有本事 因为就这样的话 他们就拿不到 多少赔偿金了 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的事情 我自己决定 张鹏立即呵斥道 这是他鲜少有的这么严厉的呵斥自家妻子 张鹏 你竟然敢吼我女儿 你以为你是谁呀 老妇人顿时气愤地指控道 我是他的丈夫 我不能吼他 那他又凭什么吼我 可不管就离婚废什么话 张鹏怒道 他提了两次离婚 是因为他内心真的想离婚了 他不止受够了这种憋屈的日子 更是被他们只在乎钱 不在乎他的态度给含了心了 你 好 既然你那么想离婚 我就成全你 妈 我们走 不用管他了 中年妇女说道 拉着自家母亲就想离开 不管张鹏了 而他们的离开 反而让张鹏松了一口气 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但是他不想再委屈求全了 狗头 对不起 让你看笑话了 那对母女一走 张鹏就赶紧向顾宁道歉 没关系的 这个世界奇葩的人 奇葩的事我见多了 你放心吧 我说五天之内能让你走路就能做到 你的赔偿 我也会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还有那些标准来赔偿的 等你好了 依旧可以回去上班 当然要是你愿意的话 顾宁看了大家一眼 又和大家说道 不过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这次工地出事确实是被人算计的 和事情相关的人员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也找到了证据 结果会在这两天出来 要是你们不愿意回去的话 我也不会勉强你们的 听到顾宁的这番话 大部分人是信了的 但是有几个人心里还是存在着质疑 认为有可能是顾宁为了挽回盛华地产的颜面 所以找人顶了罪 而另一家闹事的人 在听到顾宁说能在一星期之内 让张鹏下地走路 又可以回去上班 个个面面相去 脸色有些不好看 这样的话 那也就抑制着他们这边的伤者 也要和张鹏一样 接受顾宁的治疗 五天也可以下地干活了 如果是这样 他们就无法向顾宁要那一大笔的赔偿金了 他们神色透露出了抗拒 包括伤者自己 他宁愿多在病床上待几个月 也想多拿一些赔偿金 反正在医院期间的费用 都是盛华地产来支付 又不是他们自己 而其他人 虽然也是质疑顾宁这话的 但是却也想尽快地好起来 不过他们暂时选择沉默 先看看顾宁是怎么救张鹏的 那你愿不愿接受我的治疗 顾宁问张鹏道 愿意 张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文言 顾宁便拿出了灵气晶体来 给了张鹏一颗 既然你相信我 就先把这颗药吃了吧 这么多人在场 你也不用担心这药有问题 好 既然张鹏说了相信 当然就不怕了 他马上接过了顾宁给的药丸 便直接吃了下去 吃下之后 张鹏就感觉到身体里 有一股清爽的气息在流走 很是舒服 也让他感觉到身体渐渐有了力气 然后这气息窜到了他伤口之处 他便感觉到痛意在减轻 顿时让他吃惊地瞪大眼睛 而大家也一直在盯着张鹏 不想错过他的任何反应 所以也看到他吃惊的神情 纷纷好奇张鹏现在是什么感觉 张鹏 你感觉怎么样 隔壁的伤者急切地问道 吃了这顾宁的药之后 我感觉身体显然有力气了许多 伤口也不那么疼啊 张鹏说道 文言大家都感到吃惊不已 当然也有怀疑 哪怕张鹏都已经这么说了 但这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顾宁当然不只是让张鹏 吃一颗灵气晶体就好了 他又拿出了一瓶灵气液体来 递给张鹏 这是药液 分三次 一天一次涂在伤口处 不过要涂药 所以你这支架就得取掉了 你伤的只是脚 你的手没事 晚上的时候你自己给它拆掉 自己涂一下 好 张鹏应了一声 因为再吃了一颗药 就显然地感觉到了反应 所以张鹏很是激动 也很是期待 私自拆掉包扎 可是会被医生骂的 另一个闹事伤者的家属 阴阳怪气地说道 张鹏担忧地妄想顾宁 顾宁说道 放心吧 我会和院长说的 听到这话 张鹏就放下心来 他是相信顾宁的 哼 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吗 人家院长凭什么听你的呀 另一个家属又说道 听到这话 顾宁不作声 不是不自信 而是懒得理会 而冷少廷 则是直接出了门 顾宁见状 也知道他去做什么了 并没有阻止 顾宁望向第二床 和第三床的伤者 问道 你们呢 愿意相信我 五天之内伤好 还是继续入院 折腾个两三个月 第二床和第三床的伤者 以及家属 是没有闹事的 他们听到顾宁的话 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和自家人商量 我想顾宁是不会骗我们的 而且张鹏都试了 也说了吃了药之后 感觉好了一些 所以 我觉得还是试试吧 第二床的伤者说道 嗯 那好 既然当事人都说了 他的家属也没有反对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豪门富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71集 第二床的伤者 骨折的是手 身上也有一些 颇为严重的伤 见对方答应了 顾宁便拿出一颗 灵气晶体 献给对方吃下 对方也没有犹豫 接过之后就直接吃了 随后就感觉到了反应 也是有些吃惊的 第三床的伤者 以及他的家属 肩壮 也更加相信 这药确实是有用的 所以也愿意尝试一下 顾宁 我也愿意尝试 第三床的伤者说道 他的伤和张鹏差不多 都是大腿骨折 身上还有其他的蹭伤 见到对方答应 顾宁也给对方 一颗灵气晶体 服用了下去 然后也各自给他们 一人一瓶灵气液体 也是用来涂抹伤口的 到了第四床 也就是家属闹事的 那个伤者 他的手臂骨折 加轻微脑震道 你呢 顾宁问那伤者道 伤者还没说话 他母亲便先开口 哼 我们才不相信你的 你不要 逃脱赔偿赔偿 事到如今 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 不相信顾宁 因为他们三个 都已经吃了顾宁给的药 显然是感觉好了一些 但他们家 更想要赔偿 我从来都不会 逃脱赔偿的 只不过是 该怎么赔偿 就怎么赔偿 你想多要一分 那都是不可能的 不信你就走着瞧 只要我踏出这个门 你们想再治疗 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顾宁已经很明确地 告诉他们了 他们爱治疗不治疗 他一点都不会勉强 听到顾宁这么说 那几个人有些犹豫 担心他们确实 多要不了赔偿 也错过了治疗的机会 但他们还是不肝 所以还是不妥协 很快 冷少廷就回来了 又过了几分钟 院长兴冲冲地 跑了过来 在见到顾宁的时候 他很热情地 和顾宁打招呼 顾小姐 你好 我是第二医院的院长 周克全 经常听肖执行长提起你呢 周克全是冷少廷 让人通知来的 但是他却认识顾宁 正如周克全说的 从肖长春那儿得知顾宁 一听到肖执行长 这三个字 除了顾宁自己人 其他人都很吃惊 这个顾宁竟然还认识肖执行长 虽然顾宁身为 盛华地产的老板 认识一些达官贵人 倒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肖执行长这样的大人物 这也太稀奇了吧 而且周克全说的是 经常听到肖执行长提起顾宁 这个经常提起 显然是很熟悉了 不熟悉怎么会经常提起啊 周院长你好 听到周克全提到肖长春 顾宁也没什么惊讶的 他们都是上层人物 认识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而且既然周克全说 经常听到肖长春提起自己 那么说明他们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对于周克全的热情 顾宁也很客气 伸出手与他亲握 顾小姐真是年轻有为 是我们地生的骄傲啊 周克全夸赞道 这可不是客套 是真的佩服极了 这个十九岁的小女孩了 年纪轻轻的 就创立了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这可是多少人许多年的成就啊 而顾宁却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 虽说顾宁是F市的 但是F市属于D省 所以连带着D省 整个省都因为顾宁 这个商业天才火了一把 周院长谬赞了 其他人听到周克全这话 都面面相去 这顾宁这么牛逼的吗 竟然被周院长说是D省的骄傲 虽然以顾宁的年纪 成为盛华地产的老板 确实是不简单 但是却因为盛华地产 是被买过去的 而不是顾宁自己创建起来的 所以大家还是 不觉得顾宁有多厉害的 最多是有钱而已嘛 但是这周院长竟然这么夸他 我可没有谬赞 是顾小姐太谦虚了 对了 我刚才接到电话说 你找我有事啊 不知道是什么事呢 周克全问道 温少廷让某高官 帮找一下第二医院的院长 到顾宁所在的病房说有事 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事 所以周克全是不了解的 是这样的 这些伤者是在盛华地产工地上 出事故受伤的 然后我有一味药 可以让他们服用和涂抹之后 好得快一些 但是这包杂又不能随便拆嘛 得得到医生的允许 所以我想跟你说说 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当然可以 不过需要当事人愿意才行啊 周克全说道 虽然他给顾宁面子 但是却不能强迫他人 这样的话就不厚道了 他们三个人都同意了 至于最那边的那位 他不相信我能治 所以便没有接受 既然他们不相信 那就随他们吧 顾小姐你的本事 我还是知道的 顾小姐那药 简直就是神药啊 要不是我买不起的话 我早就去找肖指行长 联系你 买即可了 周克全说道 顾宁身上有神药的事情 他也是知道的 毕竟之前顾宁 可是公开宣传过 所以也是有一些人了解的 听到周克全这话 其他人又是吃惊 又是疑惑 周克全竟然说 他买不起顾宁的药 他一个医院院长 怎么说也算是有钱的吧 可是他竟然买不起 顾宁的药吗 难道他的药很贵 还有 竟然连周克全都说 顾宁的药是神药 尝试过了灵气晶体的那三个人 很是赞同他的话 真的是神药啊 他们才服用了几分钟 就感觉到伤处的疼痛 减少了三四分了 还感觉到疲惫的身体 有了力气 这不是神药是什么 于是 他们也更加相信顾宁说的话 会让他们在五天之内好 而拒绝顾宁治疗的那家人 也开始动摇 主要是 如果他们不用顾宁治疗 真如顾宁所说的 多一分钱赔偿都不会给 那么他们最多也就是 得到几万的赔偿金而已 要说顾宁只是 盛华地产老板的话 他们倒还能坚持坚持 但听到顾宁和肖执行长 认识之后 他们也生出了忌惮 而且对于顾宁说 一分钱都不会 多给他们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是毫不质疑的 毕竟他身后 可是有肖执行长 虽然这几万块 也比他们在工地 干两三个月多 但是盛华地产的工资 比起其他工资来说 都要高一些 要是这次得罪了顾宁 顾宁不要他去盛华上班了 他重新找工作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越想拒绝顾宁治疗的 伤者以及家属 就越动摇 贵不贵的主要看关系 卖给有钱人那就贵 卖给普通人那就不贵 朋友或是自己 愿意救的人那就分文不取 既然周院长 是肖伯伯的朋友 今天又通融了我的请求 那么作为感谢 我就送您几颗药好了 顾宁说着 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小瓷瓶来 三颗装的 给了周科全 这 这太贵重了 对于顾宁的出手阔绰 周科全很是惊讶 虽然他很想要 但是却又感觉受之有愧 所以并没有接下 您就不要拒绝了 送你几颗对我又没有什么损失 顾宁说着 墙塞到了周科全的手里 周科全拿着瓷瓶 还真的是舍不得还回去呢 纠结了一下 周科全终究还是收下了 那 那就多谢顾小姐了 既然顾小姐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也不能白拿了 要是顾小姐不嫌弃的话 下午又我做冬 请顾小姐几个人吃个便饭 顺便问问萧执行长 是否有空 然后叫他们一起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顾宁没有拒绝 反正他们自己也要吃饭 而且他既然来了地市 是该拜访一下萧长春的 既然周科全说 喊萧长春一起 那就正好了 要是萧长春没有时间 那他就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因为他在地市也待不了多久 明天不回去 后天也要回去了 好 好 见顾宁答应了 周科全很是高兴 我现在就去安排医生 来给他们拆包扎 然后给萧执行长打个电话 哦 对了 顾小姐 你还有其他事情吗 他们的包扎 晚上八九点钟左右的时候再拆 那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周科全说罢就离开了 经过周科全来过之后 其他人看顾宁的神色 就多了几分敬重 顾宁 我为我家属之前对你的冲撞道歉 对不起 我愿意用你来给我治疗 第四床的伤者终于开口了 既然看明白了 他也不想再犹豫 再犹豫一会儿怕是真的错过了 虽然在敲诈这件事上 他也是赞同的 但是在认清刑事之后 当事人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当事人家属文言张了张口 却终究没有说话 他们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好 虽然他们内心还是不甘的 好 顾宁也不和他们计较那么多了 直接拿出一颗灵气晶体 和一瓶灵气液体给他们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疼疼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72集 当事人服用了之后 也亲自感受了那三人的描述 也更加的惊讶这药的效果 几分钟之后 原本疼痛的后脑勺和手臂 已经缓解了许多 这简直就是神药啊 怪不得连周院长都那么想要 竟然连周院长都说买不起 怕是不便宜 周克全一走出病房之后 就给肖长春打去了电话 说了在医院里见到顾宁的事 问他下午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肖长春是有时间的 而且听到顾宁来了 更傻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周克全离开了十来分钟之后 又来病房了 告诉顾宁说 医生已经安排好 肖长春也联系好了 他有时间 还有就是 吃饭的地点也订好了 既然是为了感谢顾宁 给他那么贵重的东西 周克全当然不能随便了 所以就订在了 五星级的饭店里 不过现在时间还早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顾宁等人先离开 时间差不多了再过去 顾宁几人离开之后 顾宁便和安光耀说道 对了安说 叫安逸一起吃饭吧 安逸在地市读书 安光耀只是偶尔过地市这边来 还是在F市多 因为现在总公司是在F市的 虽说振华地产将要搬到首都去 但是也不会太快 毕竟现在他们还没有这个时机 所谓时机就是进入市场的时机 他们有在建酒店了 但规模不算很大 引不起什么风浪 所以顾宁打算在建大盘的时候 强势入住 现在还没有适合的地基 一直都在考察当中 而且现在以盛华的能力 也暂时吃不了太大的肉 许多楼盘都正在建立当中 都在筹钱的期间 还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得放慢脚步 就比如做服装生意 大量的进货囤货 资金投入不少 但衣服都没有卖出去 这样还要继续进货的话 就会产生资金困难 不利于发展 虽然只要房子建好了 不筹卖不出去 但盛华地产的发展太过迅速 底盘不够稳 心态急了 终究是容易出错的 让他来了会不会不太好啊 毕竟一会儿还有消质心脏 安光耀抗拒地问道 觉得有些不合适 没什么不好的 不出意外的话 安逸将来是要走你的路 早些带他出来 见见失眠 对他有好处 安逸的性子 还是有点腼腆了 需要多多地锻炼 所以以后 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也多带他出来这些场合吧 虽然顾宁希望 安逸有能力 接管安光耀的工作 但前提也是 安逸有这个能力 他虽然在意 朋友之间的情谊 但还不至于 把自己的公司 让给他玩 一马归一马 不过安逸还年轻 还有不少时间 来学习和锻炼 就是他目前的性子 有些腼腆 需要早些锻炼 好 现在他应该在上课 我先给他发个消息 既然顾宁这么说 安光耀也不再说什么 顾宁说的是对的 安逸需要早些 见见失眠了 虽然在假期的时候 安逸也会到公司里学习 但是这还是不够的 这个点 安逸正好也是下课时间 安光耀的短信一发来 安逸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看到安光耀说顾宁来了 喊他下午一起吃饭 安逸很是激动 立即就给安光耀回复了 接下来顾宁几人去了商场 视察一下店铺 虽然平时都是有负责人 在视察的 他去不去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既然来了 也难得来一次就去看一下 而且他们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话说孟凡那边 把临时围几人带回派出所之后 就直接去了乘丰地产 把孔立辉给带来了 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 孔立辉就知道事情暴露了 心中也痛恨林立伟 将他给供出来 孔立辉是直接被以 和盛华地产工地事故 有关之名带走的 所以孔立辉被带走之后 关于他的事也在公司里被传开了 盛华地产工地出事的事情 大家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但是却想不到 竟然和孔立辉有关系 当然他们也知道 要是这件事情真的和他有关 那么幕后黑手 就是他们公司老板了 尽管知道 但是他们也不敢议论 要是被老板听到 怕是要被开除了 孔立辉买通林市委干的事情 确实是成峰地产董事长吩咐的 也就是成峰地产的董事长和其秘书 在孔立辉被带走之后 成峰地产的董事长很是担忧 担忧他将自己供出来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 他就叮嘱过 要是事情暴露了 不能将他供出来 否则他会对他家人怎么样的 他敢对盛华地产下手 不代表他就敢承认呢 因为承认了 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是做了坏事不用付出代价 他也不用悄悄地做了 现在只能祈祷孔立辉 忌惮他说过的话 不要将他供出来 而孔立辉被带到派出所之后 已经被审问了 在还没有拿出证据之前 孔立辉当然不会承认 孔立辉 你和林市委是什么关系 警察问道 同学关系 孔立辉硬道 既然警方找上了他 当然是因为知道了一些事 所以孔立辉也没有傻到直接否认 因为他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调查到了多少 到底是不是林市委自己招供的 或许他们只是查到了一些 并没有查到具体的证据呢 还正在调查当中 或者想直接从他们口中知道真相 所以要是他直接否认和林市委不认识 那不就明白地告诉警方他们有问题了吗 他和林市委认识这件事是很轻易就能调查到的 而且就算他们认识 那么也不代表什么不是吗 两个月前 你给了林市委一张有四百万的卡 有没有这件事情 孔立辉文言一证 然后说道 不错 林市委说有困难 向我借钱 虽然孔立辉想否认 但对方既然问出来 那就是调查到了 他也不能否认了 林市委需要这笔钱做什么 而这笔钱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经过我们调查 以你和你妻子的工资 根本就存不了这么多钱 这钱是我向公司借的 林市委的儿子得了白血病 需要一笔钱来治疗 这账上的钱确实是从公司打进来的 所以孔立伟也只能这么说 然而他们留下这么明显的证据 也不知道是因为自信 事情不被发现 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 可是白血病 也不需要这么多钱治疗啊 这是他的事情 他说他要四百万 我就借给他四百万了 你这么轻易借这么多钱给他 你就不怕他还不起吗 他还有价值三百万的房产 要是他真的还不起 法院可以将他的房产拍卖还钱 那林市委拿到了这四百万 分别给了两个同事 一人一百万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或许他的同事也有困难 所以才向我借那么多钱吧 孔立伟的态度一直处于淡定 但是实际呢 心里则是慌的一批 你确定你不知道 警察问道 这问是出于对孔立伟话的不信任 是的 我不知道 在你给林市委钱之后 圣华地产的工地就出事了 而这件事情和林市委 以及各自得了一百万的两个人有关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我借钱给林市委这事都过去两个月了 怎么可能和这事彻上关系 孔立伟立即否认 不管他们有没有证据 先否认了再说 可是林市委说是你给他钱 让他换掉圣华地产工地的砖 才会导致圣华地产工地出事的 对此 你怎么解释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我好心借钱给他为儿子治病 他竟然如此污蔑我 孔立伟纷纷不平控诉的模样 好似受了极大委屈一般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无法掩饰得住他的惊慌 孔立伟 你为什么要买通林市委 去对付圣华地产 是你个人的行为 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警察继续问道 根本就不相信孔立伟的否认 我没有 是林市委冤枉我的 孔立伟愤愤不平地否认道 说得好像他真的被冤枉了一样 孔立伟 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要不是和你有关 我们也不会调查到你的 我说了我没有 那么请你听一下这段录音 警察说道 然后将林市委偷偷录下的对话放了出来 虽然他们早就有证据 还盘问孔立伟 不是他们没事做 而是事情需要一个程序 这些都是需要记录在案的 正如警察说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要是孔立伟认错态度良好 后期的定罪当中会稍微轻一些 但如果他态度不好 拒不承认 后期的定罪会稍微重一些 当孔立轩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 他顿时就懵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林市委竟然会偷偷录音 这么一来 他就可以断定是林市委将他供出来的 他当真不怕自己对他的威胁吗 孔立轩沉默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73集 这个声音可是你的 孔立轩继续沉默 孔立轩 请回答我 警察言声吏色地说道 就凭这段录音就能判断是我吗 声音相似的又不是没有 尽管暴露到这个程度了 孔立轩还是不松口 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只是颇为颤抖的声音 已经出卖了他 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么我们还有你和林市委见面的监控 虽然监控没有声音 但是却拍得到你的正面 我们可以请个淳语专家来验证一下 警察冷冷地说道 闻言 孔立轩再次沉默 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再否认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了 但是承认他又不甘心 孔立轩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 还是背后有人指使你的 警察问道 虽然很清楚地知道孔立轩是被指使的 但就算如此也是需要证据的 孔立轩 不要以为沉默就没事了 证据确凿 你是逃不掉的 不过你要是把幕后黑手招供出来 你的罪行就会轻一些 要是你将这件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的话 你的罪行可就重了 而且我们既然能调查到你 想要调查幕后黑手还是不难的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你们去调查好了 孔立轩说道 他现在的心里就是不到最后不妥协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 但还是想着自己的老板会来救自己的 怎么说乘风地产在地时也是有着不轻的地位的 主要还是他害怕自己招供了 自己老板会对家人下手 要不是受了这样的威胁 他也不会轻易去做这样的事情 林市伟他们做事是得了几百万 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多少啊 安逸五点四十就到了饭店门口等着 顾宁等人是五点五十左右到的 看到顾宁 安逸激动地和他打招呼 当然也和冷少廷打了招呼 他们正准备进去的时候 萧长春也刚好到 几人遇上了 萧伯伯好久不见了 冷少 安逗 萧长春的态度友善客气 没有任何架子 因为他知道冷少廷的身份 呼应了冷少廷和安光耀之后 萧长春才望向顾宁 然后扬装生气地指责道 你这丫头 来了地时 也不联系一下萧伯伯 顾宁笑了笑 我来办事 本想着办完事之后再联系萧伯伯的 却不想在办事途中遇到了周院长 周院长向我提及了您 然后说要喊您一些吃个便饭 在提到周科全的时候 顾宁特意注意了一下萧长春的反应 虽说周科全说萧长春经常提起他 也能说明他们关系不错 但是也只能是说明而已 并不能完全确定 然而提到周科全 萧长春脸色顿时露出了嫌弃 不过却又不是真的嫌弃那种 你肯定是给了他什么好处是不是啊 不然以他那抠门的性子 不可能请你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的 这话显然是对周科全的性子摸准了 而且这光明正大的说对方抠门 要么两人关系不好 要么就是关系极好 萧伯伯这么了解周院长 能不了解吗 我们可是认识几十年了 萧长春道 脸色依旧是一副嫌弃的模样 但是眼里的友情却是掩饰不住的 如此顾宁就放心了 周科全身为请客的 所以他先提前到了 不过菜等着顾宁等人到了再点 当顾宁他们进来的时候 周科全立即起身迎接 几人坐下之后 周科全问道 顾小姐 都还没有问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 这是我的未婚夫姓冷 叫冷少廷 原来是顾小姐的未婚夫啊 冷先生真是一表人才 和顾小姐简直就是天作之和呀 周科全赞道 倒不是客套 而是这两人的颜值和气质都是极高的 虽然他不知道冷少廷的身份 但是却也能从冷少廷的气质中看出 对方来头也是不简单的 被这么夸着 冷少廷还是感到愉悦的 嘴小都微微上扬了一些 接下来的互动让顾宁知道 周科全和肖长春简直就是损友 几乎是不给对方留面子的 不过却也不伤大雅 对了 你来地市办什么事啊 肖长春问道 觉得顾宁亲自过来 定然不是什么小事 圣华地产工地发生了事故 我所以过来处理一下 处理得怎么样了 虽然知道这事情难不倒顾宁 但是出于关心 肖长春还是得问一下 顾宁倒也没有隐瞒 把事情的原因都说了 肖长春阴谋算计他见得多了 自己也经历的太多 但是听到顾宁的叙述之后 还是感觉到很愤怒的 这乘风地产的问题可不少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了 肖长春愤愤不平地说道 这乘风地产在地市 虽然是地产大户 但名声却不是很好 所见的商品房 不是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出那样的问题 但是只要不是出问题太大的话 一般都不会管得太多 既然敢动了我的地盘 我就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明天去看看警方处理得怎么样了 需要用到的地方 就和肖伯伯说一声 肖长春说道 虽然以顾宁的本事 加上一个冷少廷 这件事情是难不倒他们的 但是他们的势力 毕竟不在地市 办起来也麻烦 有个合适的人出面 会更加方便 好 要是有需要到的地方 我一定不会和肖伯伯客气的 吃好饭之后 大家就分开了 警方那边处理得如何 顾宁也没有去问 接下来由安光耀出面 便好了 安光耀本来要给顾宁 和冷少廷安排住处的 不过被顾宁给拒绝了 说他们自己已经安排好了 这盛氏酒店和灯黄酒店的黑卡 都是随便住的 免费 没有必要让安光耀另外安排 既然顾宁拒绝 安光耀并没有多说 只是送了他们过去 冷少廷在 所以便决定去了盛氏酒店 便让安光耀送他们去了盛氏 这时候时间还早 都是刚吃好饭 不过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就先回酒店休息了 安光耀送顾宁和冷少廷 回到酒店之后 也送安夜回了学校 而顾宁和冷少廷 刚进入酒店大厅 却遇到了熟人 凌峰 顾宁看到凌峰 凌峰当然也看到了他 原本脸色不怎么好的凌峰 在看到顾宁的时候 神色先是惊讶 接着便是欣喜了 凌峰和几个同伴 说了一声让他们等等 然后就过来和顾宁打招呼了 看到凌峰走过来 冷少廷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很讨厌这些年轻的男人 靠近顾宁 但是他又不能剥夺顾宁交友的权利 而且顾宁向来和异性 也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 所以再讨厌 他也不能说什么 库宁 好久不见了 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你啊 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吧 凌峰之所以知道 冷少廷是顾宁的未婚夫 是因为之前也在网上 看到了关于他们的事了 听到凌峰这么问 而且也看不出 凌峰对顾宁有其他的心思 冷少廷的脸色瞬间好了很多 然后不等顾宁出声 他就先张嘴了 你好 我是顾宁的未婚夫 冷少廷 这主动的自我介绍 不是出于礼貌 而是想占有主动权 冷先生你好 我是凌峰 顾宁的朋友 凌峰也立即和冷少廷打招呼 正在这时 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过来 有些阴阳怪气的说道 呦 凌少 你朋友啊 怎么也不介绍介绍 男人说着目光却一直落在顾宁身上 眼神色眯眯的 见状 冷少廷脸色夜黑 有种想要揍人的冲动 不过却还不至于真的揍 而凌峰听到男人的话 神色也顿时沉了下去 毫不客气地说道 管你什么事 我和你很熟吗 凌峰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们都是阿凯的朋友 难道不也是朋友吗 男人有些不高兴 然后望向顾宁 笑眯眯地打招呼 这位美丽的小姐你好 我是乘峰地产的少爷 郑硕 很高兴认识你 一听到乘峰地产 顾宁的双眸便微微眯起 带着几分不善 虽说乘峰地产做的事 不能牵连到眼前的这个男人身上 但这男人看他的眼神 却是让他很反感的 冷少廷本来是想拉着顾宁就走的 但听到对方说是乘峰地产的少爷 那就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以他对顾宁的了解 定然是要做些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豪门富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男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74节 乘峰地产 名声可不怎么好啊 和你认识 会不会招耳上麻烦呀 文言 郑朔的神色 立即就沉了下去 看着顾宁的目光 也露出了冷意 冷冷地说道 这位小姐可不要 胡乱坏我乘峰地产的名声 要不然 就算你是灵少的朋友 我也不会客气的 虽然郑朔 被顾宁的容貌所吸引 想要勾搭他 但是却也容不得对方 这么诋毁自家公司 对方说得不错 也正因为说得不错 才会让他更加敏感 反应这么大 哼 不会客气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林峰毫不掩饰地嘲笑道 他不知道 乘峰地产名声不好的事 但是不喜欢这个郑朔 却是真的 加上看到顾宁对他的态度 就对他更加看不顺眼 可笑的是 他竟然想要对顾宁不客气 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嘛 你 正说文言顿时气解 对于林峰说的 看他有没有本事 对这个女孩不客气的事情 他倒是不认为 是因为对方来头大 而是觉得林峰 这是在维护他们 对于林峰 他不忌惮 但是也不想招惹 一旦闹起来 他也麻烦 况且林峰和萧凯的关系 比他跟萧凯的关系 还要好 萧凯他更加不想得罪 可是被林峰 接二连三的不屑和嘲讽 他也感觉到极为的愤怒 林峰 不要以为我忍让你几次 就怕了你 郑朔义愤填膺地说道 不怕就尽管放马过来啊 林峰嚣张地回道 反正顾宁在这儿 他才不怕郑朔呢 你 郑朔被激怒了 神色变得扭曲 双眸透出狠意来 准备对林峰动手 然而却在这时 不远处 响起的声音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喂 林峰 张地 你们在干嘛呢 喊他们的是一个 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男人 而对方也就是 他们所说的萧凯 萧凯喊着 就朝他们走了过来 萧凯在看到顾宁的时候 只觉得有些眼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对不上号 便凑到林峰耳边 轻声问道 林峰 这个女孩看着 还是面熟啊 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是谁啊 虽然萧凯的声音很轻 但顾宁和冷少廷 都清楚地听到 就算对方认识她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这就是我和你提过的 顾宁 林峰说道 闻言 萧凯这才恍然大悟 顿时也激动起来 和顾宁打起招呼 顾小姐你好 我是林峰的朋友萧凯 其实早就知道你了 只是第一次见死 一时间没认出来 实在抱歉啊 能见到顾小姐 简直是我的荣幸啊 见萧凯的态度 正说有些懵逼 萧凯见到这个顾宁 竟然这么激动 而且还说 见到对方是她的荣幸 要知道高傲如萧凯 很少对人这么谦卑的 很显然 这个叫做顾宁的女孩 来头不小 萧先生客气了 顾宁客气而疏离地回应道 不不不不 顾小姐可是萧某人的偶像 我知道顾小姐忙不忙 萧某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顾小姐和这位先生喝个茶 萧凯这可不是客套 而是真心地想请顾宁喝茶 当然喝茶只是认识顾宁的 一个途径而已 主要还是想和她拉近关系 当然她不是对顾宁 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她也知道顾宁是有未婚夫的人 而且这未婚夫 就是她身边的这位高颜值 高气质的男人 她才不会不自量力 想认识顾宁 不过是想多个人脉而已 多谢萧先生好意 不过不用了 我们已经和朋友约好了 待会就要去赴约 你还是招待你的朋友吧 既然如此 那好吧 那就不打扰顾宁了 萧凯虽然想和顾宁认识 但是也知道进退 不会为难对方 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开 要是不急着离开的话 明天上午我请你们吃饭 凌峰说道 现在还不确定呢 明天再看吧 顾宁没有直接拒绝凌峰 也就是可能会和他们一起吃饭 但具体的还得看明天的情况 那好 那明天上午我联系你 行 顾宁应了一声 冷少廷便拉着他朝电梯口走去了 凯哥 这个顾宁什么来头啊 顾宁和冷少廷一离开 郑硕就问道 他可是我们地上的风雨人物 去年高考满分状元 更是圣灵集团董事者 肖凯说道 什么 郑硕瞬间就惊呆了 顾宁他是没有听过 但圣灵集团他却是听过的 虽然不了解 但是也知道 那是个刚崛起的大集团啊 凌峰竟然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 哼 所以啊 你拿什么来对人家不客气啊 当着人家未婚夫的面 竟然还想勾搭人家 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凌峰毫不客气地嘲讽道 什么 你 肖凯文言有些气愤地望向郑硕 他知道郑硕的性子比较轻浮 见到漂亮女人都会搭讪 但大多数豪门子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也习惯了 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搭讪顾宁 这也太乱来了吧 虽然郑硕不认识顾宁 但顾宁身边可是有未婚夫在呢 郑硕竟然还这么没有眼力 我哪里勾搭人家了 简是你朋友 不过就打声招呼而已 郑硕立即反驳道 虽然他刚才确实是想要勾搭他 但是现在他是不会承认的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你只和顾宁打招呼 直接无视了人家未婚夫呢 你 好了 你乘风地产的名声不好 和你认识 怕是会招惹上麻烦的 所以接下来的活动 我就不去了 林峰说道 从顾宁的话中 他感觉出来 他似乎和乘风地产有什么过节 既然如此 他也不想和郑硕有什么接触 也直接不给萧凯面子 萧凯也知道 乘风地产名声不好 但是他认为 这不妨碍他和郑硕交友 况且又不是真心的相交 都是豪门子弟 当做个人脉而已 林峰和郑硕互相看不顺眼 所以既然林峰要走 他也不好阻拦 要是只有郑硕一个人的话 他宁愿丢下郑硕 也不会丢下林峰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朋友 还要招待 所以就顾不上林峰了 毕竟今天是他做东 反正他和林峰的关系 是真的不错 所以他们谁都不会在乎 谁的态度 而听到林峰这么说 郑硕的脸色是难看至极的 要不是萧凯在 他真的会和林峰干起来 林峰就住在这盛氏酒店 所以他就直接回房休息了 怎么了 萧凯的其他朋友 见林峰走了 不解地问道 没事 不用管他 我们自己去笑一场 而从下午开始 顾宁市盛华地产老板的事 就已经在网上传开了 不知情的众人 都纷纷感到惊讶不已 想不到这盛华地产 竟然是顾宁的 知道顾宁厉害 也猜测出顾宁的产业 怕是不止他们知道的这些 但是当得知顾宁的 其他产业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惊讶的 知道顾宁是 盛华地产老板的同时 也知道了盛华地产 工地出事的事情 对此大部分人 都是相信顾宁的 定然是被陷害的 但是有的人表示不相信 所谓无间不伤嘛 尽管顾宁的名声很好 但是还是有人不相信 顾宁是清清白白的 不过这些喷顾宁的 每次刚一喷 都被顾宁的支持者 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根本就闹不出什么风浪来 接着 乘丰地产的孔立轩 被警方带走的事 也被传开了 然后盛华地产工地 出事的事情 也被传出来 和乘丰地产有关 凌峰因为没有和 萧凯他们出去 所以回到房间之后 就被刷了微博 然后也看到了这些消息 顿时气愤不已 本来他猜想 顾宁应该是和 乘丰地产有什么冲突 才会那么说正说 还真的是啊 而且乘丰地产 竟然陷害盛华地产 对此 凌峰是毫不怀疑的 要不是真的和 乘丰地产有关 乘丰地产的孔立轩 又怎么会被带走 而且顾宁又怎么会 那么说正说呢 立即凌峰便给 萧凯打去了电话 萧凯接电话之后 凌峰就说道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说到我出去了说 萧凯和朋友们 在包间里 既然凌峰这么问了 定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和他说 所以萧凯便先出去 再和凌峰说 萧凯出了包间之后 问凌峰道 好了 什么事 萧凯 交友是你的自由 我不应该干涉和指点 但是这个正说 我实在是看不上 特别是乘丰地产 我刚看了新闻 盛华地产的工地出事了 和乘丰地产有关 乘丰集团的孔立轩 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虽然还没有出最后的结果 但是我却相信顾宁 凌峰这么说 只是想让他知道 乘丰地产和顾宁的恩怨 让他自己有个掂量和分寸 要是萧凯和郑硕走得太近 他想要和顾宁交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没有人 想和敌人的朋友做朋友 哪怕那个人什么都没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75集 你是说 盛华地产 是顾宁的 文言 萧凯 惊讶地问道 盛华地产的事 他也听说了 但却不知道 盛华是顾宁的 更不知道 盛华地产 出的事故 和成丰地产有关 因为对于盛华地产 的不了解 所以信以为 是盛华地产 自身的问题 毕竟这些地产公司 还真的没有几个 是真正的质量达标的呢 不过既然说 成丰地产的孔力轩 因为这件事情 被带走了 那么这件事 和成丰地产 有关的可能性 那也是极大的了 不错 盛华地产是顾宁的 我和你说这个 不是说阻止 你和郑叔来往 这是你的事情 我也无权干涉 只是既然身为朋友 那么 你先让你知道而已 好了 先这样吧 林峰说完 也不等萧凯 再说什么 就直接挂了 而萧凯 在林峰挂断电话之后 没有立即回包间 而是在网上搜查了一下 关于盛华地产工地事故的新闻 然后就看到了 顾宁在盛华地产工地上说话 被记者录下来的视频了 虽然他也不是第一次见到顾宁 但是从他们产业名声上来看 他还是愿意相信顾宁的 虽然特克顾宁连认识都不算 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深交 要是现在就因为这件事 而和郑硕断绝来往的话 会显得有些夸张和不理智 毕竟郑家也没有对肖家做过什么 但是他也有心和顾宁深交 所以想了想 萧凯便决定不和郑硕这边断交 但是也会适当地有关系 当然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和郑硕相交 只是有时候人脉 不是说喜欢才会交的 肖凯回到包间里 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继续该怎么玩怎么玩 只是少和郑硕互动了一些 不过这是大家一起玩的 也没有让郑硕发觉不对劲 不过没过多久 就有人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 喂 微博上有说你家公司 陷害圣华地产 导致圣华地产工地出事 你们家公司已经有人被警方带走了 这件事就真的假的 这一问 整个包间都突然安静下来 而郑硕的脸色 顿时也变得难看不已 立即反驳道 胡说八道 不可能 他当然也知道圣华地产工地出事的事情 但是却不知道和自己公司有关 乘丰地产虽然是他们家的 但是他又不在里面上班 对于这些事他自然是不清楚的 当然就算是在也未必知道 因为他父亲也不会和他说 最多就是在孔力轩被抓的时候知道而已 不过事情既然被曝光出来 那么也就很有可能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 他自己是不觉得有什么 觉得这只是商业竞争而已 被算计到那是他们没有本事 但是被人用陷害这两个字 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而且事情被发现和曝光 也是让他感到愤怒的 这就是所谓的双标了 只允许自己对人家下手 不允许人家反抗 而众人也都知道 乘丰地产的名声不好 既然事情都曝光了出来 也觉得有可能真的和乘丰地产有关 哪怕郑硕说了不可能 他们也不会认为是真的不可能 不是的话最好 毕竟这盛华地产的后台可不得了 那人颇为尴尬地说道 因为郑硕在场 就算他觉得事也不好多说 免得翻脸 虽然大家觉得当着郑硕的面 议论乘封地产的事情不好 但是听到那人说盛华地产的后台可不得了 便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了 盛华地产有什么大后台啊 盛华地产是首都圣宁集团的子公司 小凯说道 本来他是不想提的 但既然他们都说了出来 他也就说了 什么 文言众人都纷纷吃惊了 郑硕的脸色也是极为难看的 想不到这盛华地产 竟然是圣宁集团的子公司 要是盛华地产的事情 真的和乘封地产有关的话 那么 忽然郑硕感到不安起来 也不知道盛华地产的事情 是否和乘封地产有关 要是真的有关 他父亲又是否知道盛华地产 是盛宁集团的分公司呢 虽然觉得事情在曝光之后 自己的父亲会知道 但他还是想问一下 这么想着 他就有些待不住了 找了个借口 他选择离开 郑硕离开之后 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你们觉得 这盛华地产的事情 和乘封地产有关吗 很明显呀 当然有关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次乘封地产 就踢到铁板了 是啊 要说这乘封地产的问题 也太多了 为什么他们家 就不能收敛一些呢 坚持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并不喜欢 郑硕这个人 但既然他是凯哥 和杨哥的朋友 我也不好说什么呢 不错 我也是 不喜欢郑硕 和乘封地产无关 而是觉得郑硕这个人 比较滑头 喜欢挑事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凯哥 和杨哥的朋友 以后还会见面的 有人立即打圆场 尽管他也不喜欢郑硕 但是当着肖凯和杨哥的面 这么说也不好 好了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他 以后 咱们就和他们 手接触些 毕竟他也没有 怎么找过我们 突然把他提出去 也不太好 远交一截不一截嘛 没有必要 给自己找麻烦 肖凯说道 这也才知道 大家是多么的 不喜欢郑硕这个人 不过也没有怪他们 因为他对郑硕的印象 也是很一般的 郑硕一离开会所 就给自家父亲 打去了电话 而现在郑硕的父亲 正在家里坐立不安 因为也知道了 圣华地产 是圣宁集团的子公司 确定自己 这是踢到铁板了 要是早就知道 圣华地产 是圣宁集团的子公司 他是不会去动 圣华地产的 乘丰地产 根本就无法 和圣宁集团比 这一下 他只能奢望 孔力轩 不要供出他来了 在孔力轩被抓之后 他已经让秘书去看了 毕竟是他公司里的人 就算和他无关 也得派人去了解情况 不是吗 虽然目前 孔力轩那边 还没有招供 但之后就不知道 毕竟现在的圣华地产 不仅仅是圣华 而是圣宁集团的子公司 而圣宁集团的董事长 都亲自来处理这件事了 看到郑硕的来电 郑董接起电话 因为心情不好 口气很是不耐烦地问道 喂 干嘛 爸 圣华地产工地出的事情 是不是和我们家有关 瞎说 郑董立即否认道 尽管对方是自己的儿子 他也不会实话实说 就怕自家儿子 嘴是个没把门的 不小心说出去 况且就算被发现 他也不打算承认 要把一切责任 推到孔力轩身上就好 虽然就算这样 也没有多少人会信 但这样 他这边就不会出问题啊 尽管郑董否认 郑硕还是不太相信 但既然他这么说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也猜测到 可能自家父亲 已经有办法处理了 不会让事情 牵扯到自己身上来 身为成峰地产的公子 要是成峰地产出了事 他的好日子 他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 现在他什么都不做 可都是吃喝家里的呢 我刚才在圣市酒店 遇到圣宁集团的董事长了 开始我不认识 而且他和我朋友认识 所以就打了声招呼 但是他知道 我是成峰地产的少爷 态度不是很好 郑硕说道 什么 你遇到圣宁集团董事长了 他是你哪个朋友的朋友 郑董问道 虽然顾宁和谁认识 都和他无关 只是担心郑硕的那些朋友 相信圣宁地产的事 和成峰有关 疏离了郑硕 那可就不好了 毕竟那些都是豪门子弟 虽然现在用不上 但是不代表 以后也用不上 其实也不是我的朋友 是萧凯的朋友的朋友 郑硕说道 他和林峰还真的是不熟悉 就见过三四次面而已 也因为从一开始 他们互看不顺眼的原因 都很少说话了 所以他们之间 也称不上是朋友 想到林峰 竟然和顾宁认识 他说不嫉妒是假的 凭什么林峰 就认识顾宁啊 凭什么 虽然他也不是 多么想认识顾宁 就是见不得 他看不爽的人 认识有身份 有来头的人罢了 当然 要是可以的话 他也想认识顾宁 说不定能在顾宁那 得到什么好处呢 身为顾宁的朋友 自然会在他那里 得到许多好处的吧 但是 前提呢 是真正的朋友 要是抱着利用的心态 那连成为朋友的机会 都不会有的 那他们知道这件事吗 郑董问道 知道 是他们先看到 微博上的信息 然后和我说了之后 我才知道的 郑硕说道 那他们相信吗 这才是最关键的 虽然他们说不信 但是我觉得 他们是相信的 郑硕说道 虽然很多时候 他不着调 但却也不是傻子 有些事情 不需要表现得太明白 他也能看得出来 文言正懂沉默了 也知道事到如今 让他们相信 乘风地产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郑董 什么都没说 网上还在 沸沸扬扬地 讨论着 盛华地产 和乘风集团 甚至顾宁的事情 因为事情和顾宁有关 很快就上了热搜 而对于这些 顾宁是不关注的 在回到酒店 没多久之后 就和冷少廷开战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76集 次日 上午9点左右 安光耀就到了派出所 了解调查进度 孔立轩暂时没有招供 所以他们还需要继续审问 同时调查更多的证据 安光耀也将得到的消息 转告给了顾宁 顾宁也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可以调查到的证据当中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这件事是成峰集团的董事长 吩咐的 所以只要孔立轩 将所有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 想要尽快定罪 也是不现实的 快到10点的时候 林峰给顾宁打去了电话 问他有没有时间一起吃饭 因为顾宁和冷少廷 正好没有其他的事情 等一会儿也要在盛市酒店里面吃饭 而林峰也和他们在一家酒店 顾宁也就答应了下来 一起吃个饭并没有什么的 于是快12点的时候 顾宁和冷少廷就赴约了 见面的时候 林峰也说了 昨天在微博上看到 关于盛华地产的事 也问了顾宁 是不是真的和成峰地产有关 顾宁也没有掩藏 直接说了 就是成峰地产 只是现在被警方带走的那个人 还没有招供 虽然林峰已经认定了 就是成峰地产 但当听到顾宁亲口承认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到气愤不已的 这个成峰地产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动到你头上来 简直找死 林峰道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成峰地产 为此付出代价的后果 他们应该不知道 圣华地产背后有圣年地产 要是知道的话 怕是也不敢乱来 要是明知道还敢这样做 那不是他们太过自信 就是太过愚蠢了 因为成峰地产 没有极大的身份背景 和圣年集团作对 无疑就是鸡蛋碰石头 怕是昨天 郑家人不安地睡不好觉吧 林峰颇为得意地说道 虽然他和郑家无冤无仇 但他和顾宁是朋友 所以所有陷害顾宁的人 他都见不得对方好 顾宁一直在和林峰说话 所以让冷少廷感觉到了冷落 心里有些不舒服 其实呢 他也没说多少 更没有说什么亲密的话 犹如谈公事一般 说了一些关于公司的事情 慕宁也感觉到了 冷少廷的情绪变化 内心也是无奈的 他拿起了一块饭前送的糕点 送到了冷少廷的嘴边 虽然在外面这样做 让他多少感到一些难为情 但为了安抚自家男人 小气的心里 他也只能厚脸皮了 看到顾宁送来的糕点 冷少廷郁闷的情绪 瞬间就消散了 嘴角微微扬起 愉悦的弧度 然后吃下了顾宁递来的糕点 这种画面 凌峰是见多了 所以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 不过他也发觉 自己一直在和顾宁说话 冷落了冷少廷 所以便和冷少廷 搭起枪来 罗先生 您是做什么的呢 军人 一听到冷少廷说是军人 凌峰双眸就是一亮 其实不止女人会有军人情节 许多男人也是有的 所谓军人情节 是对军人的一种强烈的向往 或者爱戴的一种感情 女人的军人情节 是出于崇拜爱慕 男人的军人情节 是出自于自身 想要成为这么一个 让人崇拜和爱戴的人 那是一个 让他们实现英雄梦的地方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不是喜欢 想当兵 就能不顾一切的去的 凌峰曾经是想要参军的 不过被家里人阻止了 所以没去城 军人好呀 曾经我也想过要参军的 但是我家不同意 我也不想忤逆他们 就没有去城 凌峰说道 这到现在 还是感觉到有些遗憾 有时候 路是由不得自己选的 得看自己的情况 你家人不同意 自然希望你能继承家业了 顾宁说道 凌家可是这一世的第一豪门 家大业大 当然需要人来继承 凌峰不置可否 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饭菜来了 几人就开饭了 吃好饭之后 也就各自离开 因为凌峰知道 顾宁他们是来办事的 所以并没有打扰他们 今天上午 在安光耀来过之后 孟凡又审问了一遍孔丽轩 孔丽轩倒是招供了 不过却说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 和其他人无关 孔丽轩是抱着顶罪的态度 所以当然不会招供其他人 顾宁觉得 还是得由他自己出马 要不然这件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 又或者是 在孔丽轩顶罪之后 他们找不到更多的证据 事情就会到此结束 顾宁可不是会轻易 放过幕后黑手的人 谁指使的 谁就要付出代价 顾宁去派出所之前 让K调查了乘风地产 有没有违法的事情 要是孔丽轩的证词 无法定幕后黑手罪的话 他不介意用其他的事情 来惩罚幕后黑手 不得罪他的人 他不会去查看对方的底 得罪了他 那可就不好意思了 顾宁和冷少廷 来到派出所的时候 K那边也调查到了东西 发到了他的邮箱里 乘风地产的作风不怎么好 一查就很容易查出问题 其实问题 许多工资都会存在 只是一般情况下 没有人去调查而已 但是你要是得罪了人家 人家想整治你 那可就危险了 乘风地产最大的问题 就是偷税 偷税金额高达了上亿了 这些东西 要是乘风地产 承认了陷害盛华地产 公开道歉和补偿损失 顾宁便不会曝光 但如果乘风地产 一意孤行 让孔力轩顶罪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顾宁来的时候 也和安光耀说了 所以他们刚到 安光耀也到了 然后联系孟凡 沟通了一下 把孔力轩带到了审讯室来 他们要亲自审问 一般情况下 审问这种事情 是不允许外人来的 哪怕是受害者 但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还是有特权的 所以对于顾宁的要求 孟凡没有拒绝 开始的时候 派出所所长 知道盛华地产 是盛宁集团的子公司 还让孟凡点到为止 免得得罪了乘风地产 不过当他得知 盛华地产 是盛宁集团子公司 甚至连盛宁集团的董事长 都亲自过来的时候 他就不敢让孟凡点到为止了 也让孟凡 紧力地配合顾宁 人都是怕权贵的 要是乘风地产 有个靠山 比盛宁集团还要大 派出所所长的面目 就会是另外的模样了吧 在所长得知 顾宁过来之后 他立即来和他打招呼 也陪同顾宁 几人一起审问 虽然孔力轩 已经认罪 是自己所为 但是也知道 他们是不信的 要不然也不会再来审问 看到他们这么多人 孔力轩心里是紧张的 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将幕后黑手给暴露出来 这样他的家人 怕是要遭到报复了 顾小姐 这是孔力轩的供词 你先看看 来到审讯室 孟凡先将孔力轩的供词 拿给顾宁看 孔力轩认罪 是自己所为的原因 是出于陷害林侍伟 因为林侍伟的妻子 也和他们一起是同学 而他曾经喜欢过 林侍伟的妻子 出于嫉妒 便陷害林侍伟 林侍伟是工地的监工 只要工地出事 就和他逃不了关系 至于给林侍伟的钱 等林侍伟出事之后 就说这钱是他借给林侍伟的 他一样可以追回来 只是想不到 林侍伟竟然录下了音 反咬了他一口 这说法听着有那么一些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又太夸张了 毕竟他们距离读书的时期 都过去二十年了 早不报复 现在才来报复 当然有的人的仇恨是能放下很久的 一旦有了机会 就会产生报复性心理 但是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的 顾宁等人 当然是不会信的 看完了招供记录 顾宁看向孔力轩 没有立即说话 就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犀利 仿佛能看穿一切 所以孔力轩不敢直视顾宁 因为他心虚 孔力轩 你确定这是事实吗 顾宁冷冷地问道 虽然是问但口气上 却是没有半点相信的意思 我都已经认罪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 孔力轩不耐烦地问道 既然他认罪了 他就希望来痛快一点的 不想再受这种心理折磨 可惜你的这些公司不真 你觉得我们还要怎么样 你说不真就不真吗 你的反应告诉我 这些都是假的 简直是无济之谈 说 是谁让你来陷害 圣宁地产的 顾宁浑身释放出 强大的威压 让孔力轩立即感受到了压迫 不止孔力轩 旁边的几人也受到了影响 没有谁 是我自己要陷害林侍卫的 你陷害林侍卫 凭什么对我们公司下手 因为林侍卫在圣华地产上班 我只能从他的工作上入手 你对圣华地产下手之前 你就没想过会暴露 受到圣华地产的追究吗 我既然敢下手 当然就没想过会失败 所以被林侍卫曝光出来 也是我意料之外了 你对圣华地产下手 你得到什么好处 我要是不对圣华地产下手 我就 孔力轩下意识地应导 不过却没有把话说完 就忽然戛然而止了 因为差一点他就暴露了 所以一时之间他立刻改口 他说的意思是 他无法陷害的了林立伟 尽管孔力轩改口了 但是他的反应已经明显地暴露出 他原本想说的不是这句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77集 是吗 可是你的反应告诉我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要是不对圣华地产下手 你到底要怎样 还是 有人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了 所以要守住这个真相 要不然幕后黑手 就会报复你家人 雾宁问道 他也是刚想到这种可能 一般因为只有家人被威胁了 才会让当事人 宁愿自己受到惩罚 也要守住这个秘密 温言 其他人恍然大悟 这才想到了这个可能性来 而孔力轩 神色下意识地闪过吃惊 吃惊对方竟然知道 本来顾宁也只是猜测 但孔力轩的反应 却证实了他的猜测 真相就是如他所说的那样 不等孔力轩回应 顾宁就继续说道 要是你真的被幕后黑手 用家人威胁了 你替他抵了罪 难道就不怕我这边 也用家人报复吗 毕竟你对盛华地产 造成的损害可不是 可不是你个人 能够补偿得了的 不 你不能这么做 你听到顾宁说要用 他们家人来报复 孔力轩就淡定不了了 立即吼道 我为什么不能 难道你对我盛华地产 造成的损失 我就要自己承担吗 你以为你坐牢了 你就能弥补我的损失 那我不找你家人 我找谁去 不 你不能 你不能 孔力轩的情绪有些失控 原本他就因为 郑盛辉用他家人 威胁他陷害 盛华地产的事情 心情压抑 现在顾宁又用他家人 威胁他 让他接受不了 郑盛辉 也就是乘封地产的董事长 不能 我为什么不能 别人能我就不能了吗 我可是受害者 顾宁音策策的声音 犹如恶魔一般 刺激着孔力轩的神经 激将着他招供 一般来说 审论是不允许 用家人做威胁的 但是却没有人敢阻止顾宁 而且显然 这一招是很有用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用 我家人威胁 我为什么 孔力轩有些崩溃了 因为你自己不足以 弥补你犯的错 当然就只有找你家人了 只要你供出幕后黑手来 我保证不会为难你家人 顾宁这可不是威胁 这说的是真话 孔力轩还在犹豫 但是他脑海里 却有着一个声音 不断地叫他招供 招供 终于 孔力轩受不了这种心理折磨 招认了 我招 我招 是政省会用我家人 威胁我这么做的 那让我买通省华地产 能用劣质的砖 换条合格的砖 因为大家早就知道 孔力轩背后有人指使 听到他招供 没有感到任何意外 不过却很佩服 顾宁的审问能力 这么轻易地 就让他招了出来 不过也不得不说 顾宁的气场很强大 让他们这些人 都感受到了 强烈的压迫感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那块地 本来就是政省会看上的 要不是有 生化地产的 出现出了更高的价格 那块地 就是乘风地产的了 孔力轩说道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他说出真相来之后 顿感浑身轻松了许多 因为这件事情 将他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于没做过什么 违法犯罪的事情的他来说 太过煎熬和折磨了 但同时 他也担心自家人的安危 因为害怕郑胜辉对自己家人做什么 接下来 孔力辉把郑胜辉找他说 这件事情的经过 时间和地点都交代了出来 只是他没有和林市委一样 在交谈的过程录音 整体来说 证据还是不够有力的 郑胜辉也完全可以说是孔力辉诬陷 说他给他那四百万是借的之类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既然孔力轩将郑胜辉给供了出来 那么警方就有必要去将郑胜辉带来问话 有身份地位的人总会有些特权 派出所所长没有直接派人去将郑胜辉带来 而是直接给郑胜辉打了电话 郑总你好 我这里是湖城区派出所 关于孔力轩的案件 需要你亲自过来一趟 所长说道 接到所长电话的时候 郑胜辉心下一个疙瘩 生怕是因为孔力轩招供了 当然确实是招供了 只是他还不知道而已 尽管心中感到不安 郑胜辉还是镇定地问道 不知道让我过去 具体是什么事情呢 这问是带着试探的意思 孔力轩已经承认 买通了盛华地产的林侍卫 换掉盛华地产的砖 导致盛华地产发生事故 不过孔力轩买通林市委 他们的钱 是从乘风地产的财务中 划过来的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需要你亲自前来核实一下 所长说道 他没有直接说是因为 郑胜辉被孔力轩供出来 要是说了 免不了一阵争论 那样就会浪费时间 所以等郑胜辉来了 再说比较好 什么 孔力轩买通林市委的钱 是从公司财务划过去的 文言 郑胜辉故作吃惊 而他这吃惊 不过是故意装作不知情而已 然而他的反应 对派出所所长来说 就像是跳梁小丑 只是尽管派出所所长 知道他是装的 却没有点破 而是说道 所以 事情需要郑董亲自前来一趟了 哎呀 可是我这里有些忙 走不开 我能让秘书来吗 郑胜辉说道 对于这件事 他内心是想要逃避的 所以不想亲自去 不行的 必须要郑董亲自前来 因为秘书无法代表你的决定 而且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 没有时间去耽搁 要是郑董来不到 我们这边就只能派人去找郑董了 所长口气上带了几分强硬 他如此不给面子 让郑胜辉虽然不悦 但是也知道现在有着身份更加强大的人压着 甚至所长都说出了执行公务这几个字 他也不好拒绝 所以他只能答应下来 要是真让警察来找他的话 怕是大家要误会什么 不过郑胜辉来之前 打电话让财务部经理过他办公室一趟 谈话十来分钟的样子 郑胜辉这才离开公司去了派出所 都在湖城区 所以郑胜辉倒也没用多少时间就到了 他到了之后 直接被带到了审讯室 来到审讯室 郑胜辉看到了顾宁几人 还有孔丽轩 一见到孔丽轩 郑胜辉就先发致人 愤怒地指责他道 孔丽轩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亏我那么弃重你 还想在年底升你的职 盛董 可别急着发怒 会打脸的 顾宁意味深长地说道 文言郑胜辉一证 自然知道他们是不相信这件事情和他无关的 所以自己指着孔丽轩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自导自演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 他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 就承认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请问你是 郑胜辉问道 他当然知道对方是顾宁了 但还是故作不认识 我叫顾宁 是盛华地产的老板 原来是盛华地产的老板呢 郑胜辉继续说道 顾宁啊 孔丽轩是我公司员工 对于这次他对盛华地产做的事情 我深表歉意 待事情得出结果 咱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事前当然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 特别是谁犯的错 就该由谁来承担 谁都休想逃得过 郑胜辉当然知道顾宁这话的所指 感到了有那么一丝不自在 但还是故作阵地 当然 那是当然 郑胜辉负荷道 只是心里更加心虚了 想必郑董还不知道 孔丽轩已经招供了 他说 是郑董你 用他的家人作为危险 让他去买通圣宁集团的人 换掉砖头的 顾宁 云淡风轻的态度 并没有大发雷霆 若是换作一般人 在看到孔丽轩的时候早就发飙了吧 当然 顾宁不是不生气 在看到他的时候 顾宁的气息也暗沉了许多 只是他的心理素质比较强大 这点事还不至于让他失控而已 郑胜辉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虽然一直担心 孔丽轩会将自己供出来 但是却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自己已经用孔丽轩的家人 作为危险了呀 但想不到 孔丽轩真将自己供出来 吃惊之余他也是愤怒的 他立即否认道 污蔑 简直就是污蔑 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 说着 郑胜辉愤怒地望向孔丽轩 言声利色地质问 孔丽轩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来 我哪里亏待你了 你要这么陷害我 面对郑胜辉的目光 孔丽轩是心虚的 但既然他都已经招认出来了 这时候也不能改变公词 郑董 就是你用我的家人作为 威胁让我去买通圣华地产的人 将那些合格的砖换掉 不然 我做这件事情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孔丽轩说道 越说越气愤 因为他越想越感到委屈 你说是我用你家人威胁你 让你去买通圣华地产的人 将那些合格的砖换掉的 那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这么说 那就是污蔑 郑胜辉怒到 因为有了林世伟和孔丽轩谈话 录下来的事 郑胜辉也很担心 孔丽轩也会这么做 所以在质问的时候 笔气还是有些不足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78集 就是你 你不服圣花地产 拿走原本你想要的地基 所以你就要涉及 降害圣花地产 孔丽轩忽然情绪失控 愤怒地吼道 因为他想到 明明就是郑圣辉 让他去做的 到头来 什么事都灌到他头上 让他感到极为的憋屈 主要还因为这件事 是他被逼迫的 要是一开始 他就是被金钱吸引 而自愿帮着 郑圣辉做事的话 他也不会因为 郑圣辉将事情 推到他身上 而感到多么生气 因为那是 他自己的问题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 他就是被威胁 被强迫的呀 所以尽管他妥协了 心中对郑圣辉 却是有怨恨的 加上现在被郑圣辉 全部推到他身上 他感到极为的 委屈和愤怒 我不服圣花地产 拿走我原本想要的地基 同行本就是竞争 在争夺地基的时候 输赢不是很正常吗 又不是错过了这个地基 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我至于因为这么一个地基 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你不要血口碰人了 本来以为你只是一时糊涂 做错了事 卡在 你也为乘风地产 做出了不少业绩的份上 帮你承担一部分损失 让你的父母和妻子 少承担一些 但是既然你到现在 还不知悔改 更是要将我拉下水 简直让人心寒至极 郑圣辉一副愤怒 又心寒的样子 要不是你的授意 我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 又怎么会从财务那里 得到四百万 红利轩反驳道 我还正想调查这件事情呢 你是怎么从财务部门 那里得到四百万的 财务部经理 又是怎么同意 划这四百万 到你的卡上呢 郑圣辉愤怒地说道 好似自己 才是受害者一般 你 孔利轩被气得 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反驳好 明明郑圣辉这些话 都是胡说八道的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公司的 财务部经理来一趟好了 顾宁 怕郑圣辉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安排 就算财务部经理来了 也只是个顶罪的 但尽管如此 到底也是知情人 来了也好 好 我这就喊财务部经理过来 郑圣辉文言 便痛快地硬道 拿出手机 他就给财务部经理 打去了电话 二十分钟之后 乘封地产的财务部经理来了 大家重新回到了审讯室 王经理 经过调查 孔利轩从财务部账户 划走四百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见到王经理 郑圣辉就 言声吏色的质问他 文言 王经理的反应是一惊 然后满是愧疚的抱歉 对不起啊 郑董 我和孔经理 平时关系不错 他孩子得了白血病 来和我借钱 我也就借了 你胡说 孔丽轩文言 立即激动地反驳 孔经理 你 哎 王经理望向孔丽轩 满是无奈 欲言又止 治病需要花那么多钱吗 王经理说道 是花不了 但是孔经理说 还有其他地方需要用到钱的 承诺我年底之前还回来 我也就给你了 原来乘封地产的财务部 是这么随便的呀 四百万说借出去就借出去 顾宁冷嘲热讽 很显然 他就是不相信 郑董 你自己信吗 你觉得他这说辞 有任何的说服力吗 身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应该不会相信 这么几句胡编乱造的话吧 郑胜辉脸色难看至极 他当然也知道 这些说辞没有人会相信 不过他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要的是有个人 把自己的罪给顶了 自己好脱身而已 那顾董认为是怎么样的呢 难道顾董就相信孔丽轩说的 是我让他去陷害 升华地产的吗 郑胜辉愤愤不平地质问他 既然如此 那顾董就拿出证据来 要是顾董有证据 我绝对不反驳 孔丽轩的证词 是无法完全证明 你让他去陷害升华地产 但是从动机上来看 孔丽轩是没有陷害 升华地产的动机的 但郑董你却是有严重的动机 再从财务部划账的事情来看 这位王经理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那他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不经过领导同意 就随随便便给孔丽轩 划账四百万 私自动用公款已经构成了犯罪 除非他想坐牢 顾宁说到这儿妄想王经理 王经理 你想坐牢吗 王经理的神色闪过心虚和不安 他才不想坐牢 不过也不能将郑顺辉供出来 于是对顾宁的问话 王经理是这么回答的 我当然不是傻子 我也不想坐牢 但是心比较容易软了一些 先孔丽轩遇上困难 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借钱给他了 心软 据我调查 你们平时除了在公司 见到的时候打招呼之外 私下都没有什么来往 这样的关系能让你心软吗 而且你向来是极为抠门的 自己妻子住院都不拿钱 你会心软 不惜违法 去划公司的账借给孔丽轩 你逗谁呢 这是王经理在被喊来之前 雇宁让K调查的 所以也知道不少 关于这个王经理的事 文言 王经理一惊 想不到顾宁还调查了这些 不错 但和孔丽轩之间 确实没什么来往 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在公司遇到 打个招呼之类的 他妻子生病的时候 他确实也舍不得出钱 又怎么可能不惜违法 从公司画账给孔丽轩呢 他也不知道 顾宁到底查到了多少 所以这下 王经理也不敢贸然回答了 怎么不解释了 郑董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你指使的 这个不管你怎么解释 都是改变不了的 既然敢做 那就得敢当啊 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只要你开口公开道歉和赔偿 事情还能从宽处理 要是继续执迷不悟 那后果 只会越来越严重 沐宁再给郑盛会机会 当然不是他好心 只是暂时还不想赶尽杀局而已 顾宁 我说了 你想定我的罪 就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 你告到法院去 也无法定我的罪的 郑顺辉说道 他也预感到自己难逃这劫了 但是 不到最后 结果还是未知的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给郑董看个东西吧 顾宁也不怒 无所谓的怂怂间 说着拿出手机来 打开K给他发送 所调查到郑盛辉逃睡的邮箱 然后朝着郑盛辉走去 然而在听到顾宁这话的时候 郑盛辉只感到咯噔了一下 难道顾宁真的调查到了证据 忽然他不安了起来 顾宁拿着手机到了他跟前 郑盛辉有些闪躲 但是却又不得不看 当他看到顾宁手机里的内容时 顿时便惊吓得瞪大眼睛 脸色发白 不可置信的妄想顾宁 带着惊恐 你 你 顾宁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他是从哪儿得来的 其实其他人都很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只是却不敢问而已 不过从郑盛辉的反应中 可以看出 这东西怕是不简单 郑董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吧 我不想赶尽杀绝 你只要道歉和赔偿 挽回我的名声和损失 这东西我可以不曝光 但是如果你继续抗拒 那我就只好不道德一次了 顾宁轻声说道 也明显的是威逼利诱 要是你骗我怎么办 郑盛辉下意识地问道 这东西要是曝光 比他承认陷害盛华地产 还要严重 他承认了最多不过是 千万左右的赔偿 要是这个东西曝光 那可是上亿的赔偿 而且搞不好还要坐牢的 至于名声 当然是承认陷害盛华 比偷税要严重一些 但他公司还存在着 其他一些问题 也不知道顾宁有没有调查到 我顾宁向来说话算话 要是你再了解过 顺宁地产和我 你就会知道 我顾宁不是个小人 再说了 你觉得你不相信我 你还有其他办法 暴不曝光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而且 我要是不想给你这个机会 我现在告诉你 这件事情做什么 我不直接曝光 省得麻烦 顿时 郑盛辉哑口无言了 确实 顾宁想要曝光 不管他承不承认都会曝光 而且要是顾宁不是真的给他一个机会 也不至于现在和他说这件事 当然顾宁的话 他也不能全信 但现在的他确实是别无选择 毕竟这些事他确实干过 而其他人也从顾宁和郑盛辉的对话中 得到了一些答案 顾宁手中怕是握有郑盛辉的罪证 使得郑盛辉忌惮和害怕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一千七百七十九计 郑盛辉犹豫了一会儿 顾宁也不催 差不多有一分钟的样子 郑盛辉终于开口了 顾宁好 对不起 是我对盛华地产 抢走了本来我快要到手的地皮 而心存怨恨 所以才让孔立轩去陷害盛华地产的 我愿意公开道歉 以及赔偿盛华地产所受到的损失 听到他认罪 其他人都感到惊讶 不过惊讶的不是他认罪 而是顾宁竟然能让他这么轻易就认了罪 既然他认了罪 事情也就好办了 好 那接下来你要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道歉 等到盛华地产这边计算出损失之后再做赔偿 好 郑盛辉会应导 本来还不安 想过问顾宁手机上那些东西的事 但想了想还是没有问 因为问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所以他只能尝试着相信顾宁 还有 孔立轩的家人 我希望是平平安安的 顾宁说这话不是因为孔立轩 而是不想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 不过听到这话 孔立轩是感动的 更是对陷害盛华地产的事情 感到愧疚无比 而郑盛辉听到这话 脸色露出难堪来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好好 就算顾宁不说 他现在也不敢对孔立轩的家人怎么样 然后顾宁等人就离开了 剩下的就交给派出所来处理 既然他们愿意公开道歉和赔偿 那么牢狱之灾就可以避免了 上了车之后 安光耀问道 老板 你给郑盛辉看的是什么 竟然让他直接认罪了 安光耀觉得应该不是 郑盛辉陷害盛华地产的证据 而是其他 是郑盛辉偷税的证据 我威胁他 要是不承认的话 不公开道歉和赔偿 就将这证据给曝光 衡量之下他只有承认了 顾宁并没有隐瞒安光耀 直接和他说了 原来如此 安光耀闻言就了然了 接着问道 那这东西你打算公开吗 既然他承认和道歉 还有这些赔偿的条件 他都答应 那么我当然是要做到的 只要他不再对 盛华地产出手 这东西我就当做没有了 信用这种东西 对顾宁来说是很重视的 既然说了就会做到 不过 到时候你把赔偿的金额 提高一倍 也不能便宜了他 工地的损失 名誉损失 加上员工的损失 加起来 郑盛辉怎么都要赔偿一两千万 增加一倍 那也就是两三千万了 好 安光耀硬道 丝毫不觉得将赔偿金 提高一倍有什么不妥的 那是郑盛辉活该 事情处理好之后 也该是晚饭时间了 几人直接去饭店吃了饭 然后顾宁和冷少廷 也订了明天上午 回首都的机票 接下来安光耀 完全是能处理的 因为顾宁说 马上要开新闻发布会 所以郑盛辉也不敢耽搁时间 一离开派出所之后 就让自己的秘书通知媒体了 晚上七点钟他要开发布会 现在快要五点半了 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安排 虽然他是答应了顾宁公开道歉 但内心还是极为排斥的 如果公开道歉 他和乘风地产的名声 就会臭名远扬 遭受到广大众人的指责 而且对于这次的事情 他是感到愤怒的 不过却也不完全是因为 有怒于顾宁 更多的是愤怒这件事情 给他带来的后果 但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是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也是愤怒他自己 要是他知道 盛华地产背后有那么强大的靠山 他就不会动手了 七点的时候 顾宁等人吃好饭 因为不是应酬 需要喝酒什么的 所以吃饭的速度也很快 吃好饭之后 安光耀就送顾宁和冷少廷 回了酒店 而也在这七点钟的时候 在乘风地产的大厅外 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本来大家以为郑盛辉要澄清 盛华地产的事情和 乘风地产无关 但是却想不到 郑盛辉竟然承认了 盛华地产的事情和 乘风地产有关 这一下可是震惊了一大片人 其实他们在看到 孔力轩被带走的时候 大部分人已经猜测 盛华地产供地的事故 是不是和乘风地产有关了 只是想不到 郑盛辉竟然会开发布会 公开道歉 不过想想也就了然了 盛华地产的背后 可是盛宁集团 那么强大的靠山 怕是没有几个人 会不道歉不忌惮吧 不道歉那后果 怕是要更加严重 那么郑董 你为什么要陷害 盛华地产呢 记者问道 因为我看上盛华地产 工地上的那块地皮 本来 那块地块 要被我竞争得了 但是盛华地产突然出现 报了高价 所以那块地 就由盛华地产给拿下了 我心中不服 所以才会一时脑热 犯了错的 我感到很抱歉 也向盛华地产公开道歉 也会赔偿盛华地产的所有损失 希望 能得到盛华地产的原谅 郑盛辉十分诚恳的道歉 说罢便朝着这些媒体镜头 深深地居了个工 以表他的诚意 张董事公开道歉 可是盛华地产会原谅吗 听说盛华地产 可是盛华地产 可是盛华地产的子公司 那么大的集团 应该不会轻易妥协吧 又有记者问道 我已经见过盛华地产 盛华地产的董事长顾小姐了 她是一个很宽容的人 我承认错误 和愿意补偿 她就不再追究了 尽管如此 王后我也会深深检讨自己 提高自己的素养 好好做好建筑行业 也请广大民众 给我一个改国自新的机会 郑盛辉说道 尽管她是被顾宁威胁的 在这里却不得不说 是顾宁宽容 要是她在这时候 还耍心眼的话 那么只会惹怒得罪顾宁 既然她已经决定公开道歉了 那么再放第一次姿态 讨好一些顾宁又如何呢 既然郑盛辉是和顾宁见过面的 那么大家也了然了 她这个公开道歉是顾宁的意思 那要是你没有见过顾小姐 不知道圣花地产是圣宁集团子公司的话 是不是就不打算承认错误公开道歉了呢 有记者问道 一般记者问话都是很犀利的 也不怕得罪人 当然也不完全是不怕 只是有些问题一定是有必要问的 而且问得足够犀利才有看点 文言郑盛辉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因为这是很显然的 要是圣华地产只是圣华地产 而不是圣宁集团子公司 在事情闹大曝光之后 她最多让孔力轩抵罪就没事了 可是事情却是超乎了她的预料 我承认 要是没有见到顾小姐 不知道圣华地产是圣宁集团的子公司的话 我还在挣扎 但是我现在确实知道错了 也真心改过了 好了 今天的公开道歉就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了 郑盛辉说道 道歉的话点到为止就好 所以说吧 郑盛辉就离开了 本来记者还想问什么 但郑盛辉已经在保镖的护送下走了 由秘书留下来送客 他们都是拿了钱来的 所以也不敢太过 既然顾宁那边都已经不追究了 就算他们不继续问 也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他们也纷纷回去了 然后新闻如实报道就好了 报道出来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半 当大家看到报道的时候 大家也纷纷惊呆了 不过随即也都明白了 这件事情乘风地闪和郑盛辉 受到了无尽的指责 辱骂 特别是来自顾宁的粉丝们 喷的那叫一个体无完肤啊 竟然敢陷害我顾宁身的公司 简直就是不知所谓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重 就敢陷害我家顾宁身的产业 简直自掘坟墓 感觉乘风地产付出的代价太轻了 应该再严重些才好 不错 这代价太轻了 虽然公开道歉和赔偿 但是有些损失是晚不回的 毕竟有些人还是会觉得 圣华地产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知道 圣华地产出事 都知道后续的结果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圣华地产的问题 不过这也没办法 而顾宁也不担心这些 也有一些比较理智的没有喷 虽然他也愤怒 乘风地产 陷害圣华地产 欺负他们的顾女神 但是既然他们的顾女神 已经不追究 他们也不去骂了 不过看到那些喷人的粉丝 喷乘风地产 他们还是看得很起劲的 乘风地产对敌也不少 本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希望乘风地产 和郑胜辉出大事 但是想不到 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地就解决了 这是道歉和赔偿 要是他们 非要让他们坐牢不可 其实这事情也不算轻 至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不算轻 法律也不是说 只要你犯事就坐牢 有些事情是可以私了的 那就是道歉加赔偿 除非受害者不接受私了 才按照法律程序走 当然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私了 过于严重的违法犯罪事情 不管你有多少钱 那都是无法摆平的 对于乘风地产这件事 达不到必须走法律程序的地步 所以是可以私了的 但如果乘风地产偷税的事情曝光了 那就必须走法律程序 那可不是钱能够摆平的了 所以这也才是郑胜辉 没纠结多久 就得出结果的原因 因为结果的利弊 是很明显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0集 郑胜辉公开道歉的新闻 顾宁和冷少廷也看到 他的道歉和赔偿 只是得到顾宁的不追咎 不代表会原谅 正假 郑胜辉因为这件事 弄得身心疲惫 将自己关在书房里 谁也不想理 今天正硕也没有出去浪 难得安分的 一天到晚都在家 因为盛华地产 这件事情的原因 他的那些朋友 似乎也刻意地疏远他 也没有人叫他出去 正硕的那些朋友 确实是因为 乘风地产和盛华地产的事 都刻意地疏远了他 不敢叫他出去玩 不过大部分也只是暂时的 而且就算叫 正硕也不想出去 他担心顾宁的粉丝 有不理智的 看到他对他做什么 对于郑胜辉承认和道歉的真正原因 除了顾宁几人 是没有再多的人知道的 郑家人也不知道 只认为是忌惮了 盛宁集团的势力而已 不过就算如此 也是正常的 四日上午十点半的时候 顾宁和冷少廷就回首都了 既然在地市工地外 被采访的时候 顾宁已经说了 盛华地产是 盛宁集团的子公司 那么回到首都之后 也是该开个发布会 正式公布一下 因为安光耀 还要在地市那边处理事情 所以就直接由顾宁出面了 在回首都之前 顾宁先让陈仓义安排 他一回到首都之后 就直接去公司 新闻发布会 安排在下午三点 所以顾宁还有时间休息 两点半的时候 媒体记者们纷纷到来 然后正点顾宁才出现 当顾宁宣布 盛华地产正式归入 盛宁集团名下之后 便有记者问道 顾小姐 盛华地产是个多年的 地产公司了 请问 您是怎么成为 地产公司的老板呢 他们事先不知道 盛华地产 因为那只是 F市的本地地产公司 没有发展到全国来 所以他们不了解 不过在来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前 他们也进行调查了 知道顾宁是怎么成为 盛华地产的老板的 但是因为采访需要 还是需要问一下的 去年 那是我创立 非色美人珠宝之后 遇到了盛华地产 发生了破产危机 恰好我又想 进军地产这一块 所以 以我对盛华地产的认知 他从建立开始 就是个十分有良心的地产商 而盛华地产 在我们当地 也有极大的知名度 只是后来被人算计了 才会面临破产危机而已 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摊子 有基础和名声的产业 总比我重新 从林建立要好得多嘛 但是因为我还要读书 没有时间管理 而盛华地产的 原老板安光耀 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所以我就聘请他 来当我的执行董事 一切交由他全权处理了 事实证明 我的眼光是不错的 在安董的协助下 盛华地产的发展更好了 虽然顾宁说 这是因为看中了 盛华地产留下了安光耀 是因为看中它的能力 但是还是让他们感觉到 顾宁也是在帮助安光耀 那顾小姐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 没有归入盛宁集团的产业呢 有记者问道 因为顾宁名下 好些产业都是后期归入的 所以他们便觉得 顾宁应该还有没有归入 盛宁的产业 是的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 是什么产业呢 抱歉啊 现在暂时不方便告知 不过也不会等太久 毕竟 毕竟这是一件 十分重大的事情 需要足够的仪式感才行 不是吗 顾宁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说道 觉得现在将七彩毛料 开采公司公布出来 太不隆重了 得正鹏到场才行 这也是对正鹏的尊重 这次公布盛华地产的事情 是因为先曝光了 就趁机公布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等顾小姐公布了 既然顾宁这么说 他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再问了 再问也未必会知道答案 不管我们将来会发展得怎么样 在品质上绝对是对得起价格和良心的 这次是因为遭人陷害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后我们也会更加的小心 避免他人 或是自己人有异心 对我们的产品产业做出不好的行为 我们相信顾小姐 也希望顾小姐的产业越做越好 记者们纷纷恭贺道 新闻发布会到这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陈仓义来处理 顾宁便离开了 回了四合院 次日冷少廷就回了基地 接下来日子又回到了平静 顾宁基本上都在上课 要么就去公司 直到顾宁生日的那天 顾宁生日正好是周六 苏安雅和郝然他们都纷纷跑到首都来了 这些顾宁事先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们事先没有提及 而顾宁连自己的生日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也没有喊朋友一起过 周六一大早 冷少廷就说有事离开 顾宁就去了公司 直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冷少廷才出现 来公司接走了顾宁 看着不是回四合院的路 顾宁问道 我们去哪儿啊 去逍遥山庄 啊 去干嘛呀 有事儿 有什么事冷少廷就不说了 因为现在是不能说的 现在的逍遥山庄 因为被金云瑶和苗金晶 大量种植了花卉 所以逍遥山庄里面的景色 可谓是一片美色 一进入逍遥山庄 顾宁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院子里站了好多人 冷家人 唐家人 还有顾宁的那些好友都在 而他们所在的周围被布置了一番 桌子 酒杯 还有一个六层的蛋糕 莽然间 顾宁才想起来 今天是他的生日 而他们的出现 就是为了自己过生日的 忽然 顾宁鼻尖微酸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一个生日 竟然让他们都来了 顾宁下车之后 立即跑了过去 挨个儿地喊着他们 唐家人都来了 除了远在国外的唐家阳 和有恃在身的曹瑞华 就是身怀有孕的曹文新都来了 还有冷少廷的战友们 也来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大家都纷纷地 祝顾宁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你们 顾宁感动地道谢 感动之余 心里也感到有些怪异 怎么自己一个生日 搞得那么轰动啊 不过暂时的 他也没有联想更多 顾宁激动的情绪 得到平静之后 就和大家一起 说说笑笑了起来 一片其乐融融 顾宁当然也不能 只和长辈们聊天 也都得招呼好 自己的朋友 你们怎么一声不响的 就来了 事到如今 他当然知道 这些都是冷少廷的杰作 文言 木柯说道 是冷大哥找了我 和我说要跟你过生日的事情 让我通知大家一起过来 不过在这之前 不能和你说 所以 大家都没有说了 怎么样 惊喜吧 当然惊喜了 只是觉得一个生日而已 搞得也太隆重了吧 顾宁不是不喜欢 只是觉得有些麻烦人家而已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生日嘛 亲朋好友都在才有意思 你看我之前的生日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 一点都不像是生日 苏安雅说道 想到自己的生日宴 就让他感到好嫌弃 你那是变相的商业宴会 楚沛还说道 也是极为不喜欢那样的宴会 把好好的一个生日宴 搞得那么商业 顾宁原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生日宴 却不知道 忽然 院子里响起了柔美的音乐 原本身穿便服的冷少廷 此刻已经换了一身军装 双手捧着一大树的红色玫瑰花 朝着顾宁走来 在冷少廷出来的时候 因为顾宁是背对着的 所以并没有看到 正对着他的楚沛寒先看到 然后 惊得发出了一声惊呼 我靠 喊出声之后 楚沛寒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神色顿时露出了尴尬来 不过大家也没有注意他 听到他的喊声之后 便下意识地朝着楚沛寒 对面的方向望去 然后便看到身穿军装 捧着鲜花的冷少廷 朝着顾宁方向走来 这之后 周围的人也都围上来了 一个个笑得十分灿烂 跟花似的 冷少廷还没有这么浪漫过 这让顾宁忽然感觉 有些心跳加速 顾宁站了起来 看着冷少廷 冷少廷来到顾宁跟前 目光灼热地看着他 说道 妮妮 生儿快乐 妮妮 我这个人 不太会说甜言蜜语 虽然你不嫌弃 我的性子沉闷 不会说情话 但是我也希望 在和你的日子里 你多一些心动和浪漫 所以 以后我会努力地去做得好一些的 自从和你确定了关系 我就想和你携手一生 虽然这些日子里 我都说你是我的未婚妻 但是我却没有向你求过婚 我们也没有正式订亲 我知道这些都委屈你了 现在 我正式向你求婚 只要你想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只要我能 都给你 姑娘 嫁给我好吗 冷少廷说罢 便单膝跪在了顾宁跟前 双手将花送到了她面前 而在冷少廷提到求婚这两个字的时候 顾宁就已经愣住了 原本以为就是生日祝福 却不想竟然是求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豚豚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1集 不只是顾宁 好多人都惊讶了 在这里知道冷少廷要求婚的 也就是冷家人和唐家人 还有冷少廷的战友 顾宁的一众朋友们 也只以为是过生日而已 冷少廷不和他们说 是因为担心他们守不住这个秘密 和顾宁要是说漏了嘴 那样就没有惊喜了 嫁给他 嫁给他 还不等顾宁反应过来 周围便想起了大家的鼓动 嫁给冷少廷 是顾宁不会有任何犹豫的事情 所以他反应过来之后 也就收下了冷少廷的花 我答应 顾宁话落 周围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着冷少廷 也拿出了钻戒来 给顾宁戴上了 戴好钻戒之后 冷少廷起身 抱住顾宁 然后蜻蜓点水地 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有那么多人在 弄得顾宁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实冷少廷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要不然他就不是蜻蜓点水那么简单了 直接吻到他喘不过气来为止 但这种情况下 要是不吻一下 又会有一种 让人觉得感情不够的感觉 我的天哪 我本来觉得只是个生日宴会 想不到竟然是求婚 这简直太浪漫 太感动了 苏安雅一脸羡慕地说道 每个女生都有这种浪漫求婚 浪漫婚礼的梦想 这也是女生在感情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啊 太意外了 与米西也附和道 也是满脸的羡慕 不只是他们 所有的年轻女子们 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虽然徐景琛他们知道 冷少廷要求婚 但资贝营他们却是不知道的 连冷少廷的队友 都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自己的女朋友 他们都和顾宁的关系那么好 所以不怕个一万 就怕万一他们说出来 那可就不好了 木柯 你小子真的最开始就不知道吗 楚沛寒温显地瞇着眼睛 望向木柯问道 虽然就算木柯知道 不告诉他们也正常 但是又总觉得 有那么一丝不爽 我真的不知道 木柯急忙解释道 他是真的不知道 他是真的以为只是生日宴 毕竟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给顾宁过生日 并不觉得隐瞒他 给他一个惊喜 有什么不对的 所以也没有往求婚的方面想 许多人看到这一幕 感动得不得了 但是唐家人 却是感到心酸的 想着现在求婚 过段时间就订婚 两年之后就要结婚 这自家的女儿 孙女儿 在自家待的时间 都没有多少 就要去别人家了 冷家人也知道 唐家人现在心情不太好受 所以就安抚了起来 老唐啊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 但是咱们冷家 又不是封建不开明的家庭吗 没有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那个说法 冷家和唐家都是咱们的家 封年过节 要么一年在冷家 一年在唐家 要么就是我们两家人 一年去一家也行啊 要是他们想自己过 哪边不回 也没啥问题 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嘛 你说是不是啊 冷老爷子和唐海风说道 很是通勤达理 听到冷老爷子这么一说 唐家人原本还觉得心酸 顿时就有些开朗 说得是啊 现在不像以前了 出了嫁就是婆家人 想要回个娘家都很难得 而娘家这边 也总将嫁出去的女儿当作泼出去的水 回到娘家便都是客 不过我们唐家 就算是女儿嫁了人 那也永远都是唐家人 唐家的门 永远都为他们打开 唐海风说道 在她的观念里 在感情上 儿子女儿都是一样的 就算女儿嫁了人 唐家也永远是她的家 所以 尽管唐云荣嫁出去了 还是一样的随时可以回唐家住 唐家有个什么宴会 或者有什么需要到家一起商量的事 也都会喊着唐云荣回来一起 而唐家的兄弟姑嫂关系 也都是极好的 因为他们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彼此都会为对方着想和付出 这样一来 关系自然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晚宴了 虽然他们人不算很多 但也不少 冷家那边十来个 唐家那边也有十来个 冷少廷的队友八个 加上几个人的女朋友 也十几个人 楚沛涵等人也有七八个 加上古安娜这些朋友 一共算起来 也得有四五十个人 所以饭厅的饭桌容不下那么多人 于是长辈们就去饭厅吃饭 他们小辈们就在外面 吃自助行事的 其实这样也好 长辈不在 小辈们才能玩得开 长辈们如果在 他们多少会感到拘束的 在吃饭之前 大家也纷纷拿出准备好的礼物 来给姑娘 老大 祝你生日快乐 同时 也祝你 求婚快乐 楚沛涵呼吓道 后面就不太知道怎么形容了 直接来了句求婚快乐 而楚沛涵这么说 大家也纷纷跟着说了 虽然这求婚快乐 似乎对冷少廷说才合适 但姑娘也不纠结那么多 对于他们的祝福也都一一接受了 晚宴过后 唐家人就要回去了 不是他们不想和顾宁多待 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多待 因为唐家宇太小 没有带过来 虽然家里有保姆看着 但是身为父母的唐云帆和顾曼 都不放心 而且大家明天都各自有事 要不是冷少廷要求婚 他们也未必能来得这么奇 如此 冷家也没有挽留 毕竟都是做大事的人 对于时间问题都是能理解的 冷少廷让徐景琛安排地方 带大家去玩 她和顾宁先送唐海峰等人 去机场之后 再去找他们 因为唐家人坐的是 唐家的私人飞机来的 所以时间上并没有限制 随时都可以安排起飞 顾宁和冷少廷送唐家人离开之后 冷家人也自己回去了 不过几个年轻人留了下来 和大家一起去下一场 冷家人除了冷少家 所有人都来了 包括冷少明 而冷少明回首都 也和詹芷茵说了 詹芷茵也是在场的 他们这一行人三十多个 队形可谓是十分的壮观 我们一群人去酒吧会所 会不会误会成去闹事的呀 古安娜说道 这很正常啊 人家同学聚会的时候 也不是二十三十个人吗 徐庆盈不以为然地说道 好吧 古安娜凑热闹的心思 顿时就被浇灭了 你这么希望人家看到我们 因为我们像是闹事的 然后怕我们的 冷少兮问道 神色满是无语 这人还真是不嫌事大呀 不行嘛 又不是真的闹事啊 古安娜不服气地反驳道 你就是想看人家笑话吧 小心天道轮回 哪天自己被一群真正闹事的人吓到 要是真的遇到真闹事了 就怕你不止被吓到那么简单 得要出事了 冷少兮说道 你个臭丫头 你就诅咒我吧你 古安娜一听 顿时气急败坏 然后朝着冷少兮下手 挠他痒痒 虽然两人都在开玩笑 殊不知还真的有这么一天 古安娜遇到了一群闹事的人 差点出了事 不过正好被宋浩玉给遇到了 然后也让两人的事情 进入到了下一步 当然这是后话了 盛世集团和金陵集团 涉及的产业都比较广 不管大小 他们名下都有不少会所 所以由徐景琛安排 就直接去了金陵集团 名下的会所 反正去哪都差不多 不过最后结账 当然是由冷少廷来了 毕竟今天是顾宁的生日 也是冷少廷求婚的日子 他不请客谁请客呀 而且由他请客才有意义嘛 悟宁和冷少廷 还没有送唐家人到机场 徐景琛等人就先到会所了 他们这一群人 气场都十分强大 一到会所 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吓到的倒是没有 因为他们年纪看着都差不多 所以都认为 他们这是开同学聚会 经理在知道徐景琛要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会所大门口等着了 一见到徐景琛来 就立即迎接了过去 徐二少 您来了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您请 经理十分恭维地说道 一行人跟着经理去了包间 徐景琛过来玩 不管人多人少 经理都会安排 最大 最舒适 最豪华的大包间 这就是特权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豚头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沐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2集 一些人来到包间之后 经理问徐景琛道 徐景琛道 徐景琛在让这边 安排包间的时候 也让对方 准备了一个蛋糕 是庆祝冷少廷 求婚成功的蛋糕 虽然他们两个 早就注定在一起了 但是仪式还是需要的 主人公还没有来 先放着 等需要了 我再叫你 是 要是没有什么吩咐的话 我就先下去了 好 先去吧 这边 冷少廷和顾宁 送唐家人进入机场 恋恋不舍地告别之后 就回城了 回来的路上 顾宁的情绪 不由有些低落 因为他看到顾曼流泪了 虽然就算他嫁人了 他依旧是唐家的女儿 孙女 但是在感觉上 终究是不一样了 虽然他和冷少廷 注定了会在一起 但是还没有求婚 订婚 结婚的形式之前 对于家人来说 感觉上还是不一样的 冷少廷自然知道 顾宁为什么情绪低落 于是安慰他 以后有时间 我们都回去看看他们 好不好 好 顾宁应了一声 心情稍微开朗一些 在顾宁生日会上 没有请唐浅阳他们 不过他们到会所 喊了唐浅阳 所以在徐景琛他们到了会所 十几二十分钟之后 唐浅阳他们也来了 顾宁的生日宴是冷少廷安排的 冷少廷喊的人都是他知道的 和顾宁玩得最好的朋友 那些他不熟的就都没有喊 不过他们也是到了之后 才知道今天是顾宁的生日 甚至冷少廷还求了婚 虽然他们和顾宁关系还算不错 不过晚宴的时候 他们不被邀请 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高兴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冷少廷 给顾宁的惊喜 邀请的都是自家人 和玩得最好的朋友们 而他们虽说和冷少廷认识 但是走得也不近 所以没有被邀请 也是正常的 又过了二十来分钟 顾宁和冷少廷到了 顾宁一进来 唐浅阳几人便祝顾宁生日快乐 不过因为事先不知道 所以并没有准备礼物 对此顾宁是一点都不介意的 今天顾宁也是被蒙在鼓里 要不然也会喊唐浅阳几人 毕竟唐浅阳是唐爱宁的堂哥 也是徐沁营的男朋友 反正都是自己人嘛 而冷少廷在看到唐浅阳的时候 也记起来 唐浅阳是顾宁前世堂哥这件事情 于是他立即拿起酒杯 敬向唐浅阳几人 抱歉地说道 几位 抱歉啊 今天事情太多 忘记邀请你们了 我自罚一杯 说吧 冷少廷便先干为净了 冷少客气了 我们现在过来了 也是一样的 唐浅阳说道 一点都不介意 然后也举起手中的酒杯 喝了下去 蒋瑞琴和宋楠也举起了杯中酒 没有什么好介意的 随后大家坐下来 一起聊天喝酒 在顾宁和冷少廷 来到包间十来分钟之后 徐景琛便让会所经理 将蛋糕送过来 然而在蛋糕送过来的路上 却出了问题 被人给撞倒了 得到这个消息 徐景琛很是气愤 立即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撞倒蛋糕的是一个年轻女人 而撞倒蛋糕的原因 是被一个男人调戏拉扯 不小心撞上去的 两人都被经理留住了 等着徐景琛过来 徐景琛来了之后 经理就立即惶恐地道歉道 对不起 熊二少 是我保护不住 让蛋糕被人撞倒了 这件事也怪不得经理 徐景琛也没有朝他发脾气 但因为这件事情 他还是感到生气的 还不赶紧让人重做一份 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其实做这样一份五层蛋糕 两三个人一起做的话 二十分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徐景琛也不算为难经理 之前这份蛋糕 也不过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已经让人去做了 经理回答道 在蛋糕弄坏的第一时间 经理就立即叫人 吩咐重新做一个了 而且要越快越好 对于经理的懂事 徐景琛感到舒服一些 随后他望向那个 撞倒蛋糕的男女 在女人看到徐景琛的时候 是感到吃惊的 然后他望向自己 这才反应了过来 徐学长 那女人认识徐景琛 是因为他们是校友 看到徐景琛 女人就像是救命稻草一般 立即朝着徐景琛跑来 抓住了他的衣服 恳求地说道 徐学长 带我离开好不好 求你了 徐景琛虽然对对方没有印象 但是却从对方的神色中看出来 他在害怕那个男人 在逃避那个男人 兄弟 这是我的女人 还是由我送他离开比较好 那男人文言便立即走过来 要拉那个女人 脸色也是极为不好看 狠狠地瞪向那女人 不 我不是他的女人 我不是 女人立即惊恐地摇头否认 虽然徐景琛不认识这个女人 但徐景琛是个军人 所以既然这女人向他求救 他也不能不管 他立即一步踏在那人跟前 将他护在了身后 可是他说他不是你的女人 徐景琛冷然地看着他 说道 徐景琛的观察力十分地强 也懂得神色和心理分析 所以看得出来 这男人在说谎 倒是像对那女人 图谋不轨的坏人 那是我们在闹矛盾而已 情侣之间闹矛盾 不是很正常吗 要是我们不是情侣 我们又怎么会一起在这里呢 男人很是不悦地说道 但神色有些急切 急着想带这个女人离开 不 我们不是情侣 菲菲 别闹了 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 在这里闹都不好看的 男人立即望向女人 眼里透出警告 严厉地呵斥道 诚哥 诚哥你放过我好不好 陈菲菲害怕地哀求道 菲菲 我们在一起好好的 你说什么呢 男人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不要闹别扭了好不好 要不然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坏人呢 我答应给你买 那个两万的包包还不好吗 这话的言下之意 就是因为陈菲菲为了两万块钱的包和她闹矛盾 也侧面地说陈菲菲是个视力现实的女人 因为一般男人都很反感这种女人 男人这么说 是希望徐景琛反感陈菲菲 因而而不帮她 虽然不知道徐景琛是什么身份 但是见到会所经理 竟然恭敬地喊她一声徐二少 显然是有点来头的 所以她也不想和徐景琛多做纠缠 不 不 没有 既然你们两个的说辞这么出入 那就报警吧 一听到报警 那男人的脸色顿时就黑沉了下去 神色也一闪而过心虚 但却抢作镇定的样子 不愿地指责徐景琛的 这位兄弟 你这样就不厚道了 我们情侣的事情你胡乱插手 还要报警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想要报警啊 徐景琛说道 嘴角扬起一抹坏笑 既然你没有问题 那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好奇这会所是我家开的 我家的会所里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当然要弄清楚了 要不然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我这会所可是也要承担责任的呢 我可不能为别人的错误而买单 听到这会所竟然是徐景琛家开的 男人顿时就感觉不好 男人不知道这会所是金陵集团名下的 所以不知道这会所的来头 但是能开得起这么大一个会所的 来头自然是有的 所以要是这男人真的继续干涉的话 他这边也不好继续 男人有些犹豫 陈飞飞不知道徐景琛的身份 但是却知道他家事不错 所以听到这话有些惊讶 倒也没有感到多么吃惊 还有 你们撞到了我的蛋糕 也是要赔偿的 徐景琛说道 蛋糕是我撞倒的 我呸 陈飞飞其实是故意撞上去的 为的就是引起矛盾 然后被别人注意 从而想办法摆脱这个男人 所以他是愿意赔偿的 哪怕是双倍 你是自己离开 还是等着我报警 徐景琛望向那男人说道 虽然这男人试图要对陈飞飞意图不轨 但到底还什么都没做 所以就算警察来了 也无法将他怎么样 也因为事情没有发生 没有证据 所以意图不轨是不成立的 男人咬了咬牙 恨恨地瞪了一眼陈飞飞 冷哼一声就直接离开了 男人离开之后 陈飞飞却忽然浑身发软地坐倒在地上 他紧绷的神经是彻底得到放松了 徐景琛没有去扶他 而是看了经理一眼 经理立即会议 便去将陈飞飞扶了起来 徐学长 谢谢你 谢谢你 陈飞飞被扶起来之后 这才缓过神来 立即向徐景琛道谢 劫后余生的喜悦 让他忍不住想哭 不客气 你和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83集 那个男人叫做 叫做张红 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我朋友说他这个人不错 要给我介绍对象 所以我就来了 可是谁知道 我那个朋友 把我们约来会所之后 他一会儿就到外面 去接了个电话 但是一去就不回来了 然后张红就开始 对我动手动脚 还趁我去厕所的时候 在我酒里面下药 幸好对方做的 不是特别干净 让我看到杯子旁边 有些白色粉末 我心下生出了警惕 所以就没有喝那杯酒 我害怕极了 所以就直接跑出来 然后张红也追了出来 我看到了这边 推来蛋糕 我就故意撞上去了 这才想办法脱身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该撞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 所以对不起 陈飞飞越说越感到后怕 她也没有否认 自己是故意撞的蛋糕 认错态度很是诚恳 好了 以后小心一些 不过蛋糕的钱 还是要赔的 接下来你自便吧 徐景臣说道 既然那男人走了 接下来他就不用管了 谢谢徐学长 谢谢 陈飞飞十分感激地道谢道 然后陈飞飞也就回去了 不过却担心张红在外面等着 所以就让会所的车送他回去 让他觉得庆幸的是 幸好他们都不知道他家住在哪 不然他会感到更加恐惧 怕是连家都不敢回了 对于徐景臣 出去因为什么事 大家都不知道 也没有过问 15分钟之后 蛋糕重新做好了 就推了上来 差不多12点的时候 大家就散了 因为大家都喝了酒 所以就由会所安排人 送大家回去 顾宁和冷少廷是没事 所以能自己开车的 好然他们 顾宁就安排了盛世酒店 不应该是冷少廷安排的 在喊他们来之前 就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是后天早上的飞机回去 明天就由顾宁和冷少廷 带他们去玩 今晚顾宁和冷少廷 也没有回去 就和好然他们一起在盛世酒店住了 这是冷少廷提议的 说反正明天都要带他们出去玩 没有必要来回跑 而今晚 楚沛寒与米西和木柯 也没有回学校 和大家一起住在了盛世酒店 房间早就给他们安排好了 楚沛寒他们在19楼 顾宁和冷少廷在22楼 这是冷少廷故意安排的 想距离远一些 房间里被冷少廷布置得十分的浪漫 满屋子的玫瑰花瓣 大床上还用玫瑰花瓣 做成了一个新的形状 这是顾宁想不到的 接下来还有这么一出啊 他瞬间也了然了 住酒店不是冷少廷的临时决定 而是早就安排好的 这时冷少廷从背后拥住了顾宁 脸贴在他耳边 轻轻地咬着他的耳垂 冷少廷深情地说道 这不是情话 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法 怎么突然就这么煽情了 顾宁的鼻尖有些发酸 吸了吸鼻子埋怨的 但是心里却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 因为他知道冷少廷这话 不是故意说的情话 这些他都可以亲身感受到 也体会过 这不是煽情 这是我的真心话 冷少廷说道 然后将顾宁的身子转过来 目光灼热地看着他 妮妮 我爱你 少廷 我也爱你 很爱很爱 顾宁展颜一笑 说道 顾宁的话让冷少廷瞬间失去了冷静 他们便疯狂地稳在了一处 然后一点点地将他吞噬 这边 徐景琛和自备营挥了徐景琛的公寓 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也不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只是还没有跨到那一步而已 不是徐景琛不想 他们的感情虽然也基本稳定 只是害怕自备营不愿意自己伤害到他 回到公寓之后 自备营便去洗澡了 徐景琛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事情 当一个人在遇到真心相爱的人的时候 就会想和他携手一生 而徐景琛是认定了自备营的 所以今天看到冷少廷向顾宁求婚 让他生出了这样的冲动来 但是 虽然他和自备营感情是稳定的 但是如果求婚 似乎还是有些早了 那不是他这边有什么顾虑 而是担心自备营那边有什么顾虑 担心被拒绝 虽然就算被拒绝也不至于让他退缩或者生气什么的 可能还是觉得时机还不到吧 自备营洗澡出来 看到徐景琛心事重重的模样 便走了过去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心事啊 徐景琛一把将他抱住 嗅着他身上的味道 一阵沉醉 是啊 有很多很多心事 我的心事里啊 都是你 贫嘴 自备营有些害羞地笑骂道 难道你不愿意我的心事里都是你吗 徐景琛邪媚一笑 问道 那你说你的心事都是我 谁知道是真是假啊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回宠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男人的话要是信得过 母猪都能上树了 自备营仰起下巴 傲娇地说道 那是别的男人 不是我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知不知道 要是我是别的男人的话 你和我在一个屋檐下 早就被伴了 嗯 徐景琛目光灼热地看着自备营 意味深长地说道 然而看着自备营 徐景琛忍不住 猴姐滚动了一下 此刻的自备营在他眼中 简直就是羞涩可参 恨不得将其拆吃入腹 文言自备营目光一个闪躲 不敢去看徐景琛 他也承认徐景琛说得不错 要是换做其他男人 他早就被吃了 可是徐景琛却从来没有对自己怎么样 难道是因为不行吗 这么想着 自备营就下意识地说出口 难道你不行 自备营这话一出口 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他立即去推徐景琛 想要逃跑 然而却在他去推徐景琛的时候 被徐景琛抓得更紧了 看着自备营的目光也更加忧深了 内心的欲望也开始无限叫嚣起来 让坐在徐景琛大腿上的自备营 明显地感觉到了有一些不舒服 顿时自备营脸色爆红了起来 更加想要逃避了 你是在担心我还是在质疑我 亦或是你在暗示我 徐景琛嘶哑的声音说道 喉咙已经干涸地让他忍不住 不管你是担心我还是质疑我 亦或是暗示我 我都可以向你证明 只要你愿意 我说错话了 自备营脸色更加爆红了 挣扎着要从徐景琛怀里起来 只奈何徐景琛的力气太大 让他正脱不开 说错话而已吗 会是我一点都不相信的 你不知道 男人这种事情 对男人来说 是很在意的吗 要是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徐景琛说着 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他这么做 也是怀着试探的心思 要是自备营不抗拒 他就不忍了 要是自备营抗拒的话 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忍着 他再难受 也不能伤害自备营 因为他爱她 所以不会伤害她 也要尊重她 要是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女人都不尊重 还算什么男人 自备营有些紧张起来 其实他倒也不抗拒 和徐景琛发生那件事 毕竟他们现在 感情也稳定了 反而他有时候 还会幻想着 发生点什么 要不是他不自重 都是成年男女 爱到深处 有些东西会情不自禁的 只是他又有些害怕而已 所以自备营有些 半推半就 我 我 自备营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徐景琛戏谑地问道 你你你什么 你放开我 见徐景琛学自己吞吐的模样 自备营有些恼羞成怒 我不放开 徐景琛厚着脸皮说道 然后将他抱得更紧了 将头埋在了自备营的脖子处 自备营也只是做事挣扎了一下 没有真正的拼命挣扎 一旦 只要他真的生气了 徐景琛就会将他放开 根本就用不着他来用力挣扎 自备营脸色更加红了 心跳得更快了 只想逃离 哎呀 你放开我啦 我不想放开 怎么办 徐景琛琛说道 声音透着那么一丝无助 他现在只想要了自备营 不想将它放开 但是他又不能强硬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腾腾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4集 你不放开 你会难受的 自备营说道 虽然他不太想 准备和他怎么样 但是看到他这么难受 他亲力也是担心的 是啊 很难受 那我亲爱的盐盐 能不能帮我呢 徐景琛 半认真 半开玩笑地说道 当然也只是试探 自北营心里 感到一阵慌乱 他哪里不知道 徐景琛的试探和暗示 虽然他没有排斥 但也无法点头 那样显得他 多不矜持似的 虽然生理上的 渴望男女都有 但如果男人主动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女人主动 那就说不过去了 你去洗个冷水澡吧 自北营提议 虽然现在是夏天 但是刚喝了一顿酒 洗冷水澡会感冒的 徐景琛 当然这些都是瞎扯的呀 那你要怎么样啊 我想要 徐景琛抬头望向自北营 眼里毫不掩饰地透着欲望 吓得自北营目光闪躲 不敢去看他 我去洗澡吧 自北营 徐景琛终究还是不忍心 对自北营怎么样的 还是先去洗了澡 说吧 他亲了一下自北营 然后将他放开 便起身去洗澡了 顿时 自北营心中感到一阵失落 他也想徐景琛对他做什么 又不想他对他做什么 徐景琛冲了大半个小时 体内的灼热才消散了许多 这才出来 他出来之后 自北营已经躺在了床上 不过并没有睡着 再见到徐景琛出来 他便故意闭上眼睛 徐景琛穿着睡袍过来 也没有换睡衣 就直接躺在了床上 然后从自北营的身后 将他抱住了 他们不是第一次 一起躺在一张床上 也就只是亲亲抱抱 并没有发生越界的事情 睡了吗 睡了 自北营下意识地回答 但这话一出口 他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 睡了 睡了又怎么会说话呀 徐景琛顿时被取悦到了 忍不住笑出了声 睡了怎么还会说话呢 是我的灵魂在回答你的 被取笑 自北营有些生气 是吗 徐景琛感到一阵好笑 既然是灵魂 那么我是不是该对灵魂 做些什么呢 你 流氓 自北营又是没好气地 骂了一声 流氓吗 那我是不是该做一下 流氓的事情呢 要不然 太对不起流氓这个称呼了 徐景琛若有所思道 你给我起开 自北营气得直接去将他推开 然而徐景琛不愿意放开 这一来一往的 两人身上的睡袍就被扯开了 顿时自北营的脸色 像是发烧了一般 立即把手收回 然后就要起身逃跑 他有强烈的预感 要是自己再和徐景琛这样待下去 会被吃掉的 在自北营起身逃离的时候 徐景琛伸出手 一把将他抓住 一拉 让自北营刚起了一点点的身子 诱导回到了床上 然后徐景琛立即翻身 朝他身上压了下去 你想要干嘛 点了火就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徐景琛邪魅地说道 我 我你 自北营瞬间有些哑口无言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知道男人这个时候 应该是很痛苦的 但是他这 自北营其实也很纠结 要是徐景琛实在受不了 对他来硬的 其实他也不会生气 不会排斥的 北营 要是 要是我实在受不了 对你有强硬的 你 你会恨我吗 徐景琛压制着冲动 目光灼热地看着他 小心翼翼地问道 在他有一丝理智的时候 他会尽量控制住自己 但就怕他控制不了自己 毕竟这种事情真的很难控制 我不知道 自北营心脏蓬蓬地跳着 目光直接别到一处去 不敢去看他 不知道 一般来说 不知道就是不恨的了 徐景琛邪媚一笑 试探到现在 他也知道了自北营的想法 要是他真的对自北营做些什么 自北营其实是不会抵抗 更不会恨他的 但是 他却又有些害怕 真的发生什么 因为发生了 自己却又不负责那种 这样一来 就会伤害到他 所以 自北营还没有彻底做好 和他发生实质上关系的准备 不过这种事情 向来也不是提前准备好的 而是情到深处 就会情不自禁地发生了 而且这种事 也不需要等女人点头了才发生 女人都比较矜持 比较脸皮薄 要是点头同意 大多会让男人觉得 对方比较轻薄不自重 所以 要是他等着自北营点头同意 他想 怕是今年都无法得到他了吧 所以男人许多时候都要厚脸皮一些 在不过分的前提下 在不强迫的前提下 你 自北营想要反驳徐景琛的话 但是又怕伤害到他 而且就算他反驳了 那也是口是心非的 徐景琛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每人在怀 两个人又几乎是光摟着身子 又怎么可能不想要呢 于是徐景琛再也控制不住地 稳住了自北营 自北营紧张地浑身颤抖 特别是徐景琛的手摸到他的时候 他狠狠地一震 自北营有些许挣扎 但是却又是无力的 就是半推半就的状态 徐景琛也是在慢慢地试探 渐渐地发现自北营没有很挣扎之后 也就慢慢地深入起来 接下来自北营的神志 也沦陷在了徐景琛的攻略当中 忘记了挣扎 虽然没有银河 但是却已经开始享受 直到被攻城掠地 他这才清醒过来 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疼 徐景琛一症 也才恢复理智 他竟然真的吃了自北营 顿时让他感到紧张又兴奋 对于自北营的呼痛 徐景琛温柔地安抚道 开始都会很疼 慢慢地就不疼了 说吧 动作就变得轻柔起来 徐景琛 你 自北营有些恼羞成怒 想要指责徐景琛 但是却又不知道怎么去指责 他自己其实在这件事上 也是有责任的 但他还是感觉到不爽 于是他想要推开徐景琛 不过也不是很用力 就是有些赌气 而不是真的非要将他推开不可 徐景琛立即用力地 压住了自北营 让他推不开他 然后安抚他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们男人就是鬼话连篇的 自北营表示不相信 但徐景琛这话真假 他还是知道的 他只是赌气而已 只要你愿意 明天去领证都可以 徐景琛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 自北营顿时就哑口无言了 因为他知道徐景琛是认真的 但是结婚 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虽然他自己也觉得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他和徐景琛 早晚都会走到那一步的 徐景琛没有再给自北营 说话的机会 直接用嘴 把他的嘴给堵住了 然后继续着 开始的时候 自北营确实感觉很难受 但渐渐地 他也就适应了 出场静果的甜蜜 两人都欲罢不能 直到精疲力尽 顾宁这边 大家凌晨三点四时就起来了 然后四点整到了酒店大厅 因为他们要去天门 看升旗仪式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国旗带给人们的 不仅是荣耀 更多的是爱国的情节 每天天门外的升旗仪式 十分地宏伟和壮观 激动人心 不少人来到首都 都想去一睹风采 升旗仪式是跟着太阳的升旗 而升旗的 现在是夏天 太阳升旗的也比较早 时间在五点左右 这里距离天门并不是很远 十几分钟就到了 但是因为激动和迫不及待 所以他们四点就出来了 来到天门的时候是四点二十 不过这时候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等着升旗仪式的开始 到了四点五十分的时候 升旗仪式开始了 看得众人热血沸腾 心情澎湃 感到太震撼了 看好了升旗仪式之后 一些人就回到酒店吃了早餐 然后又去玩了 首都住民的景点很多 有些他们去过的就不去了 选的都是他们没去过的 浩然说道 对了 佩涵 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不喊你男朋友出来 让我们见去吗 他忙啊 而且你们也不是没见过 楚佩涵说道 这几天韩成林都在忙着拍戏 而且还不在首都 不然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就叫他过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童童豪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85集 我们见过的时候 人家还不是你男朋友啊 苏安雅说道 韩成林也是他的偶像 他也很期待 能和偶像见个面 那没办法 他这几天 都在其他地方拍戏呢 要是他在首都的话 昨天我就叫他过来了 虽然他表面上 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但是心里 其实还挺想韩成林的 可是韩成林是演员呢 得需要到处的跑 他们都好久才能见上一面的 有时候韩成林休息的时候 他又在拍戏了 因为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 所以韩成林也不好来探班 也只有在下午或者晚上休息的时候 能见上一面 待上一会儿 唉 想想都觉得心累啊 这还只是个开始 等以后他们会更加忙 见面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了 因此处佩涵还和韩成林说过 要是他们长时间分开了 会不会变心呢 处佩涵这么问 倒也不是认为自己会变心 既然他决定和韩成林谈恋爱 只要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或者不爱他了 他想 他会和他好好走下去的 但是对于韩成林 他就说不准了 不是他不信任他 而是他终究不是他 无法知道和控制他内心的想法 所以他虽然和韩成林在一起 但是投入七分 保留了三分 既然韩成林不在首都 好然他们也就不抢球了 他们自己去玩 不过下午五点钟左右的时候 韩成林跟楚佩涵打了电话 说自己回首都了 可能六点左右到 下午想一起吃饭 然后楚佩涵就直接和他说了 他和顾宁他们在一起 还有F氏的那一群好兄弟姐妹 叫他过来一起吃饭 韩成林是很乐意 认识楚佩涵的朋友的 因为融入楚佩涵的朋友圈 才算是被他真正的认可 挂断电话之后 楚佩涵就和顾宁说了 他喊了韩成林来和他们吃饭的事 到了六点钟左右 韩成林回到了首都 不过还有二十来分钟 才能和他们会合 而顾宁等人也在六点左右 到饭店开始点菜 菜还没有上来 韩成林就到了他们所在的饭店 和他们会合 虽然韩成林和大家不熟悉 但到底也都是见过的 而且也没有人排挤他 所以韩成林也很快融入到他们当中 也都一起说说笑笑 开始开玩笑了 韩大哥 佩涵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脾气会不会很大呀 豪然问道 一副八卦的样子 这么一问 立马就遭到了楚佩涵狠狠一瞪 这当着两个当事人的面这么问 显然是想搞事情啊 好然却是不怕的 他是真的好奇 楚佩涵的性子 还是和他们在一起那么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 脾气暴躁 还是会改一些呢 虽然说很多人在遇到真爱之前 性格都会有所变化 脾气暴躁的也能变温柔 但是却不知道楚佩涵有没有变 脾气大 没有啊 小韩很通知哪里啊 韩成林说道 颇有求生欲望 因为这话不全是真话 楚佩涵是很通情达理 不会无理取闹 但是脾气大却也是真的 不过也都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他完全不觉得有什么接受不了 没有吗 好然文言反问 表示不相信 好然你脾痒了是不是 楚佩涵威胁的 一副要揍人的模样 这下好然就更像抓到了楚佩涵的狐狸尾巴一样 唯恐天下不乱 你再招惹他 到时候他揍你 我们可不会帮忙的 顾宁悠悠地说道 好然文言脸色一变 不敢再说楚佩涵了 而且为了跳过这件事 他立即喊着大家一起吃饭 好然 你这也太怂了吧 秦子勋嘲笑道 你敢你去惹呀 好然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秦子勋怂怂间不再言语了 招惹楚佩涵 除非他是疲痒了 就算他和好然他们几个一起 都未必能打得过楚佩涵 虽然呢 他们也都没荒废练武 也都大有进步 但他们有进步 楚佩涵当然也有进步了 所以他们都在进步 楚佩涵还是比他们厉害 我们这群人就数你们这些男生没有出血 怕女生怕到这个地步了 苏安雅嘲笑道 还有些得意洋洋的 那你去和楚佩涵比试比试来看看 好然怼道 我又没有学过我 懒得理你 好然不打算理会苏安雅了 埋头继续吃饭 吃好饭之后 一些人就离开了 打算回酒店休息 今天玩了一天 大家也累了 晚上没有什么节目 他们也不愿意再玩了 而且明天他们的飞机都在十点左右 都要早点起床 七点半触发去机场 穆克和于米西也没有今天回学校 而是陪了他们一晚 明天一大早再回去 而楚佩涵则和韩成林去约会去了 晚点再回来陪苏安雅和于米西 不过却在几人走出饭店大厅的时候 发生了那么一个小插曲 他们遇到了韩成林的小姑姑 韩敬雪 韩敬雪和一个中年妇女 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 他们也是刚好吃饭出来 在看到韩成林和楚佩涵的时候 韩敬雪的神色闪过不自在 虽然自从上次韩成林 逼他和楚佩涵道歉之后 他每次见到韩成林都会逃避 更没有和韩成林提过他朋友的女儿 不过也没有将韩成林说的话 去告诉他朋友 虽然他女儿私生活是乱了一些 但是他的朋友也不知道 如果知道 也不会一直夸他女儿乖什么的 当然他也不认为韩成林会欺骗他 韩成林的为人他也是清楚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觉得 自家这个侄子是多么出色 多么好 一般女人配不上了 而且他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好的 所以没有必要因为韩成林的话 而和他朋友翻脸 韩敬雪是打算装作没看见韩成林的 因为不只是觉得有些尴尬 他们身边还有顾宁 要是顾宁知道 自己之前那么说过楚佩涵 会不会将他怎么样啊 只是他想装作没看见韩成林 但是他朋友却不是这么想的 直接拉着自己的女儿 朝着韩成林几人走去 而韩敬雪想要阻拦 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跟着过去 而这对母女便是韩敬雪 说的那对母女了 哎 成林哪 好巧啊 在这里遇见了你 这简直是太有缘分了 你和朋友一起吃饭呢 韩敬雪的朋友十分热情地和韩成林打招呼 因为顾宁一行人有男有女 楚佩涵也没有和他靠得太近 所以没有让人认为他们是情侣关系 而韩敬雪也没有和他们说过韩成林有女朋友了 他们也就不知道韩成林有女朋友的事 乔女士 你好 出于礼貌 韩成林客气地打招呼 不过客气中透着疏离 毕竟他们不认识 陈林哥 乔女士的女儿打招呼道 看到韩成林他是感到欣喜的 虽然他的私生活有些乱 但是他确实是挺喜欢韩成林的 韩成林不止长得高高瘦瘦的 家世也是极好 他自己还是个明星 苏小姐 韩成林依旧客气而疏离地回应道 虽然对方私生活混乱 但是和他并无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露出嫌弃来 成林啊 你一会儿有时间吗 有的话我们一起去喝杯茶吧 乔女士说道 乔女士 我和朋友有约了 韩成林心中忍不住吐槽 这乔女士的情伤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明摆着看着他们朋友一起 还这么问他 置他朋友于何地啊 太不给面子了 啊 这样啊 那要不你带着雨萱一起 你们都是年轻人能玩到一块去的 乔女士说道 难得遇到一次韩成林 乔女士是不想错过 想让自己女儿和她多相处一下 文言 宋雨萱也期待地看向了韩成林 抱歉 我是受朋友邀请而来的 而不是主人 所以无法做主 而且我和宋小姐不熟悉 带着她不好 韩成林说道 心中已经感到不悦急了 虽然她理解乔女士的用意 但是这做法也太不合适了些 这有什么的呀 大家一起聚一聚就熟悉了 你朋友看着也不像是小气的人呢 乔女士不以为然地说道 言下之意就是 要是他们不答应那就是小气了 原本楚沛寒因为这对母女而感到心中不悦 但是却没有出声 因为也不适合 但是听到这话 她就有些忍不住了 我们还真的都是小气之人呢 所以不认识的 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诶 你 见楚沛寒如此不给面子 乔女士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极了 本来想要指责楚沛寒 但是却在这时候 韩静雪出生了 哎呀 好了小梦 就不要为难那个成林了 我们自己去玩吧 她是怕韩成林生气 回韩家乱说话 她是要被责备的 乔小梦虽然不甘心 但是也得给韩静雪面子 韩静雪都出生了 她也就没再纠缠着韩成林 当然 她也是知道 如果再纠缠下去 要是让韩成林讨厌上 那可就不好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疼疼我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86集 那行吧 那改天有时间的话 到乔一家去玩啊 乔小梦说道 韩成林没有回答 而乔小梦 也没等她的回答 就拉着宋雨萱走开了 宋雨萱 虽然也不甘心 但也并没有说什么 随后 顾宁一行人就离开了 小韩 你 没有生气吧 韩成林凑近储佩寒 小心翼翼地问道 虽然她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储佩寒的事 甚至还表现出了 对他们的排斥 但还是担心储佩寒生气的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又没干什么 让我生气的事 储佩寒不在意地说道 他又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当然没有因为这件事 就生韩成林的气 只是看那对母女不爽而已 听到储佩寒这么说 韩成林也松了一口气 那对母女 看上韩大哥了 苏安雅凑过来问道 虽然是问 但也很肯定 确实看上了 但是韩成林没看上他 储佩寒说道 一点都不介意 谈论这件事情 要是对方 是韩成林的前女友之类的话 他或许真的会感到不舒服 但人家什么都不是 不过是被韩敬雪之前 强制撮合的而已 那是当然的 那个女人和我们家 佩寒比起来 那差远了 苏安雅夸道 这不是因为储佩寒 是自己人 她才觉得她好 而是不管模样 还是身材 那个女人 都比不过储佩寒 至于家世 他们比的是个人能力 家世自动被忽略了 那当然 储佩寒自信自恋地硬导 傲娇的模样 也没有人嘲笑他 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韩敬雪这边 待韩成林他们不在之后 乔小梦就抱怨道 那个女孩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和成林哥说话 关他什么事啊 就是的 韩敬雪附和道 因为他也不喜欢储佩寒 特别是想到他对自己的态度 还让韩成林来要他道歉 想想都来起 不过他也没有和乔小梦说 那个女孩就是储佩寒的女朋友 倒不是担心 乔小梦他们知道了 会对储佩寒怎么样 只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承认 储佩寒是韩成林的女朋友而已 反正他们现在都还年轻 特别是储佩寒 才大二 年纪那么小 容易经不住诱惑 说不定他们过不久就分手了呢 要是现在承认了他们的关系 要是哪天储佩寒 做了对不起韩成林的事 那韩成林以及他们韩家 不就丢脸了吗 次日七点半的时候 顾宁和冷少廷就送他们去机场了 和顾宁冷少廷一起送 好然他们去机场的 还有储佩寒几人 大家的关系都那么好 他们难得来一次首都 所以得亲自送他们离开 分离的时候 大家都是恋恋不舍的 但是却是必须分离的 送他们到机场之后 顾宁一行人就回城了 回到市区 大家就分开了 穆柯和于米西回了学校 楚沛寒晚上要进组继续拍戏 所以趁着现在有些时间 和韩成林约会去了 而顾宁和冷少廷便回了四合院 刚回去就看到 树藤变成了小屁孩 在院子里逗鸟呢 而树藤在看到顾宁来了之后 冷哼了一声便不再看他 一脸委屈和生气的模样 你是怎么了 顾宁好奇地问道 难得看到树藤这种模样 难道是被谁欺负了吗 不过欺负树藤的 也只有上官羊了吧 听说最近上官羊 都以斗树藤为乐 因为大家白天都各自出去忙 四合院里除了老张和石头 就剩树藤了 虽然树藤有几百岁了 但是因为不涉事的原因 心智和小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比较好玩 树藤经常被上官羊斗得生气 但是也喜欢跟着上官羊去玩好玩的 吃好吃的 树藤现在呢 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吃货呀 哼 你前天生辰 竟然不喊我去 要是我只是树藤也就罢了 我现在可是变成人了 听上官前辈说 你们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吃的 亏我昨天还主动地提出想你了呢 树藤愤愤不平地指责和抱怨道 闻言顾宁就了然了 解释道 我先前也不知道啊 是少庭安排的 当时也没有想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怪你师父不带你一起啊 我 你 树藤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讲 神色还闪顾了心虚 这时上官羊走了过来 白了树藤一眼 然后说道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 是谁全天偷喝我的酒 然后醉得跟他们个死猪一样 一直醉到今天早晨才行的 闻言顾宁顿时忍俊不禁 你个小屁孩 你竟然还敢喝酒啊你 还醉了那么久 树藤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吞吞吐吐地解释道 就是看着上官前辈 时不时候喝点 我就好奇这酒的味道 然后就去偷喝了一点嘛 偷喝了一点 要是只喝了一点的话 至于酒醉嘛 明明就是把老子的一瓶酒都喝完了 上官羊不悦道 他的酒可都是好酒啊 就这样被树藤给糟蹋了 要是他会喝酒还好 他倒没有那么吝啬 但问题是他不会啊 树藤低头不语 但还是感到不服气 对了 明天我打算回一趟昆仑山 倒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想回去看看 上官羊说道 是真的没有什么事 就是离开久了 还是有些想念 冷少廷说道 知道冷少廷并不是担心他的安危 而是担心他一个人没半会无聊 如此 顾宁和冷少廷就不再说什么了 顾宁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也没有时间和上官羊回去 待了一会之后 树藤朝着顾宁走过来 主人啊 你能带我去吃烤羊肉串吗 树藤瞪着大大圆圆的眼睛 透着满满的请求 还有一副馋嘴的模样 好似一不小心 口水就会流出来的样子 树藤前几天和上官羊出去溜达 然后吃了几串烤羊肉串之后 就念念不舍了 那走吧 看到树藤那萌萌哒 楚楚可怜的模样 顾宁还真的不忍心拒绝他 主人万岁 顾宁答应了 树藤高兴地跳了起来 看得上官羊直翻白眼 很是贤气 但是接着却和顾宁说道 留他二十个串回来 树藤的吃货属性 就是跟着上官羊吃出来的 开始的时候 树藤根本就不在意吃什么东西 跟着上官羊之后 吃得多了 体会到了美味就迷上了 二十串够吗 顾宁问道 觉得二十串 根本就不够上官羊吃的 上官羊的口味 那可是这个的四五倍吧 上官羊知道顾宁的意思 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上官前辈 上次不是吃了四十串吗 这次怎么只要二十串 够吃吗 树藤这时候还补上了一刀 上官羊文言顿时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树藤就感到委屈 他不知道自己这话哪里说错了 他不过是担心 二十串不够他吃的而已啊 那就四十串吧 上官羊和顾宁说道 我多买一些吧 大家一起尝尝 顾宁说道 然后就带着树藤出去了 能少庭的话就和上官羊在四合院里了 上次你们在哪吃的呀 走出四合院 顾宁问树藤道 哦 离这儿也不远 马上这个方向一直走 嗯 然后左转 很快就到了 树藤指着左边的方向说道 两人走了过去 在路过公园广场的时候 忽然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哼 小藤哥哥 听到这声音 顾宁边下意识地望过去 只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朝他们这边跑过来 不 应该是朝着树藤跑过来 而树藤听到这声 小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好像很嫌弃的样子 主人 我们赶紧走 我不想看到那位小皮孩 树藤说着 立即就拉起顾宁的一脚 快步往前走 因为冷少庭说过 他和顾宁男女瘦瘦不亲 所以他就不敢拉顾宁的手了 不过顾宁倒是不介意这个的 虽然树藤有几百岁了 但到底还是个小皮孩而已 上官阳经常带他来广场这边溜达 所以认识了不少人 特别是那些女人 不管老少 一见到他都是双眼冒着光 围着他都快烦死了 之后上官阳过来溜达的时候 他就不来了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被美食吸引过来 因为上官阳看到树藤被女人们围着的时候 看着他那抓狂的模样 那简直是一种乐趣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疼疼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1787集 库宁听到这话 忍不住喷笑出来 小屁孩 他自己不也是小屁孩吗 竟然还说人家 好吧 现在他的模样是小屁孩 但实际上不是 是个几百岁的老妖怪了 小疼哥哥 你等等我呀 那个小女孩 见到树藤跑了 顿时急得差点哭出来 而就在这时 小女孩的爷爷 也看到小女孩 朝着公园大门外的方向跑去 立即追了上来 小孩子的速度 终究比不过大人 所以还不等小女孩 靠近追上树藤 就被自家爷爷抱住了 爷爷 小疼哥哥被坏人抓走了 被自己爷爷抱起来之后 小女孩顿时就哭了出来 听到这话 顾宁顿时满头黑线 她这是被那小女孩 当做人贩子了 树藤 确实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 笑什么笑 小鲜勇真把你卖了 顾宁没好气的说道 文言 树藤顿时就不笑了 笑脸变得严肃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咳 我不笑就是了 那边小女孩的爷爷 在听到小女孩的话之后 顿时大惊失色 以为树藤是真的被坏人抓走了 立即喊着几个老同志 朝着顾宁和树藤追了过去 顾宁当然看到他们追过来了 要是顾宁想避开的话 完全有能力 但是他却没有 因为他们知道 树藤被抓走了 就立刻赶过来 那是好心 所以顾宁觉得自己有必要 和他们解释一下 这几个老头 竟然相信那个小屁孩的话 主人 我们快点走吧 树藤却意识不到那么多 只觉得这些人多管闲事了 拉着顾宁加快脚步 他们听到你被抓到之后 就立即过来是关心你 是种正义 所以我们不能走 要和他们解释一下 不然他们真的会以为 你被坏人抓走了 会担心你会报警的 到时候惹出大麻烦来就不好了 好 知道了 树藤文言便应了一声 一会儿就告诉他们 我是你爷爷的徒弟就好了 在外面 树藤的身份就是上官阳的孙子 好 接着那几个老头 就来到顾宁和树藤跟前 小藤 他是谁啊 一老头问道 因为还没有弄清楚 他们倒也不会直接对顾宁发难 而是问树藤 他是我爷爷的徒弟 文言大家看了看顾宁 顾宁则是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 各位爷爷你们好 你真是上官老头的徒弟 一老头问道 他们听说上官阳是有两个徒弟 不过更多的就不知道了 所以不确定眼前这个女孩 到底是不是上官阳的徒弟 不过看小藤的样子 也不像是在说谎 是 小藤闹着要吃烤羊羊串 所以带他去买一下 顾宁话落 树藤就配合地催促道 哎哟 姐姐 我们快去买羊羊串吧 爷爷等着我们拿回去呢 好 顾宁应了一声 望向几个老头说道 那我就带小藤先去了 几个老头也并没有阻止 因为看着顾宁并不像人贩子 在顾宁和树藤走远之后 几个老头议论道 那个女孩应该不是人贩子吧 看着不像啊 而且小藤这孩子很聪明啊 应该不会轻易和陌生人走的 哎呀 也不知道上官老头家在哪儿 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要不然 直接问他就好了 要不 咱跟着去看看呢 其他人表示赞同 然后那老头就悄悄地跟在了顾宁和树藤 离开的方向而去了 而对于他们的议论 顾宁是听到了 不过却没有在意 有人跟着我们呢 树藤说道 没事 人家也是不放心 所以才会跟着的嘛 如此 树藤也就不再多说了 十多分钟之后 顾宁和树藤来到了买羊串的店里 这家店在一条小巷子里 小巷人不算多 但是烤羊串的店 人倒是不少 还排着十几个人的队呢 生意好是有理由的 理由就是好吃 顾宁也过去排队了 树藤则跑到一边的游戏机 去玩游戏去了 顾宁也不管他 树藤又不是真的小孩 要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主要是普通人都奈何不了他 况且发生状况的几率也不大 然而这个不大的几率 却正好让顾宁和树藤给赶上了 就在顾宁排队到第五个的时候 忽然听到树藤啊的一声 顾宁立即望去 只见一个男人抱起了树藤 这显然是当街抢小孩了 周围的人都望了过去 不过也没有人出手 因为他们不确定这是在抢孩子 而顾宁也并没有动作 树藤不至于对付不了这个普通人 而那个在不远处看着的老头 看到顾宁竟然不管 顿时气急败坏 怀疑顾宁就是和那个人贩子一伙的 树藤也是被他给骗了 于是老头气得就想挺身而出 不过他才走了几步之后 树藤那边就发生了反转 在树藤被抱起来之后 一脚狠狠地朝着男人的裤裆下 踢了过去 随着男人啊的一声惨叫 他也顾不得树藤了 直接将他松开 双手捂住了双腿中间 树藤并没有因此就走开 而是又朝着男人腿下一个横扫 男人顿时就摔倒在地 痛得他嗷嗷大叫 然后树藤就朝着顾宁走了过去 中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 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怕是一个大人都无法轻易做到吧 那个准备过来的老头也是 看来是他自己错怪了那个女孩了 人家没有出手 是因为知道树藤能够对付 上官老头教出来的孙子 这果然是不一样啊 年纪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力气 然后那老头就没有再走过来 哼 那个男人太讨厌了 树藤来到顾宁身边气愤地说道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就纷纷夸赞树藤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猜多大呀 我的天呐 我做一个大人 也未必能这么轻易地解决对方吧 简直太厉害了 得到夸赞 树藤很是得意 嘴上还谦虚地说着 哎呀 过奖了 过奖了 而那个被树藤串伤的男人 因为太过疼痛 迟迟没有爬起来 姑娘让树藤排队 自己朝着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不知道对方是惯犯还是出犯 但是人贩子就是该死 所以顾宁想要问清楚 要是男人还没有受伤之前 他是不怕朝自己走过来的顾宁的 但现在他受伤了 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看到顾宁朝自己走来的时候 他是有些紧张的 而众人看到顾宁朝男人走去 目光也跟随着他过去了 说 你干了多少这样的事 顾宁直接朝对方 释放出威压来 冷冷地问道 男人被顾宁所压迫到 在听他的问话 他神色傻过一丝心虚 回答的也是吞吞吐吐 我没有干过 嘴上说没有干过 但神色却已经出卖了他 顾宁敢肯定 这个男人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当然也不能光凭这个来断定 是吗 可是你的反应已经告诉了我 你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顾宁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很是笃定地说道 我 男人文言顿时浑身一震 对方明明说了他的反应暴露了自己 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心虚和惊慌 反而更加心虚了 周围的人见状也都纷纷认为这个男人是惯犯 然后就纷纷骂道 人贩子最可恶了 害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啊 就是 人贩子抓到就应该判死刑 人贩子就应该被乱棍打死 人贩子就应该死我藏身之地 人贩子就该断子绝孙 周围的人对于人贩子是各种怨毒的咒骂 虽然对方是人贩子 但是听到这些咒骂也是很生气的 简直是要气得吐血的那种 既然他做了人贩子 他就不觉得人贩子有大家说得这么可恶 虽然他也知道这样会让不少的家庭破碎 但是他们也是为了生计啊 人贩子不敢被大家这么咒骂 于是便反驳道 我没有做过 我只是和小朋友开个玩笑而已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承认 如果承认了 等待他的就是牢狱之灾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8集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这种话吗 就是啊 鬼才相信你的话呢 你当我们这三岁小孩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报警 对 应该报警 听到他们说要报警 男人更加紧张了 赶紧说的 不 我不是人犯子 我真的只是和小朋友开个玩笑而已 而且你们看 我也受伤了 都说了我们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至于你受伤的是你活该 要是你被打死了都是活该的 而且不是那个小孩子力气大的话 不就被你抓走了吗 就是 小姑娘 还是报警吧 这种人不能轻易放过 要是你弟弟不会这么两下子的话 那不就真被带走了吗 有人和顾宁说道 是啊 小姑娘 报警吧 众人也纷纷劝道 肯定是要报警的 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姑息的 顾宁本来也没有打算放过对方 拿出手机来 他打电话报了警 男人见顾宁要报警 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挣扎着起来想要逃跑 就算顾宁让他跑 周围的群众也不会让他跑 所以还不等顾宁动作 围观的人立即就挡住了男人的去路 想跑做梦 就是啊 进橘子里面去吧你 最好不要再出来了 祸害他人 就是啊 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出来了 男人现在这个模样 是连一个普通人都反抗不了 更别说这么多人了 而也正因为他跑 这个举动更加说明了 对方不是一般的有问题 派出所就在附近 很快警察就来了 谁报的警 警察问道 我报的警 这个人是人贩子 刚才当街抢我弟弟 不过没有成功 我试探了一下 发现这个人是惯犯 你们可以深入调查一下 定然能调查出更多的东西来 我们怎么做 还轮不到你交呢 我们到底谁是警察呀 难道你比我们还要懂吗 还试探 听到顾宁这话 一个警察顿时感到不爽 感觉自己被叫到了 顿时他嘲讽地说道 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纷纷感到有些气氛 这警察的态度也太不好了吧 而顾宁的脸色也暗沉了下去 声音变得清冷 这就是你们警察的态度吗 我报的警 解释一下还有错吗 好了好了 我们自己会处理的 另外一个警察不耐烦地说着 说完就去抓起那个人贩子要离开 慢着 顾宁立即出声阻止 还有什么事 那警察不耐烦地问道 你们的态度让我不放心 他刚才可是要抢我弟弟的 而且还是个惯犯 你们保证能严肃处理吗 虽然交给了警察 那么接下来就是警察负责 他确实没有权力干涉 但是他们的态度让他很不爽 看着并不像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 怕是把人带回去之后 人家塞点钱 差不多就了事了 我们的态度怎么了 你先敢质疑我们 而且我们凭什么要向你保证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顾宁的质疑 让这两个警察不爽极了 忽加虎威地呵斥道 既然如此 你们把人带走吧 顾宁也不再和他们纠缠 自然他不是妥协 而是不想当众吵架 不好看 那两个警察不屑一顾地 看了顾宁一眼 就将人给带走了 他们走后 众人纷纷议论道 这两个警察态度也太差了吧 一看就不是那种 能好好做事的人 就是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 将人带回去之后 人家一收买他们 他们就放人了呢 这可就说不准了 众人纷纷感到纷纷不平 对顾宁也是很同情 不过顾宁确实不在意的 他走到没人的一边 打了个电话 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 那边的树藤羊肉串还没有烤好 实在是因为他要的太多了 一百串啊 这是什么概念 老板这里的生意是很好 经常有人来买十串八串的 但是没见过一起买一百串的呀 啊不 上次上官羊带着树藤来 也买了五十串 所以老板是认识并且记住树藤 见到买一百串的人是他 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 毕竟这小孩的爷爷 一个人就可以吃掉四十串 因为炉子一次只能烤三十来串 所以一下子是烤不过来的 而且烤一波需要七八分钟 这一百串也需要等二十多分钟 不过顾宁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两人串也烤得差不多了 再等个五六分钟就全部好了 而这边那两个警察 带人贩子回去的路上便问了对方 你是不是惯犯 男人确实是个惯犯 所以再听到警察这么问 就知道是有来头的 他立即装无辜 委屈道 警察同志 我不是什么人贩子 更不可能是惯犯的 我是被冤枉的呀 既然你不是人贩子 那为什么刚刚大家都会那么说你 警察问道 他们那是误会了 我只不过是看到那个小孩 一个人站在那儿 身边也没有个大人 也没有人看着小孩 所以我误会是小孩走失了 所以准备带他去派出所找民警 帮忙找一下家长 谁知道就被误会被打伤了呀 是吗 这么问很显然是不相信了 他们确实是不相信男人是无辜的 但那又怎么样 他们不在乎这个 而是在乎这个男人 愿不愿意损失点钱财 是的 那个 那位警官 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怎么个通融 你们觉得呢 怎么 也得这个 不能少点吗 不能 那 好吧 不过 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金 我得需要去取 五万就五万 要是真的被调查了 那可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呀 然后警察就将车开到了银行跟前停了下来 那男人下车去取钱 其中一个警察换上便衣跟了上去 取了钱之后 男人给了那警察五万 然后警察就离开了 而那男人也并没有被带上车 男人脱身之后就立即打车离开了 那两个警察回到派出所 所长立即找上了他们 见他们没有将人带回来 立即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顿时大发雷霆 人呢 你们去带的人哪里去了 所长发这么大的火 让那两个警察顿时感到不知所措 就是其他警察也是吓了一跳 所长 那只是叫误会而已 所以我们就没带人回来 一警察说道 误会 误会你个大头鬼 快说 你们是不是收了人家好处 然后把人给放了 所长质问道 但眼下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知道瞒不住了 所以顿时不敢反驳 那个 所长 要不我们到您办公室里面再说 好不好 一警察说道 这是想要分赃给所长 然后让他不再追究 在这大庭广众的嚷嚷 大家都知道了 以后他们还怎么混呢 虽然这种事情 也不只有他们才做 但是 谁做都会偷偷地做 没有人知道啊 为什么要去办公室里说 就在这说 快回答我 是不是收了人家好处 然后把人给放了 所长愤怒地问道 又不是什么大事 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 一所长不悦地嘀咕道 啪的一声 就在那个警察的话落 就被所长一巴掌打在了脸上 顿时惊到了一群人 舅舅 那个被打的警察 下意识地捂住脸 看着所长满是不可置信 不要害我舅舅 所长立即呵斥道 是的 这个警察是派出所所长的外甥 为人才这么嚣张的 在所里几乎也没有几个人 敢招惹他 你们两个知道 报警的人是谁吗 那是盛宁集团的董事长 你们态度不好已经算了 竟然还半路访人 你们简直是不想干了 所长气急败坏地说道 他是接到分局执行官的电话 才知道这件事的 当时也是吓了一跳 什么 闻言那两个警察也吓道 想不到对方竟然这么大的来头 人家只是个小姑娘 怎么会是盛宁集团的董事长呢 一警察感到不可置信地说道 他是知道盛宁集团 但他就不知道 盛宁集团的董事长是谁 不相信你们自己去网上查查 但是现在你们犯了大错 那就要接受惩罚 现在 立即去给我把那个人找回来 所长道 简直是要被他气得吐血了 好好好 我们这就去 那两个警察吓得立即去找人 得罪了这么大的人物 说不准他们要卷铺盖走人了 他们现在希望 那个圣宁集团的董事长 不要追究才好 然而 就算报警的人 不是圣宁集团的董事长 所长也是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只是和盛宁集团董事长相关 加上又是他们城区执行官 给打的电话 所以这两个卷铺盖走人的几率 是90%了 而其他警察看到这两人 贪上了大事 心中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撬他们平时嚣张 不好好尽职尽责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瑟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89集 那两个警察离开之后 一人来开车 另一个人在网上搜索 圣宁集团的董事长是谁 当他们亲眼查到了 那女孩就是圣宁集团董事长之后 还是被惊得不轻的 尽管证实了她就是董事长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不可置信 一个小姑娘 怎么就有本事成为圣宁的董事长 他们的有色眼镜确实是很重的 而且总是以为自己所认为的 认为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就觉得应该不存在 存在了那就是不正常 该死的 想不到这个女生来头竟然这么大 害得我们这次怕是要凉凉了 喊所长舅舅的那个警察说道 明明是自己做事不对在先 当现在竟然怪到顾宁的头上来 就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总觉得就算我们找到那个人贩子回来 怕是也会丢了工作啊 警察必说道 他嘴上虽是不敢说 但心里是极为的怪罪对方的 要不是对方自己也不至于被连累 虽然他当时也是同意的 但本来以为对方是所长的外甥 所以不会有事儿 但现在看这种情况 怕是自己不止要出事了 对方也要出事 这种事情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 不过之前也没事儿 但这次却是阴沟里翻了船了 怕什么呀 我舅舅是所长 不会真的把我们怎么样的 他要是把我怎么样 我妈和他急 只要他不办我 也不会单独办你的 因为他也担心你闹开呀 警察A说道 尽管警察A这么说 警察B也感到不安心 因为他觉得警察A 也可能会凉凉的 至于那个人贩子 他们是警察 有调查监控的权利 所以只要对方不藏得太深 他们还是会找到的 顾宁这边 那个害怕树藤 真的被人贩子拐走的老头 在见到他们往回走之后 就没有再跟了 因为也看得出来 顾宁并不是人贩子 回到四合院 树藤就激动地和上官羊说了 刚才发生的事 愤愤不平 再说话 你就没有羊肉串吃了 顾宁见树藤只顾着说话 都没有吃羊肉串 便提醒他 要不然他吃不饱 一会儿又让他 带他出去买东西 他已经懒得动了 只剩下一半了 我不说了 树藤文言 这才立即反应过来 看到羊肉串都少了一半了 急得赶紧拿起来吃 再不吃可是都要被上官羊给吃完了 那后来呢 冷少廷望向顾宁问道 要是对方真的是惯犯的话 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我给局长打了个电话 所以他那边应该会严肃处理的 也因此他就不特意去关注接下来的事情 这些人贩子确实敢杀千刀 害得多少家庭直理破碎的 上官羊边吃羊肉边说道 对人贩子也是痛恨极了 没有人喜欢人贩子 特别是这件事落到谁的身上 谁都想杀他个千刀万剐 这种事情到处都会发生的 根本就无法杜绝 只能是尽量的打击和尽量的营救吧 少让一些家庭受到伤害 顾宁说道 世界那么大 再大本事的人和势力都无法 哪里什么事情都能管得了 好了 咱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 我们遇到了 就尽量打击 遇不到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冷少廷说道 不想顾宁去想这些事而影响心情 虽然他们不是圣母 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听到这些事还是会难受的 大家也就不再说这些了 这一天大家都在四合院里待着 下午的时候 金云阳和苗金金回来了 大家一起吃晚饭 一起聊天 到了晚上就都在四合院休息了 而这边 那两个警察找到下午六点钟左右 终于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在一处老街的民房里 因为人贩子是用钱脱身的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还会被继续追查 他并没有躲得更远 也没有逃离 继续在老窝里待着 还不止 还找到了人贩子的三个同伙 他们正在吃饭 一共几个人 他们两个人怕拿不下 于是他们就找来几个同事 将他们一举拿下了 而在他们等救援人员到之前 那两个警察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他们不只是惯犯 而且还做过了不少事 转了不少钱呢 同时也把他们的对话给录了下来 为了能够让所长看在他们将功折罪的份上 饶过他们一次 四个人贩子被抓到的时候 那个之前被放走的人贩子 看到收了自己的钱 放走自己的警察 顿时勃然大怒 指着那两个警察骂道 你们两个 收了我的钱 为什么还来抓我 文言那两个警察神色闪过心虚 尽管他们的事情几乎整个派出所都知道了 但是还是忍不住为了面子 说道 不这样左右 怎么能抓到你的同伙呢 你 那人顿时哑口无言 不知道说什么好 倒也没有怀疑 也只有他们的同事不相信而已 不过也并没有揭穿 这边四个人被带走了 回到派出所之后 那两个警察立即去找了所长 本来所长要下班回家了 不过知道抓到了人贩子 而且还是四个 所以就没有走 在派出所里等着 舅舅 我们这次抓回来四个人贩子 而且 也有视频录音为证 证明他们干了不少拐卖勾当 所以这次的事情 能不能将功折罪 就不要追究我们了 以后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 警察A说道 虽然他不认为所长会辞退他 但是错已经犯了 还是要有个认错的态度 至于真的要改过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只是以后小心一些 先了解一下报警人的身份 要是来头大的话就老实处理 要是没什么来头 那再捞点东西也未尝不可 自己的亲外生自己能不知道吗 所以对于警察A的保证 所长是一点都不相信的 就算他真的改 那也得他有这个机会啊 这个事情我可管不了 你们知道 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吗 是执行官亲自给我打电话的 所以这件事情 有执行官在盯着 我可什么都做不了主 就算做得了主 你们以为事情也能就这么算了吗 我平时没少提点你们吧 但是呢 你们还是犯了错 这次的事情 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处理的了 所长说道 要是这件事情执行官不知道 而是由他来处理的话 他倒是可以惩罚得轻一些 但执行官说了要严肃处理 他哪里敢轻啊 除非他自己也不想混了 什么 执行官亲自给你打电话的 闻言那两个警察很是吃惊 也感觉到了绝望 因为这样他们就要凉了 那执行官有没有说 怎么处理我们呢 警察闭问道 内心感到不安急了 当然是按规定处理了 所长说道 按规定处理倒不至于辞退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舅舅 我可是你外甥 你可要帮帮我呀 我可不想被开除啊 也不想离开这儿 你你要帮帮我呀 警察A恳求道 他好不容易才考进来得到了铁饭碗 而且他除了这个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况且也很难找到这么亲闲的工作 所以他是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你觉得我大还是执行官大 所长没好气地问道 警察A明白所长的意思 意思就是执行官大 执行官的话他无法反抗 所以警察A顿时就沉默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难道我们真的凉了 警察B问道 实在是不甘心 所长说道 那就看执行官需要什么样的结果了 虽然按理来说 你们犯的错不至于被开除 但是降职那是肯定的了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买单 你们平时抱着侥幸的心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的 好了 多数也没用 你们先出去吧 先把眼下的事情处理了 看看执行官那边 能不能从轻发落 如此那两个警察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出去 然后便是处理那些人贩子的事情 回头之后 所长给执行官打了电话 说明了这边的事 执行官说道 开除他们倒是不至于 但是我想 他们犯错并不止这么一次 所以他们既然将人贩子抓了回来 而且还带了三个 老师爷可以将功折罪 但是却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这样 要是他们还想在那里工作的话 让他们去集训营训练三个月回来 然后继续工作 到时候再看他们的工作态度 集训营的训练可以说是比较辛苦 这一般都是训练精英警察的地方 不过也有犯错的警察被安排进去 而犯错的警察进去 免不了被刻意针对 不过这些针对不是欺负人 而是教育人 虽然有让他们去受罚的意思 但是进去三个月出来 对他们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好 所长硬道 不敢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这结果比他想象中的轻太多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疼疼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嘉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90几 得到那两个警察的处理结果之后 所长也没有立即和他们说 先让他们忐忑一晚上 当作小小的教训 他们两个这一夜 果然都失眠了 也没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家人 怕他们骂的同时 也怕他们担心 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快要下班的时候 所长喊了他们两个 去办公室说了这个结果 要去集训呢 一天要去集训三个月 两人顿时露出难色 虽然他们没有集训过 但是却也知道 集训是很辛苦的 他们过惯了安稳日子 变了娇气的许多 虽然他们是警察 时不时也会有训练 但是和集训呢 是没法比的 而且平时又没有什么武力的事情 要他们出面 他们平时处理的都是一些 不用动武力的事情 所以他们原本有些身手 也被荒废了 不想集训 就卷铺给走人 这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 集训回来 你们还会被继续观察 要是再犯错 一样待不下去 所以就算你们答应集训 然后继续回来上班 也不要想着以后 捞油水的时候小心 不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们犯过错 就会被特别关注的 所以要是你们 还抱着那样的想法的话 就干脆现在走人 免得以后连累我 所长恨铁不成钢地呵斥的 要是他们犯错多了 他这个所长的位置 也别想继续干 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 那就是他不会管教了 管教不了手下的领导 谁会用啊 所以别看领导的位置 权力大 压力也是极大的 不是担心自己犯错 就是担心手下的人犯错 被所长这么一呵斥 两人都不敢说话了 他们是不至于为了 不想三个月的集训 而辞退工作走人的 但后面的警告 却是让他们感到不甘心的 但权衡之后 他们还是选择妥协 工作比这些都要重要 虽然顾宁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但是执行官那边还是给他回复了 对于这样的惩罚 顾宁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中午吃好饭之后 冷少廷就回了基地 而顾宁也回了学校 接下来又是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 直到冷少明和詹纸音的事情发生 一直以来 冷少明的处境其实都不算安全 因为他是冷家人 想要对冷家下手的人太多了 所以平时盯着冷少明的人也不少 只是冷少明工作认真 从来不接受贪污受贿 几乎没有出过什么错 所以没有人抓他的把柄 不过 被冷少明抓到把柄的人却是不少 而且被抓到了都被举报了 被举报的大部分人也都出了事 毕竟冷少明是冷家人 有权有势 要是他举报了谁敢不查 而且一般被举报的 手里多少有些证据 所以这一查就很容易查到 冷少明如今在首都林市上班 职位不低 他年纪轻轻地就坐到这个位置 当然是除了他自身能力之外 还有冷家的关系 不过首都林市是三线城市 要是他这职位到了首都也不算多大 所以冷少明坐到这个位置 也不算太夸张 尽管冷少明有能力和关系 要是升得太快也会被人说的 必须得一步一步来 正如冷少廷 他所立过的功加起来 给他个大将当都不为过 但是却因为年轻 所以不能升职太快了 况且冷少廷的升职速度 在各界中算是最快的 这个年纪也是职位最高的 冷少明和詹芷音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冷少明知道了詹芷音的身份 本来周末詹芷音来找冷少明 冷少明也正想和詹芷音表白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很确定自己是喜欢詹芷音的 虽然在他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 詹芷音主动的比较多 比如他时不时的就会大老远的往他这边跑来看他 不过也因为他工作忙 而詹芷音没有固定的工作 所以时间很自由 然而尽管如此 冷少明除了自身对詹芷音生出了喜欢之外 也被他的主动打动了 他能够感觉到对方是那么地喜欢自己 所以他决定 让自己来迈出最终的这一步 那就是告白 总不能这个都要等着詹芷音来说吧 不过在他去首都机场 接他去他所在上班的城市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因为冷少明所在的城市 距离首都也不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而且也没有机场 所以就是先到首都机场 从机场到他所在的城市 比从首都市区还要近半个小时的样子 而冷少明和詹芷音所发生的意外是车祸 在他们回程到半路的时候 到了一处大桥上 本来他们身边走得好好的大卡车突然变道 猛烈地撞上了他们的车 然后车子就立即失去了控制 朝桥下的浆面冲了下去 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 詹芷音便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了冷少明 发出灵力去抵抗撞击 减少这次意外对他们的伤害 要是一般人的话 在被第一次撞击的伤害 加上落下20米高的浆面的二次伤害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了 但是因为詹芷音并非普通人 这样下去他们最多就是受点轻伤而已 而冷少明在詹芷音护住自己的那一刻 简直感觉到震撼极了 他怎么能护住自己到这样的程度 其实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冷少明的第一反应也是去保护詹芷音 只是动作没有詹芷音快而已 所以还没能护住詹芷音 就先被詹芷音给护住了 车子不出意外地掉到了河里 因为詹芷音发出的灵力保护住了二人 所以两人都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 但还是受了一些轻伤的 特别是詹芷音受了点内伤 毕竟修为还是有些低的 在车子刚掉入河里的时候 天窗是开着的 所以水一下子就涌了进来 不过詹芷音的速度也不慢 立即拉着冷少明就爬出了天窗 河水不浅 有五六米深度 所以两人爬出天窗的时候 还要往上游去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事故地点的交通也瘫痪了 不少被吓到 也都纷纷下车过来看情况 还有报警的报警 打120的打120 要是大家遇到的是 打架闹事这些事的话 敢出手帮助的很少 因为这样会让自己受到牵连 但是遇到这种意外灾祸 都会很积极地救人 这样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不是人心冷漠 只是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都敢做而已 司机没有逃逸 逃逸的后果更加严重 不逃逸最多就是赔偿 逃逸的就不只是赔偿 还要坐牢了 而在事故发生之后 有人准备下河救人 不过还没有下去 就看到河水里浮出了两个人 顿时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人没事就好 然而在桥上的司机 看到车里的人没有出事 神色一闪而过 浓烈的不安 是的 他不希望冷少明还好好的 因为这样 他的任务就失败了 这一场车祸是阴谋 而不是意外 沾止音也只顾着救人 手机钱包这些 都落在了车子里 不过人没事 已经是万幸了 手机证件银行卡 这些都可以补办 要是人出事了 可就无法补办了 浮出水面之后 两人终于可以喘气说话 而两人开口的第一句 都是问彼此 你没事吧 没事 又是一口同声的回答 我们这也算是经历过生死了 詹止音说笑道 虽然他们此刻的处境并不好 但是他们也算是乐观的人 只要人没事 还是能笑得出来的 要不是你 我就出事了 谢谢你 冷少明道谢道 这一声谢谢很是沉重 因为这是救命之恩 而不是小忙 你也救过我的命 詹止音在心中说了一句 也因为冷少明救过他 他才有机会再救了他 不过要不是冷少明 来接自己的话 今天就不会出这事 所以詹止音心里 还是觉得愧疚的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是 今天要不是你来接我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夺得个初一 夺不过十五 有些事情该来的总会来 不会因为哪一天 就能避免的 我想 是我连累了你才是 冷少明说道 情绪变得低沉下去 他对自己的处境 也是很清楚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车祸不是意外 詹止音文言顿时了然了 同时气息也顿时变得暗沉 竟然有人要对冷少明下手 简直是不想活了 虽然他知道官场如战场 冷少明不只身在官场 还是冷家人 避免不了这些阴谋算计 但是不代表避免不了就能接受 要让他知道是谁谋害冷少明的话 他定要让他付出严重的代价 不确定 但是很有可能了 他之所以觉得谋害更加有可能 是因为明明看到那个大卡车 在另一条道走得好好的 在靠近他车子的时候 就忽然转过来了 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是意外 只是对冷少明来说 意外的可能性很小罢了 不过一切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做定度 现在早早断定 对肇事者也不太尊重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豚豚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阳 南鱼罗勒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逃夭夭 第1791集 出去了必须要查清楚 要真的是谋害的话 詹芷芸说道 神色露出了狠色来 是让他吃不了兜之走 必须的 冷少明硬道 他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他虽然为人正直 但那前提是没有得罪他的情况下 如果得罪了他 他一样会狠狠地反击的 两人说完 人也游到了岸边 不过也累得不轻了 你们没事吧 岸边有不少人等着他们 见他们游过来 纷纷关切地问道 没事 冷少明和詹芷芸道 虽然他们没什么大碍 但还是受了轻伤 还有体力大失 所以中任 纷纷搀扶他们离开 回到路边 赵氏司机也过来了 赵氏司机并没有跟着去河边 接冷少明和詹芷芸 因为在他猛烈地 朝冷少明的车子 撞过去的时候 他的额头也被撞到方向盘上 有那么一些伤口 群众就让他在上面等着了 虽然对方是赵氏司机犯了错 但是对于意外 大家都能宽容 所以没有去过分地指责赵氏司机 最多就是质问他 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之类的 毕竟这样的意外 谁都不想出 既然出了 负责任就好 要是逃逸了 那么对大家来说 那就该千刀万剐了 赵氏司机很诚恳地态度认错 说自己刚才脑袋恍惚了一下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撞上其他车 实在是愧疚极了 因为司机的认错态度十分地好 所以大家更没有多说他什么 你们没事吧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啊 我绝对会承担所有损失的 司机诚恳地和冷少明两人道歉 而二人的目光深邃地看着他 一副看透他内心的模样 让男人忍不住心神一慌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不可能的 很快他就恢复了镇定 但是那一刹那的荒神 还是被冷少明和詹纸印看在了眼里 虽然那代表不了什么 但是却也不能什么都代表不了 男人的反应 让他们更加往阴谋方面猜测 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 所以他们不能直接质问 冷少明和詹纸印还没有回答 周围的人就先出声了 都直接被撞到下河里了 怎么可能没事呢 不出意外的都是万幸了 是啊 有事没事 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之后才知道啊 我说你这司机怎么开的车 差点酿成大祸了 就是啊 要是真的出事了 人家家人得多伤心啊 哪怕赔偿再多 也抵不了两个活生生的人啊 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指责肇事司机的 哪怕这只是意外 但是意外也是人不注意所导致的 他们指责他也没有什么错 对不起啊 实在是对不起 我刚才也是突然感到脑袋恍惚了一下 然后不知怎么的 就撞上他们车了 面对大家的指责 司机是一点脾气都不敢有 诚诚恳恳地道歉 只是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了 任务没有完成 他是免不了被指责的 更怕被怀疑上 毕竟做了心虚事 不管人家有没有发觉 还是会心虚的 这种事情有时候也是无法避免的 既然发生了 解决就好了 所幸也不算太严重 冷少民很是通情达理地说道 只是他的意思 和大家所理解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于大家来说 他们理解的 只是既然是意外 也是无法避免 既然发生了 赔偿什么的到位 就没什么好追究的 而冷少民心里的意思 反正这谋害也是避免不了的 既然都发生了 解决就好了 而这解决的结果 不是赔钱那么简单 而是牢狱之灾 也是啊 发生这种事谁也不想 但既然发生了 那就好好处理 也没有必要为这个炒的面黄我吃了 不错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以后啊 你们都会顺顺利利的 可不是嘛 这边距离城里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从事故发生之后 二十分钟警察猜到 不过救护车还没有来 见冷少民和詹指寅不是很严重 警察就先询问了一些情况 不然他们还需要跟着冷少民和詹指寅去医院 医院肯定还是要去的 只是现在先问了基本情况 少跑一趟 冷少民和詹指寅没什么大碍 并没有在意 得知冷少民的身份之后 能问话的警察立即就变得十分客气 称呼都换成了您了 虽然冷少民比他们年轻 但是职位却比他们高多了 他们只是普通警察 而冷少民却是领导级别的 冷少民没有将怀疑这次车祸可能是谋害的事情说出来 毕竟无凭无据的 而且也不知道这些警察是谁的势力 根本就没有丝毫可信而言 所以即便他怀疑 那么就让自己的人去调查是比较合适的 这边的事就按照正常流程走了过去 他们去了医院 司机也坐上了警车 跟着一起去了医院 要是这件事情只是意外的话 冷少民会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而不告诉家里人 但是他怀疑这是谋害 所以在去的路上 他给冷元签发去了短信 毕竟外人在 他也不方便电话 当冷元签看到冷少民发来的短信时 惊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虽然短信中冷少民说了没事 但他还是很担心 立即打电话过去 他得听到对方的声音才安心 电话一响 冷少民也接了起来 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 冷元签问道 虽然知道他那边可能是不方便 不过也没有说不该说的 就只是问问他的身体情况 我没事 小伤而已 从冷少民的声音中 确定没有听出有事的样子 他才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这件事情我这就去调查 好 冷少民应了一声 这件事情冷元签出马 比他更有速度 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爷爷和我妈 免得他们担心 要是不说的话 他们知道了也会责怪的 况且这件事情早晚会报道出来 我现在就在家 我和他们去说好了 虽然你现在没什么大碍 但是终究是受了伤 所以一会儿的话 我们会来看你的 自己的儿子受伤进了医院 哪有不去探望的道理 好 如此 冷少民也没有说什么 挂断电话之后 冷元签没有立即出去 而是先给自己的心腹打了个电话 让他去调查冷少民出车祸的原因 吩咐好了之后 才走出书房下了冷 他便和冷老爷子和江书原 说了冷少民出车祸的事 不过只是受了轻伤 没有什么大碍 尽管如此 还是将冷老爷子和江书原 吓了一大跳 急急忙忙的就要去看冷少民 冷元签和于盈也是一起的 对于冷少民出车祸 是有可能被谋害这件事 冷元签暂时没有和他们说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确定 虽然冷元签都说冷少民 只是受了轻伤 但冷老爷子还是不放心 给顾宁打去了电话 说了这件事 问他可不可以给他一些药 就算是小伤 他也不希望冷少民出什么问题 要是能快点好 那就是最好不过的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顾宁便直接表示 和他们一起去看一下 虽然他和冷少民没什么接触 但到底是冷家人 而且冷老爷子都和他开口了 正好金盈瑶和顾宁在一起 听到他们的通话 也跟着顾宁一起去了 顾宁让冷老爷子他们先去 他和金盈瑶自己开车过去 虽然是周六 不过冷少廷有事情没有回来 就只有顾宁和金盈瑶 冷少民这边很快就到了医院 冷少民在和冷元汉 说了事故之后 也给自己的秘书打了电话 毕竟他现在是伤者 有些事情需要秘书来处理 所以冷少民和詹芷茵 到医院的时候 冷少民的秘书已经在了 詹芷茵不止一次来找冷少民 他的秘书是认识他的 虽然冷少民没有和秘书说 这次车祸有可能是谋害 但秘书也生出了这样的猜测 因为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所以怀疑并没有那么强烈 本来他秘书认为 他们的伤很重 只是冷少民省强 所以才说是轻伤 不过见到的时候 发现他们确实看起来 不像受了重伤的样子 直接自己从车里下来走路 根本就不需要人服 确定证明了 他们的伤不算太重 也因此让他秘书感到很惊讶 毕竟他们是被大卡车 直接撞下桥的 坠下十来米的河里 看来他们的运气是真的不错 不过没有严重受伤 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冷少民和詹纸音一到 医院就立即给安排检查 有身份地位的人 总会有那么一些特权 无伤大雅的特权 用就用了 也没什么的 检查好了之后 虽然证明确实伤的不重 但轻伤也是伤了 还是需要住院养伤 要是不好好养伤的话 轻伤也是会加重的 冷少民和詹纸音 被安排在了高级双人病房里 一般住院这种事 病房安排是不分男女的 除非是你单独开了单人病房 不过他们两个人 要一个单人病房并不方便 所以就要了双人病房 接下来就是协调赔偿的事情 警察没有去想 这件事有可能是谋害 直接当作意外来处理 冷少民也当作意外 让他们来处理了 就算是谋害 也得等调查出来了 才有说服力 赵氏司机的认错态度良好 也愿意承担赔偿 所以就没有被为难 这些事情就交给秘书去办了 冷少民和詹纸音的医药费 倒是不多 几万块就能解决 但是掉下河里的车子 却是不便宜的 至少也要一百万左右 而且车子掉下河 肯定是报废了 所以得全额赔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父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偷偷无二代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这边警察和赵氏司机 离开之后 冷家人和顾宁 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到了 一起去了冷少民的病房 直到他们来到病房之后 才知道詹纸音也在 而且两人是一起出的车祸 最主要的还是 冷少民是因为 被詹纸音护住了 才会只受轻伤 要不然冷少民 会受伤得很严重 于是冷家人 对詹纸音很是感激 詹纸音表示不客气 只有顾宁和金云瑶清楚 要是没有詹纸音 冷少民不只会受伤 比现在严重那么简单 怕是会凶多吉少 而现在詹纸音受了内伤 比冷少民受伤 要严重许多 只是普通人都看不出来 医生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于是顾宁先给冷少民 服用了一颗灵气晶体 以他的伤势 一颗就足够了 但詹纸音却是不行的 不过在众人面前 他还是拿出一颗灵气晶体 给了詹纸音 然后抓住他的手 往他的体内输入灵气 谢谢啊 詹纸音道谢 不用客气 被灵气滋养了之后 詹纸音的内伤得到了恢复 对了 肇事司机呢 江树原问道 已经回去了 对方的道歉态度很好 也同意赔偿 不过 冷少民说道 不过什么 冷老爷子眉头一簇 问道 不过 我怀疑这次的车祸 不是意外 而是谋害 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 但是对方的车子 是到了我车子旁边 才忽然转过来的 对方的解释说 是忽然找到一个恍惚 然后就撞上了 虽然也不能凭此 就判定是谋害 但是在我看着他的时候 他神色显然闪过心虚和不安 当然 也不能因此断定 但是既然有所怀疑 那么就最好调查清楚 所以现在的话 就按照警方的程序 先把眼下的事情处理了 等我们调查到了证据 再另说了 冷少明说道 现在房间里都是自己人 所以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冷少明会和大家 说出自己的怀疑 是因为对方对他下手 或许并不是仅仅针对他个人 有可能是针对整个冷家 所以说了 好让大家多一些提防 天杀的 竟然谋害咱们的少明 要是抓到了那幕后黑手 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江淑源愤恨地说 简直是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 感动我冷家的人 看来是先活得太清闲了 冷老爷子也满目狠色地说道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了 一旦调查出来 绝对严肃处理 冷元谦说道 自己的儿子被人谋害 自己又怎么可能不气愤 他比任何人都要生气 要不是一切都需要按照法律 来制裁的话 他恨不得亲手将对方千刀万剐了 不管这件事情是针对冷少明 还是针对冷家 反正针对冷少明 就是针对冷家了 所以他们是没有一个人 不为此事感到气愤的 话说那赵氏司机离开之后 打了个电话 说冷少明只是受了轻伤 任务算是失败了 电话那边的人 虽然感到很失望 倒也没有指责他 毕竟冷少明的车子都已经被撞下河了 按理说就算不死也会受重伤 但冷少明却偏偏没事 这件事他也觉得很奇怪 只能说冷少明命大了 服用了顾宁给的灵气晶体之后 过了一会儿 冷少明就好得差不多了 而詹志音也恢复了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马上出院 差不多这时候 冷少明的领导以及同事 也知道了他发生车祸的事 所以也都纷纷来探望 他们来到冷少明的病房 看到冷家人的时候 都纷纷感到紧张极了 毕竟他们的身份 在冷家人面前实在是极小的 所以就会产生敬畏的心理 待到下午的时候 冷家一行人也离开了 因为冷少明也没什么大碍 他们也就没有谁留下来照顾 如果留下来才是耽误了正事 因为这也是让冷少明 和詹志音培养感情的时候 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件事 心境自然会发生变化 两人的关系定然会靠近许多 离开的时候 冷家人再次和詹志音道谢 弄得詹志音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离开了 只剩下冷少明和詹志音二人 莫名地气氛有些尴尬起来 那个 委屈你和我一起住院吗 冷少明歉意地说道 他们不出院不是因为身体原因 而是其他 没什么委屈的 詹志音不介意地说道 他来这边就是来找冷少明的 只要和他在一块 在哪儿 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是他现在的关系和冷少明越是靠近 他就越感到不安 他一直在纠结 到底什么时候和冷少明坦白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不想早些坦白 只是想到早些坦白冷少明对他还没有感情 那是必然会嫌弃或者疏离的 但是如果不早些说 而是等到冷少明喜欢上他再坦白的话 这对冷少明来说无疑是一种残忍的伤害 所以詹志音很是纠结 非常的苦恼 看到他好像有心事 冷少明问道 怎么了 是有什么心事吗 问出这话 冷少明就意识到自己问错了 自己明明知道对方对自己的心思 还这么问 是在想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能说说吗 冷少明问道 如今他已经做好了告白的准备 随时都可以向詹志音告白了 不过在告白之前 他多少还是感到有些紧张的 所以就先和詹志音随便聊一下 其实也不是一些正事 只是我昨天看了聊斋 人和妖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就在想 要是现实中也有妖的存在 而且是好妖的话 男人会接受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想 大部分应该是无法接受吧 毕竟什么妖魔鬼怪的呀 人听到都害怕了 所以很难接受吧 电视中就是电视了 那你呢 要是在你不知道 对方是妖的情况下 喜欢上了对方 而对方也喜欢你 对你也很好 你会怎么样 詹志音问出这话 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这不是正事和他坦白 但这个试探的结果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 毕竟这只是一个假设 而且也不是自己遇到的事情 所以无法生出 真实的心理感受了 但是要说到妖的话 要是这世界上真的有妖的话 让我给遇到了 还真的会怕了 冷少明说道 后面虽然是说笑的口气 但是却是他的真实想法 虽然詹志音明明知道 冷少明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感到失落 也是啊 他勉强地笑笑 随后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冷少明在酝酿着 该怎么开口告白 坊间里又一下陷入了安静 有些压抑的气氛了 几分钟过后 正当冷少明鼓起勇气 开口的时候 正好詹志音先出了声 那个 我有些累了 我先睡一会儿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詹志音当然不是因为累了 想睡一会儿 只是在逃避而已 也想一个人静静地 想想这件事情 好 既然詹志音想睡 那么他就不打扰了 等他醒来再跟他说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冷少明的秘书来了 詹志音也顺势醒来 冷少明的秘书去事故现场处理事情 车子已经拉去处理 而他带回来了冷少明和詹志音的包 虽然包里的手机和证件都无法使用了 但尽管如此还是得带回来 要销毁也得他们自己销毁 秘书回来的时候 也给冷少明和詹志音各自带了新的手机还有衣服 那个手机多少钱我转给你啊 詹志音问冷少明的 且不说他现在和冷少明还不是情侣 即便真的是了 他也不能理所当然的拿冷少明的东西 除非是特意送的礼物 不用了 我们认识到现在 也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 这个手机就当做礼物吧 只是希望你不要嫌弃才好 冷少明说道 一个几千块钱的手机而已 他既然主动买了 就不会和詹志音要钱了 那就谢谢你了 当做礼物 詹志音还是很喜欢的 这可是冷少明第一次送他礼物 所以他没有拒绝 詹志音一开机 就看到自家爷爷的来电提示 他立即回播过去 冷老爷子是离开之后 给詹道松打的电话 说了这件事 虽然没有征求詹志音的同意 但詹志音救了冷少明 作为冷少明的爷爷 是有必要和詹道松说一下的 詹道松知道之后 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哪怕知道他们已经没事了 同时心里也是无限的感叹 他这个孙女 对冷少明简直是痴迷 虽然他也乐见其成 但是也担心詹志音受伤 听詹志音说 他和冷少明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已经感觉得出 冷少明喜欢上他了 虽然他也相信冷少明的为人 至少比普通男人要靠谱许多 但自己的孙女自己还是担心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交富二代 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时日生 后期制作 陶夭夭 第1793集 爷爷 没事吧 电话那边传来 詹道松严肃的询问声 虽然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詹纸音用自己护住冷少明的事 让他有些生气 但是他想要指责 也不知道去怎么说 因为詹纸音是成年人 有自己的想法 他也不能干涉他太多 主要是 他们只是受了轻伤 现在更是没有什么事 没事的 对不起啊 让爷爷担心了 没事就好 以后不要让爷爷再担心了 知道吗 爷爷老了 经不起下的 詹道松严肃的叮嘱道 他无法直接和詹纸音说 要是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管冷少明 先顾好自己 但这样的话 又显得太过自私了 但是人总会有自私的一面 冷少明和詹纸音对他来说 无疑是詹纸音更加重要 所以他更希望詹纸音不要出事 好 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让爷爷担心了 詹纸音应道 虽然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但现在必须要复合詹道松 而且要是可以 他也不想发生意外 让家人担心 那个 我爸妈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詹纸音的心里有些慌慌的 还不知道 我还没说呢 那我现在也没事 就不要告诉他们了 你呀你 詹道松有些没好气 但是也觉得詹纸音现在没事了 没有必要告诉他父母 让他们操心 谢谢爷爷 詹纸音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他不是真正的詹纸音 但是成为詹纸音的这几年 感受到他们的亲情和温暖 所以也早就将他们当作一家人了 就很在乎他们的感受 好吧 好了 就先这样 你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啊 好的爷爷 爷爷再见 詹纸音说到挂断了电话 而冷少明听到詹纸音和他爷爷打电话 知道对方担心 心里更加过意不去了 也差不多是吃饭时间了 你想吃什么 冷少明问詹纸音的 我也不知道 要不炒几个家常菜吧 好吧 冷少明也知道詹纸音向来不挑食 所以就让秘书去带了几个家常菜来 秘书走了之后 詹纸音就去了卫生间 顺便给顾宁发去了短信 说了他对冷少明的试探 问他自己该怎么办 要不然现在就坦白吧 顾宁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短信 对于这件事 顾宁也不知道该怎么坦白 况且这是冷少明和詹纸音的事情 他一个外人也不好干涉太多 如果他让詹纸音说了 冷少明接受不了 因此疏远了詹纸音 被怪上该怎么办呢 要是让他不说 就显得赞成他继续欺骗冷少明 其实这样对冷少明也不公平 冷少明知道了怪他该怎么办 要是冷少明能接受詹纸音的身份 什么时候说都不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如果冷少明无法接受 那么还是早说的好 因为现在他们还没有深厚的感情 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太过严重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说了也容易破裂 于是顾您回复道 这件事情我无法教你怎么决定 必须由你自己决定 要是你一直不想说我也不会干涉 但是不管你说不说 这件事总有一天会暴露的 一旦暴露 要是他能接受 那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要是他无法接受 那就会是很大的伤害了 所以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吧 之前因为认识詹志音 对他毫无了解 所以会威胁他 必须向冷少明坦白身份 冷少明接受了他们才能在一起 但现在他却不这么想了 毕竟经历一段时间的接触 他对詹志音也有所了解 知道他确实不会伤害冷少明 看到顾您的回复 詹志音陷入了沉思 虽然现在顾您不强迫 他要和冷少明在一起 必须坦白身份 但是也正如顾您所说 一旦暴露 要是他能接受 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想了一会儿 詹志音觉得 还是早些和冷少明说吧 就算他真的因为 他是半人半腰的事 而害怕 拒绝他 疏离他 他也认了 就算不能和他在一起 默默地守护着他也好 这么一想 詹志音莫名感觉轻松了许多 最近因为这件事情 人让他自己不好过 冷少明看到詹志音 从厕所出来之后 神色又是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便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那里不舒服 没有 没有就好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你和我说 好不好 冷少明说道 当然不相信詹志音真的没事 但他不愿意说 他也不能勉强 放心吧 我也不是小孩子 要是真有事的话 我会说的 知道你不是小孩 有事会说 就怕你对我见外而已 对了 幕后黑手的事情 还没有眉目吗 詹志音并没有接他的话 而是岔开话题问道 这个问题 也是他极为关心的 要是调查出幕后黑手来 他真的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 不过想归想 就算调查出来了 还是得交给法律来制裁 冷少明跟他说 还没有找到幕后的黑手 因为幕后黑手 定然会做好隐藏的工作 不会被轻易调查出来 两人聊着聊着 秘书带饭菜回来了 冷少明就让他回去了 毕竟对方只是秘书 又不是保姆 只是有些事情麻烦一下他 却不能什么事都让他做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恢复了 什么都能干了 虽然两人都有心事 不过吃饭的时候 还是挺和谐的 不会感到气氛尴尬 冷少明一直在酝酿着 怎么和詹纸音告白比较好 而詹纸音却酝酿着 该怎么和冷少明坦白 虽然心中有了决定 但是当要说出口的时候 还是会感觉到紧张的 冷少明收拾好东西 回到床上躺着 两人看着电视 不过都没有将电视里的东西 看进去 彼此都酝酿着自己的事呢 气氛沉默了十来分钟左右 两人忽然一口同声地开口 那个 然后两人相视尴尬地 对笑了一下 你先说 我先出去一下 詹纸音说道 他是决定说了 但是不敢当着 冷少明的面说 所以只能先出去 给冷少明发信心 去查理啊 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 我很快就回来 那好 注意安全 詹纸音换上衣服就出去了 离开住院部 詹纸音直接离开医院 过了十多分钟左右 他才拿出手机 给冷少明编辑短信 少明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瞒着你 因为害怕你知道了 会嫌弃我 疏离我 但是如果不告诉你 又对你不公平 所以我决定 我现在告诉你 我只希望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不要说出去 刚才我和你提到 聊摘人妖的爱情故事 这件事 其实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有用意的 自打到这儿 詹纸音顿了顿 有些犹豫 但是犹豫了几秒之后 他又继续打起字来 你还记得五年前 你在天山 救过一只狐狸吗 那只狐狸 本不是普通的狐狸 而是修炼成精的狐狸 而那只狐狸 正是我 本来我以为以后 我们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但是在三年前 詹纸音到天山游玩 正好摔下了悬崖 砸到了我 那时候我刚修炼成人形 但是却还是一缕 但是却还是一缕魂魄 所以这一杂 我的灵魂就进了 詹纸音的身体了 然后我就成为了詹纸音 所以 我现在的身体是人 但是灵魂却是妖 可以说是半人半妖 我成为了詹纸音之后 也拥有了她的记忆 所以知道了原本 詹家和冷家是相识的 当时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嫁给你为妻 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不过当时我还在学校 而且不想冒冒失失地去找你 希望将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之后 才去找你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 感到很不可置信 还会以为我是骗你的 但是这一切确实是真的 一直以来 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情 感到很纠结 因为我害怕告诉你了 我们之间就没有希望了 但是我又是那么的想和你在一起 我也怕你爱上我 然后才知道这些事情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知道现在的伤害已经构成了 只是希望能现在的伤害小一些 我不敢当面和你说 所以我只能发信息 你也不用急着回复我 不管你的决定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明天上午12点钟之前回复我就好 全部的字打完之后 詹芷茵犹豫了好久 最后还是鼓起勇气 将信息发给了冷少民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奥教富二代豪门奇少 黑道教父 我选哪个呢 你只可以选我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豪门崛起 校园重生伤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家飞不会飞 牧羊 男鱼罗乐 十日生 后期制作 陶妖妖 第1794集 冷少民也正在刷着手机 詹芷茵的信息一来 他就看到了 他立即打开来看 当看到詹芷茵说 有一件事瞒着他的时候 冷少民的眉头忍不住一簇 倒也没有联想到什么大事 哪怕看到他说不告诉他 也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害怕 他知道会嫌弃他 梳理他 当看到这儿的时候 冷少民还猜想 詹芷茵是不是身体 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虽然他不是圣人 但是也不至于 现实到容不得 对方有一点问题 要是无法医治的绝症 他确实是接受不了 但是可以医治的病的话 是他的爱人 他是能接受的 不过当他越往后看 脸色就变得越不好 五年前在天山 救了一只狐狸 他当然记得 只是詹芷茵竟然说 他就是那只狐狸 在看到这儿的时候 冷少民 下意识地吓了一跳 但是随之又觉得 詹芷茵是在和自己 开玩笑吧 他再往后面看 冷少民整个人 感到不知所措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不是原来的詹芷茵 而是一只狐妖 还是修炼成人形的狐妖 冷少民只感觉到 不可置信极了 虽然上次僵尸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也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异类的存在 但是当看到自己遇到 且就在自己身边 还是自己喜欢人的时候 他还是感觉到难以接受 和詹芷茵接触这段时间 他确实是喜欢上了她 也了解她的为人如何 她是个极好的女孩子 特别是对自己 连出车祸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是保护自己 这事情让她又震撼 又感动 这样的女孩 自己要是辜负了 那绝对是自己的损失 当然 在詹芷茵来找她之前 她就已经做好了 告白的准备 而不是因为车祸的事情 才感动 所以才要告白的 现在她也了然了 为什么他们的车子 被撞入河里之后 他们都只是受了轻伤 这一切都因为詹芷茵 只是因为詹芷茵的身份 冷少明虽然没有厌恶的心理 但却还是有些排斥和接受不了 所以她没有立即联系詹芷茵 她现在需要时间来消化和考虑 冷少明就这样愣愣地 发呆了一个小时 她忽然想到了冷少廷 她立即给冷少廷打去了电话 想问问该怎么办 虽然她和冷少廷的感情很淡 但到底是兄弟 而且对于冷少明来说 冷少廷比任何一个人都要靠谱 只要她让她保密 她也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所以她宁愿和冷少廷说 也不愿和自己的父母说 而且那件僵尸的事情 也和他们有关 所以对于冷少廷来说 也是相信异类的存在 这个时候冷少廷也刚完成训练 吃好饭回到宿舍 准备给顾宁打去电话 冷少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冷少明给他打电话 屈指可数 所以对于他打来的电话 冷少廷多少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不过也知道 冷少明给自己打电话 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 喂 什么事 冷少廷的口气淡淡的 但是却已经没有以往的冷意 但只是他向来习惯的口气而已 那个 少廷 你有空吗 方便吗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你 冷少明说道 和冷少廷单独说话 他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 我一个人在宿舍 你说 那个 冷少明开口 但是又感觉有些不知道从何说起 但既然他已经给冷少廷打去了电话 就容不得他有半点退锁 于是冷少明顿了几秒之后 还是说了 有人问我 说要是我喜欢的女人 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而是腰的话 我会不会接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要是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接受自己的女朋友 甚至妻子 是妖吗 一听到冷少明说这话 冷少廷就知道 要么是詹芷茵试探探了 要么就是坦白了 那就看自己是否是真心地喜欢这个女孩了 要是那个人是宁宁 我当然会接受了 因为我爱她 她也爱我 冷少廷回答得非常认真 你不讨厌妖吗 人有好有坏 妖也有好有坏 一个对你好的妖 和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你讨厌哪个 当然是讨厌对我不好的人了 冷少明毫不犹豫地应当 诗人 在听到妖这种东西的时候 都会感到害怕 但是如你所说 那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接受还是拒绝 那就看你对她的喜欢 或者爱有多深了 要是你的喜欢不够深 那么你在得知对方是妖的时候 你会很明确地感到讨厌和排斥 甚至要断绝和她的关系 但是要是你很喜欢的话 你会生出有矣 会去被这件事情 扰乱你的想法和决定 虽然冷少廷平时话少 但是却一直都是极有耐心的 所以她很有耐心地 和冷少明说了这么多 冷少明也承认 自己虽然感到有些害怕 和无法接受 但是却也不是绝对的 而且确实也是犹豫了 无法一下子做决定 因为她喜欢詹纸音 那是不用质疑的 但不管深不深 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让人一时间无法适应 那 那要是我真的遇到了 然后在一起了 你们会讨厌和排斥吗 冷少明问道 要是只是因为詹纸音身体的问题 她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 但是这件事情太过超出 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 所以她也会在意他人的想法 当然她不说也未必会有人知道 但是她想知道他们的想法 要是他们能够接受的话 或许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就会有所缓和 我们为什么要套眼和排斥 主要问题在于你自己 不要被他人的想法所左右导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冷少廷还鲜少这么开导人呢 听了冷少廷的这一番话 冷少明的情绪得到了些许缓解 但是她一时间还是无法做出决定 忽然冷少明意识到冷少廷 好像知道什么似的便问道 少廷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这些话 是詹小姐和你说的吧 冷少廷的口气很是笃定 而她这么问 也是不打算隐瞒自己知道 詹芷英身份的事情 毕竟冷少明都已经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冷少明很是惊讶 刚才她也只是怀疑 冷少廷是不是知道什么 她你说了什么 她 冷少明犹豫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了 她给我发信息 说她不是原来的湛指音 她原本是一只狐妖 因为机缘巧合 她的灵魂进入了湛指音的身体里 然后成了半人半妖的湛指音 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你一点都不惊讶吗 不惊讶 早就知道了 什么 文言 冷少明更加惊讶 冷少廷竟然早都知道了 可是她却没告诉自己 当然她没有怪冷少廷的意思 因为她也知道 冷少廷不说 定然是有她不说的道理 就算她和冷少廷的关系一般 冷少廷也不至于会害她 冷少家对顾宁如此 还差点误杀了爷爷 冷少廷最后都没有追究 只是让她付出了那么一点代价 所以只要他们不对冷少廷怎么样 冷少廷就不会对他们动手 甚至是极为维护冷家的 我和你说 你也不要说出去 这个世界上 有着一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的存在 妖你是知道了 但是还有一种 叫做奇能异士 而我便是这种人 所以在初次见到詹小姐的时候 便是知道了 一般奇能异士 遇到邪恶妖魔鬼怪这些东西 都会除掉的 但是詹小姐不是妖 而是半人半妖 所以不再被除掉的行列内 当然也是因为 她没有做什么坏事了 而且她一开始就是冲着你来的 但是 她只是想报答你 对你好 并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才没有阻止 不过前提是 我能接受她的真正身份 所以 她现在才会和你坦白 奇能异士 冷少明吃惊不已 冷少廷竟然是奇能异士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她第一次听到奇能异士 但是在电视里却是看到不少次 所以也能大致地理解 奇能异士的意思 冷少廷这么厉害 原来是因为她不是普通人 当然她也没有说 将冷少廷所有的厉害 都归于她不是普通人 只是这个奇能异士的能力 辅助了她而已 你说的我们 还有谁知道 宁宁 冷少廷只说了顾宁 没有说金鱼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异能都市有声多人小说 豪门崛起 重生校园商女 作者 苏暖色 演播 加飞不会飞 牧羊 南鱼罗勒 十日生 第1795集 半人半妖 和妖有什么区别 半妖 它只是保存着 妖的一些实力 但是又不是全部 因为它不是完全的 它自己 它若只是妖的话 只要修炼好 它能活几百年 上千年 甚至几千年 但是它现在的身体是人 所以它的生命 会和人一样 会生老病死的 意思 它其实更加偏向于人了 不错 听到冷少廷的这些解释 冷少明便渐渐感到轻松起来 对开始 詹芷音生出的那种 害怕和排斥 还有无法接受 也减少了不少 虽然它还在 为詹芷音的灵魂 竟然是狐妖的事情 感到消化不了 不过从现在开始 它想 它会接受了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 收听 冷少明郑重地道谢道 随后两人便挂断了电话 这边 詹芷音离开之后 去了酒店 开了一间房 自己一个人发着呆 明明自己说了 让冷少明不用那么快回复自己 也明明知道 冷少明会议时间无法接受 但是却又实时地盯着手机 希望他打来电话 不过同时又害怕他打过来 要是冷少明的电话打来是接受他 他当然希望冷少明的电话尽快过来 但是如果是拒绝他 虽然他不希望拒绝的事情发生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 他也只能接受 不过冷少明没有立即给他打电话 或者回复信息 是因为吓到了 还是因为犹豫呢 要是因为犹豫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他还有一丝希望 但是詹芷音还是觉得 冷少明接受的可能性很小 小到他几乎觉得没有可能 而冷少明在和冷少廷挂断电话之后 他没有立即联系詹芷音 因为他还是需要去消化和接受这件事情 要是他还没有确定自己真的接受了 不只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 会伤害到詹芷音的 冷少廷这边 在和冷少明挂断电话之后 也给顾宁打去了电话 也和顾宁说了刚刚的事 从冷少明的口气中 你觉得他会不会接受 应该会吧 要是真心喜欢的话 还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的 但如果接受不了 那就没办法了 毕竟谁遇到这种事情都难以接受 不管他们 我们管我们就好 你想我了吗 想啊 时时刻刻都在想呢 那么 有多想呢 要有多想就有多想 对了 今天冷少明和詹芷音出车祸的事 他跟你说了没有 冷少廷脸色一沉 说道 没有 他没和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虽然他和冷少明的关系一般 但到底都是一家人 冷少明出了事 他当然也是关心的 然后顾宁就和冷少廷说了 今天他们出车祸的事情 那幕后黑手调查到了没有 不知道 我也没有问 这边 冷少明又想了一个多小时 随后他想通了 时间在这个时候 一共过去了三个小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冷少明拿起电话 给詹芷音打了过去 在电话响起的那一刻 詹芷音惊了一下 看到是冷少明打来的 既激动又害怕 因为不知道冷少明电话打来 是接受还是拒绝 所以他没有立即接电话 而是迟疑了好几秒之后 才接了起来 不过电话接起来 他却没有出声 芷音 你说 你给我发的信息 我看到了 我在看到信息的时候 确实被吓到了 一时间也无法接受 因为这事情 太过超出常人的 接受能力了 所以才这么长时间 没有联系你 不过 经过我这几个小时的 思考和消化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到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坦然自若 毫无余计 不过我很明确地确定 自己的心思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所以 如果你不介意 我现在还没有做到 淡然自若 和毫无余计的话 请给我一个机会 好吗 冷少明也没有隐瞒 自己心中所想 要是说一点余计 都没有的话 那也是不太现实的 真指引文言 直接激动地哭了 不过他没有哭出声音 这个结果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意外惊喜 别说冷少明 现在对这件事的态度 还无法做到 坦然自若和毫无余计 就算他还畏惧着 只要他没有肯定地说 无法接受 和断绝他们的关系 就算他说 需要一段时间来考虑 他都会给的 都会等 别说他现在 只要考虑几个小时 我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就是不知道 你会不会介意 我现在还无法做到 不介意 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怕你介意才是 詹芷茵立即打断了他 现在有问题的是他 他又怎么可能介意呢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酒店呢 什么酒店 我去接你吧 不用我自己回去吧 那好 那你快先回来 冷少民也没有坚持 不是他不懂得体贴 而是他们现在 这种处境 多少是有些尴尬的 詹芷茵怕是自己 想一个人静一静 平复一些心情吧 不止詹芷茵如此 他也是的 他也想调节好 自己的情绪 不想再见到 詹芷茵的时候失态 嗯 好 虽然冷少民 让詹芷茵快些回来 但詹芷茵还是感到 有些不知道 怎么面对他 尽管冷少民 已经接受了他 但他还是感到 紧张和不安的 所以 原本半小时之内 就可以回到医院的他 用了一个小时 而詹芷茵来到 住院部的时候 便看到冷少民 一个人站在大门口那 一直望着 他这边的方向 这一刻 詹芷茵感到 鼻尖一酸 有种想哭的冲动 看到詹芷茵回来 冷少民快步 朝他走了过来 而詹芷茵不由得 有些想躲避 因为还是害怕 冷少民心里会嫌弃他 冷少民可不管 詹芷茵的躲避 来到他跟前之后 直接牵起了他的手 温柔地说道 我们回病房吧 这是冷少民和詹芷茵 第一次有肌肤上的接触 所以在詹芷茵的手 被冷少民牵上的那一刻 顿时干到指甲触电一般 一股苏码 同时心跳也加速了 詹芷茵应了一声 然后就由着冷少民 迁回了病房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说什么 直到到了病房里 冷少民问道 需要喝水吗 不用 时间也不早了 躺床上休息吧 好 他脱掉鞋子 躺到床上 衣服都没有换 而冷少民也回到病床前 准备拿起水杯喝水 然而在看到 杯盖上的图案 所对的方向 和他出去的时候不一样 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房间里有人进来过 而他的水杯 有人动过 房间里有人进来过 什么 詹芷茵刚躺下 立即坐了起来 脸色有些不好看 这个杯子 我出去的时候 盖子上的这个图案 是90度方向的 但是现在却变了50度左右 所以 这个杯子被人动过了 那要不调查一下 楼道的监控 看看是谁进来过 就怕医院被对方收买了 直接调查的话 以后打草惊蛇 我先给少庭打个电话 他那边有黑客 直接让黑客 黑入医院的监控看看 冷少民给冷少庭 打去了电话 虽然这个点冷少庭 已经休息了 不过电话一响 他就醒了过来 没有任何感到不悦 以他的身份 除了在飞机上 或者执行任务 手机都必须保持随时畅通 而且不管谁的来电 都需要在第一时间接听 看到是冷少民 冷少庭以为是和詹芷茵有关 不过不管是什么事 冷少民在这个时候 给他打电话 就是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立即接了起来 电话接通之后 冷少民也直接和冷少庭 说了这边的情况 冷少庭便立即起来 打开电脑 给冷少民 黑入了那家医院的监控 虽然冷少庭的黑客 技术不算太厉害 但只要不是什么 特别的机密 防火墙级别 特别高的地方那种 他也是能做到的 15分钟左右 冷少庭成功地 黑入了冷少民 所在医院 住院部楼层的监控 看到了冷少民 离开病房后5分钟 一个身穿护士服 戴着口罩的女人 进入到冷少民的病房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就出来了 随后匆匆离开 女人离开病房之后 便去了女厕所 两分钟之后 便有一身身穿便装的 女人走了出来 虽然对方换了衣服 但冷少庭还是能认出来 那个走进去的护士 和这个走出来的女人 是同一人 冷少庭随着监控 跟踪这个女人离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